无上神帝第1752-1823章,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跪求订阅。 第1752章 丹家出手 那一人,一身紫色长衫,身披淡紫色袍服,眉宇之间,颇显英俊,须发皆白,可是皮肤却是很细腻。 正是天地星 父亲 爷爷 看到天地星出现,天前和天末寒二人,拱手跪地。 起来吧。 天地星看着天前和天末寒二人,满意笑道,这些年来,你们父子儿子,受委屈了。 天地星目光看着前方,道,即日起,我宣布,天前和天末寒,乃是我天地星的亲生儿子和孙儿,同时,天长灵剑,是我天长门的信物,天前今日开始, 为我天长门门主,天末寒为少门主,我天地星退位。 协助他们父子二人管理。 此话一出,整个庭院前,众人在此刻,彻底喧哗开来。 大家别信。 突然,天静成鹤道,天地星不是真正的天地星,他被沐云和天前父子施展秘术控制住了。 对,没错。 天有志也是反应过来,鹤道,大家听我的,杀了他们父子二人。 放肆。 天地星此刻沉鹤道,我天地星,一手将天掌门壮大,在场的十几位城主,你们别忘了,现在,谁才是天长门门主。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放下刀剑,否则,休怪我天地星不念及昔日旧情。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犹豫了。 别听他胡说,他现在已经是行将旧幕了,今日我们联手杀了所有人,这件事情,无人得知。 天有志疯狂到了极致,直接开口喝道,所有人听令,杀无赦。 冲。 天静成也是一声沉喝,根本不给机会。 放肆。 天地星此刻是真正的怒了。 赫然间,一股庞大的气息,在此刻直接扩散开来。 真神后期。 在此刻,所有人,彻底傻了。 一些人甚至因为过于颤抖,手中冰刃都是握不住,叮叮当当摔落在地。 看到此景,所有人都是心中颤抖。 天有志,天静成,老夫给过你们机会了,可是你们二人不珍惜。 天地星喝道,既然如此,我留你们性命做什么? 谋害我吗? 今日我天地星,就大意灭亲一次。 话语落下,他直接双手挥舞,蜂拥的神力,呼啸而出,凝聚成。 将天有志和天静成二人,牢牢抓在手中。 虽然天有志和天静成二人,乃是真神中期境界,可是和真神后期的天地星相比,差了太多。 这种差距,使得他们二人连抗衡的机会都没有。 快上啊,你们愣着干什么? 杀了这老东西。 天有志疯狂咆哮道。 天静成此刻也是张牙舞爪的姿态,看着众人,杀鸡盎然。 可是此时那些人,哪里敢出手? 一个个在此时,想要冲杀出去,又不敢。 天地星,你若敢杀我儿,我丹青击毙让你付出代价。 而正在此时,一道呵声响起。 虚空之中,一道身影,急速而来,砰砰两道身影响起,斩断了天地星的手掌触须,将天有志和天静成二人解救下来。 丹青击。 沐云嘴角微微呢喃,但笑道,丹阳俊丹家的人来了。 恐怕雨东青也来了呢。 赵严明此刻谨慎看着四周。 沐云此时此刻也是看着四周,不动声色。 这是天长门内部的事情,他现在不想插手。 丹青击。 天地星喝道,我管叫我的儿子,与你何干? 呸,有志和静成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要杀他们,说与我这个娘亲没关系。 来人是一名女子,长发灰白,面容冷漠,皮肤晶莹剔透,浑然不像生育良子的老婆婆。 正是丹青击。 看到丹青击,天地星嘴角,一股悔恨流露。 天有志和天静成,连我的命令都不听了,甚至还想杀我,留下这两个逆子做什么。 丹青击,这是我天家内部的事情,你已经是脱离天家,回到丹家,这里的事情,与你无干。 哼,我说与我有关,便与我有关。 丹青击将两儿子拉在身后,哼道,今日,我护定他们了。 娘。 天有志愤怒道,天地星要将门主之位传给天前,娘,你将舅舅喊来,带着丹阳郡的人,连带我们的心腹,杀了这老东西。 没错。 天静成也是贺道,从此之后,我们天长郡和丹阳郡交好,也可以徐徐图谋,进军广平郡,严蒙那些地方,将整个东部地区,尽收掌中。 痴心妄想。 看到两个儿子此时此刻疯狂的模样,天地星只感觉,自己真的是养育了两只白眼狼。 而且还是恬不知耻的两个。 今日,你们与我天地星父子情分,彻底断裂。 天地星喝道,我不杀你们,这十八周郡,我天地星,如何立足? 话语落下,天地星直接冲出。 那丹青击此刻根本不会让天地星杀了自己一双儿子,顿时阻拦。 两人飞驰到半空,静止交手。 天有志和天竞成此刻反映过来,看着手下,喝道,杀了天前天墨寒父子,还有,那个沐云。 咦? 我? 沐云一愣,道,我只是治病救人,杀我干嘛? 现在知道怕了。 天有志亨道,今日,天地星要死,天前,你沐云,都要死。 哎。 沐云叹了口气,无奈道,本来不想参合的呀,你们非逼着我。 少废话,那命来。 顿时,天有志直接杀向沐云。 而另一边,天竞成则是冲向天前。 那些个城主,此时此刻也是全无后顾之忧,直接冲杀出去。 庭院前,再次掀开兴风血雨的交战。 丹青击,老夫真是小觑于你了,看到我天家内斗,你很开心是吧? 是不是又帮助你兄长丹洪雨,和你那好侄儿丹宣,想要吞并我天掌门? 哼,一些事情,你是永远没机会知道的了。 丹青击出手狠辣,两人交手,竟是完全看不出,曾经是夫妻的这份情意来。 沐云此刻被天有志盯上,可是,他根本没有畏惧。 你小子,真神初期顶风境界。 看着沐云,天有志错愕不已。 他不过是真神中期境界,可是眼前出现一个真神初期顶风境界的家伙,而且还是一名二星神丹师。 最重要,看沐云外貌即可知道,年轻,这证明沐云还有很大的潜力。 一般而言,神界内武者,随着自己寿命不断减少,而实力没有提升,便会逐渐衰老。 看沐云的模样,不难分辨出,此等面容,便有这等境界,绝对是天之骄子之辈。 天有志彻底谨慎起来,手中长硕,在此刻直接杀出。 可是对于天有志,沐云没有丝毫兴趣。 真神中期境界,很厉害吗? 他手掌一会,百里青风剑出现。 上品的虚神器百里青风剑,现在确实是有些配不上他的修为了,可是对付天有志,足够了。 剑出,风笑。 天笑久绝见绝,在此刻施展开来。 沐云身影飘逸,剑魂凝聚,虎啸风声,直接将天有志死死压制住。 此时此刻,天有志倍感憋屈,他居然被沐云生生压制住了。 这明显是不可能啊。 可是,初期顶峰的沐云,力量,完全超越了他,而且剑法犀利,根本不讲道理。 九诀剑封天 一道道剑气斩下,噗哧噗哧的声音响起,沐云长剑直接在天有志身上留下一道道剑痕。 剑出无声,而剑伤有声。 天有志身体各个部位疼痛不已,刚想反抗,可是突然,身体却是不听使唤。 一股寒气,直逼脑门。 长剑,在此刻直接压迫到他的脖子上。 再动,死。 淡漠的话语响起,天有志看着身前的沐云,一句话也不敢说。 天地星,你儿子,怎么处理? 沐云此刻抬高声音,喝道。 这一喝,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目光。 什么? 天竟成此刻看着天有志,沐云居然是长剑挟持了天有志。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住手! 丹青鸡此刻看向沐云,喝道,我不管你是谁,若是感动我儿子,我比让你生不如死。 啊? 威胁我呀! 沐云此刻手掌抖了抖,天有志脖子间,顿时出现一道道血痕。 住手! 丹青鸡此刻慌了神。 天地星却是毫不在意,哼道,沐先生,劳烦沐先生,帮我清理家门,直接杀了这个畜生。 你敢! 丹青鸡喝道。 好嘞。 沐云却是根本不理会,直接一剑杀出。 放肆。 但是此时,虚空之中,一道身影,快速降落,直接杀向沐云。 感受到那一道身影的靠近,沐云根本不予理会,直接依旧是长剑出手,杀向天有志。 扑斥一声,鲜血喷洒。 而此刻,那突然出现的身影,依旧是快速杀向沐云。 沐云直接转身,手抓天有志的尸体,直接一把扔出。 砰! 炸裂声响起,天有志的身体,在此刻,直接炸裂开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顿时响起,那突然出现的身影,手掌颤抖。 哥,杀了他,杀了他,为有志报仇。 丹青鸡此刻忍不住喝道。 小子,你找死。 那出现的身着黑袍的男子,此刻怒气轰轰,出手顿时速度加快。 沐先生小心。 天地星此刻飞身而下,护住沐云。 丹红雨,现在丹家都是你儿子丹轩做主了,你还出来瞎蹦搭。 天地星,别以为你突破到了真神后期境界,我就怕你了,老夫今日,必杀你。 丹红雨直接冲出。 第1753章纷争解决。 交战变得更加热闹了。 而此刻,天前和天竞城二人之间交手火热,不分胜负。 丹青鸡落下身来,看着天有志刚才站立的位置,眼泪流下,目光锁定目云,直接冲出。 还我儿子命来。 他直接出手,真神中期顶峰十里。 一盏无鱼。 看到丹青鸡的实力,目云此时此刻眼中一抹挑战的味道出现。 真神中期顶峰境界,开启四道印痕,神缘内,印痕风欲,神力浩瀚,体内力量趋近六十龙之力。 此等境界的舞者,身体力量,足够强横。 目云尚未和此等境界的舞者交手,此时此刻交起手来,心中挑战的兴趣,越来越旺盛。 斩! 剑出手,速度极快,剑魂在此刻凝聚,目云身影变化莫测,左右之处之间,却是给丹青鸡造成极大的威胁。 这一幕,顿时使得在场众人感觉到一股压力。 目云,强! 丹青鸡手中直边,一边挥出,一道道雷电冲击而出。 这一边,居然是带着霸道的雷电之力,直接席卷向目云。 而此刻,天地星心中担忧目云安危,生怕目云出现意外。 他可是和目云签订了生死暗印,若是目云死了,那他也是难以存活。 这样的场景,绝对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一朝一世之间,天地星都想置丹红雨于死地。 可是丹红雨毕竟是真神中期顶峰境界,此刻根本不和天地星硬打,而是迂回颤抖,拖着天地星。 如此一来,只要丹青鸡杀了目云,与他联手对付天地星,那天地星,就算是再能耐,也是死路一条。 砰! 而此刻,一道砰响声响起,下方,天前的数百名亲卫,根本无法抵抗住那数千护卫的进攻,不断被逼退。 穴位,杀! 看到此景,沐云可不想,自己招揽下来的天长郡,成了一块无用之地。 立刻吩咐穴位,三百穴位杀出,气势汹汹。 这些穴位,无时无刻不再晋升,虽然速度并不快,可是现在,也大都是虚神后期,巅峰境界,一部分还突破到了虚神圆满层次。 三百穴位,完全就是肉盾,抵挡住那庞大护卫的进攻。 沐云知道,时间拖不得。 拖下去,对他们没好处。 打定主意,沐云直接一步跨出,他左眼开启,光芒四射,此次,他左眼内,并没有鲜血流出。 随着他的境界实力提升,左血鬼眼与身体的融合,越来越密切。 其实沐云也明白。 左眼,乃是他曾经神体凝聚的左眼,之前和自己的仙体融合,无法驾驭,而现在,在自己突破到真神之后,总算是神体可以赶上左眼一些功效了。 现如今,施展左眼威能,至少,没有流血。 破。 一声低喝,左眼之中,血芒乍现,这些,来自沐云凝聚的血精之中,凝结出强大的攻击力,如同血迹一般,直接散发出强大的攻击。 一张血网在此刻,直接扑展开来,冲向单轻机。 而此刻的单轻机,看到沐云诡异的攻击,小心提防,不曾大意。 长鞭一收,顿时挥舞出去,啪啪啪的声音响起,空气都是被击打出雷电来。 血网和雷电交碰,发出轰鸣声,直接撞击开来。 咚咚的沉闷声,蔓延到地面上。 血网顿时被阻隔下来。 可不够。 沐云低喝道,右眼在此刻开启,轻芒一闪而逝,空间漩涡无声无形,推到单轻机身前。 他整个人在此刻,也是坐视杀出。 看到沐云杀来,单轻机岂会无动于衷,挥舞长边,便是冲向沐云。 可是突然,在冲向沐云的一瞬间,他却是突然感觉到前方一股危险的气息,爆发开来。 来不及多想,他便欲后退。 但是沐云怎可能给他后退的机会。 身影一闪,一股强横的吸扯力,直接将单轻机拉回。 噗哧噗哧的声音在此刻响起,单轻机的身体,直接被空间漩涡搅动着,鲜血淋漓,惨叫声,令人闻风丧胆。 这么恐怖的声音,别说是单轻机,就算是天地星此刻也是感觉心中发冷。 太恐怖了。 单轻机嘶喊着,身体被逐渐分解,鲜血碎肉化成残渣,散落一地。 沐云此刻飘落在地,看着身前,面无表情。 此时此刻的他,心中如有所恶。 此番结合,让他感觉到自己身体内的力量,在不断成长,这种成长,不仅仅是来自自己的修炼,更是有自己血脉的关联。 舒畅的气息,使得沐云身体得到释放。 血脉在到达神界之后,果然是愈发强大了。 帮助自己修炼,更是得心应手,难怪,十大谷族凌驾于众多神界势力之上。 可以说,十大谷族的人,打出声开始,即便是不修炼,依照血脉成长,实力也不会低。 血脉强大,实力提升快速,十大谷族,果然是强横无比,越来越有意思了,木族血脉吞噬,血族血脉天赋欲魂,其他八族的血脉天赋,我倒是很好奇。 木云喃喃自语之间,手掌一挥,直接涌向那与天前交战的天竞城。 轰然间,天竞城之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股强横的吸扯力拉住,连神力都是在此时变得不轨起来。 这种感觉让天竞城很是恐怖。 可是此刻天前看到此举,却是直接下手不留情,冲杀出去。 扑斥一声,一招落慢,天前出手,直接将天竞城斩杀。 天竞城已死,天长门之人,现在停手,否则,一律诛杀。 天前提着天竞城脑袋,顿时喝道。 什么? 天竞城死了? 天友致死了,天竞城也死了? 还有那丹青鸡,也死了? 我们怎么办? 群龙无手之下,众人顿时乱了套,不知道该如何。 牧云看着所有人,道,现在,立刻放下手中刀剑,否则,你们人再多,跑得了今日,也跑不了一世。 牧云刚刚接连斩杀天友致和丹青鸡,这哪里是一位真神初期顶峰的人可以办到的? 叮叮当当的声音响起,一些人开始放下了手中刀剑。 可是有些人依旧是不敢。 他们怕秋后算账。 至于那些人,牧云根本懒得看,直接宰了。 场面被控制下来,天前看着满地鲜血尸体,心中悲戏。 这些都是天长门内的人,自己互相残杀,就是因为天友致和天竞城的野心。 哼,天帝星,你天长郡大难临头了,准备受死吧,等到与公子到来,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一声沉河响起,当红雨此刻居然是直接跑了。 天帝星落下身来,呼了口气。 抱歉,牧先生没事吧。 无妨。 牧云点了点头。 此时此刻,众人也是忍不住呼了一口气。 天帝星看着满院前的人群,目光阴沉。 此时此刻,来自各个城池的城主们,还活着的十几人,皆是单膝跪地,低下头去。 天帝星淡淡道,我天帝星,乃是天长郡天长门门主,你们倒好,遵从天友致和天竞城的命令。 门主。 一名城主苦涩道,我等也不想如此,可是天友致和天竞城二人拉帮结派,排除一几,我们也没办法呀。 是啊。 门主,我们忠心于您啊。 一位为城主开始求饶。 天帝星看着十几位城主跪在那里,脸色淡漠,道,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理由吗? 天长门门主是谁,你们就该忠于谁,哪怕是死,致死不渝。 我从你们眼中看到的,都是贪生怕死,往你们都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各位城主,都是虚神圆满层次,即将踏入真神境界,何必如此? 天帝星话语落下,直接一掌拍出。 扑! 一名城主在此刻,直接吐血而亡。 其余城主看到此景,顿时心惊挡寒。 天帝星,不给他们活路。 啊! 一名城主此刻忍不住,直接冲起,杀向天帝星。 而与此同时,其余几名城主也是顿时杀出。 既然得不到饶恕,倒不如与死网破。 只可惜,面对真神后期境界的天帝星,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与死网破的可能。 十余位城主,不消多时,一个个变成了尸体,躺在地上,彻底生死。 这就是他们最终结果。 天帝星喝道,其余父城主上前。 听到此话,一位为父城主此刻战战兢兢,站在原地,不敢言语。 从今日开始,你们便是各个城池内的城主,日后,天前为门主,天莫寒为少门主,有何事与他们商议即可? 是。 那十几人此时此刻也是松了一口气。 非但没死,反而晋升了。 天帝星看着满场狼藉,血腥味飘散开来,忍不住皱起眉头。 明天太阳升起之时,这些都不存在了。 遵命。 顿时,人群开始忙活起来。 一场争斗,至此结束。 所有人都明白,在天帝星出现的一瞬间,争斗便可能结束了。 可是大家都心存侥幸,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代价。 但最终的结果告诉他们,他们依旧是失败了。 天帝星看着天前和天莫寒二人,道,前儿,莫寒,你们二人,继续调查,那些忠心于天有志和天竞城二人的,必须斩草除根。 我们天掌门可以实力缩减,但绝对要铁桶一块,不允许其他人横插一脚。 是。 两人拱了拱手。 天帝星此刻转身,看到沐云,顿时脸上堆砌出笑容。 沐先生受惊了。 天帝星抱歉道,让沐先生看笑话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无妨。 沐云笑道,麻烦解决了就好。 是是是。 此时此刻,看着沐云,天帝星心中没有丝毫小觑的心态。 第1754章那是我的人。 沐云展现出的实力,足以证明了他的强大。 天帝星知道,即便是自己真神后期境界,面对丹青鸡和丹红羽,也不可能这么快斩杀。 可是沐云办到了。 而且不仅办到了,手段出奇的快速狠辣。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真神初期顶峰,斩杀真神中期顶峰,这是超越了两层,两道神圆硬痕的差距。 他也很好奇,沐云是如何办到的。 沐先生今天受惊了,作为赔罪,老朽请沐先生到我们天长郡的酒楼吃一顿宵夜如何。 别说,见识到这些血雨腥风,还真有点饿了。 哈哈。 两道身影,结伴而行。 其余等人,自然是急忙去吩咐下去。 现在这个时间,即便是天长郡最顶尖的酒楼,也该关门了。 可是这两位,说什么不就是什么? 谁敢得罪? 报! 而正在此刻,突然一道身影急匆匆跑来,跪地叩手道,启禀门主,大事不好,一队兵马,约门上万人,朝我们天长郡来了,说是。 犹犹豫豫豫,说什么,快说。 说是找他们盟主,若是不开城门,就杀进来了。 听到此话,天前顿时怒喝道,肯定是丹阳郡和山阳郡那些人。 可恶! 可嗨! 沐云咳了咳,道,天前,你可能误会了,那是我的人。 你,你的! 在场众人,顿时一正。 赵严明很合时宜的站出身来,道,这位是我们阎盟盟主沐云,阎州,叶州,江州和三元郡四周郡的阎盟,便是沐盟主创建。 此话一出,一道道身影看着沐云,如同看着怪物一般。 你,你真的是沐云? 天地星也是一正,创建阎盟的沐云。 天地星不得不惊讶。 他听闻的那个沐云,乃是虚神圆满境界,怎么这么快就突破到了真神境界? 而且现在,又突破到了真神初期顶峰境界,开辟两道神圆硬痕。 这家伙的修行速度,也着实是快了一些吧。 可嗨。 沐云咳了咳,道,此行我出来,确实是为了找寻一些药材,刚好碰到天墨寒,就跟随天墨寒来了。 我是阎盟盟主不假,可我也是一名二星神丹师。 天地星此刻哪里能够不明白? 沐云这是招揽他来了。 可是即便是明白,他现在也无话可说。 生死暗隐种下,他对沐云,唯有服从。 哈哈。 天地星哈哈大笑道,无妨无妨,沐盟主,老朽之前失礼了。 来人哪。 将外面阎盟的护卫都接进来,赶紧收拾好,别让人家看笑话了。 看着天前,天地星再次道,此次你好好招待阎盟的贵客,不能怠慢,知道吗? 是。 话语落下,天前急忙去安排。 沐云和天地星二人,来到天长大酒楼,此刻灯火通明,天长大酒楼内,安静无理。 呼声,等待二人。 没多久,一道道美食上桌,两人端然正坐,吃着聊着。 好你个狼仔子,本来说是来这里探寻一些药材,现在倒好,在这里海吃海喝起来了呀。 不用看,沐云就知道,准是谢卿。 这位是我兄弟,谢卿。 沐云介绍道。 而此刻,林鹤,陆广义等人,也是一一到来,看到沐云无防,几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原本我可是不想来的,这些家伙,担心你的安危,非要来。 谢卿不客气的坐下,看着桌上的美食,已经是鸡肠咕咕起来了。 只是此次再看到谢卿,沐云确实有些奇怪。 你突破了。 对呀,开辟三道神圆硬痕,真神中期境界。 谢卿不在意道,虽说是慢了些,可是也不错了,比你强,我就很开心。 看着谢卿似乎很不放在心上,天地星心中咯噔一声。 这家伙,真神中期,似乎满不在乎。 要知道,整个十八周郡内,人口上十亿,可是能够突破真神境界的,不过区区百人,这是什么概念? 而且到达真神境界的武者,无意不是在开辟神圆硬痕之时,阻难万分,凝聚出一道硬痕,足以兴奋不已。 可是谢卿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看到沐云的强大之后,天地星也是知道,能够和沐云称兄道弟,死子,也绝对不简单。 天地星是吧? 谢卿看着天地星,道,真神后期境界,不错呀,有时间比划比划呀。 呵呵,果真是天才出少年呢,两位看起来年轻,修炼时日必定也不长,有此天赋,果然是令人唏嘘。 天地星拱手道,日后,我天长郡便是阎盟下属宜郡城,沐盟主有何吩咐,但说无妨。 听到此话,林鹤,陆广义等人,都是一愣。 沐云来到天长郡只怕十天时间都没有,这就解决了天长郡。 太快了吧。 看到沐云,几人只能够心中暗自感叹,沐云的强大,确实不是他们能够比拟的。 一番闲谈,众人都是坐下来用餐。 直到凌晨时分,众人方才散去。 而与此同时,南卓裕十八周郡,西部区域,丹阳城内。 丹红宇回到家中,脸色苍白,气喘吁吁。 父亲,你怎么了? 当今丹家,丹轩身为组长,席地丹微辅助。 虽说如此,可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丹红宇还是有时会过问。 可恶,可恶。 丹红宇喝道,东部八周郡,当真是出了一个天才。 天才? 谁? 严蒙盟主沐云。 丹红宇喝道,此子简直是可恶,坏我大事,坏我大事啊。 爹,到底怎么了? 丹轩着急道。 当下,丹红宇将发生在天长郡的事情,一一讲述出来。 姑姑死了。 丹轩整个人一正。 丹青鸡乃是丹家顶梁柱一般的存在,真神中期顶峰境界,在西部地区石周郡之内,那也是高手之列。 可是现在,居然死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必须要禀告给宇东卿大人。 找我做什么? 丹红宇化宇刚落下,房外,一道身影,推门而入。 正是当年宇化天宫在宇化封死后的执掌者宇东卿。 只是今时今日的宇东卿,宇当初看起来,完全不同。 浑身上下,身着一件翠绿色长衫,长发散开,颇显飘逸。 而在其面颊之上,却是印着一道淡淡的痕迹。 那痕印在其眉心处,看起来,如同一团火焰一般,十分妖异。 宇东卿大人 丹红宇和丹轩等人,立刻叩拜。 宇东卿走到房间内,湿湿然坐下,看着几人。 什么事? 宇大人 丹红宇上前道,我们碰到了沐云。 当 丹红宇化宇刚落下,突然间,宇东卿手中被子,怦然落地。 扑通扑通的声音响起,丹红宇几人立刻再次跪下。 沐云 画出他的样子来。 宇东卿立刻道。 不多时,看着手中画像,宇东卿手掌微微颤抖。 画像丢在桌子上,宇东卿双手隐藏在袖袍之中,可是依旧颤抖不止。 他真的出现了。 宇东卿心中颤抖。 大人 丹红宇将之前的事情,再次叙述。 呵呵。 宇东惊冷冷笑道,你该庆幸,不是你能够逃跑,而是他故意放你归来。 别说是真神中期顶峰,此子在真神初期顶峰境界,就是真神后期,后期顶峰,他都能杀。 听到此话,丹红宇心中冰凉。 只感觉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实在是有惊无险。 那我们怎么办? 丹红宇拱手道,宇大人,我们得罪了天家,现在天家投靠了沐云的阎盟,那我们岂不是父辈受敌? 云狼那边,不会任由我们独立,沐云只怕也不会。 闭嘴。 听到此话,宇东卿却是突然喝道,我一直让你找寻那叶秋和灵月璇二人,你可找到了。 自从当时被我们赶出了丹阳郡,二人便是不知下落了。 废物。 啪的一声响起,宇东卿直接一巴掌将丹红宇扇飞。 鹤道,当初就告诉过你们,遇到他们二人便带来见我,谁让你们将他们二人囚禁起来的? 属下当时以为,这二人与宇大人有仇,方才。 闭嘴。 宇东卿皱起眉头,道,将丹阳郡的护卫都调集回来,我会告诉楼家,也注意防范,你们不能有任何举动,明白吗? 是。 宇东卿话语落下,站起身来,直接离开。 而此刻,丹宣方才敢开口。 爹,为何我感觉,宇大人那么怕,那个沐云,宇大人可是真神后期。 爱。 丹红宇叹息道,你若是见到了那沐云,你,也会怕他的。 丹红宇哀叹一声。 他没想到,自己设计好的,吞并天长郡,可是谁能想到,沐云会在那里啊? 这下可如何是好啊? 而此时,宇东卿连夜离开丹阳郡,朝着西方前行,来到西平郡。 西平郡,本是火家之地,而现在,火家族长火则天退位让衔,让火玉子担任族长。 火玉子,现如今成了火家之中说一不二的人物。 到达火家,宇东卿立刻找到火玉子。 什么事情?这么火急火燎的。 火玉子满面红光,声音铿锵有力,道,咱们三郡联合,加上朴实的郎周,四周郡联合起来,未必害怕云郎,他现在不就是没有轻举妄动吗?你还这么着急干嘛?出大事了。 宇东卿声音都有些慌乱,拉着火玉子到达密室内,神神秘秘的叙刀起来。 沐云 火玉子口中,也有一丝慌乱。 当初赵延明来,让我们投靠沐云,我们拒绝了,这次丹家得罪沐云,只怕沐云根本不会善罢甘休。 宇东卿苦着脸道,好不容易依靠玄天剑闯下来的周郡,你我二人,日后境界精进,成就一方霸主,不是问题,可是现在,前有云郎,后有沐云,该如何是好啊? 第1755章 长子龙道 宇东卿是真的着急了。 沐云的可怕。 云郎的可怕。 这两人,无疑不是属于那种在天才之间都是鹤立鸡群的人物。 得罪一个,他们扎堆团结起来,还能够存活下去,现在两个都得罪了,当真是前有狼,后有虎,根本无容身之处了。 无妨。 火玉子突然冷静下来,你有办法。 实在不行,我们就放出玄天剑的消息。 火玉子镇定道,玄天剑,是关十八位玄天士的秘密,他们身上有着巨大的秘密,我们放出消息,就说十八玄天剑已经是凑齐了,大家只要拿出来,就能够探索秘地。 到时候,云狼和木云,必定是会拼斗的鱼死网破,哪里有时间来管我们呢? 听到此话,宇东青手掌一挥,那眉心印记,化作一道光芒,直接消失不见,取而代之,他手中出现一道玄天剑。 可是正是因为这东西,我们才能够到达真神后期境界,没有它,我们日后修炼,恐怕会漫上百倍不止啊。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问题? 火玉子贺道,是命重要,还是修为重要? 占据三大周郡,你我二人日后修炼资源不缺,就算是漫上百倍,到达地神还是有望,到时候,只要沐云和云狼二人不在,十八周郡,还不是你我二人说的算。 好。 宇东青拼命点头。 而此时,沐云方才从昏睡之中行转。 在他眼中,无论是宇东青还是火玉子,这两人根本没被他放在眼中。 就是当初的赵延明,没有表明自己是十大谷族赵族子弟,沐云也根本不可能收下他。 两人的担心,纯粹是多余的。 醒了。 突然,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啊! 沐云点了点头,神情略显疲惫,道,不知道为何,最近,总是做梦,梦到以前的事情。 叶宇师是谁? 谢青突然问道。 刚才你睡梦之中,喊了这个女人的名字,至少就是多次。 谢青嘿嘿一笑道,该不会是你,那个,嘿嘿。 滚。 沐云骂道,这个名字,我也是当初在仙界,佛语之中融合了第一世一部分记忆之道。 应该,是我娘。 你娘。 谢青顿时来了精神,道,快说说,你娘长什么样子。 沐云略带迷蒙,道,说不上来,感觉很甜静,很温柔,而且很美。 切,蒙谁呢? 谢青不谢道,你爹那么帅,你娘那么美,你这家伙长得这么丑。 滚。 沐云骂道,你小子忘了,我这都是第三世的身躯了,自然和之前,大不相同。 这倒是。 为什么你每次都是那么痛苦? 感觉你想起以前的事情,就很痛苦。 因为。 沐云想到自己幼时的记忆,苦笑道,因为之前融合小时候的一段记忆,那时候,父亲带着我逃离,娘为了救下我们父子,似乎施展了什么尽数,生死不知,父亲从那之后,便是一致消沉。 结合赵严鸣告诉我的,以及我爷爷的说法,父亲当年是离开神界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便带着我独身一人,然后便是开始拼命的训练我,一直不停的训练我。 所以,小时候的记忆,都是灰色的,唯有两个字修炼。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神界之中,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出色主要原因吧。 真不要脸。 谢青切了一声,道,你之所以那么出色,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小爷我当时不在,若是我当时在,什么沐云若在,便无第一,就该是谢青若在,便无第一了。 看着谢青的模样,沐云很想上去直接一巴掌抽死。 谢青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淡笑道,狼崽子,说正经的。 嗯?如果你真的过得不开心,干脆不要想起第一世的事情了,你只管想在仙界为先王之时的快活,以及现在的潇洒,何必庸人自扰。 就算你此生无法到达第一世的传奇境界,不是还有我呢吗? 谢青哈哈笑道,等我一统龙族,号令上万神龙,到时候你们牧族的仇恨,我甩甩手就帮你报了,再帮你找你爹娘。 你会那么好心。 滚。 沐云哈哈一笑。 谢青,认识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姓氏。 我也是。 二人相视一笑。 经过了血消的背叛,云狼的背叛,沐云心中,经不起了这种兄弟徒儿的背叛。 他所坚信的修行道路便是情。 心情。 爱情。 兄弟情。 因为情字,他此生都在努力修炼,为了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而现在,他已经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 三生三世为人,除了现如今第一是身为神族墓族太子的身份记忆遗忘,第二是身为先王,第三是的现在,他所有记忆刻画在脑袋里。 纷纷杂杂,但是,这就是他,真正的他,完整的他。 对了,谢青,上次那祖龙,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还没和我说明白。 这个。 谢青哈哈一笑道,这么和你说吧,你们人类,有祖先,我们龙族,也有祖先,龙族,便是天地之间诞生的第一条神龙,从此演化出十大龙族,生存在龙界内。 我谢青,就是龙族之后。 有什么用? 沐云问道。 宛若看着白痴一般的看着沐云,谢青骂道,你问我有什么用? 你居然问我有什么用? 呃,我确实不知道。 沐云汗颜。 那个,其实,我也不知道。 谢青尴尬道。 沐云白眼一番。 不过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祖龙乃是最强大的龙族,曾经追随人地业逍遥,后来陨落,人地业逍遥你该知道,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一神帝。 所以我想,祖龙既然能够追随曾经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第一神帝,那应该很牛逼。 谢青哈哈笑道。 我是祖龙之后,可是比你这个墓族太子身份高贵多了。 行行行,你最牛。 沐云痴笑一声,不再开口。 在天长郡停留了几天时间,沐云便是折身返回延州。 阎蒙大本营还是在延州,现在林鹤江上万人带来,那四周郡内可是守卫薄弱,若是现在有人直接冲入其中,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沐先生,有什么需要,直接派人来通知,我天地星必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听到此话,沐云笑道,天长郡遭逢大变,你现在主要任务是肃清天长门内的一些不可靠之人,其他的事情,无需担心,而且小心那与东京控制的山羊郡和丹羊郡,他们若有异动,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不去找他们的麻烦,他们若是来找我的麻烦,那就不能怪我不讲情面了。 沐云眉宇之间带着一抹冷色。 大部队浩浩荡荡开拔,回到延州。 整个阎盟,在林鹤和陆广义二人的打理下,井井有条,不慌不乱,对于二人而言,帮助沐云打理阎盟,就是帮助他们自己。 而且他们自愿申请和沐云签订生死暗印,可谓是将一切都交给了沐云。 沐云此时此刻的手,握着他们的性命。 好了,这些事情,不用向我禀告了。 沐云挥挥手,道,现如今,东部地区八州郡,唯有长山郡和沧州不在我们控制之中,长山郡和沧州,你们知道多少? 听到沐云开口询问,林鹤拱手道,我所知道的,也是外界消息,不敢确保一定正确。 首先长山郡,郡主名叫长子龙,长山郡长家,乃是第一大家族,虽然下面还有几个家族,可是皆是听令于长家。 而至于沧州,则是沧山门座主,沧山门门主吉栋仓,此人盟主曾说过知晓,这人可恨是古怪,到达神界约莫有数十年了,可是一直以来,十分低调,传闻沧山门内的弟子,见过他真实面容的,都是少之极。 几栋仓 沐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当初,几栋仓在仙界之时,传授给他神觉、神器,可是后来,他才知道,几栋仓,给了他神剑,可是也给了血霄。 这家伙,两边都是仲下恩惠,两下不得罪,倒是一个狡猾的人。 我对此人倒是很好奇了。 沐云笑道,好了,你们忙碌自己的事情,不用理会我,我到苍州,拜访拜访这位沧山门门主。 报! 而正在此刻,大殿外,一道身影站在殿门口,攻身道,祈鼎盟主,长山俊长家族长长子龙拜访。 哦! 听到此话,沐云倒是一愣。 长山俊长子龙? 他来做什么? 沐云看着左右两侧几人。 请! 话语落下,众人此时此刻也是暗暗惊讶。 长子龙来到沐州做什么? 哈哈! 一道哈哈大笑声响起,门外,一道身影,跨步而入,一身蓝色长袍,面容和矮,脸上带笑,略微肥胖的身躯。 此人便是长子龙了。 长郡主! 看到长子龙,沐云开口道。 沐云主好! 长子龙拱手道,此次比人前来,想必沐云主也是十分好奇,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此次来,是为了和沐云主谈合作的。 第1756章 拜访极栋舱 合作 没错 长子龙拱手笑道,现如今,沐州、叶州、江州以及三元郡皆是被沐云主收为旗下,所以我长山郡,愿意加入到阎盟内,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希望长山郡还是我长子龙来管理,但是对外,我会声称隶属于阎盟,咱们东部地区这样一来,就是铁板一块了。 哦! 沐云点头道,这样当然好了。 不过,长郡主,我希望你所说的隶属,在我需要你出手之际,你可以听我号令。 那是当然。 长子龙恭敬道,其实我知道,沐云主大势所趋,是要一统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云郎,形成相抗。 我长家,若是不知趣,也难免被沐云主所收服,干脆自己前来归顺。 如此甚好。 沐云笑道,所谓实时务者为俊杰,长子龙,你很是实时务,那今日开始,你便是我阎盟的一位堂主,长山郡堂口,便是你长家做主。 但是,丑话我需要放在前面,若是长子龙你建议撕迁,背信弃义的话,我也可以保证,我能给你多大的荣誉,便能够给你多大的损失。 一定,一定。 长子龙拱了拱手,没有多说。 沐盟主,这东部地区,差不多已经是晋归齐下,唯有苍州。 长子龙拱手道,苍州州主急动苍,也是苍州苍山门门主,此人可是不好招揽的。 你了解此人。 长山郡和苍州临近,我还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好。 沐云点头道,既然如此,路上说吧。 路上? 对,我正要去苍州,拜访一下这位急动苍。 好,好。 长子龙不断点头。 众人准备一番,便是出发,而此刻,苍州,苍山门。 苍山门位置,并不是在苍州城中央,而是在苍州背面,与整个苍州城相邻,突出一块面积,如同一块小城池一般。 此刻,苍山门内外,护卫严密巡逻,来来往往的人员,也是一个个神色紧张。 沐云和长子龙的身影,出现在苍州之内。 苍州城虽然是在东北位置,天气还是这么暖和,而且,看整个苍州的变化,此地,确实是足够安稳。 极栋苍此人,从上一任苍山门门主手中拿下苍山门,经营数十年,使得苍州暗暗隐藏实力,发展壮大,现在这个极栋苍,有人说是真神后期,有人说是后期顶峰,甚至有人说,此人已经是到了真神巅峰境。 戒了。 看来此人的传言很多呀。 对呀,这个极栋苍,可是不简单的,不仅修为提升不错,还精通炼丹和炼气,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二星神丹师以及一位二星神器师。 听到此话,沐云点了点头。 他在仙界之时,就已经是听过关于极栋苍的很多传闻。 当时的极栋苍,据说炼丹,炼气和阵法,三者皆是十分精通。 现在看来,果然不假。 沐云此时此刻心中也是十分想见一见这个三七天才。 几道身影进入到苍州城内,突然,一道道整齐划衣的士兵,在此时此刻奔走而出。 那些士兵将沐云几人围住,一道身影从中央走出,看着沐云和长子龙。 木盟主 长郡主 男子拱手道,我家门主酒后多时了。 急动苍知道我来。 看着身前男子,沐云惊讶道。 呵呵,木盟主可能忘了,我家盟主曾经给过你一件东西。 苍穹令 木云手掌一抛,苍穹另抛出,笑道,看来,你们门主还真是心思缜密。 请。 那护卫首领带着木云几人离开。 出了苍州城,来到北边,相隔不过千米,一座小城池凌厉。 那小城池长宽不过数十里,和偌大的苍州城比起来,差了太多。 而此刻,城门口之地,一道身影在此刻安静站定。 一身淡淡的灰色长衫,长发舒展在脑后,一张脸上,颇显英俊气息,双手附后,淡淡的站定在那里,如同不染世事的先生一般。 极栋舱 看到此人,木云微微一笑。 他当年见过极栋舱的雕像。 想到昔日曾经闯入到极栋舱留下的密藏内探险,而现在,却是与极栋舱面对面,木云一时之间,颇多感慨。 木云 看着木云,极栋舱笑道,许久未见,哦,不对,应该说你我二人,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见面,请进。 极栋舱面带微笑,脸上流露出一丝千弓。 一行人等。 进入城内,这是一座小城池,来来往往都是苍山门的人。 而此刻,周围两边,静静站定两排护卫,一个个看起来,精神容貌十分新颖。 没想到极先生在仙界是如此英勇,到了神界,依旧是如此,果然,天才始终是天才。 你是夸我还是损我? 极栋舱淡笑道,你现在可是阎蒙盟主,手底下单单是真神境界,就有七八个了,我哪里能够和你比? 而且比你早到神界数十载,可是实际上,现在魂的还不如你。 不会见到我,就是为了咱们二人互相挖苦吧。 哈哈。 一行等人,此时此刻眼中带着笑容,进入到城内。 极栋舱早已经是准备好了一切,众人落座,互相寒暄几句之后,便是开始商谈正事。 极栋舱开口道,好了,我知道牧盟主此次所来为何,你放心,我苍山门,绝不会和阎盟为敌。 而且,此次剑目盟主,也是有要事商量。 哦! 事关十八玄天剑。 极栋舱看着牧云,开口道,众所周知,十八玄天剑乃是曾经昔日创建南卓域十八周郡的十八位神军强者所留下的。 而此玄天剑,则是事关一个秘密。 秘密? 没错。 极栋舱点头道,我想,在座各位都应该是知道一个人。 谁? 四万年前,明造神界的一位大人物,十大神族之一的牧族少族长,牧族太子牧云。 此话一出,牧云笑道,了解。 急动苍一双眼睛却是笑眯眯的看着牧云,似乎要将牧云全部看透一般。 牧云,昔日神界最耀眼的一位天才,其实说天才,已经不足够了,他更是一位枪术宗师,神界内,关于他的传闻,许多,只不过,我们现在了解的少,除非到达神军境界,或许可能会知道一些。 而现在我要说的,便是关于他的。 十八玄天剑,与这位已故的牧族少族长有关。 没错。 看着常子龙,急动苍点头道,关于这位牧族少族长的事情,我们知之甚少,就暂且不提,先来说说这十八位神军玄天室。 玄天室 常子龙眉宇之间,一抹思索漏过。 我当年也曾进入宗门一段时间,听过玄天室的名头。 常子龙皱眉道,玄天室,来历神秘,无人得知,可是后来,伴随着那牧族少族长身死,玄天室的秘密,渐渐揭晓。 据说玄天室人数不详,可是每一位,都是颇具天赋,修为最低的,虚神境界,最高的甚至祖神境界都有。 而他们,乃是当年牧族太子所创建,可是后来牧族太子生死,关于玄天室的消息,也就展现出来。 据说牧云生死,玄天室自认为保护不周,全部自杀式的杀相九大谷族,最终全部灭亡。 一个不剩。 常子龙说到此处,殿内此刻也是稍显寂静。 这是怎样的号召力,才能够使得那些玄天室能够明知是死,也要选择死。 常郡主所言不虚。 急动苍点头道,这些玄天室,对牧族太子,可谓是忠心耿耿,致死不渝,可是,神界传闻,无从考证,这些玄天室到底死没死,谁也不知道。 但是这十八位,显然是没死。 这十八人,之所以没死,肯定是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有比死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 什么事情? 谢卿此刻好奇道。 听了半天,他也是明白了。 搞半天,这十八人,曾经是牧云的属下,玄天室,也是牧云的护卫。 原来如此。 当年牧族太子被九大谷族高手设计杀害,牧清宇都没救下来,可是至始至终,谁也没有见到牧云的神体和神魂所向何处。 急动苍略微激动道,说句毫不夸张的话,昔日牧族太子牧云,他的神体,哪怕是得到一滴血肉,便是足以我们一生受用,他的神魂,我们能够融合,简直是滋养神魂的神丹妙药。 换句话说,此人修炼到那种我们难以想象的境界,全身上下每一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最丰富的修炼资源。 这等修炼资源,是可以影响我们一生修行的。 你是说,这十八玄天室,之所以出现在南卓裕,是得到了牧族太子的身体或者是神魂,将此物放置在这里。 长子龙惊呼道,果真如此的话,那极其十八块玄天剑,我等皆是未来可乘龙凤的存在了。 呵呵,长郡主想多了。 极栋苍再次道,若真是完整的神体或者是神魂,那岂能是十八位神军带来隐藏? 神军境界强者,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翻天覆地的存在,可是对于十大古族来说,看门都没资格。 第1757章玄天室 你的意思是? 极有可能是一部分神体,或者是神魂。 极栋苍笃定道,这么多年来,神界十大古族,都在寻找牧云的散落的神体和神魂,想要融合此人的神体,神魂,成就无上强者。 而玄天室,乃是誓死忠心于牧云的死士,连牧轻语的命令,他们都会不予理会。 所以我估计,这十八位玄天室带来隐藏的东西,可是连牧轻语都不知道。 极有可能是牧族太子神体和神魂的一部分。 极栋苍此话落下,在场众人,皆是沉默。 牧云此刻心中,有一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感觉。 他融合的天罗之心,圣之左手,左血鬼眼,都是曾经自己的身体。 那是他身为牧族太子之时的神体,拥有无限潜力,随着他境界提升,这些潜力,会逐渐释放开来。 而现在,与众人坐下来商讨谈弱密地,可却是关于自己的身体,怎么听,怎么怪异。 诸位,此事知道的,不仅仅是我,那西部地区的云狼,也已经知道,所以他才加快脚步,一捅西部地区,想要统治整个十八周郡,继而追查玄天剑的信息,然后找到密地,进入其中。 若是被他截足先登,我们东部周郡,可就很难立足了。 长子龙笑道,这倒是不可能,现如今我们东部周郡,也算是连城一条心,云狼想胡来,也要看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 嗯? 急动仓再次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我这数十年来,收集到四块玄天剑在身上。 四块? 听到急动仓此话,众人皆是一惊。 没想到急动仓做出的准备,如此充足。 我身上一块。 长子龙开口道。 木云淡淡道,我身上也有一块,而且据我所知,卢俊生身上一块,那天地星身上也有一块。 如此说来,我们东部八周郡,一共有八块。 急动仓开口道,据我所知,西部周郡,占据郎州的朴石,有一块,而占据丹阳郡,山阳郡的宇东青有一块,那西平郡的火玉子,也有一块。 至于云郎身上到底有几块,我便不知道了。 这么说来,差不多出现已经知道的十一块了,还有七块。 木云点头道,看来,或明或暗之中,可能还有人掌控玄天剑。 这件事情,也是不能着急的,一旦关于这十八位玄天士的身份扩散出去,此次密地,就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够争抢的了。 说不定剑神宗、通天谷,甚至是比他们更加强大的宗门,都会倾巢而出。 嗯? 听到此话,众人皆是点头。 这件事情,别说是他们,整个十八周郡知道此事的人,也绝对不敢泄露半分。 若是泄露出去,那对于十八周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众人此时此刻商定完毕,回到房间内休息。 谢青看着沐云,眼中带着笑意,道,感觉如何? 自己寻找自己的身体。 你说呢? 沐云苦笑道,说实话,我对急动仓所说的,没有任何印象,什么玄天士,我根本丝毫没有记忆,而这玄天剑。 沐云手掌之中,玄天剑出现,道,我也没有任何感觉。 这些事情,都是他所经历过的,可是现在,全然没有任何的印象。 行了,别想了,现在发现一条线索,不是刚好是你融合神体或者神魂的大好时机吗? 谢青笑道,只要你不断融合第一世身为牧族太子的记忆和神体,开辟血脉之力,你的记忆就会越来越全面,到时候。 昔日的事情,一定全部记起。 文。 在苍州内待了几天,急动仓也是热情的带着沐云参观各处。 吉先生,我有个问题很好奇。 沐云淡笑道,你是苍州州主? 可是为何苍山门建造在苍州外,而不是苍州内? 听到此话,急动仓哈哈笑道,我等你问这个问题,等了好几天了。 你随我来。 急动仓带着沐云,离开苍州,来到城外苍山门内。 绕过苍山门的城门,断断续续沿着小路,来到苍山门后方的荒山内。 沐云,你看此处。 急动仓指着前方,笑道。 沐云仔细看去,不解的看着急动仓。 前方似乎没什么特殊的。 你仔细看。 急动仓再次道,看着连接的一座荒山,像不像是被长剑劈开的。 沐云放眼看去,疏忽间,确实是有这种感觉。 四座山峰,原本应该是一座,被一剑展开,散开三座,只有真正的一座山峰是最初的。 沐云点头道。 没错。 急动仓看着身前,激动道,此地不同寻常,我听闻乃是十八玄天室留下之地,而且传言和穆族太子有些关联。 虽说穆族太子乃是枪术文明神界,可是他本身剑术也不错,而且当年和血族太子血骁有过关联。 血族太子血骁,那可是剑术大师。 你的意思是,此地可能隐藏穆族太子的一剑神兵。 没错。 急动仓再次变得激动起来。 而且,我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 沐云更是一正。 随我来。 顿时,两人朝着山内行去,一路上,皆是披荆斩棘之路,最终,两道身影来到山脚下。 此刻,山脚下,一片空地。 但凡是靠近那空地中央的草木,皆是枯死状态。 中央,一块长宽一米左右的石头之上,静静矗立着一把剑。 看到此剑了吗? 急动仓笑道,就是这柄剑。 沐云看到那长剑一瞬间,心中顿时凛然。 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 此剑,我做过调查,应该是曾经昔日穆族太子所使用过的,名为虚灵剑,乃是一柄雇原神器。 故原神器? 对。 急动仓解释道,这神界内,神器和神丹,皆是有不同划分。 虚神器,适合虚神境界武者,而先天神器,则是适合真神境界武者。 先天神器之上,乃是的原神器,地神所需,而之上便是天灵神器,天神佩戴。 至于故原神器,则是神军境界强者所佩戴。 急动仓看着前方,道,一柄故原神器长剑,虚灵剑,乃是当年沐云又使所用,我走访了许多地方,方才调查到的。 沐云笑道,看来吉先生你对穆族太子很好奇啊。 确实很好奇。 急动仓看着沐云,笑道,不仅是他,我对血族太子血霄,也很好奇,说来也是很巧合,你沐云和血霄,在仙界大战。 而曾经,血族太子血霄和穆族太子沐云,也是有过一场纠纷。 这之间,还真是让人感觉捉摸不透。 吉先生该不会以为,那血霄是血族太子,我是穆族太子重生吧。 沐云笑道,若真是如此,那血族可能没太子了,血霄此人,已经是被我斩杀了。 哈哈。 急动仓哈哈一笑道,你若真是穆族太子重生,现在的我,哪里有资格与你闲谈? 穆族族长早就将你带回,闭关修炼,让你突破祖神,直接开始复仇了。 沐云闻言,淡淡一笑。 只是名字巧合罢了,我还真希望,自己真的是穆族太子的。 说着,穆云靠近那石块。 不可。 急动仓此刻却是拉住沐云,道,你看,这一片草地,都是枯死,我曾经也试图靠近,拔出此剑,可是只坚持到五米,便是败退。 那种被剑吞噬心灵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虚灵剑,虽说是沐云右时所持,但那个时候的沐云,也是超越神军境界,比我们强大数百倍。 此剑,不是你我所能得。 沐云笑道,那守着这么一剑宝贝,却是不能利用,该是何等憋屈? 道也并不是。 急动仓道,此剑虽是固原神器,可是历经时间悠久,风餐露宿之下,失去了原本的风锐之气了,而且,我关心的并不是这把剑。 这把剑现在,最多算是先天神器之威,我关心的是,这剑下风印的一处灵脉。 灵脉。 听到此话,沐云也是来了兴趣。 没错,灵脉。 急动仓认真道,仙界又灵脉,蕴含灵气,神界自然更是有,而且神界内的灵气,比仙界更加珍贵,因为神界,更接近于天。 接近于天。 沐云愈发觉得,眼前的急动仓,是越来越不简单了。 他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像是一个呆在十八周郡的周主所能够知道的。 我听闻过一句古话,这句古话,就算是神界之中,也很少有人听过。 急动仓神秘道。 什么话? 苍天已死,黄天荡立。 急动仓神秘笑道,沐云,你难道不好奇? 这天地,到底所为何物? 自然好奇,不过我哪能够知道这些? 哈哈,急动仓哈哈大笑道,天地之大,我们不知道的确实很多,可是亏一般而知全报的事情做不到,不代表我们就什么都做不到了。 第1758章 虚灵剑 看到沐云露出疑惑的目光,急动仓也不管沐云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开口道,这天地,小世界,大世界,神界,你可曾发现,都是一个天地。 只是我们所出的欲界不同,时间和空间流动不一样,而传说,曾经这天,并不是现在的天。 当年的天,名为苍天,而现在的天,名为黄天。 至于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人得知。 或许,唯有当年那唯一一位无限接近于天地的第一神帝,方才知道一些事情吧。 第一神帝,又是第一神帝。 沐云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这个第一神帝,还真是让所有人都是念在口中。 但凡是出色于天地之间的顶尖强者,似乎都离不开第一神帝的传说。 沐云对于这个第一神帝,当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苍天已死,黄天荡立,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立足的这一片天地,乃是为黄天,黄天之下,莫非臣服。 极栋仓苦涩道,就算是强大如祖神境界又如何。 他们最终,也不过是天地之间的一份子,终究,是不可能抗衡与天地的。 沐云点头道,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是那么一回事,似乎,我们终究是无法对抗与天地,只能泯然众人矣。 哈哈。 极栋仓此刻却是哈哈哈哈大笑道,或许不该如此颓然,可是这确实事实啊。 沐云对此,也是无话可说。 但是茫茫众生,又岂可与你相比呢? 极栋仓却是突然开口道。 听到此话,沐云却是神情一正。 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沐云呵呵笑道,似乎我也不过是茫茫众生的一员而已。 或许吧。 极栋仓叹息道,你或许是云云众生的一位,可也许,就是那不同于常人的一位呢。 看着极栋仓,沐云眼中,一抹别样的味道浮现。 他现在是愈发看不透极栋仓了,此人,很奇怪,很诡异。 极栋仓再次开口道,沐云,说实话,即便你不是如同我所想象的那般,我总认为,这神界,将来必定因为你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哦! 沐云笑呵呵道,希望如此吧。 极栋仓淡然一笑,不再开口。 而此刻,沐云却是一步步走向那石块。 石块之中,虚灵剑此刻满身铁骑,铜锈斑斑,看起来,如同一件废铜烂铁打造的长剑一般。 可是沐云此时此刻,就是一步步走向那虚灵剑。 木! 极栋仓此时刚想喊,可是看到眼前的一幕,他却是无论如何也喊不出来了。 沐云一步步走向虚灵剑之时,原本,脚下枯萎的花草,在此时,居然是绽放出一道道光芒。 生机勃勃的光芒。 那些花草,在此时此刻,居然是如同活了过来一般,绽放出一道道令人炫目的光芒。 极栋仓此时此刻,当真是彻底震惊了。 一直是陷入枯迹之中的花草,此刻却是因为沐云,绽放出强烈的光芒。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可是事实,就发生在眼前。 这一幕,即便是在不可置信,但是依旧是发生了。 急洞仓此时,心中震撼,当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而此时的沐云,一步跨出,全身上下,气息绽放,全身上下,一股澎湃的气息,徐徐扩散开来。 此时,他心中宛若是出现一道道别出一格的气息一般,那长剑之上,发散出的恐怖威慑力,在此刻,带给他极大的震慑。 可是对于这些震慑,沐云却是根本不予理会。 这些震慑,无法威胁到他的神魂,那一步步扩散开来的气息,给予他极大的压迫,但是那些压迫,却并未让他感觉到身体的躁动。 这便是足够证明,那些压迫,对于他而言,是可以承受住的。 沐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一步步接近虚灵剑。 渐渐的,那些压迫,最终转化成了一道道生命气息,融入到他的身体内。 疯狂的气息,一道道席卷开来。 虚灵剑在此刻,从最开始的狂暴,转化成了最终的安定。 一切,归于平淡。 沐云走到虚灵剑身前,一把将虚灵剑握紧。 一股澎湃的气势,油然而生。 这一瞬间,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是经受着最大的考验一般。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 他的身体,在此刻,突然间,如同穿梭到另一片时空一般。 那是一名看起来略显青涩的青年,似乎刚刚是从少年转化成青年一般,手中,持着一柄剑。 而在这名青年身前,一群模样诡异的豺狼,此时此刻,呲牙咧嘴,带着蔑氏的表情。 青年,手持长剑,心中却是存在万千杀念。 斩! 一声低喝,青年手中,长剑杀出,呼啸的剑气,在此刻,化作一道道杀念,直接蜂拥而起,疯狂席卷开来。 扑哧扑哧,刹那间,原本平静的森林,顿时化成了一座修罗场。 而青年此时此刻,全身上下,不染一滴鲜血,可是那群狼,却是一只只倒在地上,化成血肉,消失不见。 这一幕幕的画面,已层叠过一层,逐渐堆积,到达沐云脑海内。 呼! 陡然间,醒转过来的沐云,看着身前,却是呼了一口气。 虚灵剑,你放心。 沐云心中自言自语道,数万年前,我不辱没你的威名,现在,亦是如此。 沐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嗡! 而此时此刻,一道嗡鸣声响起,天地之间,剑气呼啸,一道道剑气在此刻升空,凝聚出一道通天剑柄,剑柄,凝聚出剑气,直接升空而起。 一剑出,天下凝。 急动仓此时此刻,早已经是呆若目击。 嗡! 沐云手持长剑,直接站定在原地,那剑,纹丝不动,在沐云手中,乖巧得如同孩童一般。 可是,急动仓明白,此剑,曾经在自己意图靠近之时,却是顽劣的反抗,根本不让自己走近一丝一毫。 此剑,当真还是自己曾经想要收服的虚灵剑吗? 急动仓此刻已经是无暇去想。 伴随着沐云拔出长剑,整个山脉,在此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长剑,仿佛是一道灵脉的阵眼一般,在此刻被拔出之后,整个山脉,在此时突然演变出一道道蜂拥而出的灵气。 灵气,乃是天地所生,不同于神力,仙气,真元,是一种独特于天地之间的神奇力量。 这种力量,说来奇怪,可也简单。 无论是神界,大世界还是小世界,对于灵气,都是来者不惧。 天地之间,修武者,修仙者,修身者,对于灵气,全部是照常吸收。 沐云也是如此。 此刻,他正处于灵脉的阵眼之上,那蜂拥而出的灵气,在此时此刻,灌注到长剑之上。 但是于他而言,那些灵气,乃是滋补的大好之物。 轰隆隆的气息出现,沐云此时此刻只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是被充塞满了灵气。 他体内神圆的两道印痕,在此时此刻,被不断的灵气注射进入。 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 第三道印痕,在此时此刻,被神力灌注,冲入其中。 嗡! 他身体内,嗡鸣声响起,那神圆之中,第三道印痕,在此时此刻,开始灌满。 偶然间,第三道印痕,被灵气充塞。 轰然间,一股澎湃的力量,在身体四经八脉之中,扩散开来。 砰! 这一瞬间,沐云怒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断被填充。 真神中期 一瞬间,沐云感觉到,自己的境界,在做突破。 真神中期境界,开辟第三道神圆。 沐云此时此刻想要大喊,可却忍了下来。 他身体内,力量凝聚,扩散的气息,最终被遮挡下来。 但是,那被打开的灵脉之口,却是在此刻无法停歇。 灵脉! 急动舱此刻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灵脉! 他苦苦追寻的,在此刻,终于是展现出来了。 灵脉出现,急动舱,这里,才是你最渴望的地方吧。 沐云此刻手持虚灵箭,看着急动舱,淡淡道。 他虽然很兴奋,自己机缘巧合之下,突破到了真神中期境界,可是在看待急动舱之时,他依旧是小心翼翼。 不错,不错。 急动舱冷静下来,哈哈大笑道,我最渴望的地方,确实是在这里。 有了这一道灵脉,我苍山门弟子,修为境界提升,必定会突飞猛掌,哈哈。 而且,灵脉长出的地方,常常伴有神经的矿藏,沐云,此次,你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了。 沐云此刻淡笑道,急动舱,托你所赐,我现在掌控住了令须剑,也算是大有所成。 这灵脉,虽然在你苍州境内,可若是没有我,也是废脉罢了,所以,我现在和你定下盟约,此灵脉,我阎蒙弟子,也有到此修炼的资格。 听到此话,急动舱顿时一惊。 怎么? 不愿意。 沐云扬了扬手中的长剑。 好。 急动舱突然镇定道,此灵脉,你阎蒙弟子,也可来此处修炼,提升境界修为。 这还差不多。 沐云微微一笑,握了握手中的虚灵剑。 虚灵虚灵,万千世界皆为虚,唯有手中长剑乃是灵。 这一瞬间,沐云嘴角,一抹淡淡的笑容浮现,颇显阴冷,可又是十分黯然。 沐云此时此刻,确实是感觉自己赚大了。 这虚灵剑握在手中的一瞬间,他感觉得到,自己身体内,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不断散发开来。 那是一股来自于无法言说的气息,如果真要定义的话。 那便是,天命。 第1759章 我亲自来。 天命所归。 听起来玄乎,可是结合到他与自己手中的虚灵剑而言,却是不那么玄乎了。 沐云手持虚灵剑,也算是明白,为何虚灵剑此刻会如此暗淡无光了。 因为他太弱。 沐云淡淡道,你放心,你该有的光芒,我会一样不少的赋予你,只怕,到时候的你,跟不上我的脚步呢。 嗡。 虚灵剑在此刻发出一道嗡鸣声,紧接着便是沉默下来。 感受到手中常见的欢欣鼓舞,沐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而此时此刻的极栋苍,目光则是落在那灵脉口处。 灵脉? 这就是灵脉。 极栋苍眼中欣喜难以掩饰。 好了,极栋苍,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沐云长剑附在身后,但笑道,此次我等结成联盟,共同应对西部地区那些人,到时候,还希望你能够多多鼎力支持。 一定。 极栋苍看着沐云,却是突然一愣。 之前,沐云喊他为极先生,可是现在,却是喊他为极栋苍了。 而且此时此刻的沐云,浑身上下的气势,也完全不一样了。 有一股别样的气息围绕。 你该不会是晋升到了真神中期了吧? 极栋苍惊恶道。 没错。 沐云冷静道,此番提升,感觉大不相同。 我没记错的话,你到达神界,不过是九个月时间,一年时间不到,你从半步虚神,到达真神中期境界,这也太夸张了。 沐云玩耳一笑,便欲转身离开。 嗡。 然而正在此刻,一道道破空声突然响起。 十几道身影,来到荒山。 为首一人,看到急动舱,顿时叩手跪地。 怎么了? 急动舱眉头皱起。 门主,出大事了。 那人拱手道,云狼集结了六州人马,分别朝北方和南方进发,攻打朴石现如今掌控的狼州,火玉子掌控的西平郡以及与东青控制的丹阳郡和山阳郡。 哦! 打起来了。 急动苍旦笑道,这是好事啊。 是好事没错,可是现如今,与东青、火玉子、朴石三人手中,掌握四块玄天剑,放出话来,若是他们三方,任何一方面了,那他们就毁了玄天剑。 以此他们来要挟云狼,请求整个十八州郡的武者出手帮助他们抵御云狼。 沐云听到此话,却是忍不住笑了笑。 这三人,倒是好心计。 沐云笑呵呵道,云狼此次必定是畏手畏脚了。 并没有。 那人再次道,云狼非但没有退却,反而是加快了攻势。 哦! 沐云心中略显惊讶。 难不成,云狼不在乎十八州郡隐藏的秘密。 门主,我们该如何? 急动苍此刻猝起眉头,看向沐云。 沐云,你认为呢? 当然要出手。 沐云笑道,知道十八块玄天剑隐藏的秘密,我是坐不住了,这次,我绝对会出手了,现在,我立刻调集四周郡兵马以及天空。 天长郡和广平郡,集结六大洲郡的兵马,沙向西部,帮助宇东青和火玉子,抵抗云狼。 好。 急动苍点头道,既然如此,我和长子龙二人,带领苍州和长山郡的人,前往狼州,帮助朴石。 我与你们一起。 沐云但笑道,这么好玩的事情,和你们一起,才有意思。 可是你的大军无人带领,会不会? 谢青。 得了,我知道了。 谢青一挺胸膛,道,我带领六路大军,前往西部地区,不过话说前面,若是我遇到了云狼,你这叛徒,我帮你在了。 我亲自来。 沐云嘴角,一抹杀鸡,森然浮现。 事到如今,该是解决了断的时候了。 云狼,到达神界,你我之间,必有一战,你,应当知道。 命令下达完成,众人开始忙碌起来。 此刻,整个东部地区,在得到命令之后,全部是积极的动员起来。 广平郡卢家,天长郡天掌门,四大洲郡的严盟,迅速调集士兵,组成联盟军队。 一场浩浩荡荡的大战,在所难免了。 十八洲郡,自行程以来,便是东部八洲郡,西部十洲郡,这十八洲郡也很有意思,西部地区十大洲郡,彼此间实力相差悬殊颇大,而东部地区却是相差不大。 此刻,西部地区,北方,郎州位置。 朴石不再是光着脑袋,而是留起了长发,原本看着很柔和的面目,现如今更是显现出柔情一面。 而在朴石身边,一道身着黑色长裙的妙龄女子,此刻微微站定。 双儿 朴石身着软甲,站在城门,看着乌黑的夜空,呼了一口气道,此次云狼翻脸,是我朴石献你们秦家于不利之处,我,说什么傻话呢? 秦吾双手捧朴石脸颊,笑道,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吗? 那时候,你光着脑袋,看到我盛气凌人的模样,便是说,是人都有一死,早死完死罢了。 想到这一幕,朴石嘴角一抹苦笑出现。 似乎,是这么一回事。 后来,你为了我,放弃你的佛,我便知道,此生,哪怕是死,也要与你死在一起了。 朴石目光如水,道,因为,你就是我的佛了。 四目相对,温情蔓延。 嘖嘖嘖,也不知道燃灯大师听到你这话,会不会呜呼哀哉呀? 突兀间,一道声音在此刻响起。 谁? 朴石看着四面,却是发现,根本没人。 温柔相是英雄目,这话一点儿不假呀,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一道身影,一身墨色舞伏,从黑暗之中走出。 是你。 看到来人,朴石一正。 怎么? 不希望见到我。 看到朴石的表情,沐云笑道,好啊,果然是美人。 我一直听到东部周郡的阎盟传闻盟主,沐云,没想到,真的是你。 朴石看着沐云,苦笑道,现在的你,谁人能比? 许久未见,你也会拍马屁了。 沐云看着朴石,哈哈笑道,我也不与你绕弯子了,刚才我出去看了,云狼还真是够狠啊,五千军队,而且连一个虚神中期以下境界的都没有,这是要把你彻底灭了呀。 你来该不会就是为了嘲弄我的吧? 朴石苦涩道。 自然不是。 沐云认真道,我是来帮你。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我先道,给你打个招呼,长山郡和苍州的兵马,随后就到,你注意告诉你的人,别是敌室友分不清了。 长山郡和苍州? 朴石愕然道,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朴石自己明白,若不是因为他得到一块玄天剑,现在根本不可能踏入到真神境界,而且更不可能掌控了原本郎州的霸主秦家。 可是沐云,四周郡联合就算了,现在连长山郡和苍州,都是听他的了。 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吩咐下去吧,黎明之前,估计他们就到了。 双儿,你去告诉你父亲。 闻。 秦无双顿时离开。 城楼上,夜风袭过,两道身影站定。 怎么? 你的佛,变成他了? 只能说我心智不够坚定。 呵呵。 沐云对于此事,倒是无话可说。 七情六欲,本来就是人的根本,佛的一些东西,他有时候还真是看不明白。 云郎的事情,先放一放,我且问你,见到夜秋和灵月玄了吗? 我遇到赵炎明了,他告诉我没见到,那你呢? 啊? 听到此话,朴实明显一慌,显然是没想到,沐云会突然问到这个问题。 我? 你什么? 沐云忍不住道,见到还是没见到? 我当初确实是见过二人一面,当时我们共同到达神界,后来,我来到郎州,站住脚跟,他们确实到了山羊郡。 山羊郡? 楼家的山羊郡? 没错。 沐云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了,看来,要到与东青地盘上走一遭了。 不必去了。 朴实苦涩道,他们夫妻二人,应该是不在那里了。 嗯? 当时我们都是受制于人,他们本是想要投入到楼家做护卫,谋得生路,可是楼家之子楼站灵看中了灵月玄,夜秋夫妻二人看出这一点,抽身而退,但是被楼家之人追杀,生死不知。 朴实话语落下,突然感觉,周身一道冰冷气息浮现出来。 生死不知。 沐云的话语,冷了下来。 你别太激动,与东青后来占领了楼家,几番派人去找,可是没找到他们夫妻二人。 你是想告诉我,这件事情,与与东青无关是吗? 沐云音侧道,看来,还真要去找找与东青了。 听到此话,朴实知道,与东青,惨了。 沐云没有再多说,两道身影站定在城墙之上,看着夜幕,久久不语。 而此刻,秦无双通知了自己的父亲秦斩之后,便是来到城门处。 秦斩身材消瘦,看起来并不是很威武,可是却给人一种钢铁打造的坚韧感。 那人便是沐云。 秦斩看着前方,赞叹道,此子,真是人中龙凤啊。 父亲见过他。 没见过,但是此人在东部州郡做的事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斩杀严州严家之人,震慑叶州,江州,三元郡三州郡,建立了严盟。 帮助天长门门主天地兴治愈伤势,解决内乱,现在,在东部的名气,无人可敌,唯有云狼,可与之相比了。 秦斩叹息道,朴实认识他,倒是好事,此次我们狼州,应该能保存下来了。 第1760章 一剑杀之 秦无双从未听过父亲对一个人如此高度的评论,也是颇为惊恶的看着沐云。 若是果真如此,那郎周可保下来了。 天边,渐渐出现一抹红云,雨堵白的显现,告示着太阳,即将升起。 而此刻,顺着郎周城门,可以看到,距离城门无理之外,一座座帐篷搭建下来。 那帐篷看起来整齐画一,上面两大标志,清晰可见。 朴实看着站了一页未曾开口的沐云,走上前去,道,此次出兵攻打我郎周的,是同州的同家,领兵人名为同无敌,乃是同家族长,真神中期。 还有川州的皇家,家主皇子兴,真神中期境界,此人可谓是皇家顶梁柱,原本川州乃是贫瘠之地,可是皇子兴带领的皇家,硬生生和其他州郡打开交易通道,使得皇家发展壮大。 领兵的是他们二人吗? 沐云淡淡道。 嗯,此二人都是真神中期境界,使得我们很难对付,所以被围城下,无法应对。 我明白了。 沐云挥手道,稍后你随我一同到山羊郡去。 啊? 朴石一愣,可是此刻沐云却是一步跨出,直接跳到了城门下。 一道墨色身影,迎着旭日,朝着那军队大营走去。 沐云,你! 这家伙疯了。 秦斩此刻急忙道,这么走下去,会死的,对面可是五千人大军。 他向来如此。 朴石此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以前,他曾想过,在仙界,他比不上沐云。 沐云的光芒,实在是耀眼。 可是他知道,这是因为沐云重生一世,重新修炼之前所修炼过的,才会如此光芒万丈。 他本以为,到达神界,沐云总归该是比不过他了。 或者说,他追上沐云的脚步,或许更有可能了。 可是现在没想到,这家伙,还是如此光芒万丈。 似乎他到哪里,哪里便会发光,如同这徐徐升起的万丈光芒一般。 这就是沐云。 或许此生,他都不可能追赶上沐云的脚步了。 而此时,那大军也是发现,一道身影,朝着他们走来。 报! 中军大战内,两道身影站定,一名护卫走近,跪地倒,两位族长,郎州城内,一名青年走出,不知道想干嘛,是否要射杀。 哦! 其中一身淡黄色长袍的皇家族长皇子轻了惊讶道,难道是秦斩那个老东西想明白了? 不投降就是死,打算派人来做说客了? 极有可能! 一边的同无敌也是笑道,看来,我们不比大费周章的开战了。 说到底,谁想开战? 若不是云狼大人命我们三日内必要拿下郎州,我更愿意和平化解。 黄子轻看着来人,道,那人是不是秦家女婿朴实? 好像不是。 报! 正在此刻,又是一道禀告声突然响起。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黄子轻喝道。 报告,报告二位族长。 来人惊慌失措道,阵前那青年,指明道姓要见两位族长。 哦! 黄子轻笑道,看来郎州也不都是蠢蛋,现在求和,还算不晚,否则今日,必定破城而入。 不是的。 那护卫紧张道,那人二话不说,直接出手,杀了我们上百名兄弟了,指明道姓,让两位族长,出去受死。 什么? 听到此话,黄子轻再无法淡定,站起身来喝道,此贼子好大的胆子,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 同无敌此刻也是脸上出现蕴色。 许久,未曾有人敢在他面前,这么狂妄了。 两道身影在此刻,直接冲出。 而此时,沐云周身,三百穴位,肆无忌惮地冲杀,遇到三百穴位难以解决的,沐云亲自出手。 三百人围成一道圈,在中间肆意冲杀。 沐云站在中央,手掌紧握一名虚神圆满境界舞者的脑袋,道,让黄子轻和同无敌二人来见我,否则。 咔! 一道咔声响起,那手中舞者,在此刻直接隐命。 虚神圆满,在十八周郡内,都是高手,可是被眼前之人如此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下,谁还敢靠近? 黄口小儿,岂容你在此放肆? 突然,一道呵声,在此时响起。 人群让开一条通道,两位组长在此刻走出。 沐云看到众星拱月一般出来的二人,几乎确定,这两人,应该就是黄子轻和同无敌了。 出来了。 沐云淡淡道,现在,你们自己撤兵,归顺,我可以考虑,算了。 沐云摆摆手,道,我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呢,毕竟,你们追随云狼,追随他的人,投降,我也要杀。 狂妄。 无知。 黄子轻和同无敌被一名青年这样大庭广众之下被威胁,脸上如何能够过得去面子? 两道身影顿时喝道,所有人都退开,此子找死,我今日就在你们面前,杀了他,让城墙上的人看着,与我皇家和同家作对,唯有死路一条。 今日,斩杀此子之后,众军调整,直接杀向郎州,遇到负云顽抗之敌,杀无赦。 是。 声势震天之间,众多护卫此刻已经是开始走动起来,不断后退,形成一道圆圈,将沐云围在中央。 而此刻,黄子轻孤身一人杀出。 沐云此刻眼中带着痴笑。 嗡。 一道嗡鸣声响起,虚灵剑在此刻,直接杀出。 虚灵剑,本是雇原神器,乃是神军强者配剑。 不过现在受到损伤,无法圆满,所以只能够是保持先天神器的威力。 不过这样也好,刚好与沐云现如今的实力相对应。 剑出,沐云眼中,杀气旺盛。 一剑奔腾,四海呼啸。 此时此刻的沐云,嘴角一抹冷笑出现。 虚灵剑,浑身铁剑斑斑,可是在此刻,却是在那铁剑之中,绽放出道道光芒。 杀。 一剑杀出,顿时,千丈剑芒,在此刻凝聚,沐云此剑,没有任何花俏可言,施展的乃是天效九诀剑诀,只是一品神诀,可是这一剑,经由虚灵剑施展出来,却是极大的超越了原本的威力。 剑气,劈砍而下。 但是此时的黄子清,岂会恐惧。 他乃是真神中期境界,害怕沐云。 不存在的。 嗡。 黄子清身前,凝聚出一道骇人的光芒,在此刻,道道光芒,如同陨天神铁一般,降落下来,直接砸落。 砰。 黄子清身前出现明皇的光芒,凝聚出一道大门,格挡木云。 那剑,在此刻终究是落下。 轰。 顶刻间,整个中央,震动声在此刻响起。 大地寸寸军裂开来,那些围绕在此地的护卫们,一个个都是急忙后退。 同无敌此时此刻。 却是稍显惊愕。 眼前青年,居然也是真神中期境界。 如此强横的实力,整个十八周郡,为何不曾听闻这样一名强者? 同无敌做梦也想不到,此人会是阎蒙盟主沐云。 因为在他所知道的消息,沐云,不过是真神初期境界。 这才过去了不到一月时间,沐云从真神初期提升到真神中期。 简直是笑话。 炸裂传开,声音逐渐安静,同无敌决定出手了。 想杀此子,他与黄紫青联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正在此刻,场面忽然间寂静下来。 所有人都是站在原地,彻底傻眼。 沐云身影,徐徐落地,而在其身前,一道剑气,直披地面,蔓延千米,而在那剑气裂痕正前方,黄紫青的身影,此刻静静站定,一动不动。 可是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黄紫青身体内,没有了一丝的力量。 死了。 这一瞬间,众人都是愕然。 一位真神中期境界强者,在此刻,一剑,死了。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沐云此刻手持长剑,静静站定。 虚灵剑,虚灵剑,你是有灵性的,你能感觉到,曾经你陪我一起征战是吗? 沐云自言自语道,前世我代你不够,晋升来补偿你如何? 一人一剑,走天涯。 嗡! 那虚灵剑在此刻,再次散发出道道光芒,徐徐扩散开来。 你也很高兴啊? 那就好。 沐云微微一笑,直接手持长剑,看着铜无敌。 草! 铜无敌此刻一声低骂,二话不说,双手挥舞,一道劲气打出,身体直接腾空,在此刻,飞向远方。 跑了。 铜无敌居然是直接跑了。 两族大军,此刻彻底傻眼了。 黄紫青死了,铜无敌跑了。 什么情况? 铜无敌不得不跑。 不跑就是死,他还没活够,不想死。 眼前的沐云,简直是怪物啊。 一剑解决了黄紫青,他上,就算不是一剑,也是难逃死亡的下场,倒不如现在立刻跑。 没了面子,保了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跑。 沐云手持长剑,笑道,虚灵,你说,能让他跑吗? 沐云话语落下,虚灵剑发出一道道嗡鸣声,在此刻绽放开来强横的力道,紫洁隔空追击而去。 沐云紧跟虚灵剑,心中淡笑,脚步虚空,沿途几道身影阻拦,被他直接一拳一掌给解决。 简单,直接。 沐云嘴角,笑容露出,杀戮之气爆发。 轰轰轰,请客间,虚灵剑,伴随着强烈的剑芒,直接追击同无敌。 第1761章 今日必杀你 杀 而此刻,一道道排山倒海一般的呼啸声,冲击开来。 顿时,整个大地之上,众人只感觉,天地都是颤抖起来。 是长山郡的长家军。 还有苍州的苍山门之人。 郎州的秦家也杀出来了。 这一瞬间,场景大乱。 交战,必无可避,三方战士此刻围出,童家,皇家的护卫,此时彻底傻眼了。 统领大人,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他们问我,我怎么知道? 那家族统领此刻也是一脸茫然,道,杀出一条血路,能跑多少跑多少吧? 此话一出,众人顿时知道,跑,彻底无望了。 这时候,大家只能各自顾及自己了。 轰轰轰。 厮杀声,奋战声在此刻。 一浪高过一浪。 刷。 然而正在此刻,一道破空声突然响起,天空之上,一道身影,在此刻直接冲出。 正是沐云。 沐云此刻,折身而回,手中长剑消失不见,可是一颗脑袋,却是悬浮在空中。 童无敌人头在此,反抗者,杀无射。 沐云一语喝下,顿时,整个童家和皇家的兵马,已经是彻底绝望了。 叮叮当当的声音响起,不少人都是放下自己手中刀刃,在此刻投降。 再不投降,只怕连最终的机会都没了。 沐云灵力在半空之中,看着三方军马。 急动舱,长子龙,此地交给你们了,童家和皇家完蛋,童州和川州,你们顺势取了,这两大家族,我想必定有很多好东西。 好。 这等减便宜的事情,急动舱和长子龙自然乐意去做了。 沐云看向下方,鹤道,朴石,跟我走。 去哪里? 山羊郡,楼家。 沐云嘴角,一抹杀鸡浮现。 朴石看到沐云这等表情,哪里还不知道沐云想干嘛? 这下,山羊郡楼家,完蛋了。 哗啦啦的兵马在此刻如潮水一般席卷上来,失去了两大真神中期境界的强者,军心涣散, 解决这一场纷争,对于急动舱和长子龙来说,不算是难事。 沐云此刻,却是带着朴石,二人速度加快,直接离开狼州,朝着南方前行。 一路上,沐云闭口不言,眼神阴冷的可怕。 朴石知道,沐云担心叶秋和灵月璇。 他可是亲眼看到,当初沐云在巨像内,再次见到自己徒儿叶秋那富凄惨模样,当时震怒,把灵家老老小小杀了个底朝天。 这下,楼家,完蛋了。 半天不到的时间,两道身影,出现在一座城池面前。 此刻,俯身看去,那城池四周城墙上,一道道护卫,来来回回巡逻。 只是对于沐云和朴石二人来说,这些人,却是形同虚设。 看来云狼率领大军,还未到达山羊郡郡城,他也是投鼠忌器,担心与东青合伙玉子二人真的将自己手中的玄天见毁了。 朴石看着下方还算平稳的山羊郡,点头道。 楼家在哪里? 沐云却是没有理会,直接开口道。 在那边。 朴石带着沐云,落下身来。 咦? 怎么了? 看到朴石略显惊讶,沐云询问道。 那人似乎是楼家的楼鼓灵。 朴石直接开口道。 楼鼓灵? 沐云低头看去,下方一间九楼窗户边,两道身影缠绵在一起,打开窗户,对着街道,竟是丝毫不在意。 那男子一身白色长衫,此刻下半身退下,身前女子,梨花带雨,似乎颇为痛苦。 他就是楼鼓灵吗? 沐云身影一闪,化作一道流光,落下身来。 直接进入九楼,来到第二层,一脚将房门踹开。 砰! 看着眼前的画面,沐云当真是心中作呕。 谁? 楼鼓灵折身看着沐云,道,你是谁? 老子正在兴头上,滚蛋! 来人,把这家伙给我乱棍打死,扔出去。 楼鼓灵身前,那少女哭哭啼啼,身上衣衫破碎,嘴角带着血迹。 七把少女! 看着楼鼓灵,沐云淡淡道,我这人没别的,就喜欢陆剑不平拔刀相助。 听到此话,楼鼓灵一把将身前女子甩开,穿上衣衫,坐下身来,拿起筷子,夹起鱼肉,美滋滋的吃了起来。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 楼鼓灵痴笑道,没想到,你还是不怕死的人。 没错,我确实是不怕死。 沐云也坐下身来,自针自引,道,你叫楼鼓灵是吗? 是我,怎么? 难不成小爷我欺负过你家女人? 那倒不是,你若是真的欺负,恐怕是刚有念头,我便掐死你了。 沐云点头道,我问你,叶秋和灵月璇去了哪里? 谁? 楼鼓灵皱起眉头道,叶秋? 灵月璇? 我好像听过灵月璇这个名字,但是,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 咻! 正在此刻,一道破空声响起,扑斥一声,桌子上块笼里,一根水晶玉石筷子直接炸到楼鼓灵手掌之中。 扑斥一声,血肉喷溅,楼鼓灵一声哀鸣,身体忍不住发颤。 仔细想想。 你! 楼鼓灵手掌滴血,看着沐云,冷喝道,你死定了,我不管你是谁,我父亲是楼家族长。 楼华太,我爷爷是威宁鼎鼎的楼家老爷子楼西元。 咻! 扑斥一声,再次响起。 楼鼓灵双手,此刻皆是被钉在桌子上。 沐云徐徐站起身来,淡淡道,现在,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你做梦! 扑! 鲜血再次流淌,楼鼓灵感觉到自己脚掌都是流出血来。 啊,你问,你问,我知道的都回答。 很好。 沐云拍拍手,看着窗外,道,叶秋和灵月璇,在哪里?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谁呀。 扑! 顿时,楼鼓灵只感觉自己左腿也是一股刺痛传开。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他们二人本是到我府上应征护卫,我看那小娘子长相美丽,不拘一格,想要收了,结果二人知道消息,提前跑了。 楼鼓灵顿时一口气说道,我就派人追,可是最后,这两人跑到哪里,我不知道啊。 真的? 自然是真的。 可是,我问你父亲,你父亲却不是这么说的。 我父亲? 楼鼓灵顿时一惊,你见过我父亲了? 楼鼓灵心中一沉。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他二人被我手下追到一处荒山内,进入到一片山林,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我守了一个月时间,也没见他们出来。 在哪里? 那地方是死地,宁为死灵谷,谷内的鬼气常年旺盛,而且死灵谷很奇怪,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转换位置,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的。 我当时就是等了一个月,眼睁睁看着死灵谷在我身前消失,才不甘心的离开。 听到此话,朴石此刻只想一巴掌拍死楼鼓灵。 这家伙,还不知道闭嘴,此刻沐云脸色已经是铁青,再说,这小子绝对死了。 好,好,好,死灵谷,你逼我徒儿进入到死灵谷内,今日你必死。 沐云连说三个号,眼中杀鸡已经是无法掩饰。 徒儿 楼鼓灵一惊,喝道,你,你你你,你是沐云。 他依稀记得,当日夜秋悲愤之下,进入到死灵谷内,结果喊了一句,今日我死,他日我是尊沐云,必然为我报仇,楼鼓灵,我等着你。 这一句不痛不痒的威胁,岂至今日,居然是变成了现实。 楼鼓灵脸色震撼,看着沐云喝道,你别冲动,我是楼华泰的儿子,你要多少赔偿,我都可以给你。 你的命赔偿,足够。 住手 正在此刻,一道喝声,突然响起。 三叔 看到房门外一道身影站定,楼鼓灵顿时哭了起来。 三叔,救救我呀,救救我。 来人一身蓝袍,气息强横,赫然是真神初期强者。 放手 楼兰宇开口喝道,不管你是谁,现在立刻放手。 楼兰宇乃是楼家老三,西下五子,楼家三子,唯有族长楼华太生下一个儿子,可谓是一根独苗,他若是死了,楼家就断后了。 朴实 看到朴实,楼兰宇更是喝道,你郎州不是被同家和皇家围攻,你怎么还跑到我们山羊郡来了? 我 朴实苦涩一笑,无话可说。 此人是谁? 为何对付我家古灵,这孩子哪里招惹他了? 他是,沐云 沐云 哪个沐云 谁也不能 楼兰宇一句话没说完,突然一震 沐 云 朴实此刻只能摇头 这一家子,一个个简直是蠢货 就算你是沐云,可是你也不能不问是非杀古灵 哦 沐云此刻懒得解释了 我想杀就杀,我爱杀就杀,你能如何 找死 楼兰宇自然是不能看着楼古灵被沐云宰了,直接出手,想要袭击的。 沐云 今日金石的沐云,真神中期境界,体内神员,三大硬痕灌满神力,一嘴动之下,神力席卷开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咧咧作响,那长快在此刻,宛若利剑一般,破空而出。 看到沐云手段,楼兰宇顿时一惊,想要后退,可是根本没机会了。 双手霹雳挥出,神力涌动,凝聚出强横的力量,顿时爆裂开来。 砰 恍然间,他手掌前出现一道球形的神力波动,将他身体包裹住。 但是赫然,沐云操控的那一只只筷子,在此刻却是直接扎破那球形神力,直逼楼兰宇脑门而去。 第1762章 饶你不死 砰 最终,筷子,宛若匕首,直接在楼兰宇眉心留下一抹红印,盯到楼兰宇身后墙壁之上。 鲜血宛若喷泉一样喷洒出现,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彻底傻眼。 楼鼓灵此刻已经是彻底傻了。 穆先生,穆盟主,穆爷爷。 楼鼓灵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手还被盯在桌子上无法动弹。 小人错了,小人错了,穆爷爷,你饶我一命吧。 楼鼓灵此刻是彻底吓傻了。 踏踏踏。 而此刻,酒楼外,突然一道道马蹄声响起,从窗户看去,足以看到,一队队兵马在此刻,纷至踏来。 为首一人,身高马大,坐在马上,气宇轩昂,周遭行人,此刻皆是必让,头也不敢回。 楼家的兵卫,谁敢挡道。 停。 大马停下,马上之人,一跃而下。 穆云,你现在最好放了我儿子。 一声沉喝,在此刻响起。 听到此话,朴实忍不住拍了拍脑袋。 这楼家人都是这么蠢吗? 放了你儿子。 可以。 沐云哼道,将斜秋和灵月轩安然无恙带到我面前,我可以考虑,不杀他。 放肆。 楼家族长楼华太此刻喝道,这是山阳郡,不是你的阎蒙,你知道吗? 在这里胡闹,你还不够资格,就是云狼,也不敢在此地胡作非为。 是吗? 沐云痴笑道,那很好,我看,你也不想让你儿子活了。 沐云话语落下,直接一掌拍出,桌上快笼内,一只纸筷子,直接飞起,他手掌一扬,楼骨灵身体直接飞出窗外。 楼华太此刻刚想去接住自己儿子,可是从那窗户内,噗哧噗哧的破空声,却是不断响起。 一只只被神力覆盖住的筷子,在此刻直接破空而出,穿透楼骨灵的身体。 砰的一声落下,那楼骨灵的身体,已经是变成了尸体。 沐云此时此刻,着实是愤怒到极致了。 这些人,似乎还没认清情势。 你找死。 楼华太亲眼看着自己儿子死在自己面前,此刻早已经是怒不可遏。 手中出现一道长矛,矛尖直接杀向沐云。 嗡! 顶刻间,须灵剑在此刻杀气腾腾的冲出,剑气肆虐开来,一股蜂拥气息,传递开来。 坑! 两道身影,顿时在街道上交手。 可是陡然间,一剑和一毛相碰,楼华太整个人顿时连连倒退,气息漂浮。 沐云这一剑的力道,实在是强大,无可抵挡。 楼家,该死! 一声落下,三百穴位在此刻杀出。 楼华太鹤道,来人,立刻到族内,调集护卫到来,今日,必杀沐云。 是。 楼华太命令落下,直接冲向沐云。 行,我陪你玩一会,让你知道,真正的绝望是什么。 沐云此刻也不客气,直接一剑挥出,剑气纵横之间,长长的笔直气息,穿梭而过,轰隆之间,楼华太被连连击退。 可是沐云并没有下死手,只是不断调戏楼华太。 此刻的楼华太,当真是感觉到,越是交手,越是绝望。 这种绝望,弥漫着他,使得他全身上下被一股杀机笼罩,越战,越是没了底气。 哗啦啦的声音响起,战甲响起,此刻,一道道楼家护卫冲击而来,将接到四周堵住。 顿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肃杀之气,周遭众人,急忙后退。 沐云脸色不变,三百穴位堵住四道路口,根本不放进来一位楼家舞者。 楼华太此刻气喘吁吁。 他终于是看出来了,沐云根本没打算杀他,而是在戏耍他,当着楼家众人,当着山阳郡众人,戏耍他楼华太。 启齿大辱。 万千一剑,集结我身,剑,来。 突然,楼华太抛弃长矛,手中出现一剑,顿时剑爵催动,杀向沐云。 而这一瞬间,沐云感觉到,楼华太的气息,彻底改变。 剑,是好剑,剑爵,更是高深的剑爵。 不错的剑爵,我喜欢,我要了。 沐云收回虚灵,不再用剑。 一拳,轰出。 他现在是真神中期境界,体内蕴含七十五龙之力,远比一般的真神中期强大一半,更别谈只是真神初期顶峰的楼华太了。 剑杀出,剑气纵横呼啸。 可是沐云的拳风,更是霸道。 砰。 一拳轰下,楼华太口吐鲜血。 与你没得完。 沐云冷漠喝道,直接冲出。 住手。 但正在此刻,一道喝声,再度响起。 人群散开,一道道身影在此刻,突然出现。 父亲。 羽大人。 看到来人,楼华太顿时面露悲痛的神情,道,古灵被沐云杀死了,父亲。 听到此话,楼西元神情一正,看着沐云,露出一抹阴瑟的目光。 误会,都是误会。 宇东卿此刻走上前来,看着沐云,急忙开口。 宇东卿,多年未见,你到了神界后,可谓是大展宏图啊。 沐云站在原地,手掌一挥,酒楼大厅内,一把桌椅出现,沐云诗诗然坐在椅子上。 朴石此刻走上前来,蒸了一杯茶。 目光看向宇东卿,朴石摇了摇头。 不敢,不敢。 宇东卿客气道,沐云兄,这都是误会,那楼古灵乃是混账一个,好色之徒,坐近歹视,当日夜秋和灵月悬被追,进入死灵谷,可是这件事情,楼古灵自己做的,楼家不知情的。 还请沐兄看在你我皆是从仙界而来,放过楼家。 听到此话,在场众人,再一次震撼住了。 宇东卿是谁? 山羊郡和丹羊郡霸主,震慑丹家和楼家两大家族,成为实权的统治者。 就算是云郎打算进攻山羊郡和丹羊郡,宇东卿也敢一旋天剑威胁。 可是现在,见到沐云,何至于如此惶恐? 宇先生 楼华太喝道,我儿子被他杀了,现在不是他计较不计较,而是我楼家计较不计较。 啪! 楼华太一语落下,宇东卿却是直接一巴掌甩出。 闭嘴,废物! 看到此景,楼西元彻底沉默了。 他知道宇东卿的恐怖,但是如此恐怖的宇东卿,在看到沐云的一瞬间,却是变成了龟缩不前,唯唯诺诺诺的小人物。 那只能说,沐云,更加恐怖。 宇东卿再次道,沐云兄,是属下不懂事,这件事情,我给沐云兄道歉了。 道歉? 道歉能够换回叶秋和灵月旋吗? 那是我徒儿,宇东卿,你该知道。 沐云认真道,你既然知道此事,当日,你在做什么? 听到此话,宇东卿心中咯噔一声。 这沐云是怀疑他,与楼家联合,破死叶秋和灵月旋。 沐云误会了。 宇东卿急忙道,当时我不过是小人物一个,这件事情,我束手无策呀。 哦! 那最好让我知道,与你无关,否则。 与我绝对没关系。 既然如此,你站到一边去。 沐云淡淡道。 沐云,你看! 滚! 沐云直接一声沉喝,与东卿此刻脸色一阵白,一阵轻,不再开口。 朴石站在一边,只能苦笑。 沐云,相比于往日,更多了一丝霸道。 楼鼓灵逼我徒儿,生死不知,我杀他,楼兰宇要杀我,我杀他,现在,你楼华泰要杀我,所以,你也要死。 沐云此话一出,与东卿脸色一苦,可是哪里敢说出半句话来。 沐云盟主。 但正在此时,楼兮园却是站出身来。 他是楼家老爷子,顶梁柱,现在,必须站出来说些话了。 沐云主,我孙儿冒犯了您,你杀了他,我儿子也被你杀了,这件事情,我楼家已经付出了代价,所谓的饶人触解饶人,日后沐云主未尝没有虎落平阳的时候。 楼兮园字字吭腔,老江湖说话,气势态度看起来卑微,实则强硬。 你的意思是,我若是不知进退,你楼家,血拼到底是吗? 沐云一杯香茶入口,淡淡道,好啊。 嗯? 什么? 今日,楼华泰,必死,楼家,就此消失,山阳郡,我严蒙接手了。 沐云淡淡道,仿佛是在说着无关于己的话一般。 楼兮园,楼华泰等楼家一干人等,此刻皆是愤怒不已。 沐兄 宇东卿急切道,现在当务之急,是对付云狼,楼家实力不俗,联合起来,是一股有生力量,还请沐兄三思啊。 你为他们求情。 沐云淡淡道,宇东卿,我最大的让步是,饶你不死。 你若是再多说一句话,我便杀你,玄天剑,我可以不要,可是,我徒儿被逼迫的生死不知,单单是这一条罪,楼家,承担不起。 你太狂妄了,沐云。 楼华太鹤道,你徒儿的命是命,我儿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错。 沐云眼盲一闪,道,你儿子的命,是命,但是我徒儿的命,更珍贵,因为,他是我沐云的徒儿。 此话一出,众人只感觉,沐云太狂妄了。 因为他是沐云,所以他的徒弟,就是比他人的命珍贵。 这简直是目中无人。 好,好,好。 楼华太鹤道,今日我楼家六千精兵,与你沐云鱼死网破,哪怕是家族灭亡,也要让你付出血一般的代价。 哇咔咔,热闹,真热闹啊。 楼华太话语刚落下,突然一道笑声响起。 天空之上,一道身影落下。 一身青山,发丝飞舞,眉宇之间,一抹浅浅的笑容,带着一抹迷人的韵味。 正是谢卿。 谁刚才那么嚣张啊? 鱼死网破。 只怕你鱼死了,我们的网,一点问题没有啊,是不是,阎蒙的小兔崽子。 是。 是。 请客,正耳欲聋的吼叫声,应答声,遍布整个城池。 天上飞的,地下行的,足足两三万人,此刻整齐划一出现。 林鹤,陆广义,江涵,赵吉松,袁大勇以及袁幻等阎蒙高层,顿时出现,一个个气息变化,全然不同。 尤其是赵吉松,此时此刻,居然是白发渐退,焕发出一股别样的生机。 参见盟主。 参见盟主。 顿时,上万人或是跪礼,或是鞠躬,看着沐云,眼中带着敬畏。 这一幕,顿时惊呆在厂楼家护卫。 第1763章 正面相遇 谢青哈哈一笑,落下身来,看着沐云。 怎么样? 狼崽子,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这些小狼崽子们,谁不听话,我就教训谁,现在军纪很好。 谢青哈哈大笑道,对了,对了,还有投诚者和俘虏,给你看看。 火玉子,赶紧,别磨磨唧唧的,滚出来。 还有你,担什么,担红雨,滚过来。 谢青话语落下,顿时,人群之中,两道身影走出。 火玉子神情黯淡的走出,看着沐云,恭敬行礼道,沐兄,许久未见。 喊什么沐兄? 沐兄是你有资格喊的吗? 叫沐盟主。 谢青一巴掌拍在火玉子脑袋上,骂骂咧咧道,小兔崽子,这么大人了,连点礼数都不知道吗? 火玉子。 看到火玉子此刻被谢青教训的像是一条狗,与东青彻底心寒了。 周遭上万人,密密麻麻,全部是沐云的人。 四周郡结合的兵力,竟然是如此强大。 沐盟主。 火玉子此刻拱手道,这是我身上的玄天剑,现在奉献给沐盟主,还请笑纳,只求。 求什么求? 谢青一把拿过玄天剑,道,饶你性命还是不饶你,看心情,没让你求饶,别说话。 是是是。 火玉子此刻只感觉有苦说不出。 谢青实在是,太不讲理了。 这样蛮横的人物,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可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丹红宇,你别装哑巴呀。 见过沐盟主。 丹红宇此时此刻看起来就狼狈了许多,浑身头发乱糟糟的,看起来精神违米。 这老东西开始负于顽抗,后来老子直接把他抱打一顿,总算是老实下来了,宇东卿,不错呀,你丹阳俊丹家,对你这个主人,忠诚得很啊。 宇大人。 看到宇东卿,丹红宇老脸憋屈。 而此刻,楼西元等人已经是说不出话来了。 这突然出现的大军,让他们有些无法接受。 楼家之人,最不可恕,云蒙弟子,杀无赦。 是。 沐云一声令下,周遭顿时杀戮声响起。 宇大人。 楼西元此刻跪地叩手,道,帮帮我们楼家呀。 宇东卿此刻更是一脸无奈,刚才沐云说的话,他还记在心间。 饶你不死。 简单的四个字,可是却显示出沐云此时此刻恼怒的心情。 宇东卿此刻选择了沉默。 火玉子和当红宇二人,更是脸色苍白,不知道该说什么。 沐云看着谢青,低声道,你怎么抓住火玉子的? 他不是要破坏玄天剑吗? 嘿嘿。 谢青得意道,简单,我只告诉他,玄天剑,他只管破坏,我也不在乎,反正我收到你的命令,就是占据,其他事情,一概不管。 然后这家伙就放弃了,老老实实求饶,说是见你一面,求得原谅。 算他拾去。 沐云此刻进入酒楼内,剩下的事情,这些人会办好,无需他操心。 一场纷争,逐渐结束,外面的厮杀声,渐渐消退。 火玉子和宇东卿以及朴石三人,站在酒楼外。 火玉子和宇东卿两人,此刻心情沉重。 完蛋了,全完蛋了。 他们二人辛苦几年做到的事情,被沐云一招破灭。 丹阳郡丹家皆是被俘,西平郡的火家,也被拿下了,你那边郎州怎么样? 急动沧河长子龙在那边坐镇,应该无妨。 沐云开口道,不过,云郎应该是已经知道了消息,现在只怕再赶来的路上,这家伙手里还有青州、并州、幽州以及东皇郡四大郡郡的实力,这四大郡郡,可都是厉害的主。 据我所知,青州请家族长青独封,并州京家族长京无邪,幽州幽家族长幽通泽还有东皇郡的周家族长周元博四人,都是真神中期顶峰境界,云郎率先收服的就是他们四大家族。 嗯? 既然如此,一旦云郎得到消息,应该是会立刻赶来,我们在此等候吧。 报! 沐云话语刚落下,突然,一道禀告声响起。 沐盟主,山羊郡外,大批军马出现,看着是四大郡郡的人来了。 来了! 终于来了! 沐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传我命令,大军,登上城楼,开战,浴血厮杀,谁若是厚雀,我沐云,第一个斩杀。 是! 命令传达,顿时,整个山羊郡内,众人开始忙碌起来。 宇东卿,火玉子,朴石,你们三人,可以在一旁观战,也可以参加战斗,至于选择谁,我让你们自己决定。 沐云手掌一挥,离开酒楼。 朴石三人,面面相去。 朴石,你怎么会遇到沐云? 火玉子懊恼道。 他出冰郎州,解决我郎州的危机,随后知道叶秋曾经被楼骨灵追杀,便让我带路来到山羊郡了。 朴石无奈道,宇东卿,我早告诉过你,叶秋的消息,你一旦知道,要么赶尽杀绝,让沐云无法得知,要么以礼相待,以防得罪沐云,那楼骨灵,你早该杀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宇东卿此刻愤愤不平道,此番,沐云是不会放过我们了。 那倒不一定。 朴石开口道,我现在立刻传出命令,让郎州那边,进攻四大州郡,云郎既然在这里,那四州郡内,必定防守空缺,到时候,老挝被端了,四大家族也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云郎做事了。 朴石话语落下,立刻开始行动。 宇东卿和火玉子二人,面露思索之色,不知该如何。 而此刻,来自东部地区的四大州郡阎蒙士兵,以及广平郡卢家,天长郡的天长门六大州郡组成的军队,此刻严防一带。 东东 东东 前方,一道道东响声响起,来自山阳郡城楼前,噼里啪啦的声音,让众人感觉心中愈发沉重。 徐徐,城门前,一道道身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青州青家 东皇郡州家 并州经家 幽州幽家 四大家族的旗帜,一一出现。 而在那队伍前方,一道锦旗,颇显微风。 那锦旗下,一道身影,静静站定。 正是云郎。 你终于来了。 看到云郎出现,沐云开口,声音不大,可却是传遍三军。 沐云,你没死,倒是让我意外,没想到血潇亲自出手,奈何你不得。 云郎此刻全身上下,气息漂浮,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席卷开来。 看来,上天注定,让血潇无法治得一满,唯有我,才能够亲手杀了你。 云郎哈哈大笑道,你我之间,注定是会有一战,可是我想,你也该不希望是现在吧。 有话直说,别在这里拐弯抹角。 沐云直接开口喝道,我没时间和你废话。 好,有话直说。 云郎斩钉截铁道,十八玄天市的十八块玄天剑,我现在知道,你那边有不少,而我这边也不少,咱们两方拿出来,这十八玄天剑就能够凑齐。 我想,交战之前,你我一同取出十八玄天剑,先打开隐藏在十八州郡内的秘密再说,你看如何。 你想的倒是好主意。 沐云痴笑道,怎么? 怕被我杀了。 我杀了你之后,也可以打开秘藏。 不不不。 云郎摇头道,无论是你,还是我,咱们谁若失败了,那玄天剑,绝对会被彻底毁去,我想,你也不希望这传闻上万年的秘密,彻底断送吧。 这家伙,倒是很奸诈。 谢卿此刻宁笑道,摆明的意思是,你杀死他之前,他一定将玄天剑给毁了。 看来你怕了,云郎。 沐云此刻淡淡一笑,道,好,我答应你。 云郎此时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两大阵营舞者,此刻皆是松了一口气。 此战,是决定整个十八周郡归属权的问题,若真是打起来,必定是极为惨烈,胜者为王,一统十八周郡,败者只能丢了性命。 现在虽然知道可能还会打,可是打之前,探索秘境,那绝对是增强自身实力的好时机。 众人此时心中满是期望。 既然如此,我先取出我的玄天剑。 云郎手掌一挥,十块玄天剑在此刻,直接出现,悬浮在空中。 沐云也不废话,直接取出八块玄天剑。 至于急动舱河长子龙,他已经是通知二人,快速赶来。 顿时,天空之上,十八道光芒在此刻,直接升空。 轰然间,那十八玄天剑,组合成一幅图案,看起来,如同一道地图一般,在天空之上,形成一道道缠绕的火龙。 那十八道火龙在此刻,扩散开来,顿时,整个十八周郡,各个周郡内,光芒升空,浮现出万丈火焰。 那地图在此刻,直接飞舞开来,朝着东方飞驰而去。 轰轰。 沿途之中,天降一向,当真是令人感觉不可思议。 众人立刻行进,随着十八玄天剑组成的硕大地图,在此刻冲出。 约马行进了半日,众人出现在一座森林内。 而此刻,看森林位置,不偏不倚,刚好是处在十八周郡中央位置。 玄天剑在此刻,进阶停下,而那十八道火龙,在此刻却是窜出,轰然间,撞击大地。 第1764章玄天门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大地寸寸裂开,那地图越来越扩散,最终,足足是占据了方圆近百里位置。 大地寸寸裂开,碎石陨落,土地破裂开来。 轰隆隆的声音,在此刻响起。 这一瞬间,众人看到,地面,在此刻破裂,一抹血红,突然出现。 紧接着,大地之上,血红越来越多,如同鲜血一般,阳光闪烁,那血红光芒熠熠生辉,所有人此时才看清。 那哪里是什么血红而是红色的琉璃瓦? 红色的琉璃瓦,在光芒下,璀璨夺目,令人目眩神迷。 而此时,一道道光芒也是冲天而起,大地,乃是金黄色的砖块铺就,那地面裂开后,出现了一座座宫殿。 那一座座宫殿,此时此刻看起来,煞是光彩夺目,给人的感觉,更是如同那些超级宗门的宫殿群一般。 可是此刻,从周围看去,上方,大殿被一道道七彩光芒围绕,根本无法进入。 唯有通过正前方的正门,方才能够进入其中。 玄天门 看到大门正前方的三个大字,众人此刻都是一正。 这名气,可谓起得很霸气。 不过在十八周郡内,在霸气,也不过一余之的,上不了台面。 诸位,停留在此地看热闹,倒不如进入查看了,玄天门,这个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呢。 云狼哈哈一笑,身影一闪,直接从敞开的大门,进入到宫殿内。 那青州,幽州等四大家族的人,也是跟了上去。 牧云看着四周,道,此地乃是神军境界的强者留下,神军境界,堪比南卓裕四大霸主宗门的宗主级别,大家切记小心。 是。 顿时,大部队浩浩荡荡,进入到城内。 好在,这一片宫殿,大门不止一座,众人也算是能够从容有序进入其中。 只是谁都知道,进入其中后,必定是会有一番惨烈的厮杀。 只不过,相当于是将战场从山羊郡,转移到了这里。 顿时,上百人随着牧云,从一道大门内进入。 可是这一进入,牧云陡然间感觉到一股混乱的时空错裂之感,一道道混乱的力量,冲斥开来。 咦? 牧云此刻看向四周,却发现,没有一道身影,唯有他自己。 可是面前,依旧是之前看到的那一座大殿。 这着实是太奇怪了。 空间扭曲吗? 牧云看着四周,小心翼翼起来。 迈步而出,虚灵剑在手,牧云看着前方空旷大道,没走多远,便是转身进入到一座大殿内。 这一座大殿临近大道,看起来十分宽敞,支哑一声响起,牧云推门而入。 大殿内,一股速杀之气,顿时出现。 唰唰唰。 紧接着,十八道身影,从大殿内冲出,残影闪过,那十八人手持长剑,直接杀向牧云。 坑! 虚灵剑在此刻直接出现,牧云毫不留情,一剑斩出。 可是就在此刻,虚灵剑出现的瞬间,十八道虚影,却是在此刻傻眼了。 那十八道身影顿时愣在原地。 可是愣神只是一瞬间,十八道身影在此时,再次杀出。 牧云现在才看清楚,这十八人,各个身着血衣,全身上下,气息强横,与他一样,都是真神中期境界。 面对真神中期境界,牧云自然是不会恐怖的,立刻虚灵剑杀出,剑法犀利威猛。 而此刻,那十八黑衣人,黑色披风咧咧作响,痴痴啦啦的声音,不断响起。 轰轰。 顿时,大殿内,交手变得白热化起来。 牧云依靠自己的剑术,能够轻松应对,可是这十八人,也是一个个剑法犀利,丝毫不是简单之辈。 好孙子,爷爷传授给你一门剑决。 牧风尘此刻开口道,此剑决,乃是二品神决,威力霸道,名为荡剑天决。 三招,名为镇剑,飞剑,荡剑,三招一共分为六式,威力霸道,讲究的是攻击剑术。 你可真是亲爷爷呀。 牧云无语道,你看我现在的驾驶,是有时间学习剑术的时候吗? 不不不。 牧风尘却是开口道,就是现在最好,最适合,荡剑天决,乃是你爷爷当年我在被人围杀之时,突然领悟出来的一门剑决,三是威力,当时就是我在绝境之下,自己顿悟,后来逐渐完善的,正适合生死之战。 时候学习。 混小子,你身为牧族少族长,什么时候被人围杀了? 说谎也找个靠谱的谎话成吗? 牧风孝讯迟道。 哎,哎,爹您说的是。 那您说。 牧云不由开口道。 牧风尘咳了咳,道,听好了,荡剑天决,是我年少之时琢磨出来的,震剑,以自身强大剑气,震荡对手之剑,也是蛮撞,而非剑,则是巧妙避开敌人攻击,轻取速度攻击,至于荡剑,则是将你的剑气,宁。 据成震荡形势,一浪高过一浪,一层强过一层。 虽然只是二品神诀,可是门门道道很多,我现在告诉你该如何运转剑气,施展剑招,你记住便开始施展,记住,越是在战斗之中施展,越是威力与众不同。 是。 沐云冷静下来,看着十八人。 这十八人的剑术,着实是不简单,一个个出手杀伐,甚是果断。 徐徐,沐云不断接受沐风尘的传授,眼中,杀伐之气溅出。 震剑。 一剑斩出,沐云身躯速度极快,给人的感觉,更是狂妄之极。 可是这狂妄,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手中的剑,在此刻直接绽放出一道光芒,杀气,弥漫。 呐。 一剑掠过一名黑衣战士,那黑衣战士直接扑斥一声,整个身体,居然是化作一道黑芒,消失不见。 不是正常的人。 沐云此刻也是发现,这些战士,不是人,而是一种形态。 应该是浑石凝结成的类似傀儡的存在。 沐风尘认真道。 浑石还能够有此功效? 沐云更是惊叹不已。 那是当然。 沐风尘笑道,神军境界武者,凝聚元神,那时候,魂魄化成人形都行,不过一般人不会这么干,不然自己浑石凝聚的人,被人宰了,那自己也就惯了。 沐云知道身前不是人之后,更加放心。 既然如此,输给他们,岂不是太丢人了。 沐云长剑挥舞,杀伐之气更浓烈。 斩。 震剑之势杀出,强横的剑气,震动开来,直接蛮横的将自己身前的两道战士击杀。 所谓武技,便是将武者体内的真元、仙气、神力,以招式结合,施展出威力。 这比单单的蛮横拳脚强大太多了。 招式,能够巧妙的让武者的神力,一一结合,神力以最小的代价,散发出最大的威力。 若不然,也不会有等级之分,越是高等级的神爵,这种融合就越强,浪费的神力就越少。 二品神爵,威力足够强大,让沐云刮目相看。 飞剑 一声低喝,沐云身影一闪,巧妙的躲过了那攻击而来的战士,直接回身一剑,扑哧扑哧,再次两道身影崩碎。 沐云剑气飞舞,一道道,变得越来越犀利。 沐风尘此刻在圣碑内,沐瞪口呆。 我刚教他而已。 沐风尘自言自语道。 你不是说了,这剑术,在交战之时学习最好吗? 沐风笑接话道,他现在不是刚好在交战之中,不是最好吗? 话是这么说。 沐风尘无语道,我也不是说第一次交战就学会呀,我想他至少需要几次交战练习才行,没想到。 那只能说这小子,天赋足够强。 可我明明记得,他是用枪的,剑术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沐风笑骂道,你知道个屁。 这辈子就不能学剑很厉害了。 那是我曾孙子,当然厉害了,而且,云儿一旦找到了第一世的神体和碎裂的魂魄,必定能够记忆起自己之前的事情,到时候,枪术也能够施展开来。 那就是剑术天才,枪术天才了。 看到自己父亲得意洋洋的模样,沐风尘翻了翻白眼,退回到圣碑内,不再开口。 而此刻,大殿内,十八道虚影,此时此刻只剩下寥寥几人。 沐云所用时间不多,便是解决剩余的人。 呼了一口气,看着前方,沐云手执须零剑。 妙,妙,妙。 细细回想三道招式,沐云哈哈一笑道。 而此刻,原本那消散的魂石,在此时却是突然凝聚,出现一道光芒。 光芒四射,退下之下,地上,突然出现一个锦盒。 沐云须零剑挑开锦盒,一股丹香,在此刻扩散开来。 闻。 三元灵丹。 看到那灵丹,沐云顿时一震。 三元灵丹,乃是真元神丹,而且是真元神丹之中,极为稀少的存在。 沐风笑告诉过他,此丹药,在神界的丹方失传许久,所以此丹,会炼制的,少之又少。 三元灵丹,凝聚武者神魂,神体,神脉,促进神元硬痕增长。 沐云眉宇间一抹喜色,直接将丹药收起。 没想到,此地居然是有如此玄机在。 他现在倒是真希望多出来一些黑影战士来。 搜罗大殿之后,沐云发现,这大殿内,空空荡荡,再无其他。 离开这一座大殿,沐云刚刚走出大殿外,迎面几道身影在此刻,刚好迎头碰上。 沐盟主,还真是够巧合的呀。 耻笑声响起,看着眼前几人,沐云嘴角,一抹弧度升起。 第1765章背景 确实是很巧,没想到会碰到你们。 沐云看着身前几人,但笑道。 这几人,他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总归是知道。 青州青家族常青独风。 真是巧,沐盟主,怎么? 你的那些手下呢? 青独风淡笑道,目光却是不断看向房间内。 手下? 沐云笑道,难道你没发现,进入道城内,大家都被分开了吗? 竟有此事。 青独风惊讶道,我怎么没发现,还有这种事情? 嗯? 沐云此刻却是更加惊讶。 难道,只有他自己是的? 但是这怎么可能? 沐盟主莫非是为了诓骗我等,故意这么说吧。 青独风是一左右之人,散开来,进入大殿内。 沐云并未阻止。 不多时,那几人出来,富尔低语。 果真? 是。 青独风惊诧道,没想到,没想到吧,沐云,你也有今日,你不是一直传闻九富盛名吗? 今日,我看你是叉翅难飞了。 青族长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青独风亨道,你现在落单,正是我等斩杀你的好时机,为云狼大人尽一份力,少在这里装傻冲愣了,严蒙没了你,就失去了主心骨。 哦! 沐云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啊。 那真是不好意思,只有让你失望了。 话语落下,沐云直接手掌一挥,一股澎湃的气息,在此刻轰然间喷泊而出。 咚咚咚的沉闷声,给人一种极其沉重的轰击感。 砰! 一名真神初期境界的青家长老,直接被沐云一拳轰塌了胸口。 哼! 沐云哼道,连云狼与我交手都要瞻前顾后,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 我就算是自己,你们几个,也根本不够看,青毒风,你真神中期顶峰境界,难道当真以为我不是你对手? 告诉你,我在真神初期顶峰之时,便能够杀了你。 大言不惭。 沐云话语落下,青毒风眼中,杀机盎然。 纯粹的力量,在此时此刻,彻底扩散开来。 青毒风一声低喝,双手出现两柄奇形怪状的冰刃。 那冰刃,光怪陆离,给人一种极其诡异的感觉,如同来自地狱的灵蛇一般,弯弯曲曲。 风之哀鸣。 一语落下,青毒风顿时冲出。 振剑。 沐云毫不客气,直接一剑画出,剑气呼啸间,震动的强横气息,直接冲击出去。 砰! 两人交手,青毒风脸色一白,一口鲜血喷出,直接倒退而回。 什么? 青毒风此刻更是难以置信。 他能够感觉到,此时此刻的沐云,身体内隐藏着巨大的力量。 那巨大的力量,充斥着沐云全身,使他一动,就能够呼之欲出。 这种强横的气息,着实是恐怖不已。 我们走。 青毒风知道,杀沐云,不太可能了。 现在走。 往哪里走? 沐云哼道,废物,受死。 我们要走,你能留下来。 如何不能? 洛天行,给我杀,一个不能跑,围住他们。 沐云低喝声落下,身体内,一道道血位在此刻冲出。 三百穴位此时此刻,全身上下,力量爆裂开来。 这些穴位,无时无刻不是在茁壮提升。 只不过速度较慢,但是那也是提升。 现如今,大多穴位都是在虚神后期,巅峰以及圆满境界,而洛天行本人,更是接近了真神境界。 好在他们能够抵抗住打击,难以破灭,所以阻拦众人,不是问题。 沐云此刻提见,在几人之间,来回冲杀。 这时候,众人方才发现,什么叫无情? 此时此刻的沐云,就是无情。 青毒蜂只感觉自己招惹了一只毒狼,不,准确来说是猛虎。 可是现在,即便是后悔,也已经是来不及了,沐云此时此刻,根本不会给任何机会,让他们能够逃脱。 长剑,最终直接抹杀了青毒蜂,真神中期顶峰境界,也不过如此。 沐云眉宇之间带着冷漠之色。 此刻,他并未着急前进,盘膝坐地,直接将三元灵丹吞入腹中。 每一次交战,他都是能够感觉到自己本身神源的成长。 这次依旧是不例外。 所以他准备依靠现如今的实力,直接提升到真神中期顶峰境界。 三道硬痕和四道硬痕之间的差距,毕竟还是极大的。 三元灵丹落入腹中,沐云顿时感觉到一股充沛的丹药力量,流入到神源之内。 紧接着,周身的光芒在此刻,扩散开来。 第四道硬痕,开始被逐步填充。 力量,一步步提高。 沐云嘴角,一抹微笑,浮现开来。 时间并没有停留很久,第四道硬痕,被神力彻底填满。 这填满的,可不仅仅是神力那么简单,而是经过极其强烈的神力压缩之后,开始凝聚,进入到硬痕内。 沐云呼了口气,站起身来。 真神中期顶峰。 四道硬痕。 这种力量的步步增长,让他很惬意。 真神境界,说是六小境界,其实准确划分,也算是九小境界,初期,中期,后期三境界,可以分成六个,而巅峰,圆满,大圆满,这三道境界,则是最后境界的划分。 而这三种,也被神界称为真神大三境。 这三重境界,六道硬痕聚集之后,最后三道硬痕的填满,每一步,力量的提升都是海量的。 像巅峰层次,九十龙之力。 而圆满层次,则是百龙之力。 至于大圆满境界,那就是两百龙之力。 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十分夸张。 沐云现在虽然是处在真神中期顶峰,按照实际划分,应该是拥有六十龙之力。 可是现在,沐云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内的力量,不是六十,而是,八十五龙之力。 比真神后期顶峰境界舞者还要夸张。 甚至,快要赶上巅峰境界的舞者层次了。 这种感觉,爽。 沐云收起三百穴位,呼了口气。 日渐提升的境界,使得他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由内而外的提升,让他明显感觉到,身体,不一样了。 这种变化,一目了然。 沐云站起身来,看着四周,却是陡然间,目眩神迷,竟是产生了一股晕眩感。 怎么回事? 沐云愕然,这种感觉,着实是让人太不舒服了。 按照他的身体来说,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才对。 可是只是一眨眼间的眩晕,沐云便是恢复了正常,再次看着四周,沐云却是顿时一正。 这无意间,他感觉到身体轻盈,但是左眼,却是看着一个方向,一动不动。 而左手,更是指着一个方向。 那地方,似乎是在指引着他。 好,我去看看。 沐云能够感觉到,那是来自于第一式身体的指引。 既然如此,那他就按照指引来好了。 说不定,此地,乃是有他曾经牧族太子身体或者是神魂存在。 沐云心中,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要不然,他的身体,怎么会不由自主的指引他前行。 随着前进,沐云依旧是没有碰到任何人。 可是渐渐的,他却是来到一座大殿前。 而这一座大殿,看起来格外不一样。 这一座大殿,呈现着远拱形,而且,在大殿顶端,雕刻着一道雕像,那雕像,面部并不清晰,可是身躯挺拔,身着战甲,手执长枪,气宇轩昂。 一股闭逆天下的气势,瞬间油然升起。 一股眩晕感,再次袭来。 沐云脚步亮相,走到大殿门口,推门而入。 支牙一声,大门推开,一股冰冷气息,扑面而来。 那冰冷的气息,是一股沙气。 凝结成实质的沙气。 这一股沙气,让沐云身体忍不住打了一个寒蝉。 什么情况? 沐云看着大殿内,却发现,此刻,大殿两侧,居然也有一个个石像。 触摸上去,却发现,这根本不是石头所凝结,而更像是,真人被固定在这里一样。 可是沐云从那些真人雕像内,根本没感觉到一丝丝的血肉气息,甚至连一丝丝魂吸都没有。 沐云脑海中,恐怖的一个念想突然出现。 难不成,这些人是被人杀了之后,放置在这里。 沐云仔细走进大殿内,两排,共有十七道身影。 这十七道身影,排列很有序,可是来到第一排之时,只看到右边一人高的雕像,却是不见左边。 这太奇怪了。 沐云看着四周,越来越感觉有问题了。 呵呵。 正在此时,一道弹笑声响起。 谁? 怎么? 不认识了吗? 一道身影,从大殿深处缓缓走出。 云狼? 看到云狼,沐云开口道,怎么? 到现在还不死心是吗? 我为何要死心? 云狼淡笑道,仅仅因为你是曾经的牧族太子,我就要死心。 沐云,你说你,除了出身比我高贵,哪里能够比得上我? 论修为天资,我云狼哪里差你? 我现在是真神后妻,可是你呢? 可惜,可惜因为你是牧族太子,哪怕是曾经死了,你父亲依旧是以一缕神魂将你复活。 让你从仙界成长,甚至,明知你在死,依旧让你死,为的是让你改变魂石,来到神界,无人能够辨别出你。 云狼疯狂道,我与你和血潇三人,差了什么? 差的不过是一个好背景。 背景 第1766章 右手 沐云笑道,似乎我走到现在,多半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吧。 而且换句话说,我父亲那么厉害,我不依靠白不依靠,你美好父亲,怪我咯。 你 沐云再次道,原本收你为徒儿,我本是想要悉心教导你,可是很明显,你认为血潇能够带给你更多? 看来,血潇花费了三世时间谋划我,你也知道,你是选择与他一道的。 不 云狼神情争鸣道,我与谁都不一道,仙界之时,我依靠他是为了到达神界,更好的起步。 我云狼的野心,是在这神界人族之中,诞生出第十一古族,云族,我云狼,将会成为超越祖神境界的绝世强者,留下属于我的血脉之力。 做梦 沐云痴笑一声 不,不是做梦 云狼此刻神情愈发猙獰,笑起来也是十分恐怖。 沐云,你可知道,第一世的你,太强大了,太恐怖了,恐怖到九大谷族都害怕你,要杀了你,为什么? 因为你是九命天子,注定要一统神界,而那时候的你,修炼不过花费千年时间,便是到达祖神境界。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一百年寿命,你花费了不到十年,成就神界顶尖强者之事,九大谷族不怕你,怕谁? 云狼痴笑道,他们怕,你的吞噬血脉,强横到极致,他们根本不敢放任你成长下去。 但是,自你死后,所有人都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 沐云看着云狼,冷漠道。 你的神体,彻底分散开来,血肉散落在神界各处,神魂更是不知所踪,可是神界有人偶然间得到融合你的血肉,突然发现,墓族太子的血肉,简直是比神界顶尖的祖元神丹,都不如你一口血肉来的提升帮。 祝大! 虚神境界,吞你一口血肉,天赋和神体,彻底得到改变。 于是乎,整个神界,疯狂一般的寻找你的残体。 凭什么? 云狼突然喝道,凭什么你死了,都能让那些多人,对你的尸体感兴趣? 听到此话,沐云眼中冷漫闪过。 不过,这一点,我比不上你,可是,我却能够下狠心。 云狼说着,突然一刀劈向自己的手掌。 扑斥一声响起,他右手直接跌落在地。 鲜血鼓鼓流出,可是云狼眼中的笑容,却是更加强烈了。 你的左手,本是你父亲给你的吧? 云狼痴笑间,手掌一挥,那左手直接抓向大殿中央。 在那里,一幅壁画,上面一道身影傲然站定。 此刻仔细看去,沐云才发现,那一道身影的右手之处,看起来与其他位置,似乎很不一样。 云狼此时左手一挥,直接抓去,居然应声声从那壁画之上抓出了一条手臂来。 那手臂在此刻,直接被云狼安扎到自己断手之上,一股血流融合,手臂顿时融合在一起。 此时此刻,云狼的手臂看起来,完好如初。 闻。 沐云此刻只感觉心脏剧烈跳动,左手在此时也是颤抖起来,左眼更是不能自已,流出鲜血。 这是愤怒。 你,融合我的右手。 看到此景,沐云如何能够不明白? 哈哈。 云狼哈哈大笑道,沐云,你也不算愚笨,哈哈。 云狼哈哈大笑之间,右手猛然间挥舞,一股澎湃的气息,在此刻直接散发出来。 砰。 那为首一道石碑在此刻,直接破碎开来。 顿时,一股疯狂的气息,弥漫开来。 沐云眼中,满是诧然。 这,开什么玩笑。 沐云此时此刻当真是难以置信。 云狼在融合他的右手之后,所发挥出的威力,简直是比一件故元神器还要恐怖。 可是他,他自己可是融合左手,心脏和左眼,确实是有威力的增长,可是根本没这么恐怖啊。 旁人融合他的身体,爆发出的威力,居然比他自己融合得要恐怖十倍百倍。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却是真真切切发生了。 你是不是很惊讶? 云狼宁笑道。 别不可思议,你的神体,对于旁人来说,是天才地宝,世间少有,可是对于你自己来说,那就是本该属于你的东西,回到你身边。 而你的魂石,始终是带着你第一式的记忆的,所以它会拼命压制你的神体力量,使得它们跟随你的陷入金境界的提升而提升。 目的是保护你的身体,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融合你的神体,便是最大限度的利用潜力,所以,促使它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来。 听到此话,沐云眉宇间冷色更甚。 你们。 对,我们。 云狼宁笑道,沐云,你以后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人,找到人。 找到了你的神体一部分,利用你的神体,你等着看吧。 哦,不对。 云狼摇头道,你已经是没有了以后了。 没有以后? 你说的,不一定算。 话语落下,沐云直接冲出。 滚开吧。 此刻,云狼直接简单的一拳轰出。 右手在此刻凝聚成拳,一拳砸向沐云。 砰! 强烈的撞击声,瞬间扩散开来,那大殿内,一道道冲击声,在此刻响起。 一个个雕像在此刻跌倒,沐云身体,直接被轰击到大殿门口,砰得一声坠落在地,一口鲜血直接喷出。 太恐怖了。 他现在拥有八十五龙之力,后七顶峰都比不过他。 可是现在的云狼,至少,至少是有百龙之力。 简直比他还要恐怖。 哈哈。 看到沐云狼被模样,云狼哈哈大笑道,沐云那沐云,这就是你的神体,你的神体,太强了。 难怪你曾经在神界那么出名,哈哈。 呵呵。 沐云站起身来,冷笑一声,道,看来,你很得意啊。 难怪,占据我的神体,凭借我神体一部分,实力暴涨,你就如此兴奋。 看来我第一世的神体,你很喜欢吗? 闭嘴。 云狼喝道,沐云,今生今世,我都不想看到你,所以,融合你的身体,超越你,杀了你,杀了恶心的你。 云狼话语落下,再次杀出。 轰然间,一道磅礴气息,扩散开来。 沐云顿时感觉到,云狼人还未到,可是那一股扑面而来的气息,却已经是冲击开来。 强横的外围力道,已经是让他无法招架了。 砰砰。 一股股充沛的力量,直接将沐云身体弹飞。 龙化。 此时低喝一声,沐云直接双手双脚抓出,蓬勃的气息,扩散开来,那是一股龙息。 龙化。 云狼看到沐云的表现,惊讶道,没想到,你居然还拥有七彩天龙一族的龙化之力,看来那彩灵天给你不少好处。 你所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沐云手掌一挥,一拳挥舞出去,左手在此刻,爆发出比以往更加愤怒的情绪出来。 而与此同时,他右眼光芒一闪,一抹青光出现之际,一道空间吞噬,直接将一股股冲击而来的全力转化消散。 不止于此,他体内,血河开始凝聚起来。 面对云狼,他没有任何的藏牌,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须要将此人斩杀得干干净净。 云狼,可以说是他迄今为止遇到的第二个最恐怖,最不能流的对手。 第一,自然是血消。 沐云此时,全身气血翻腾。 云狼直接一拳接着一拳砸来,拳风倒倒狂暴,力量每一层都是超越了百龙之力。 沐云只能够不断依靠苍天之眼对空间的妙用控制,一次次的将大部分力量转化,以龙化之躯,来抵抗住云狼的攻击。 可是这样下去,总归不是办法。 他体内,逐渐凝聚血河。 血珠和血河的融合,血精在此刻,越来越壮大,一股气息,直接从沐云身体内席卷开来。 疯狂的气息。 浮现出来,顿时一股血气,满步全身,左手,心脏和左眼在此刻,彻底像是咆哮的恶狼一般,呼啸而出。 砰砰砰。 一瞬间,沐云开始了反击。 他体内的力量,在此刻,蜂拥而出。 吞噬。 欲魂。 刹那之间,一股别样的控制力量,直接将锁定出现。 这一瞬间,云狼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都是被禁锢住了。 那一股欲魂的气息,让他神识受到干扰,虽然不能够控制他的神魂,可却是使他神魂动弹起来,十分不便。 而且,更加可恨的是,沐云此时此刻,全身上下,墓足血脉天赋,也是爆发开来。 吞噬,是你慕足血脉天赋,可是,你怎么会拥有欲魂的血脉天赋? 云狼此刻只感觉呼吸急促,忍不住咆哮道。 这还要多亏了你和血脚二人,他那一句分身,魂魄被我吞噬了,我进而得到他的血脉天赋。 你或许会说,沐云血脉天赋吞噬,没有这一条,可是,我是沐云,所以就有了这一条。 不可能? 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沐云冷傲道,你现在所知道的事情,不都是前人知道的吗? 一开始,只怕他们也认为不可能。 胡说八道。 云狼喝道,你能和那些前人相比吗? 我懒得和你废话,云狼,我曾经念你我师徒一场,想要给你机会,可是你却越走越远,今日,咱们师徒之情,彻底结束。 第1767章血精报 哈哈 听到沐云此话,云狼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你我之间,师徒情分,不是早就结束了吗? 云狼哈哈大笑之间,右手,紧握成拳,直接一拳,朝着沐云砸去。 看到此景,沐云知道,继续说下去,不过是废话连篇,唯有下杀手,才能够解决事情。 看到云狼杀来,沐云陡然间想到,昔日二人之间的点点滴滴,脑海一晃,将那些画面尽数驱逐。 血精报 一声咆哮落下,赫然间,沐云双手托出,一颗血核和血珠凝结成的血精,在此时此刻,直接冲击而出。 血精报,自从到达神界之后,他从未施展过。 这是第一次,在吞噬了血霄分身的玉魂天赋之后,这是第一次施展此等绝技。 沐云此刻笃定,这一击,足以灭杀云狼。 轰。 顷刻间,一道轰鸣声响起,顿时,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在此刻冲斥整个大殿。 原本看起来还算整齐的大殿,在这一刹那间,毁于一旦,整个大殿内,到处都是浓烈的鲜血气息以及狂暴的吞噬力。 啊! 突然,一道惨叫声传开。 仔细听去,那惨叫声,正是来自云狼。 血精爆裂开来,痴痴啦啦的声音响起,传递出一道道血剑,将云狼的身躯,一层层穿透。 鲜血淋淋,一股股血腥味,在此时此刻传递开来。 沐云看着那一道身影,眉宇微皱,可是最终,一动未动,看着云狼的身躯,消失于血精爆之中。 他曾经引的精血凝聚血珠,爆炸威力恐怖。 后来得到血核,融合身体内,使得血核和血珠结合,变成血精,而血精的一次爆炸,威力更是无与伦比。 更何况,他现在还是融合了血消分身的欲魂天赋,血脉增强,血精爆的威力,完全是超越极限。 云狼整个身体在爆炸之中消失不见,可是那右手在此刻,却是静静悬浮在沐云身前。 是我的,总归是我的,你是无法抢走的。 沐云手掌,轻轻触摸。 嗡。 但是正在此刻,大殿内,突然,一道光亮闪烁,那右手竟然是无风自古,在此刻,自行移动,回到壁画内去了。 沐云脸色一变,伸手去抓,可是紧接着,他的身影也是消失在大殿之中。 下一刻,沐云看着四周,无比小心翼翼。 这似乎是壁画内的世界。 只不过,这世界内,感觉不到任何的触感。 衣服明明在动,可是没有风的冷清,太阳明明照射光芒,但却没有阳光的温暖。 很奇怪。 沐云站在地面上,看着四周。 此地,居然一排排茅草屋近立,仔细看去,不多不少,一共十八座茅草屋。 沐云走上前去,看着十八座茅草屋,却发现大有不同。 除了第一间茅草屋外,其他房间内的茅草屋,都是锁上了门。 沐云走到第一间茅草屋外,推开门进入到院子内。 有人吗? 看着屋子,沐云忍不住开口道。 可是,无人应答。 沐云此刻看到,他的右手,在此时,居然是在院子中央的石桌上,静静躺着,一动不动。 有人吗? 沐云再次喊了一句,可是无人理会。 他摇了摇头,走到桌子前,手掌触摸到那右手之上。 不想死的话,最好别动。 正在此时,一道略显冷漠的声音,突然响起。 枝哑一声响起,草屋的房门打开,一道身着黑色身影的男子,踏步而出。 男子一头白发,如同白雪一般,在阳光下反射着金银光芒,俊俏的面旁,看起来,如同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般,一身宽松的白色长衫,双手附在身后,显得很是淡然。 最吸引沐云的,还是那一头白发,很是俊逸。 我刚才问了有人没有。 沐云转身看着此人,道,既然你在这里,那我就告辞了。 话语落下,沐云手掌刚欲碰触那右手,男子却是开口道,不想死,留下东西。 听到此话,沐云笑道,抱歉,这是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留下? 你的。 白发男子呵呵冷笑道,你可知道,这件东西,多少人争破脑袋想要。 你说是你的。 如何证明? 简单啊。 沐云笑了笑,道,我能够引起他的反应。 沐云说着,左手一挥,左眼死死盯着那右手,突然,原本静静放置在桌子上的右手,此刻居然是悬浮起来,甚至带有一丝欢欣鼓舞之法。 白发男子看到这一幕,彻底傻眼。 你到底是谁? 白发男子看着沐云,喝道,这是牧族太子沐云的手臂,你怎么可能引动他? 不可能。 你又是谁? 沐云反问道,这是我的秘密,我自然不能告诉你了。 你的秘密? 白发男子手掌一挥,顿时,沐云感觉到身体内一股强横的气势席卷进入,将他的身体内力量全部封锁。 这一瞬间,他根本无法和任何人沟通。 眼前之人,强。 很强很强,可是沐云不想坐以待毙。 即便是诸仙图和圣杯无法启动,但是他还有血脉天赋。 一股吞噬气息,顿时汹涌而起。 咦? 沐足血脉天赋吞噬? 你是沐足的人? 白发男子突然住手,看着沐云,越发不明白。 算是吧。 沐云此刻大口大口喘气,看着眼前白发男子,道,沐足血脉天赋,他人是无法复制的,我想你该知道。 白发男子眉头锁起。 你走吧。 突然,白发男子道,我不杀你,你走吧。 不杀我。 你是沐足子弟,我不杀你,但是这手,你休想带出去。 白发男子认真道,身为沐足子弟,你该知道,你沐足曾经的一代天骄沐云,这手臂是属于他的,任何人来,我都不会给。 我之所以给你说这些,也是因为你是沐足人,你若是传出去,我定杀你。 没错,这就是我的东西。 沐云此刻啼笑皆非道,我就是沐云。 嗯? 白发男子看着沐云,眼神冷漠,一股煞气,顿时将沐云笼罩。 沐云不是没有经历过厮杀,这一路走来,大大小小的厮杀不知道多少场了,可是眼前白发男子那一眼,竟让他都如宪兵枯一般寒冷。 这是杀了多少人才能够聚集到的强烈的煞气。 胡言乱语。 白发男子喝道,你说你是沐云? 呵呵,你们木族沐云太子早已死了,你还在骗我。 呵呵。 沐云笑道,你这话就矛盾了,你说沐云死了,那你还在这里等个死人? 自然不是。 白发男子哼道,太子殿下必定会重生归来,收回自己的神体和神魂,重回巅峰。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沐云此刻坦然一笑道。 哼,少在这里懵骗我了。 白发男子喝道,实话告诉你,我侍奉族长之命在此等候,族长说了,太子会回来,但是是以木族太子身份回归,你。 沐云无语道,你在这里等了多久? 四万年。 四万年。 沐云看着身前的白发男子,惊恶不已。 那你可知道,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之前的情况了,我从仙界飞升神界出了问题,所以到了十八周郡这里,你等了四万年,难道没有和族长联系过吗? 我。 白发男子一愣。 再次看向沐云,白发男子开口道,你若真的是沐云,为何会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沐云太子殿下贴身护卫玄天室,第九大队第九小队队长任少龙。 白发男子喝道,昔日,沐殿下对我们玄天室九大大队长,八十一位小队长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十分熟悉,你却根本不知道。 我知道才怪了。 沐云痴笑道,我现在神魂缺失,根本记不起以前很多事情。 那我如何信你? 任少龙看着沐云,依旧是小心翼翼。 这倒也容易。 沐云此刻也是无奈之法。 爷爷,劳烦您与他证明一下吧。 臭小子,这么点是还需要我。 沐丰尘身影凝聚,一块圣碑赫然出现,沐丰尘的虚影在圣碑之上,清晰可见。 老族长。 看到沐丰尘,任少龙扑通一声叩道在地,恭敬道,属下任少龙,参见老族长。 老族长,你没死。 滚滚滚。 沐丰尘骂道,看好了,这是我孙子沐云,不过是改头换面,你还不认识了。 亏你还是玄天室。 属下明白了。 任少龙此刻当真是震惊了。 沐族最隐蔽的便是九块圣碑。 传闻九块圣碑内隐藏着大秘密,事关沐族传承。 唯有沐族嫡妻子孙,才能够以血脉之力开启引洞。 眼前的沐云,显然是沐族嫡妻。 参见殿下。 任少龙此刻,脑袋深深扣在地上,久久未曾起身。 沐殿下,玄天室第九大队,第九小队队长任少龙,向您报告。 我第九小队共计一百一十八人,殿下当年战死之际,我第九小队,只剩下十八人,后来谨遵族长命令,带着殿下的一只右手来到此地隐秘起来,等待殿下回归。 任少龙护主不利,罪该万死,请求殿下责罚。 巴哒巴哒的眼泪落下,任少龙此刻弯曲下去的身影,不断颤抖着。 四万年奉命等待,没有一丝讯号,没有一丝联系,这样的等待,太熬人了。 第1768章 任少龙 责罚你什么? 起来吧。 看到此景,沐云确实笑道,那些事情,我虽然记不得,可也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要命的厮杀。 我之所以死了,也怪不到你们头上,要怪只能怪我太逞强。 殿下莫说此话,这样说,属下只会更加惭愧。 好了。 沐云挥挥手道,现在爷爷出面,你才肯相信我,等日后见到父亲,你便知道了。 我与族长已经是失去联系,他这几万年来,奔波忙碌,重建墓族,要做的事情都是大事,小人只能够谨遵命令,在此等候殿下。 你这件事情,更是大事。 沐云看着桌上的右手,淡淡笑道,既然如此,我现在开始融合右手,你为我护法,做完这一切,我们离开这里。 是。 哦,对了。 沐云看着任少龙,道,你乃是第九位队小队长,什么境界实力? 现在是神军初期。 啥? 神军初期? 沐云一张嘴巴张开,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了,看着任少龙。 虚神,真神,帝神,天神,神军五大境界,这家伙,居然是神军境界。 殿下,看到沐云惊恶的模样,任少龙突然脸一红,道,原本属下是神王境界,即将问鼎神皇,可是在此地,因为镇守殿下的右手,所需神力太多,所以境界不增反降,现在一路降低到了神军初期,实在是惭愧。 不过殿下既然此次融合右手,那我便不需要再次镇压,慢慢与玄天门脱离关系,日后属下毕竟境界精进,成为殿下的左膀右臂。 神王,即将突破神皇。 沐云心中一万只马儿狂奔而过。 神军之后,乃是神王、神皇、神主三大境界,而最终的最强横的神境,便是祖神境界。 神界九大境界,每一个,皆是充满无上神威。 一个玄天室小队长,便是即将到达神皇层次的,那九大队长岂不是神主境界? 殿下! 看到沐云发呆,任少龙更是叩头道,属下该死,这些年来,十七位兄弟为了隐蔽殿下右手气息,先后消耗尽自己的本源,道消申允,属下该死,这些年来,非但没有提升,反倒是下降了,请殿下赐罪。 啥? 赐罪? 沐云一把扶起任少龙,道,起来,快起来。 要说赐罪,也该是赐给我自己。 你们若不是为了我,也不会这样,我该死,我该死。 喷! 任少龙听到此话,却是再度跪下,成皇城孔道,殿下此话,让属下还有何颜面存活于世。 弄啥? 沐云彻底猛了。 臭小子,玄天室当年是你的天身护卫,那时候,整个墓族,整个神界,想跟随你沐云的天之骄子,数也数不清,那时候成为你的护卫,那可是三生修来的福气。 玄天室一共万人,只保存这个数目,从大队长到小队长,都是层层选拔,优胜劣汰,而且在玄天室内,一旦有人无法前进或者是无法完成任务,不用你批评,他们自己都感觉羞愧,可能直接自杀谢罪。 这也太胡来了吧。 沐云看向任少龙,道,我并不是觉得你境界低了,而是认为很高,现在十八周郡内,真神后期都是最强的了,你的境界,足以帮助我横扫十八周郡了。 听到此话,任少龙脸上出现一抹光芒,希望的光芒。 而且我准备进入南卓狱中央,看看所谓的四大宗门,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你这么一位神军陪着,就算是剑神宗那些宗门宗主,也不敢怎么样我。 是。 任少龙此刻终于是兴奋起来了。 似乎在沐云面前,他只要有价值,就足以。 不过殿下。 任少龙再次拱手道,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此地,这玄天门,是昔日殿下上次给属下的一件法宝,我将玄天门安放在这里数万年了,本身与它合为一体,要想破开,还需要一段时间。 离开会怎么样? 会死。 任少龙认真道。 那既然如此,暂时就不离开此地,我看这玄天门很大,我将阎蒙搬过来,日后南卓玉十八周郡,你帮我管着先,我先到剑神宗内,看看外面的世界。 是。 沐云再次道,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你先休息,我开始融合。 是。 任少龙拱了拱手,走到小院门外,安静坐下。 只是此刻,他的心却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殿下回来了,兄弟们,你们的仇,可以报了,终于可以了。 任少龙欣喜不已。 而此刻的沐云,却是面色沉重,站在桌前,看着右手。 我已到达真神境界,神体,神魂,神脉三者聚集在神源内,不需要斩断自己手臂连接,只需要将右手与自己身体进行重新的沟通。 沐云话语落下,一股神力涌荡出现,直接将右手给覆盖住。 他体内的神源,在此刻开始活跃起来。 一道道神源之力,凝聚在右手之上,瞬间,一股澎湃的气息,扑面而来。 那气息强大异常,一瞬间使得他无法驾驭。 可是时间很快,他的左手,心脏和左眼,如同安慰一般,散播着一道道意念,安抚那右手。 那一股强大的气息,逐渐减弱。 右手,覆盖到自己的右手之上。 一股股澎湃的气息,在此刻,从沐云体内诞生。 第五道印痕在这一瞬间,立刻盈满。 这一瞬间,沐云感觉到身体内,一股别具一格的气息浮现。 而陡然间,他脑海内,一股澎湃气息,突然出现,从魂魄之中出现。 记忆 沐云陡然间施展神魂,抓住那一团团从右手内飘散出的光团。 场景一变,他整个人,突然出现在一座庭院内。 庭院内,一道身影,手执长枪,看起来约么七八岁模样,个头还没有枪高,可是那一枪一枪刺出,却是极为有力。 一道身影站定在孩童旁边,不断开口指点。 相虽不如见是百气之王,可是自有他一股霸气不屈之意志,修行稳健,将来,未必不能够成为一名闪烁于整个神界的枪术大师。 是。 八九岁的小少年认真点头。 店主,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牧族子弟,你一定可以。 多谢。 少年面色冷漠,言语更是简单。 而此刻,院外,三道身影结伴而来。 云儿。 木清宇此刻到来,带着两人,一男一女,那女子,似乎还有孕在身。 父亲。 这是你毕叔叔,毕叔叔是毕族族长,乃是我们牧族的好朋友,你毕叔叔的妻子怀胎,生下一女,便是你的妻子,这门心事,我已经定下,知道了吗? 是。 小云,有时间多到我们毕族去看看碧海蓝天,美景夺目光彩。 多谢婶婶。 木清宇也不介意,道,这孩子,就这样冷冰冰的,别介意。 小孩子怕生,很正常。 场景一闪,少年沐云约么十六七岁的模样,背负长枪,长发竖起,一身白色战甲,气宇轩昂。 而在其身后,一道道身着黑衣的玄天室,肃然站定。 玄天室听令,出发。 是。 瞬间,海啸一般的声音响起,大军刷刷刷消失不见。 而此刻,一道稚嫩的声音却是突然响起。 云哥哥,你要去哪里呀? 一个粉雕欲灼的的小女孩,此刻走出,七八岁的模样,一身淡绿色长裙,看起来莎氏可爱活泼。 哥哥出战争讨,玉儿在这里等待哥哥凯旋而归即可。 闻。 光芒四射之间,场景变化。 一道道关于少年之时的记忆,浮现出现。 沐云此刻之感觉,脑袋昏昏沉沉,仿若置身梦境。 尤其是那每一次交手,学习,此时此刻,融入到他的脑海内。 那是属于他自己的记忆,现在,回归本体了。 沐云呼了一口气。 站起身来,却脸色苍白。 任少龙。 在。 一瞬间,任少龙出现在院内。 殿下,您怎么了? 沐云挥挥手,摇了摇头。 找回了一些记忆,所以一时间接受的东西太多了,有些装不下了。 沐云摇头道,无妨,我消化消化即可了。 是。 现在先出去吧,既然这玄天门是你的法宝,那你应该能够控制吧? 可以。 行,帮助我严蒙的人,把其他不服者斩杀,我要一统十八周郡,将此的占领,由你坐镇。 遵令。 看到任少龙一口一个是,遵令,沐云只感觉,这家伙,当真是古板了一些。 不过,也可以看出,前世的自己,到底是多受欢迎。 看来,当年的神族太子沐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而且,刚才看到的记忆,那应该是,毕清玉吧。 父亲还真是够厉害,人家还在娘胎内,就帮他把亲事定下了。 毕清玉,毕族少族长。 他之前有次曾经觉醒出记忆,看到一幕,是他率领玄天使,杀到毕族,可那时候的毕族,已经是被毁于一旦,只剩下毕清玉一人。 看来,毕族,因为与木族走近,不是十大神族之一,可也是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第1769章以后归我管。 神界之中,有意思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多了。 走吧。 离开壁画,出现在大殿内,任少龙急忙给沐云找了一处地方坐下。 沐云坐下身来,道,我之前进入玄天门内,一个人都没碰到,反而和大部队分开了,到底怎么回事? 似乎其他人没有。 任少龙急忙拱手道,是小人疏忽了,这是玄天门的保护,看来殿下,您是真的确定无疑了。 这玄天门,本就是殿下当年所得,后来殿下境界提升,此等雇员神器,殿下就赏赐给了小人。 但是玄天门毕竟滴血认主,对您,自动形成保护,指引您找到我。 原来如此。 沐云点了点头。 我进入大殿内,看到大殿十八道虚影攻击,是玄天门内形成的。 启禀殿下,不是。 任少龙恭敬道,那是属下和几位兄弟建造的小型阵法,防止一些小蚂蚱级别的人物来到此地,扰乱了玄天门的秘密。 既然如此,你也能够撤销对吧? 没错。 好,那现在将玄天门内的一切撤销,我带你去找阎蒙那些人,然后解决剩余的麻烦。 是。 顿时,两道身影走出大殿外。 而此刻,任少龙手掌一挥,否然间,身前的世界,顿时变得开阔起来。 不再是空无一人的地带,而是到处都是充满了交战。 大道两旁以及各个宫殿内,成群结队的人开始交手。 沐云顿时看到人群之中的谢青。 谢青? 狼崽子! 看到沐云,谢青哈哈笑道,你怎么才出现? 去哪里了? 这些兔崽子,宝贝找不到,就和我们杀起来了,老子正愁眉地方活动活动筋骨。 办了一些事情,耽搁时间了,没想到,居然打起来了。 沐云笑着看着前方,道,云狼已死,青毒蜂也被我杀了,其他三大家族的首脑解决,他们根本不可抗衡。 殿下尽管吩咐。 任少龙此刻拱手道。 看到那些人了吗? 沐云手指远处,道,那儿,那儿,还有那个,周家的,京家的,幽家的,但凡是真神境界以上的,提头来见我。 是。 任少龙话语刚落下,身影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 一个呼吸过后,任少龙突然出现。 而他身前,堆积了二三十个脑袋。 殿下,人头勤来。 看到此景,谢卿彻底傻眼。 京无邪,周元博,还有周无缺,幽通泽,都在这里,你小子,那么快。 谢卿看着任少龙,无话可说。 狼崽子,你在哪找到的这么一个帮手? 谢卿嗷嗷叫道,我都看不出他的境界来。 沐云神秘一笑道,玄天是小队长,神军初期境界。 瓦咔咔。 听到此话,谢卿兴奋的手舞足导道,神军初期。 咱们有一位神军初期境界的武者坐镇,南卓裕十八周郡,都可以自立门派呀,哈哈。 得死尽。 沐云笑骂道,清理的事情,交给你了,今后阎盟就坐落在此地,刚好在十八周郡中央,可以通关全局。 没问题。 谢卿飞身而起,将那一咕噜脑袋都提在手中,喝道,云朗手下的人听着, 你们组长都隔屁了,我奉劝你们,现在最好是投降,否则,唯有死路一条。 谢卿话语落下,将那一颗颗脑袋扔出去,让众人看得清清楚楚。 沐云此刻微微一笑,不再去管。 剩余这些事情,谢卿和阎盟那些人便能够处理好了。 沐云此刻盘膝坐下,在纷乱之间,静下心来。 他刚才复合右手,直接凝聚出第五道印痕,踏入到真神后期境界,但是,因为右手的融合,他的力量,此刻暴涨。 直接到达百龙之力。 真神圆满境界舞者才能够到达的地步,他在真神后期便是做到了。 沐云明白,这是右手的融合原因。 这下,左手和右手,总算是相得益彰,彼此间再无差别了。 沐云能够切身感觉到,魂魄在融合神体之时的兴奋之意,无法掩饰的。 此时此刻,他的身体内,力量在发生变化,因为右手的加入,他的神魂,神体以及神脉,都是急剧提升。 这就造成了不仅仅是力量的突变,更有数不清的细微之处的变化,他需要一点一滴去琢磨。 这一坐,沐云足足坐下来一天一夜时间没有动弹。 而在此站起身来之间,沐云看着四周,双眸闪烁,神情焕然一新。 真神后期,神圆内,五道硬痕圆满了,接下来便是剩余四道硬痕。 举手投足之间,沐云能够感觉到自己力量的进步提升。 少龙 殿下 他们人呢 启禀殿下,一部分人分散开去将西部地区收拦,另一部分人则是回到各自周郡内,准备搬家。 任少龙恭敬道 还真是快。 沐云不得不叹息,若是他一人出现,没有任少龙轻而易举的斩杀几周郡的魁首们,这一战,阎蒙必定会付出惨痛代价。 一位神军出手,简直是干净利索。 最重要的是,估计那些人根本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一闪身便是没了性命。 神军 虚神、真神、地神、天神之后,才是神军。 现如今的任少龙,简直是沐云最大的依仗,甚至就算是败入到南卓裕四大宗门内,他也不会有所顾忌。 神军,在南卓裕,那就是霸主级别的。 不过任少龙短时间内,无法脱离玄天门,但刚好,这段时间,让任少龙在此地坐镇,他刚好准备将自己修行整理整理。 早已有人将沐云住宿安排好。 伴随着沐云醒来,各个地方的堂主们,也是一一道来。 急动仓和长子龙二人,现在更是不敢得罪沐云,老老实实前来恭贺。 从今日开始,十八周郡,我阎蒙一统,我沐云说的算,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没什么意见吧。 意见? 别说是意见了,建议都不敢有。 好,既然如此,我看大家很信服我,那从今日开始,全天门为阎蒙大本营,以此为基准,建设一座城市,逐渐扩散,至于十八周郡,皆是阎蒙堂口,你们要按照规矩,朝我进贡,同时属下护卫数量也要报。 呗,总之来说,阎蒙是天子,你们是诸侯。 沐云淡淡道,我想,谁若是不同意,可以直接站出来与我说。 依旧是一片沉默。 既然如此,那大家就是没有意见了。 沐云再次道,好,这些事情,林鹤,陆广义,你们二人,这手去办,遇到麻烦与我讲,谁若是不配合,你们可以拥有斩杀大权。 是。 是。 陆广义和林鹤二人,此刻只感觉是做梦一样。 他们之前被迫离开广亭郡,只希望能够活下去。 可是现在,非但是活下来了,跟随沐云,更是大好前途在等着。 这才多久时间,沐云直接一统十八周郡,那赫赫威名的云郎,听说被沐云一招击杀了。 这样的天赋,确实是让人无话可说。 他们没想到,沐云能够成长这么快,快得他们根本跟不上脚步。 吩咐完毕,沐云也不管其中辟如朴石,长子龙以及吉栋苍等人怎么想,服从就老老实实听话,不服从的话,那就准备受死。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虽然听起来很不讲情面,可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玄天门内,大概能够容纳上万人,除了一些堂主首脑聚集在这里,大多数士兵护卫还是回到各自州郡,包括西部地区,也需要派人看管。 整个严盟内,顿时忙碌起来。 沐云这几日,却是停下来,随着任少龙仔细熟悉玄天门。 玄天门,说是一道门,可却是一道门扩散空间,聚集成一片宫殿群。 任少龙现如今和玄天门生生相惜,要是想离开玄天门,就需要隔断两者之间的连接。 只是毕竟二者连接上万年了,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破解开来的。 不过迟早的事情,沐云也不着急。 行走在玄天门外,看着四周来来往往的人群忙碌起来,沐云顿时呼了一口气。 看来,是时候离开十八周郡,去外面看看更加广阔的世界了。 南卓裕,四大宗门傲然耸立,可也不过是神界大大小小数百地域划分之中的一个而已。 而且,神界最为浩渺的乃是神州大帝。 那是神界顶端的势力和人物存在,他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达那一步。 沐云看着四周,心生向往。 让你们什么玄天门门主出来? 而正在此刻,玄天门外,一道交合声突然响起。 沐云只看到,五六道身影,以止气使地站在大门外,看着护卫。 说话间,突然,那其中一名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还动起手来了。 顿时,其他护卫急忙赶赴到门口。 殿下,要不要? 先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沐云绕有兴趣走向前去,看着身前一幕。 此刻,玄天门外,五道身影站定,纳身着黑裙女子,模样俊俏,带着俏皮,身边一名男子,鼻息间有几分相似,应该是兄妹二人。 而另外三人,则是分别站在四周,看着虎视眈眈的那些护卫,眼中带着痴笑。 第1770章 离开十八周郡 楚伯,我怎么说来着? 那身材高大的男子笑道,什么狗屁玄天门,听都没听过,我就知道是一群土鳖,自以为在南卓裕十八周郡称霸称王,就天下无敌了。 嘿嘿,何亦凡说得对。 另一名青年痴笑道,看看这些护卫,一个个虚神境界,连真神境界都没有,完全是找死啊。 哼 何亦凡,郭恒,你们都别说了。 那青年女子双手插腰,道,我只是风餐露宿几天,想在这里休息休息,居然不让我进,这些人,过分不过分。 过分,很过分。 几人附和道。 那好,把这什么玄天门给我血洗了,让他们看看剑神宗弟子的能耐。 没问题。 话语落下,几道身影,便欲动手。 住手。 沐云此刻走出,看着几人,道,各位不知道来自什么地方。 你眼瞎吗? 看不到,我们几人身着剑神宗外宗弟子服饰吗? 那身材高大的何亦凡开口喝道。 失敬失敬,既然如此,几位里面请,我玄天门一定热情招待。 你是谁? 我。 沐云客气道,我是这玄天门的门主,沐云,诸位建议。 剑神宗弟子来道,我未曾远迎,还让属下冲撞了几位,真是该死。 这样,几位请上座,随我来。 沐云看起来实在是客客气气,完全不像是杀人如麻的阎蒙盟主了。 顿时,一干护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瞠目结舌。 这还差不多。 那女子哼道,本小姐名叫楚倩,已经得到了剑神宗的剑门令,持着剑门令,直接到剑神宗报道即可,你这小地方,我只是借宿一宿,还不情不愿。 原来如此。 沐云顿时拱手道,恭喜恭喜,剑神宗,比人也很想败入。 那你恐怕没机会了,没有剑神宗的剑门令,是根本无法成为剑神宗弟子的。 楚倩看着自己哥哥楚伯,笑道,对不对,哥哥。 没错。 那楚伯全身上下,立刻展现出一股强横的气势,赫然是真神巅峰境界。 剑神宗,可不是谁都可以进入的,一些需要通过考核进入,一些则是有宗门长老剑猎心喜,赐予剑门令,直接到宗门报道即可。 原来如此。 沐云微笑着,将几人领入到一间客厅内,早已有人端茶倒水,端上来点心。 这几人此时此刻满心欢喜,在此地坐着。 呸呸呸。 那楚倩刚拿了一块点心放到口中,突然忍不住吐了起来。 这什么东西啊? 楚倩皱起眉头鹤道,难吃死了,你这是什么地方,简直是穷乡僻壤。 妹妹,将就一下吧。 楚倩安慰道,路过这南卓十八周郡,我们就到达剑神宗的地面,到时候,那城市都是人口上千万,什么美食都有。 对呀,倩儿,我们此次陪你哥哥不远万里接你,可是费了很大劲,到时候,可要好好宰你一顿了。 那和一房开口笑道。 没问题。 几人顿时议论开来,全然没将沐云放在眼中。 你这家伙,怎么回事? 为什么现在饭菜还不上来? 楚倩忍不住喝道,好歹一个宗门,就这么点效率吗? 沐云此刻也是催促道,你们怎么回事,快点上菜呀。 来咯。 突然,一声吆喝响起,房间内,顿时出现几道身影,美人手中情着一旁耕,看着在场众人。 只是看到为首一人之时,沐云却是脸色古怪。 各位客观请看。 那为首一名装扮成小丝模样的,不是谢卿又是谁? 谢卿开口道,客观请看,这道菜,名为猪心菜,专门以猪心配合灵草摆灵结合,驱除猪心的恶心味道。 这道菜,叫,叫猪无脑,把猪脑子挖出来。 这道菜名叫猪脑蒙心,是以。 谢卿不断介绍着,可是那楚倩此刻却是脸色越来越难看。 牧门主,你们玄天门代客之道便是如此吗? 楚倩喝道,怎么都是和猪相关的? 谢卿吃笑道,招呼猪狗一般的客人,自然是要用匹配的材料了。 你敢骂我们? 听到此话,楚倩如何能不怒? 一步跨出,便欲发火。 可是他想怒,但是现在已经没机会怒了。 仁少龙此刻身影一闪,将五道身影死死控制住。 殿下,这五人现在是手无腹肌之力,您可以随意处置。 嗯? 牧云挥挥手,看着身前几人,道,你们是剑神宗弟子对吧? 哼。 楚伯鹤道,你既然知道我们是剑神宗弟子,还敢关押我们? 就是知道了才关押的呀。 牧云饶有兴趣道,楚倩小姐,我听你说。 你身上有一块剑门令,可以直接拿着去申请成为剑神宗外宗弟子是吧? 你想干嘛? 看到牧云奸诈的笑容,楚伯顿时喝道,你若敢做出不轨之事,我必杀你。 废话真多。 牧云直接一巴掌抽上去,那楚伯此刻根本毫无还手之力,顿时一口鲜血喷出,跌倒在地,模样狼狈至极。 还真以为我把你们当大爷一样供奉起来了。 牧云吃笑道,几个蝼蚁一般的东西,在我面前嚣张,还真以为我牧云是怕了你们了。 让你们进来,只怕是外人看到传出去,也想看看你们几名剑神宗弟子到底什么来路,在十八周距内,我牧云说一不二。 在我面前猖狂,你们太嫩了。 牧云,你叫牧云。 楚伯声音尖锐,喝道,你别胡来,若是敢对我们如何,你就是自己找死。 我找死。 那也看你们有没有能耐杀我。 牧云顿时喝道,把他们五人宰了,一个不剩,那楚倩的剑门令留下,刚好一个名额,直接进入到剑神宗内。 是。 人少龙此刻直接出手,五人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牧云有心让他们死,他们岂能活下去。 五人身上的东西,收拾一空,没发现什么好东西,牧云便是直接天火出手,将五人尸体焚化。 剑神宗弟子,一个个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天之骄子。 狼崽子,怎么样? 配合得不错吧? 谢青黑黑笑道,你这些天修炼真的是酒,没人陪我玩,真是空虚寂寞冷啊。 那些家伙,都怕我,爱。 你能再不要脸一些吗? 看着谢青,牧云忍不住笑骂道,这些时间,事情处理得如何了? 若是解决了,我们该动身前往剑神宗了。 这边的事情,交给人少龙吧。 短暂时间,人少龙也离不开玄天门,有他坐镇,十八周郡,谁敢闹事,那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随时可以啊。 既然如此,那就再过几日,我们与卢玉雪一起到达剑神宗,参加考核。 好。 事情商定,牧云眉宇间,一抹向往出现。 南卓十八周郡,地理位置较偏僻,而且格局太小,整个南卓域,在神界也不过是一余之的。 倒是从赵延明口中听闻的神周大帝,颇让牧云向往。 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如果到达神周大帝,关于十大古族的隐蔽之地所在,应该就比较容易寻找了。 真神后期,进入剑神宗应该不难。 这一天下午,牧云去找到卢玉雪,告知此事。 过了几天时间,牧云带着谢清,赵延明,卢玉雪四人,便是离开十八周郡,前往南卓域中央之地。 南卓域面积颇大,十八周郡不过是百里之一,根本算不上什么世面。 而在整个南卓域内,四大宗门,剑神宗,通天谷,玄冥殿,九星阁,可谓是四足鼎立。 四大宗门,统治着整个南卓域,而且吸收着南卓域各地的顶尖天才。 同样,南卓域各地的顶尖天才,无疑也不是梦寐以求进入到四大宗门内,哪怕是最低级的杂役级别的弟子,那也是有机会成就真神境界。 而一旦成就真神境界,回到譬如十八周郡这等地方,就是一方霸主。 就拿剑神宗来说,整个剑神宗,主要控制范围集中在南卓域东面,包括十八周郡在内。 剑神宗内,分为外宗弟子,内宗弟子,封号弟子。 外宗弟子,真神境界。 内宗弟子,帝神境界。 封号弟子,则是天神境界。 而外宗弟子,足足有十几万人,内宗弟子就只有两三万人,至于封号弟子,那就只有数百人。 在剑神宗内,封号弟子就是最强大的存在。 剑神宗创建之初,一位剑神有幸被十大谷族之一看中,招入到了十大谷族内,身份地位完全不同,一时间,也是成为一段佳话。 这些消息,沐云自然是不知道的,都是一路上卢玉雪告诉的。 卢玉雪接受剑神宗考核,成为剑神宗外宗弟子,只等到达真神境界,便可去报道。 现在,他已然是到达真神境界,真神初期。 看着现如今的沐云,卢玉雪不得不感叹,当时见到沐云之时,不过是虚神初期,而现在,沐云已经是将他远远甩在身后了。 或许当真如爷爷所说,乾隆在渊,沐云,早晚是会翱翔九天的。 现在的沐云,不就是如此吗? 第1771章 穆不凡 这一天,几人来到一片山林之间,凿出洞府,简单布置一下,准备休息。 谢卿早已经是抓来了一只美味神兽扒了皮抽筋烤了吃。 在神界,神兽并不都是高等级的。 从一阶到九阶,神兽也会受到种族的限制,成就有限,除非能够破除血脉限制,不过那比人类修行更难。 而至于神龙和凤凰两族,则是不输于一阶到九阶神兽的范畴,而是,远古神兽。 远古神兽,自远古诞生,存在时间,比人类尚且悠久,所以龙族、皇族,向来是看不起人类,纵然人类历经时代发展,变得很强大,他们依旧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曾经风玉儿天经玄蛇,神魂和神魄以及血脉融合,那种神兽,乃是属于远古神兽一类,只是不如龙族那般强大罢了。 不过曾经在仙界也未曾见到风玉儿,不知道此女是不是早已经到达神界,现在在何方? 还有陆清风,孟子墨他们等等,在神界何处? 之前不了解神界的浩瀚,沐云相信再相聚不难,可是现在,知道神界的浩瀚之后,沐云才发现,自己想得简单了。 啪啦! 正当四人围着篝火之时,不远处,枯树枝断裂的声音响起。 赵延明顿时看向那边,喝道,谁? 出来! 半天没动静,赵延明再次喝道,不出来,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赵延明话语落下,一道身影,缓缓从一棵树木后走出。 那是一个看起来约么十五六岁年纪大小的少年,一头紫色长发,一双眼睛,透露着一抹渴望和恐惧,可是眼眸深处,却是坚定。 而且少年身上穿着破破烂烂,露出的肌肤,更是有几道鞭子硬痕,显然是被虐不轻。 你想吃? 看到少年,沐云开口道。 那少年点了点头。 沐云递过去一块大腿肉,少年二话不说,张嘴啃了起来。 嘎吱嘎吱的声音响起,少年此刻居然是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 骨头不能吃的。 沐云苦笑道,这神兽乃是一阶的伏地喝珠,骨髓内有害呢。 听到此话,少年愣了愣,挠了挠头,可是依旧不管。 你这小家伙,给你吃的,你不会说谢谢吗? 谢青掉笑道。 谢,谢。 少年张了张嘴,好不容易挤出三个字来,脸色长红。 你不会说话。 看着少年,谢青顿时来了兴趣。 呜。 看到谢青靠近,少年顿时仰起脖子,竟是发出一声狼嚎声。 狼宰子。 谢青看着少年,顿时惊愕道,沐云,这家伙,和你原来一样,是狼养大的呀。 看到少年的表现,沐云也是满脸惊愕。 他第二是从葬神山脉爬出,确实是从小在狼窝里长大,可是这种概率,简直是万不存一。 没想到今日,居然遇到一个与自己一样的。 看着少年模样,沐云心中忍不住触动。 你,叫什么名字? 毛,毛,毛,毛毛。 谢青一震,道,真是奇怪的名字。 毛毛。 少年也是立刻挠了挠头,显得很是激动,似乎并不是他说出自己的名字,而是谢青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似的。 毛毛,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沐云看着身前少年遍体鳞伤,忍不住道。 在那边。 只是沐云话语刚落下,一道呵声,突然响起。 几道身影在此刻,冲了过来。 小狼才子,居然跑到这里来了,给我抓回去。 为首一名独眼男子,直接开口喝道。 住手。 沐云看着几人,道,你们凭什么抓他? 管什么闲事? 那领头男子根本懒得搭理沐云。 赵延明二话不说,直接一巴掌抽出。 独眼男子这才看出,居然有一位真神境界强者在,一巴掌挨下来,一口牙土出来一半。 几位大人,几位大人。 独眼男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手道,这是我们主人家豢养的奴隶,这小子,可狠着呢,放在森林内,根本死不掉,而是恢复伤势极快,凶狠得紧,学习能力又强,说一遍的话,他就能够记住,简直不。 是人,就是狼仔子。 哦。 沐云目光落在毛毛身上,道,好,此人,我收下了。 毛毛,你愿意跟着我吗? 我,跟着,跟着你。 毛毛稚嫩的手掌抓了抓沐云,一字一句道,那你能,每天给我,做,这些,吃吗? 自然可以。 可是他们,很凶。 沐云笑道,无妨,跟着我,他们若是赶找茬,那就是找死。 我带你到剑神宗内,有强者教导你学习,如何? 变强。 好。 毛毛显得很是激动。 还不滚。 赵延明看着几人,立刻喝道,此人我家少爷留下了,你们立刻滚。 是是是。 顿时,那几道身影立刻投也不回的跑了。 毛毛这个名字,更想是乳名,我给你起个名字吧,沐不凡。 这一生,既然要过,就要不平凡。 沐,不凡。 毛毛点了点头,仰起脖子,忍不住欢呼起来,低沉的狼笑声,传递开来。 谢青哈哈大笑道,沐云,原来你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哈哈。 给沐不凡洗漱一番,换了一套衣衫,沐云发现,这小家伙,长得还挺俊俏。 虽然只有十五六岁的模样,可是身高只比自己矮了一头,看起来很消瘦,可是肉身却是很结实,而且,昨晚看到的伤痕,在此刻,确实是消失不见。 小家伙全身洁白如玉,似乎压根没受过伤。 沐不凡,你可曾引神力入体,凝聚神缘。 沐云问道。 摇了摇头,沐不凡看着沐云,一脸不解。 你不知道修炼为何物。 再次摇了摇头,沐不凡睢大眼睛看着沐云,似乎询问,修炼是什么东西,能不能吃。 奇了怪了,那你是怎么在做奴隶和人决斗的时候存活下来的? 来。 沐不凡看着沐云,走到一座数百米高大的山体之前。 沐不凡咧嘴一笑,手掌一挥。 砰。 那一拳,直接砸到山体,咔咔咔的声音响起,这一拳威力,简直是超越百龙之力,整个山体,倒倒裂痕顿时出现,哗啦啦的声音,顿时破裂开来。 山体,崩塌了。 而且不是乱石飞舞的崩塌,而是整座山,化成一颗颗拇指大小的碎石。 这简直是对力量完美的应用。 天生神力。 沐云看着沐不凡,只感觉难以置信。 昔日他也曾被人认为天生神力,其实他知道,哪有什么天生神力,只不过是他修炼的根基扎实,所以每一境界的力量,都是直奔最饱满的程度。 可是毛毛显然是没有到达真神境界,甚至连虚神也说不上,但力量却是如此恐怖。 小家伙,今天开始,我教你修炼。 沐云柔了柔目不烦恼子,笑呵呵道。 嗯? 因为遇到毛毛,原本打算一月时间到达剑神宗,被沐云拖了下来。 现如今,沐云也不着急进入到剑神宗,反而是一路上不急不缓,开始教导自己收下的这个狼仔子。 这便是神缘吗? 这一天,毛毛从坐定之中醒转过来,看着沐云,笑道,大哥,我感觉到自己体内凝聚出神缘了。 此话一出,在场的谢清,赵严明,卢玉雪三人,彻底傻眼。 就连沐云自己也是,愣了。 你小子,胡说八道吧。 谢清走上前来,触碰毛毛身体,顿时一颤。 马丹,一月时间,从菜鸟到达真神初期,你他们是天才,不不不,是妖孽。 谢清忍不住骂道。 毛毛,你真不是人。 不要叫我毛毛,我叫,沐步凡。 生儿不凡,卓尔不凡。 臭小子,说话越来越流利了呀。 谢清笑骂道。 沐步凡却是看向沐云,道,大哥,怎么样? 你小子,吓到我了知道吗? 一月时间,到达真神初期,正如谢清说的,你真不是人。 嘿嘿。 挠了挠脑袋,沐步凡开口道, 我感觉很简单呀,稍加引导,就行了。 此话一出,沐云几人看着沐步凡的目光,简直是能够杀人。 好了,我们停留在此地有一月时间之久了,也该离开了。 沐云再次道,此番我们五人进入剑神宗内,也算是从头开始,大家相互扶持,走吧。 走? 这么容易就让你们走了吗? 而正在此刻,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那阴冷的声音响起之下,沐云等人周身,顿时出现十几道身影。 其中,那一月之前的独眼男子,赫然在列。 这是我们范阳城范家少爷范天阳,小子,你把我们少爷最喜欢的奴隶带走,真以为没事。 我才不是你们的奴隶。 沐步凡此刻喝道,我是自由人。 放肆。 那马辈尚青年顿时喝道,你不过是孤狼养大的,我收养你,是给你命,居然还敢在这里反抗我。 沐阳,沐森,宰了这几个人,把那小子给我带回去。 谁敢? 沐步凡一步跨出,看着众人喝道,今日我沐步凡,就杀了你们,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哎哟哟,沐步凡,自命不凡。 哈哈,范天阳哈哈大笑道,小子,既然你求死,我成全你。 沐阳,沐森,还愣着干嘛? 是。 顿时,十几道身影冲上前来。 第1772章 到达剑神宗 沐步凡低喝一声,直接双手冲出。 那双手在奔驰之间,转化成了一道道灵力霸气的指锋,指锋聚集之间,沐步凡身体突然速度加快,直接冲向身前几人。 那沐阳和沐森二人,此刻分别攻击沐云和谢卿,两名真神初期境界的武者,直接抓向沐步凡。 在范天阳眼中,沐步凡仅仅是一个傀儡,除了力气大之外,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是这一瞬间,他却大惊失色。 沐步凡双手凝聚成纸印,直接轰出,那纸印,穿透两名护卫身体,直接毕命。 反观沐步凡本人,却是毫发无损。 臭小子,你居然开始修炼了。 范天阳心中恼羞成怒。 他知道这小狼崽子不简单,所以一直不曾给他机会修炼,只是让他单纯的战斗战斗,没想到,这些多少天,居然被这几个家伙带着修炼,而且还很有成就。 可恶,你们几人,坏我大事,今日,谁都别想离开了。 何阳,何森,你们在干嘛? 范天阳回声喝道。 可是这一看去,却是彻底傻眼。 真神后期的何阳和何森,早已经没了气息了。 怎么会? 范天阳整个人彻底傻眼了。 怎么不会? 沐云淡笑道,区区真神后期,在我们面前嚣张狂妄,还不够资格。 可恶。 范天阳双手紧握成拳,可是左手却是死死抓住自己拇指上的扳指。 你们别胡来,若是杀我,我们范家,不会善罢甘休,而且我范家有一位封号弟子在见神宗内。 见神宗? 沐云森笑道,刚好我们要去见神宗,你不妨告诉我,你那位封号弟子,是你什么人,我帮你转达一下你的问候。 你们要去见神宗? 范天阳看着五人,道,好好好,你们要杀我,我记下你们容貌了,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穆不凡,是你赐给这个奴隶姓名的吧? 既然如此,那你肯定也是姓穆了。 废话真多。 看着范天阳一言一语说着,谢青直接一步跨出,手掌抓出,无可匹敌的力量,顿时扩散开来,咔咔两道声音响起,范天阳的身体,直接炸成了血雾。 看到这一幕,穆不凡看向谢青,惊叹道,谢大哥的力量,好强。 那是当然。 穆云笑了笑。 谢青乃是龙族祖龙之后,力量不强才怪了。 可是穆不凡只是一个看起来普通的少年,这样的力量和天赋,简直是恐怖到极致了。 穆云不得不说,连他都比之不及。 好了,这些麻烦,就交给这附近的低阶神兽吧,我们开始赶路,前往见神宗,参加考核。 嗯? 顿时,五人开始启程。 这一场小厮杀,根本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麻烦负担。 可是,在五人离开之后,那范天阳的身体旁边,一道蓝光闪烁,换作一道流星,消失不见。 这一点,穆云五人自然是不会知道。 那一抹流星光芒,飞驰到一座城池府底内,立刻落下。 化作一道屏幕,屏幕前,穆云五人身影,一清二楚。 天阳 看到此景,房间内,一道身影站起身来。 是谁杀了我儿天阳? 穆不凡。 姓穆的,你们五人,我记住你们了。 那中年男子手掌一挥,一股磅礴的气息,扑面而来。 族长 速速通告剑神宗的范一山,告诉他,即将有五人到达剑神宗内,他们杀害了天阳,一定要将这五人杀了。 族长 那黑衣护卫攻身道,范一山现在是封号弟子,天神境界,对我们范家的话,不太中听了,此事,倒不如交给范驱商去做,他是内宗弟子,在外宗,还不是一呼百应。 范一山 中年男子叹了口气,道,此人成为封号弟子,权势滔天,对我的话,是全然不听,也罢,通知范驱商,最好在五人还没进入道宗门内,就杀了他们。 是。 再让他告诉范一山,怎么说,天阳也是他的侄儿,侄儿被人杀了,范一山难道一点情面都不讲? 遵命。 中年男子坐下身来,看着那画面逐渐消失,痛心疾首。 原本他打算将自己这个儿子也送入剑神宗内的,可是现在,一切都成空了。 但是,那五人,绝对不能放过。 沐云一行五人自然是不知道此事,而他们已经是来到了剑神宗外。 剑神宗,坐落在剑神山脉内,整个剑神山脉,可以说比南海森林壮大了数十倍上百倍不止。 而依附着剑神宗而出现的城池,也是足足好几十个,个个都是上千万人口以上。 这之间的差距,可见一般。 剑神宗建造在剑神山脉一处源头。 据说此地蕴含一条灵脉,剑神宗的封号弟子,都有自己专门的山峰,山峰内,就有灵脉分流引入的灵气,帮助修炼。 而内宗弟子,则是要以神经换取进入宗门灵阵内修炼的资格。 至于外宗弟子,根本没资格享受这些。 此刻,五人站在剑神宗外,那一道道山门,皆是由一柄长剑凝聚,朝阳升起,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剧剑从中间一分为二,山门大开。 一共九道山门,此刻全部开放。 从两边八道山门内,走出来约满上百人。 听好了。 一名身材消瘦,身着一身淡蓝色长衫的男子开口。 此人是内宗弟子。 卢玉雪低声道。 外宗弟子,胸口绣着一柄黑剑印记,而内宗弟子,则是绣着白剑印记,至于封号弟子,似乎是紫剑印记。 沐云看去,那弟子胸口果然是绣着白剑印记。 闭嘴。 蓝山男子开口道,我乃内宗弟子,今日负责考核,剑神宗,是南卓玉霸主,下属周俊,少说也是数千上万座,整天都有人来参加考核,可是规则,我还是要说。 若是被发现,已经失败了三次,还来参加考核,那就要受到我剑神宗的言诚。 现在,听我说的做。 蓝山男子声音红亮,九座剑门前站定数千人,听得清清楚楚。 首先,来到我剑神宗,通过考核,境界未达标,现在到达真神境界的弟子,从左边两道门进入,自有人统计。 卢玉雪听到此话,看着沐云和谢卿。 咱们宗门内见。 闻。 卢玉雪通过剑神宗之前的考核,只是未到真神,无法成为外宗弟子,这是剑神宗规则。 现在,他只需要报备自己身份即可。 接下来,身怀剑门令的弟子,直接到左边第三第四道门去,你们是宗门内长老看中的弟子,或者是封号弟子看中,给你们的剑门令,可以免去考核,直接进入剑神宗内。 但是丑话我也需要说,你们别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那些长老,封号弟子看中你们的天赋,可不代表在宗门内会照顾你们,除非你们展现出自身天赋。 阑山男子话语最终落下,看着剩余还有上千号人,道,好了,你们跟我从右边四道门进入。 顿时,在阑山弟子还有其余数十位外宗弟子带领下,木云几人,进入到剑神宗内。 至于那剑门令,木云自然是给了木不凡,让他直接进入剑神宗内。 这小子最近虽然跟他们相处很好,可是总归不太熟悉外面世界。 按照他自己所说,从济世起开始,便是和狼一窝,直到被范天阳抓了做奴隶,整日里就是打斗厮杀,听到最多的话,也就是骂人的话。 现如今,和木云几人在一起,他才感觉到一丝独特的感觉。 温暖 木云和谢青二人跟随着大部队进入到剑神宗内,入眼处,一座石壁,赫然入目。 那石壁表面光滑,看起来如同历经沧桑一般,壁画之上,暗淡无光,没有任何的提示。 蓝山男子开口道,这是我们剑神宗第一任开山老祖留下,据说怀有无上神诀,若是能够参透,便可一步登天。 看到那些外宗,内宗弟子了吗? 他们都是想要参悟的。 只可惜,老弟子都知道,上万年来,根本无人参透领悟。 传言毕竟是传言,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看蓝山弟子表情,估计也是花费很长时间想要领悟石壁,可惜最终只能放弃。 蓝山弟子带着众人从右边绕过石壁,朝着后方走去。 没多长时间,众人便是转弯,来到一座巨大的无场面前。 此刻,无场面前,分为石队人,一应考核所需,皆是备齐。 蓝山男子开口道,你们听好了,分成十队,依次接受考核,通过第一关,便到达下一关,记住了吗? 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即可。 是。 顿时,众人分散开来。 沐云和谢青排了一队,看着前面,颇为好奇。 这第一关,似乎测试境界。 谢青惊讶道,你看,那些弟子将手掌放入石块内,石碑上就显示出对应的境界了,这太牛了吧。 你不是祖龙后人吗? 这都不知道。 切,说得好像你知道似的。 两人半嘴之间,队伍很快排列开来。 姓明,来自哪里? 沐云,来自延州。 姓沐。 那考核弟子,胸口印着一柄黑剑,显然是外宗弟子。 姓沐怎么了? 沐云眉头促起。 第1773章犯区商的刁难。 没什么,手掌放上来,什么都不用想即可。 考核弟子开口道。 沐云手掌放到那十块纸印内,顿时感觉到,一股独特的感应力,连接到自己的魂魄,通入到自己神缘内。 五道印痕,真神后期境界。 看到此景,考核弟子沐待差燃。 下一个。 通过第一关考核,沐云颇感奇怪。 谢青,你有没有感觉到,刚才那个弟子,在问到我姓沐的时候,似乎,有一股别样的气息味道。 没有吧? 谢青低声道,整个神界,又不是只有你们沐足姓沐,姓沐的海了去了,难道都被怀疑啊? 不是这个意思。 沐云摇摇摇头道,罢了罢了,可能是我多心了。 第一关只是测试境界,到达真神境界,就算是合格。 当然,一些明显看起来垂目老矣的,剑神宗根本不会收取。 接下来,第二关测试,便是实战。 以最快的时间,解决配备给自己的对手神兽涛熊。 涛熊身体肥胖,可是一身皮毛简直是厚到令人发指,攻击涛熊,将他全身毛皮刺碎都没用,必须要攻击到皮毛内的血肉。 但是,往往那皮毛,就已经是让人望而生却了。 涛熊乃是二阶顶级的神兽,和他打,一巴掌就拍死我们了。 怕死。 怕死就不要进入剑神宗内。 一名考核弟子贺道,我现在在真神巅峰境界,当初败入剑神宗内,不过是真神初期,可是面对涛熊,我依旧是冲上前去。 并且,让你们参加考核,又不是让你们去送死的,涛熊二阶神兽内属于顶级,宗门也知道,所以根据你们第一关测试的境界,考察你们的实战,会根据你们境界,选择相对应的涛熊。 听到此话,众人皆是呼了一口气。 这样还好,若是真的不论境界挑战,那真神初期的上场,只怕一巴掌就拍死了。 好了,别废话,准备开始。 那外宗弟子眼中带着不屑。 或许在这些参加考核的人面前,真神境界,尤其是巅峰,圆满,大圆满这三大境界的弟子,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那是因为这些土鞭门见到最强横的,也不过是真神后期。 可是在剑神宗内,真神境界弟子,只是最底层的,谁不想着进入地神境界,天神境界。 曾几何时,他也是如此,看待真神巅峰境界的外宗弟子,如同高山,现在,他自己到达这种地步,才知道当时的自己多么可笑。 那考核弟子摇了摇头,开始准备考核,释放出韬熊。 韬熊,本身和熊一样,但是比一般的熊更加魁梧壮硕,身体毛发,也是更加的强劲。 一名真神初期的弟子,走上前去。 紧张什么? 那考核弟子忍不住骂道,你是真神初期,这小熊崽子也差不多,都没成年,你怕什么? 快点,速战速决,否则,考核为零。 听到此话,那青年大喝一声,立刻冲出。 一刀斩出,顿时,一道道磅礴气息出现,此人修炼的刀法,还是很凶猛的。 可是那一刀斩在韬熊爪子上,根本没有任何创伤。 看到此景,考核弟子忍不住眉头皱起,摇了摇头。 最终,青年失败而告终。 未战而胆怯,他根本不可能胜出。 接下来,考核继续进行。 即将轮到沐云之时,突然,不远处,走来几道身影。 为首一名灰山男子,身材挺拔,双手腹后,被几名弟子众星拱月一般围着。 屈伤师兄,有我们盯着就行了,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一名弟子恭敬道。 我来随便看看而已,你们外宗弟子,每天要处理这些考核的事情,也挺忙碌,看看也是应该的。 屈伤师兄严重了,严重了。 对了。 那胸口绣着白剑印记的男子,淡淡道,此次考核,有没有一个叫沐不凡的? 沐不凡? 似乎没有,不过有一个叫沐云的。 哦! 沐云! 范驱商一得到家族的消息,便是赶了过来,听族长所说,杀了范天阳的,就是一个姓沐的和一个沐不凡还有三个人。 我看看信息。 范驱商接过登记的信息,道,沐云,严重来的,严重来,是要经过,很有可能就是他。 范驱商不动声色还回去,道,这个沐云我知道,不是好人,心术不正,这样的人,可不能进入到我们剑神宗内。 屈师兄和此人有仇。 闻。 范驱商哼了一声。 小人懂,小人懂,此子,不配进入到我剑神宗,小人立刻取消他资格。 行了,没其他事情,我就是来看看,你们该干嘛干嘛。 范驱商再次嘱咐道,此人,我看看在哪里。 是。 顿时,范驱商在几人带领下,朝着沐云那边走去。 而此刻,已经是轮到了沐云对阵涛雄。 真神后期境界的他,加上对荡剑天爵的熟悉,面对涛雄,根本不是问题。 三下五除二斩杀涛雄,那考核弟子大家赞赏的看着沐云。 不错不错,真神后期,面对涛雄,有条不紊,沐云,好样的。 什么好样的? 只是那考核弟子话语刚落下,一道训斥声突然响起。 几道身影走近。 那外宗弟子贺道,楚阳,你看清楚了,这小子,叫沐云对吧? 范师兄说了,此子心术不正,不配进入到我见神宗内,立刻赶出去。 楚阳,便是负责沐云等人考核的。 贺云龙,沐云是参加考核来的,品行端正不端正,日后宗门会有专门的长老考察,我们只管挑选他资质够不够就行了。 楚阳也是开口道,我说这话,没错吧? 呵呵,没错,是没错。 范区商此刻走出,道,楚阳是吧? 很不错,是个好苗子,做事认真负责,以后再外宗,报我范区商的名字,谁敢找你的事,告诉我即可。 不过,这小子,名叫沐云对吧? 是和沐不凡一起来参加考核吧? 此子品行不端,何必浪费长老日后考察,我既然知道,今日提出来,将他撵出去就是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 范区商话语突然冷漠,道,我让你将他赶出去,你听到了吗? 楚阳此刻脸色难看,可是对方是内宗弟子,而他不过是外宗弟子,整个剑神宗内,内宗弟子只有两三万人,而外宗弟子却是足足有十几万人。 这之间差距,可想而知。 一个真神,一个地神,彼此间,可谓是天差地别。 我倒是谁,原来是范区商你呀。 正在此刻,一道弹笑声响起。 那蓝山弟子此刻走来,道,范区商,你不在内宗待着,跑到外宗来干嘛? 今日负责考核,好像是我,不是你。 我身为内宗弟子,来看看也不妨是吧。 当然,可是看归看,但是,别插嘴。 王林毫不客气道。 好,好。 范区商看着王林,冷漠道,王林,不错嘛,抱上了云与飞师姐的大腿,现在说起话来,也是直起腰杆来了。 我只是按照规章办事。 听到此话,范区商身体忍不住发颤,可是这里是宗门,动手是大忌。 冷冷看了王林和沐云一眼,范区商直接甩袖离开,隔很远都能够感觉到他身上的怒气。 多谢王林师兄。 沐云拱手道。 你怎么招惹他了? 王林淡淡道,范区商,乃是距离我们剑神宗数百里远的樊城范家人,范家在我们剑神宗内,可是有不少优秀人才,像最厉害的封号弟子范一山,便是范家当金组长的弟弟,到达天神境。 姐,实力强横。 日后在宗门内,还是小心点吧。 多谢王林师兄。 沐云此时此刻也是反应过来了。 范家。 此人摆明找木不凡和他,看来,做事没做干净,被人抓住把柄了。 没想到刚刚到达剑神宗,便是遇到这么一回事,沐云也颇感无奈。 不过,这样的生活,才够刺激。 接下来的考核,对于沐云和谢卿来说,根本不算是,两人也是轻松通过。 而最终,原本参加考核的上千号人,此刻,只剩下不到五十人。 怪不得宗门外每天那么多人来来回回等待,很多人不死心,根本不愿意离开。 这种选拔,确实是苛刻。 王林带着剩余五十几人,排成两队。 我先带你们领举服饰,号码牌等等,做好登记,然后会给你们一本宗门手册,里面不仅记载了宗门发展,还有我们剑神宗在南卓裕的地位,以及关于整个神界内奇山溢水之地,不可思议之处等等,扩大你。 闷得见识。 王林带着五十多人走向弟子学堂,专门负责制作令牌的长老们,已经等待。 号码牌,是你们身份的象征,凭借号码牌进出宗门,丢了要报备,否则会严惩,出行在外的话,遇到其他势力的人,亮出我们剑神宗的身份,还是方便许多。 至于手册,里面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可以过后再看,现在,各自领取号码牌,我带你们在宗门内浏览一遍,必须告诉你们,有些地方可以去,有些地方不能去。 王林看着众人佩戴好服饰标志,领取各自号码牌之后,带着五十多人,离开此地。 第1774章 功劳点 这里是事务阁,外宗弟子事务阁,专门领悟任务交接任务,兑换宗门功劳的地方,以后你们会经常来的。 在宗门内,外宗弟子是没资格得到宗门修炼资源的,唯有内宗弟子,封号弟子,宗门会专门发放神经给予他们修炼,而且是中品神经。 一颗中品神经,淡红色,其中蕴含的神力,可以说是一千颗下品神经都比不上的,所以市面上说是一千下品神经兑换一颗中品,可是根本没人傻到去兑换。 王林看着众人,再次开口道,记住,在剑神宗内,不断做任务,积攒功劳,可以兑换修炼的神经,也可以兑换修炼的神觉。 你们看,这里,是天书阁。 展现在众人面前,是一座远拱形的建筑,那建筑,从面前一面看去,进进出出,足足有数十个通道,都是三米多高的大门。 一共分为三层,占地面积,简直比当初沐云的阎蒙大本营还要大一圈。 这就是天书阁,做任务得到奖励,便是可以到天书阁兑换神觉,第一层是外宗弟子所需去之处,第二层则是内宗弟子,第三层则是封号弟子。 众人看到那建筑庞大,皆是心神澎湃。 做任务,得功劳,当然,你有足够的神经,也可以用神经来兑换功劳点,用来购买宗门内的神觉,神丹等等。 反正说到底,没有功劳点,在宗门内,做什么事都行不通。 众人牢记 紧接着,王林带着众人来到一处五场,五场四周,还有许许多多的亭台楼阁,一个个看起来都是异常精美,建造的磅礴大气。 整个剑神宗,将剑神山脉的源头都占据了,可以想象,到底多么浩瀚。 牧云也算是发现。 单单剑神宗占地面积,至少是相当于一周郡。 可是不同的是,周郡居住人口都是上千万,剑神宗内才多少? 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二十多万。 这么浩大的地方,当真是令人心神向往。 尤其是那修炼场地。 有重力士,引力士甚至还能够模拟各种恶劣天气,让武者凝聚一丝魂魄,进入其中战斗。 这些都是巧夺天宫的建造。 剑神宗身为难卓裕霸主,果然是够强大。 牧云现在不过是真神后期,在十八周郡内,是顶尖的存在,可是来到剑神宗内,他就是殿底的弟子。 内宗弟子,封号弟子。 这些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去攀爬。 不过,剑神宗便拥有如此强大的排场。 那所谓的神舟大帝,到底多么浩瀚。 而十大古族,凌驾于神舟大帝之上的存在,又是何等光芒。 牧云非但没有任何的迷茫,反倒是充满斗志起来。 曾经,他在第二世第一世之时,不都是靠着自己努力,一步步拼搏上去的吗? 这一世,在仙界,他靠着重生的记忆,快速提升,而现在到达神界,他没有那种超强的通晓一切的本事。 可是这样,更是一段崭新的路。 南卓裕,神舟大帝,古族,他会一一到达,见证那些曾经被他统治的天才们,时隔数万年,他们,是否还是如此恐怖畏惧自己? 另一个自己。 好了,该带你们看的地方,我都带了,下面,我嘱咐几句。 外宗弟子修炼,有固定的外宗长老,都是帝神境界的长老,给你们讲解,定期开课,错过不后。 当然,你们可以根据自己薄弱之处选择对应的课程。 还有,剑神宗,封号弟子的山峰,都有标志,不能够随意攀登,擅闯入者,杀无赦。 再有就是宗主大殿,也不得擅自进入,除非你成为封号弟子。 最后一个地方,只绝对绝对不能进去的,藏剑种,此地,别说是你们,就是我,包括封号弟子,进入其中,也唯有死路一条。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不可以进,而是想死的话,就进去吧。 听到此话,众人都是好奇不已。 王师兄,藏剑种内,是什么呀? 不该问的别问。 王林脸色冷漠道,你们只需要知道,千万不要进入到里面就行了,否则,绝无生还的可能,曾经有一位封号弟子,乃是宗主亲传,心性高傲,被人即将,进入其中,还是宗主最终出手,将其带出。 不过出来的时候,只是一具尸体了。 听到此话,众人都是心惊挡寒。 封号弟子,那可是天神境界,天神,对于他们现在而言,就是鼎天的存在了。 试想想看,若是能够到达天神境界,那回到各自周郡内,可是关宗要组的强者,掌控一周一郡,不是问题。 南卓狱本身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越是靠近剑神宗的周郡,武者的实力越是强大。 所以一些周郡的实力底蕴也越强大。 那即便是强大,处在天神境界的,也是周郡之中的一把手了。 这也是为何封号弟子区区数百人的原因,天神,可不是那么容易晋升的。 我劝你们别想那么多。 王林开口道,古往今来,剑神宗内,我所知道的,从真神境界突破到地神境界,百里存一,而从地神境界突破到天神境界,万中无一。 要不然,咱们剑神宗内,也不可能内宗弟子两三万人,而封号弟子不过区区百人。 王林的话,可谓是极大的打击众人。 只是刚入剑神宗,看到如此新潮澎湃的地方,他们怎可能不胸怀大志。 这一点打击,被众人自动忽略了。 好了,这一片,乃是你们外宗弟子居住的地方,全部是一座房屋和一个庭院,即便是外宗弟子,住宿也很好了。 若是到达内宗弟子,可以居住在拥有灵阵的附近,不仅仅是独立的院子,更是独立的修炼室都有。 至于封号弟子,那是凌驾于外宗和内宗之上的,所以,你们见了面,是要行礼的,他们的住处,自有一座灵阵阵眼,日日夜夜修行都不间歇,那才是最该向往的地方。 王林说到此处,自己也是艳羡不已。 封号弟子,权威甚大,谁不想成为封号弟子啊? 对于外宗弟子,封号弟子甚至拥有生杀大权,对于内宗弟子,封号弟子就算是杀了,宗门处罚,也不会做出太大的惩治,只是象征性的处罚罢了。 毕竟,宗门的延续,靠的是那极少数的顶尖弟子为主力,而不是硕大的低境界弟子群落为主力。 这个道理,谁都懂。 公平,只是相对而言的。 沐云对照自己号码牌,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整个剑神宗,最外围的部分,都是外宗弟子居住的房屋,一眼看去,层层叠叠。 而其次就是外宗弟子修炼的一些地方,包括一些山谷。 巷内则是内宗弟子的所在地,内宗弟子独居都是二层小楼,衣山傍水,环境静谧,十分适合修炼,唯一缺点就是修炼所需灵阵,需要到聚集地。 至于封号弟子,独自占据一座山脉,拥有一个灵阵阵眼,散发出灵气,日日夜夜修炼。 这就是差别。 沐云进入房间,没多久,敲门声响起。 大哥。 看到沐云,沐不凡黑黑笑了笑。 咦? 不凡,你怎么跑得比我还快? 谢卿此刻从旁边庭院翻墙而入,直接笑道。 我比你们早些时间进来,看到分房,就和旁边的人商议了一下,与你靠近。 嗯,你与我住隔壁,我比较放心。 沐云点点头。 看到不凡的瞬间,沐云就想起自己第二世之时,从狼群之中脱离,离开森林,到达人类城市之时的感受。 或许是有相同的经历,使得沐云对不凡有一种格外的亲近感。 赵严鸣此刻也走了过来。 四人聚齐,唯独卢玉雪没来。 房间还可以,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还凑合的修炼室,院子里好歹有些灵花灵草,虽然没什么用。 赵严鸣但笑道,王林带我们自是晃悠晃悠,许多地方我们还不知道,不如去看看。 没问题。 四人用号码牌关闭自己的房间,便是离开。 剑神宗,面积颇大,单单是外宗弟子修炼场地,都划分了东南西北四个区域,而且彼此间距离还不近。 现在他们四人都是外宗弟子,内宗一些地方,是不能近的,封号弟子的山峰,更是不行。 不过偌大的外宗,也足够四人逛半天了。 沐云还到了事物阁,将自己身上积累的数百万下品神经,全部转化成了功劳点,日后在宗门内,用得着。 而且以他现在的修为,下品神经修炼,确实是利有不歹。 可是这一兑换下来,沐云才发现,自己穷得可怜。 数百万下品神经,兑换成功劳点,居然只有七百多点。 七百多点,简直是太坑了。 七百多万下品神经,七百多点,也就是说,一百万下品神经,不过是一百点。 这价值,未免昂贵了太多。 不过,参观了天书阁之后,沐云感觉,还是值得了。 虽然爷爷和太爷爷知识存储丰富,可是爷爷目封尘精通的剑术,信手拈来的剑诀和理念知识,一套一套的。 而太爷爷更是精通于丹术,天下神诀繁多,沐云需要选择一门适合自己的。 第1775章 盟会 沐云参观天书阁,狠心花费了三百点贡献,买下一本二品中等神诀,是一门执法。 通灵卖指 他现在左右手臂皆是第一势,虽然力量受到身体限制被压制,可是也是极其强大的。 这门执法,对于他而言,刚好适合。 极为适合锻造双手的强硬度。 而且沐云也花费了四百多功劳点,直接给步凡买了一双拳套。 沐步凡此刻也是兴奋不已,紧握拳套,拳拳挥出,气息鼓动,显得是极为得意。 四人又随处逛了逛,看看四周景象,颇为高兴。 最终,找到来时的路,四人便准备回去。 卢玉雪,上次我就告诉你了,加入我们盟内,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风云会背后可是那宗天灵榜榜上有名的两位。 你跟着我们,将来还愁在宗门内没有地位吗? 少宗,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了。 卢玉雪的声音响起,不满道,我进入剑神宗内,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加入什么盟会的,什么风云会,我没兴趣。 卢玉雪,你还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为首一人喝道,风云会在外宗弟子上前,内宗弟子也有数百,在剑神宗内,不算是小盟会了,你最好考虑清楚。 少宗,我考虑得很清楚了,我不会加入你的风云会的。 你找死。 这位师兄,人家不愿意加入,干嘛强迫人家呢? 正在此刻,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沐云四人此刻出现。 看着前方,沐云道,少东师兄是吧? 既然他不愿意,你就别强迫了不是,强扭得瓜不甜。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轮到你指手画脚了? 少东顿时喝道,你想死,我成全你。 赶伤我大哥,找死。 沐云还未出手,沐不凡此刻直接一步跨出。 他刚得到的一副拳套,乃是增强力量,现在配合上他本身力量的强大,综合起来,使得他身体力量得到成倍的增加。 虽然只是真神初期,可是沐不凡的力量,却是超越初期层次太多太多。 砰。 顿时,一拳相碰,两道身影各自退开。 沐不凡身影量呛,看起来不太好,可是那少东,却更是脸色苍白,一口鲜血喷出。 看到此景,卢玉雪震惊在原地。 他可是知道,少东乃是风云会在外宗弟子之间的翘楚,本身乃是真神后期顶峰境界,沐不凡,不过是真神初期。 两人对碰,看起来,不分胜负。 这也太恐怖了吧。 卢玉雪不是没看到沐云的实力,沐云越级挑战,斩杀对手,确实是很轻松。 可是沐不凡的越级,太夸张了。 单单凭借一股蛮力,能够有此变化,当真是不可思议。 呸。 吐了一口痰,少东看着身前几人,道,你们几个,来自何盟何会。 一个小小的真神初期,差点让他吃大亏,少东肯定,这几人来历不简单。 不好意思,我们哪一个盟会都不是,只是这位是我朋友,我看你强迫我朋友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便出手了。 好,好,我记住你们了。 少东哼道,卢玉雪,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会后悔的。 少东哼了一声,直接转身离开。 而此刻,卢玉雪看着沐云四人,呼了一口气。 多谢你们了。 卢玉雪点头道谢。 不客气,毕竟我和你爷爷也算是有些交情,帮助你也是应该的。 不过此次,只怕是惹上大麻烦了。 嗯? 卢玉雪皱起眉头道,风云会,在外宗弟子之间,很有影响力,两位会长,乃是内宗天领榜前摆的高手,风行天,允记二人。 外宗负责人是莫凡,此人乃是真神大圆满境界了,随时可能踏入到内宗。 风云会外宗弟子上千人,内宗弟子数百,是一股不弱的盟会。 得罪他们,恐怕日后有麻烦了。 沐云听到这些话,却是边走边说道,天领榜。 那是什么? 还有盟会,是怎么回事? 难道宗门不管? 外宗弟子,若想进入内宗,不仅仅是到达地神境界,更要在地领榜前三百位。 而天领榜,乃是内宗弟子榜单,在这之上,据说还有一个风龙榜。 风龙榜上,都是封号弟子,他们人数稀少,竞争性不大,所以宗门开辟此榜单,为了督促他们彼此互相修炼竞争起来。 地领榜,天领榜,风龙榜,还有盟会。 沐云苦笑道,果然是无论到哪里,都逃不开这些东西的束缚。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利益争执,一旦利益出现争执,抱团就成了正常现象。 这一世走来,他遇到的宗门内和学院内的党派,已经不稀罕了。 风云会在宗门内,不算是大盟会,真正的盟,只有四个。 天子盟,战盟,雪盟和影盟。 这四大盟,背后都有封号弟子在撑腰,所以在宗门内,别说是弟子,就算是一些外宗长老,内宗长老都要供着。 看来剑神宗的水很深啊。 沐云淡笑道。 谢青咧嘴道,怕个球。 他们有联盟,我们也搞个自己的联盟就是了,就叫云盟,多霸气,或者是清盟,到时候,人家抱团打上来,我们直接踢飞了就是了。 听到谢青此话,几人都是哈哈一笑。 这话,也就从谢青口中说出来比较好听了。 告诉卢玉雪,有麻烦了来找他们,几人便是各自回到了各自房间内了。 沐云回到房间内,便是开始修炼。 通灵卖指,共分九势,九势运转原力些许不同,但是最终此执法的威力,却是要看能够贯通多少手指。 贯通实职者为绝佳。 西职者算是优秀。 无职者一般。 沐云不修炼则已,既然修炼,自然是要凝聚出食指。 坐下身来,沐云便是开始琢磨。 日落西山,沐云站起身来,到院中,取出一杆长枪。 这长枪乃是乾坤大洋枪,当初他得到知识,根本没使用过。 但是上次事情发生之后,沐云能够感觉到,他脑海内,逐渐演化出一些枪式来。 那些招式,他之前没学过,可就是出现在自己脑海内了。 这些天一直萦绕不去,所以他干脆练习起来。 久而久之,居然是形成了几套枪诀的感觉来,只是沐云叫不上来名字而已。 有意思,你的枪诀,有你当年四五岁的时候一些模样。 沐云尘看到此景,夸赞道。 爷爷,您是在损我,还是在夸我呀? 当然是夸你了。 沐云尘笑呵呵道,你傻小子,可知道,神界枪术之计,你若论第一,无人敢争第二,甚至你自己开创了许多独门绝学的枪招,那时候的你,就是一名枪术宗师,不对不对,应该是鼻祖。 有多少人梦寐以求能够有你四五岁枪术的功底,就乐呵呵了。 听到此话,沐云尴尬一笑。 或许是因为他融合了自己右手,或多或少,带着自己的记忆,因此与现在的自己融合。 第一是神魂受损,只有极小一部分得以重生,变成第二世的先王,而第二世的他,自暴因为诸仙徒,魂魄未死,到现在的第三世。 说到底,他体内现在虽然是完整的一个神魂,可是归根结底,是他前世一部分神魂滋养生长而成,并不是完整的第一世。 此世,定要将所有神魂找回,回忆起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惜,你现在只能将我和你太爷爷引导出来,若是能够将七世祖引导出现,就可以学习炼制神器,若是将你六世祖引导出来,就可以教导你一些枪术了。 你六世祖目问天,昔日也是一位枪术大师,后来嘛,算是你超越了他,可是至少现在,他还是能够教导你的。 这件事情也急不得,引动圣碑,需要我实力提升,现在在真神境界,引动太爷爷不错了,日后到达地神,估计可以将七世祖引导出现,教导我炼气。 至于六世祖,五世祖,四世祖。 并不着急。 慕风尘也是点点头。 其实,还有一点,此番,你引动了圣碑,那九块圣碑内融合的九大神功,将会被引动,我的流星暴雨,你太爷爷的地暴天云,还有其他几位氏族。 但是,我们能够教导给你的,全部教导给你,你慢慢学,可是你切记,你一旦学成,那便是我们墓足的希望,你若死了,我墓足九世积累,就彻底没了。 爷爷,你的意思是,我开启圣碑,所以这圣碑内,您九老留下的东西,我一旦开启,若是我死了,将会彻底消失。 没错。 慕云此刻只感觉顿时压力增加。 以前,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生死,可是现在不行了。 身上背负的仇恨足够让他走下去,关于自己,关于墓足的,这些事情,都需要解决。 爷爷放心。 慕云斩钉截铁道,我定然是不会死,不会让那些期盼我死去的人,开怀大笑。 嗯? 慕云意念退出碧落黄泉图,再次来到诸仙图内。 归一? 干嘛? 归一懒洋洋道,用得着我就着我。 用不着我就不着了。 你可看出来,这个毛毛,是什么人? 慕云不可思议道,就算是力量积淀好,可是也不可能一拳能够和少东那等真神后期顶峰的人平手啊。 这个问题,困扰慕云很久了。 第一千七百七十六章丹愿 哼,不知道吧? 慕云吃笑道,不知道就来问我了。 问你爷爷太爷爷去呀? 多大的人了,还吃醋? 慕云劝慰道,以后有什么问题都来问你行了吧? 滚滚滚,我吃醋。 你要不要脸。 我看你是和那祖龙后裔在一起时间久了,自己也不要脸了。 那你告诉我呀。 告诉你。 瑰义哼道,你没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吧? 当然不会忘了,帮你寻找神器,而且是带有洪荒气息的神器。 慕云苦涩道,可你也看到了,我现在不过是小小的真神,哪能够碰得到洪荒神器呀? 那倒不一定。 瑰乙自得道,不是说高等级的神器,采用有洪荒气息,低等级神器,由于原材料,晶石,铁矿等等原因,皆是可能拥有洪荒气息。 你进来。 瑰义说着,慕云神魂化作一道身影,进入到诸仙图内。 如你所见,诸仙图内,拥有海量的炼丹器材,炼器器材包括神觉神经等等,可是这些,你都无法获取。 之前的我,可以帮你,现在我实力低微,帮不了你。 顶多帮你拿出几件虚神器,虚神丹。 所以,你若是找到蕴含洪荒气息的宝贝,不管是丹药还是神器,任何东西,给我吞噬,我实力增长,便是能够帮助你从诸仙图内拿出更多的好东西来。 听到瑰义寻寻善诱的话语,慕云身体一个机灵。 我怎么感觉你在给我下套? 就你这个德行,值得我为你下套。 瑰义哼了哼,不屑道。 慕云嘀咕道,本来就是,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告诉我的事,若想从诸仙图的神空宝洞内获得宝物,我需要挑战白衣护卫,成功即可获得,现在又变成了你赐予我的了。 我那是为了磨练你,要是把大把宝贝都给你,你还知道修炼吗? 慕云也懒得和瑰乙在这上面纠结了,道,你的意思就是和我做交换,我为你找到恢复你伤势的洪荒之气宝贝,你给我里面的东西,对吧? 嗯? 行。 慕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至于那个毛毛,我也不能确定。 慕云淡然道,你该知道,神界浩瀚,你们人类自居神界中央,其实在神界内其他地方,强大的龙族,凤族等等,许多,那个毛毛,我初步怀疑是,泰坦族。 泰坦族? 没错,传闻世间,泰坦一族,乃是天地诞生,各个身材高大,气息轩昂,也可以说他们是巨人一族,天生神力,修炼强大,力量越强大,翻天倒海,甚至可以,吞天破地。 规矣神秘道,此子并未到达神境,便可以和真神后期顶峰的少东持平,很有可能。 泰坦一族。 慕云心中凛然。 世界之大,当真是无奇不有,看来神界,并不是如同他想象的那般简单。 将荡剑天爵和通灵脉指练习熟络,慕云这才安然去休息。 体内五道硬痕,将神源冲涩,他体内的神力,也是到达一种恐怖的层次,单单是力量,超越真神巅峰层次,足足百龙之力。 不过他现在只是外宗弟子,在剑神宗内,不算什么。 浩大的剑神宗内,外宗弟子十几万人,内宗弟子两三万人,居住的地方,更是和外宗弟子不同。 内宗弟子所在之地,都是一山傍水的二层小楼,院内更是郁郁葱葱的灵草灵药。 此刻,内宗弟子所在之处,一间房屋内。 少东,你太丢人了吧。 一名身着锦色雕球的青年哈哈笑道,一个真神初期,和你持平。 还是一个看起来十几岁的少年。 百号城。 少东此刻脸色铁青,哼道,如果你来就是嘲讽我的,那请你离开。 好了好了。 另一名面带笑容的青年道,百号城,你少说几句吧,那个少年,估计不简单,不然少东不会吃亏的。 袁启峰,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吃亏,是,没占到便宜而已。 哈哈。 听到此话,百号城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好了好了,不说你了。 百号城笑道,找个时间,我给你找回脸面,此次我来是告诉你们,莫凡大哥说了,咱们风云会两位会主,现在都打算闭关,突破到天神境界。 此话一出,袁启峰和少东二人皆是一正。 袁启峰激动道,你的意思是,两位会主,现在已经都是地神大圆满境界,准备突破,获得封号弟子席位。 没错。 百号城也是一脸傲然。 内宗弟子,虽然在剑神宗内也是地位高强,可是和封号弟子比起来,依旧是渣渣。 整个剑神宗,外宗弟子十几万,内宗弟子两三万,可是封号弟子多少? 不过是区区百十人而已。 天神境界,如同覆盖在众人头顶的天一般浩荡,一入天神,那在南卓域内,便是强者之列。 至于他们宗主那等层次的神军强者,整个南卓域,加起来也不超过百人,都是顶尖的顶尖。 若是他们会主迈入到天神境界,那他们风云会,就有资格称为风云盟,到时候,他们这些弟子在外宗内,横着走都没事。 好了,百号城,你别卖关子了,又有什么吩咐? 百号城继续道,两位会主要突破天神,缺少一味材料灵狐神玉叶。 灵狐神玉叶? 没错。 百号城淡然道,灵狐神玉叶,对于的神大圆满境界舞者沟通天地,有很大的好处,那玉叶融合,使得帝神境界舞者能够开启天魂,帮助两位会主提升。 果然又是苦差事啊,袁启峰苦笑道。 也并不是。 还不是。 看着百号城,少东哼哼道,灵狐神玉叶,乃是二阶神兽赤羽灵狐地盘上才有,我们要去剑神山脉深处寻找,这就很难了,而且就算是找到了,我们还要厮杀。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没什么好处。 你呀你呀,少东。 百号城苦笑摇头道,我能让你一点好处没有吗? 说说看。 灵狐神玉叶诞生在赤羽灵狐地盘不假,可是更是需要灵狐神玉才能孕育出来。 百号城神秘道,灵狐神玉,对于我们真神境界舞者,凝聚印痕,可是有天大的好处的。 我们此次主要目的寻找灵狐神玉叶,可是收集灵狐神玉的话,凝聚印痕,对我们自身提高境界,可也是大有好处。 此话一出,袁启风和少东二人目光一亮。 二位,这件事情,我找风云会的你们来办,没找其他人,可是为了让你们立功的。 袁启风开口道,行。 少东也是激动道,没问题,既然如此,老子这次提升到真神巅峰境界,再去找那个卢玉学,这次,老子一定好好教训他们。 几人商定完毕,便是开始制定计划。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沐云休息完整,便是呼了一口气。 他现在体内五道硬痕圆满,真神后期境界,愈发强大。 不过,想要提升,还是需要多多磨练。 谢卿,赵延明,沐不凡三人,也是来找到他。 沐兄 赵延明听了沐云的话,道,想要提升磨练,一个是靠自己练丹,咱们剑神宗内,有许多强大的丹师,都会招收丹徒,帮助他们练丹,处理丹房事务,你可以啊。 哦! 我听说剑神宗内,有七位强大的五星神丹师,他们手底下都有许多丹徒,一旦成为他们的丹徒,不管是外宗还是内宗弟子,那地位都是高高在上的。 赵延明显然是做了不少调查和功课,笑道,以你二星神丹师的身份,应聘成为一名丹徒,还不容易。 到时候,还能够依靠自己的练丹本师,偷偷摸摸为自己练丹,也不愁要财什么的。 确实是个好主意。 沐云笑了笑。 当然,还有第二种办法,那就是到事务阁内,领取任务,做任务,可以提高自己实力,也可以赚取功劳点,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且很快。 嗯? 沐云点头道,既然如此,那就两手准备,一边去应聘丹徒,一边去做任务,提高实力。 申请丹徒需要一些时间,现在就可以先做准备。 好。 打定主意,沐云便是和赵延明一起离开院子,前往申请丹徒的地方。 剑神宗内,有专门的神丹师炼制神丹,供应弟子和宗门长老们修行,以弟子们功劳点兑换来需求。 而且丹师向来是地位高崇,所以剑神宗专门建造了一处地方,作为丹师们炼丹之地。 丹院 丹院在剑神宗内,是一处颇为独特的地方。 一般而言,丹院内的事情,乃是丹院七位执事长老管理决定。 对丹院执行管理的,就是宗门的九大座上长老都没资格,只有宗主有资格。 而这七位执事,便是剑神宗内赫赫威名的七大五星神丹师。 此刻,站在丹院大门外,看着灰红壮观的大殿,在山谷内临刺之笔,光芒四散,阵阵丹乡席卷开来,就是沐云,也不得不赞叹,剑神宗对神丹师,确实是拿出了应有的恭敬对待。 你们站在这干嘛? 正当沐云和赵严明站在丹院外发愣之时,一道喝声突然响起。 第1777章 西梦大师 这位师兄 赵严明拱手道,我们是来丹院内谋得一份丹徒的职位的。 丹徒? 那出现的青年,长马脸,大嘴巴,看着沐云和赵严明。 就你们两个外宗弟子。 赵严明也不动怒,笑道,不是我们两人,是这位,沐云。 你? 那青年看着沐云,笑道,行,跟我来吧。 话语落下,青年转身看着赵严明道,丹院重地,除非丹徒和丹师,其他人禁止入内, 对,你在外面等着。 是是是。 赵严明微微一笑。 沐云看着这马脸男子,摇头苦笑。 这男子,倒是很霸气,看其服饰,似乎也是一位外宗弟子,可是举止形态,却像是内宗弟子似的高傲。 我叫林俊生,是这丹院的看门弟子,别小看我这个看门弟子,来来往往的弟子,就是内宗弟子,也要见了我,恭恭敬敬称呼一声林师兄,你小子,什么资历啊。 那马脸男子淡淡道。 哦,林师兄,在下沐云,外宗弟子,是一名二星丹师。 沐云拱手道。 二星丹师。 林俊生顿时一正。 随即感觉自己失态,咳了咳,道,呃,那个,二星神丹师,确实试了不得了,不过也不能大意。 多谢林师兄指点。 呵呵。 林俊生咳了咳,没有开口。 可是心中已经是掀起一阵风浪来了。 之前也有一些神丹师弟子来应征丹徒,可是大多都是一星神丹师,而且一些只能够炼制出下品须神丹。 至于来到此处应征丹徒的那些二星神丹师,哪一个不是高傲的鼻孔朝天? 他之前就皆赢了几个,因为自己态度不好,直接翻脸,还放话让自己好看。 在剑神宗内,被一名二星神丹师惦记上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位二星神丹师,日后的怀恨在心。 能够成为二星,那就能够成为三星神丹师,将来把自己记恨住了,只要成了三星神丹师,那不知道多少内宗弟子愿意帮其出头。 林俊生立刻收敛了自己高傲的一面,看着沐云,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看到林俊生奇怪的表现,沐云也是有些不明所以。 刚才还是一副高高在上,高冷的样子,现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情了? 沐云哪里知道,林俊生听到二星神丹师这个称呼之后,心里经过了怎样的挣扎? 沐兄弟,我看你人不错,所以和你说一些话。 林俊生突然开口道,今天,一共来了四个丹师,哦,四个二星神丹师,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可可,其实平常,没有那么多的二星神丹师来这里应征的,这四人,都是心怀不轨,想要拜入到西梦大师门下做丹徒。 西梦大师? 对呀。 林俊生急忙道,你该不会不知道他是谁吧? 不知道。 看到沐云摇头的样子,林俊生有一股看着山野村人的感觉看着沐云。 剑神宗内,七大五星神丹师,就连宗主对他们,都是以礼相待,十分客气。 这七位大师,可都是位高权重,其中,顾安生顾大师,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个,上品的顾元神丹,顾大师都可以炼制出来,可以说是丹院的院长,地位崇高。 其次,譬如邓通大师,燕无双大师,汤墨大师,江文贤大师,游方玉大师这五位大师,都比不了顾大师。 但是西梦大师不一样,他是来到剑神宗最短的一位丹师,可是炼丹手段,却是比那五位都高明,而且据说,他比顾安生大师还要厉害一筹呢。 听到此话,沐云点了点头。 七位大师,他也听过名头,都很厉害。 不过和他没什么关系。 有太爷爷沐风孝在,这些人,他还真不稀罕让他们教导自己炼丹。 看到沐云还是一副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林俊生真是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对什么事情都是这副样子表情。 嘿嘿,沐老弟。 林俊生也不介意,继续道,其实还有,这位西梦大师,嘿嘿。 看到林俊生嘴角哈拉子都要流出来了,沐云一步后退,远离此人。 呃,那个,沐老弟别见怪,西梦大师,虽然称作大师,可是很年轻,看着与我们一般,是一个十足的美女呀。 嘖嘖,那修长的白玉一般的双腿,那亭亭玉立的身材,纤细的腰肢。 林俊生越说,口水真是流了出来。 林俊生,你来这里做什么? 正在此刻,一道交合声突然响起。 啊? 突然,二人面前,一道身影出现。 来人一身浅绿色短裙,掩过膝盖,上身一件绣着淡淡花痕的裙衫,双手附后,脚踏白靴,一步步走过来。 啊? 啊,啊! 林俊生看到此人,顿时心中惊慌失措,不知所言。 沐云心中嘀咕,这女子虽然长相清纯可爱,可是明显不是林俊生刚才描述的西梦大师,怎么这么紧张干嘛? 我问你话呢? 女子走上前来,看着林俊生,道,像个大傻子一样,问你话,回答。 哦哦! 林俊生脸一红,道,星儿小姐,这位是弟子沐云,二星神丹师,来应征丹徒的,刚好西梦大师在招收丹徒,我带她去。 二星神丹师? 女子看着沐云,上下打量道,真的假的? 自然真的。 沐云不动声色道。 好,既然如此,你也不用跟我姐姐了,干脆跟着我吧。 女子笑道,我西星儿,也是一位四星神丹师,我姐姐手下不缺丹徒,我刚好缺一个,跟我走吧。 啊? 林俊生一愣。 啊什么呀? 西星儿拍了拍林俊生脑袋,道,好了,你走吧,我带她去。 可是星儿小姐,成为单徒,还是要经过考核的,她还没经受考核呢。 林俊生急忙道。 我说了,我带她去。 西星儿不满道。 那好吧。 林俊生颇显失落,低下头去。 看到此景,沐云大约明白,恐怕林俊生对西梦大师,只是男人对女人的单纯占有妄想。 但是对这个西星儿,恐怕更有一番情意在里面。 西星儿带着沐云离开,左转右转之下,来到一间大殿前。 整座大殿,古色古香的仓墓打造,威武庄严之中,给人一种沉静优雅的感觉。 迈步进入到大殿内,几道身影出现。 为首一人,双手腹厚,身材高大,气息更是绵长,而且整个人坐在上方,给人一种十分冷漠的感觉。 渡河 西星儿进入大殿内,看着那坐着的男子,直接开口道。 星儿妹妹 你怎么来了? 那男子站起身来,急忙迎来,笑道,今天给你姐姐挑选一名新的单徒,这不,来了四位报名的外宗弟子,我来帮着考核一下。 这个也是,你连他一并考核了吧,如果合格的话,跟着我,做我的单徒就行了。 西星儿随意道。 好。 杜河目光打亮了沐云一番,那一幕瞥来,竟然带着一抹隐晦的杀机。 虽然杜河隐藏得很好,可是沐云还是能够感觉到。 他确定,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杜河,这家伙,居然对他有一丝杀机。 此刻看来,唯一的原因,恐怕就是西星儿了。 看来,这杜河对西星儿,也是有好感。 沐云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人,细微之处,足以看出一些人对他的态度。 星儿小姐。 可正在此刻,一道不卑不坑的声音突然响起。 那四位候选人之中,一名男子走出。 此人一身青衫,腰术宝袋,也算俊气,可是眉宇间,却是有一股力气。 星儿小姐,在下颜柯,外宗弟子,是一名二星丹师。 颜柯自我介绍道,星儿小姐若是需要丹徒,我想,我们四人,未必不如她,不如我们五人比上一比,星儿小姐和西梦大师二位,选择我们其中两名最优秀的丹徒。 对对对,星儿小姐,怎能如此草草决定。 在下西门义,也愿意和几位比一比。 在下万卿,也想比一比。 我逢生也想比一比。 顿时,其余三人也是站出身来,自信款款道。 牧云看着四人,嘴角一抹笑容出现。 虽然她不介意跟着西梦还是西星儿,可是,西星儿选择她,现在被人挑衅,这种感觉,还是让她很不爽的。 比试。 那就比试比试好了。 杜河此刻也是微微一笑道,对呀,星儿,既然如此,你就让他们五人比一比,你和你姐姐一人一个,选出最好的。 话语之间,杜河看向前方的颜柯,眉宇之间,一抹赞赏。 这两个家伙,显然认识。 也好,牧云,你就和他们比试比试。 文。 五人站成一列。 而此刻,那颜柯看着牧云,低声道,小子,你一个刚刚道见神宗的弟子吧?可别太出风头,否则,麻烦可是在后面呢。 出风头? 我有吗? 牧云笑道,我只不过是来应征单途,凭本事而已,似乎,不关你事吧? 你? 好,好,那就等着瞧好吧。 颜柯哼了一声,不再理会牧云。 而此刻,考核开始。 第1778章暗中勾结。 杜河看着五人,道,考核很简单,你们五人,既然都是二星神丹师,那么考核便是基于你们五人对于二星神丹师理解开始。 首先进行的是拷问。 杜河淡笑道,既然你们都是二星神丹师,该知道一种真元神丹匹腐圣丹? 匹腐圣丹,丹如其名,乃是开启真神境界五者神元的真元神丹,此丹药,所需要的药材,我想你们都该知道,那么就和我说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三种药材。 我知道。 杜河话语刚落下,颜柯立刻开口道,匹腐圣丹,三种最重要的药材,碧灵草,五子果,赤灵魂草。 颜柯迫不及待道,这三种药材,碧灵草乃是开辟神元,五子果稳定,赤灵魂草是加固。 颜柯话语落下,那西门义,万卿,逢生三人都是面带极度之色。 这家伙,怎么反应这么快? 神丹师,需要记忆的药材,单方种类,数不胜数,这三种药材,可谓是应用在许多真元神丹之中,价值并不是很珍贵。 但是对于匹腐圣丹来说,确实是最珍贵的。 三人一阵暗恼,只怪自己没有抓住机会。 沐云看着颜柯和杜河脸上那奸诈的笑容,心中已有定数。 杜师兄。 沐云此刻走出,笑道,这个回答,可以说是错误的吧? 错误的。 听到此话,其余几人都是面带差然的看着沐云。 这家伙,想出冥想太多了吧? 这怎么可能是错误的? 杜河不动怒,淡然道,沐云,你说错误的。 这可是丹师们公认的,哪里错了? 而且颜柯回答的也没错。 是吗? 沐云再次道,据我所知,真元神丹之中,匹腐圣丹是下品层次,但是此丹药,最重要的药材,似乎不止三种,还有第四种。 胡说八道。 颜柯痴笑道,最重要的,当属此三种,不可能错的。 你那么着急干嘛? 听我把话说完。 沐云不嫌不淡的回应了颜柯一句,笑道,按你所说,确实是不错,只不过,那痴灵魂草,我感觉不是三种之一,比痴灵魂草更重要的是,百面花。 百面花? 听到此话,西门义三人也是苦笑摇头。 这家伙,想出风头想疯了吧? 百面花也是炼制匹腐圣丹的一种药材,可是百面花,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价值。 在匹腐圣丹药材之中,根本没听过百面花什么功效。 哦? 那你说说,该是如何? 西星儿此刻双手赋后,胸口微挺,看着沐云,好奇道。 百面花,很常见,价值便宜,所以被人忽略,其实匹腐圣丹,若是少了百面花,是不可能成功的。 沐云认真道,百面花不仅仅是综合炼制匹腐圣丹的十七中药材,更是可以在炼制最后阶段,保证匹腐圣。 丹的承担率,提高百分之十。 难道,它不比其他三种药材更加珍贵吗? 听到此话,颜柯痴笑道,信口雌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百面花这么重要的。 你说的没错。 只是正在此刻,西星儿却是淡淡道,这一道题,你答对了。 星儿小姐,怎么可能,她说的确实是没错。 西星儿看着惊恶的渡河,道,匹腐圣丹,当初我炼制此丹药的时候,姐姐告诉过我这一点,百面花,因为价值便宜,所以被人忽视,其实真正来说,百面花才是匹腐圣丹最重要的药。 才。 杜河,这道题,其实按道理来说,你问的就错了,不过真要按照最重要三种药材,百面花肯定是第一。 杜河听到此话,不再反驳。 西星儿的话,她可以反驳,可是西梦大师说的,那是无法反驳的。 呵呵。 杜河笑了笑,道,既然如此,那这一道题就作废好了。 听及此话,西星儿秀眉促起,道,为何作废? 你问错了,但是沐云答对了,这一题,按道理来说,沐云赢了才对。 杜河此刻不知道该如何反驳,看着沐云,一抹怒气出现。 好,沐云记一分。 严克此刻也是嘴角带着一抹不屑。 心中却是失笑不已。 小子,你只是答对一题而已,看着吧,今日席位,肯定是我的了。 考核继续。 杜河再次开始提问。 一共五道题,接下来四道题,沐云更是挑出了问题的错误之处,而颜克回答对了两道重肯的答案。 最终,沐云三分,颜克两分。 西门义,万青,逢生三人,彻底傻眼了。 这五道题,可谓都是十分刁钻,拷问的根本不是寻常类别的问题,十分奇怪。 可是更奇怪的是,颜克每一道题都知道。 颜克什么水平,他们不知道才怪,这些题目,颜克会一道就罢了,五道都会,那真是邪门了。 要不是沐云指出三道题目的错误,他们真的怀疑,颜克和杜河,暗中勾结了。 好了。 杜河此刻开口道,第一轮考核结束,沐云三分,颜克两分。 西门义,冯生,万青,你们三人,可要努力了。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炼丹考核。 杜河笑道,这是丹院的规定,不仅仅要明白怎么炼制,了解过程,更是要有真正的真材实料。 你们休息片刻,马上为你们准备丹炉和药材,抽取炼制丹药。 杜河说完,开始忙活起来。 而此刻,沐云也是来到一边,休息片刻。 大殿后,一间小房间内,颜克看着杜河,不满道,杜大哥,怎么回事? 这小子,怎么还挑出毛病来了? 我也不知道啊。 杜河也是那问道,这些题目,我是花费了好几天才挑选出来的,为了避免与你竞争的人能够答出来,我挑选的都是刁钻的隐晦题目,一般二星神丹师,甚至是三星神丹师都不知道,这家伙怎么知道? 算了算了,现在这小子压我一头,怎么办? 颜克不满道,这次预览天大哥可是说了,让我进入丹院内,接近西梦大师,为咱们遮天会做大事。 放心吧,不可能。 杜河痴笑道,这次,除了给你的药材是对的,给他们的药材,我都动了手脚,保证他们看不出端倪来。 好。 两人相视一笑,意味深长。 不多时,比试开始。 第二轮,炼丹。 丹院乃是剑神宗种地,武者修炼,什么最重要? 丹药。 神兵利刃可以没有,阵法可以不学,但是丹药不能没有。 没有丹药,提升缓慢无比,哪怕是拿着比别人更加珍贵的神器,那也是徒劳。 所以剑神宗对丹院,格外重视。 让丹院七位大师自行管理丹院,足以看出这一点。 所以,若是通过考核,进入丹院,不管是外宗弟子还是内宗弟子,都会多一个称号丹院弟子。 同时剑神宗还会颁布对应的身份令牌。 星级越高,在剑神宗内,享受到的权力就越大。 此时此刻,武道身影站定在大殿内。 西星儿并未离开,饶有兴致地看着比试。 沐云的表现,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他本来只是刚好缺了一个单图,想拉个弟子做他的单图,可是没想到,沐云还有两把刷子。 现在抽签。 渡河开口,从蹄湖内抽出一个竹签。 真元神丹万灵巨心丹 万灵巨心丹 真元神丹中品层次,对于二星神丹师来说,此丹药,不算难,可是,很麻烦。 万灵巨心丹所需要凝聚的药材,足足九九八十一种。 而且,这八十一种药材之中,在炼制过程,还需要不断的加入,融合,过程很麻烦。 一旦出错,便是失败。 所以此丹药虽然是真元神丹中品层次,可是售卖的价格,却是比一些上品层次的还要贵重。 药材已经是备好,你们开始吧。 渡河话语落下,老神在在的坐下,看着下方五人。 严克话不多说,便是开始准备药材。 沐云看着身前丹炉,也是开始静静检查起来。 嘿嘿,云儿,太爷爷现在教你一手。 嗯? 你以前也知道一些所谓的清丹炉的手法吧? 不过神界内,神器所应用的清丹炉手法,完全不同了。 沐风笑呵呵笑道,我现在教你一手清丹炉的手法,叫做,千变万化。 名字是俗了些,可是这法子,却是神妙,在神界失传已久,知道的人,不超过一个。 爹,那你说就你自己知道不就行了吗? 沐风尘哈哈笑道。 滚。 被沐风笑骂了一句,沐风尘老老实实不再开口。 云儿,接下来我告诉你,该如何做,此丹炉我看是先天神器,你刚好练练手。 好。 千变万化清丹炉法,讲究的穷奇诡异,但是效果,却是极好,神丹丹炉,想要清除里面的杂志,可谓比仙器艰难百倍万倍,因为各种方面的提高,所以方法,也要提高。 你刚好有天火和溢水在身,提取出来,左手容纳一些溢水,右手容纳一些天火,放置于丹顶之上。 随着沐风笑的指点,沐云开始徐徐动起手来。 咦? 而此刻,西星儿看着沐云的举动,却是一正。 怎么了? 星儿? 你看那个沐云。 西星儿正正出神道,这家伙的举动,好奇怪。 第1779章背后使诈。 奇怪。 听到此话,杜河痴笑道,该不会这小子,理论一流,可是操作却是惨不忍睹吧? 不是。 不是。 杜河一愣。 西星儿道,你看,他在清理丹徽。 清理丹徽不是每一个丹师必备的技能吗? 有什么奇怪的? 你注意看。 西星儿惊喜道,这个沐云,清理丹徽的方法,很独特,我曾经见过姐姐也曾施展过一次,可是姐姐施展的,不如它那么完善,似乎只能。 是他施展的一部分。 不可能。 杜河难以置信道,西梦大师可是五星神丹师,那是炼制雇元神丹,连神军境界武者都追捧的强大丹师,他不会的,沐云怎么可能会,这小子只是二星神丹师而已。 这有什么不可能? 西星儿不在乎道,这神界内,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就连姐姐,五星神丹师,一直也是很谦虚,总认为自己不过是沧海一宿,很多能人意识,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控清楚的。 听到此话,杜河嘴角一抹不干。 哼!杜河心中冷笑道,就算是知道一些小隐秘,也没用,这小子,不可能炼制成功。 他亲自在药材上面动了手脚,譬如万灵巨心丹最核心的药材万灵心草,这个药材,除了严克的,他都用苦根水泡了一遍,苦根水内,含有苦气,泡了一遍之后,绝对含有苦涩的味道,让万灵心草的综合。 效果就差了。 这相当于把丹药成功率降低了一倍不止。 以沐云二星神丹师的能耐,是不可能成功的。 除非是西梦大师来炼制,至少也有一半的失败率。 他当然不会傻到更换药材这样的小举动,不过这种法子,炼制丹药之后,寻常人根本看不出来,最好。 此次,让严克进入到丹苑西梦大师手下,可是他们遮天会筹谋已久的,若是失败,他在遮天会的地位,绝对会受到影响。 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沐云此刻,尚且不知。 只是,千变万化清丹卢法施展一套下来,他看着丹卢内的丹灰,一缕缕随着自己手掌消失。 大呼畅快。 万千世界,浩瀚神界,果然是能人辈出。 不错,这只是其中一种,一共一百种,以后慢慢教导你。 只是一种。 沐云更是愕然。 你以为呢? 沐风笑淡淡道,你小子,慢慢学吧,太爷爷身上的宝贝,可是你这辈子都学不完的。 嗯? 沐云看着丹卢,开始静下心来准备。 呼了一口气,沐云看着身前药材,开始一样样辨别。 咦? 只是,看到那万灵心草的时候,沐云却是一正。 咦? 沐风笑也是愣了愣,道,这万灵心草,被苦跟水浸泡过了。 太爷爷也看出来了。 我当然能够看出来了。 沐风笑哈哈笑道,看来,这场考核,并不是那么公平公正啊。 八成是那个严克和渡河彼此之间有关联,不过难得过他人,却难不过我。 沐云自信一笑,手掌轻轻碰触万灵心草。 他身怀一水似种,想要驱除苦跟水的效果,还不简单。 悄然做完这一切,沐云手掌一挥,将药材不动声色放下,开始炼丹。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五人都是开始准备起来。 砰。 突然,一道沉闷的炸裂声响起。 西门一身前,丹炉在此刻,内部发出一阵嗡名声,一股诡异的味道裂开。 炸丹了。 不可能啊。 西门义自言自语道,我做的没错呀。 西门义,失败,失去资格。 渡河此刻却是直接宣布道。 砰砰。 而正在此刻,又是两道爆裂声响起。 万青和冯生二人身前的丹炉,在此刻,也是炸裂开来。 失败了。 渡河再次道,万青、冯生,你们二人也失败了。 看到此景,沐云却是心中冷笑。 这三人恐怕失败了,都不知道为什么,一头雾水。 不过他才没有那份闲心告诉二人。 而此时,严克看着沐云,更是不可思议。 这小子,到现在还没失败。 不应该呀。 苦跟水浸泡过的万灵心草。 是绝对不适合炼制万灵巨心丹的,沐云早该失败了才对。 此时渡河也是心中纳闷。 这可是他亲自准备的,绝对不可能出错。 这小子,肯定是因为刚才清理丹炉时间比较长,还没开始失败。 渡河心中安慰自己道。 而此刻,彼是继续进行。 严克和沐云二人,同时进行。 嗡。 突然,一阵丹箱传开,严克,成功了。 看到此景,西门一三人,脸上都是带着艳线之色。 这边证明,严克,极有可能成为丹员丹图,而且是西梦大师手下的丹图。 西梦大师,可是仅除了顾安生大师的丹院长老。 嗡。 但是几乎是同一时间,又是一道温鸣声响起。 此刻,沐云,也成功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几乎是同时,杜河和严克心中皆是震撼。 沐云,不可能成功才对。 杜河,发什么愣啊? 西星儿此刻催促道,开始检查丹药了。 哦哦,好。 杜河此刻心中简直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沐云,怎么可能会成功?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西星儿此刻也是好奇,想看看沐云炼制的万灵巨心丹,到底是什么品质的。 而此刻,杜河走上前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道,我给你们的药材,一共是炼制五颗万灵巨心丹的,只要能够炼制出一颗,便算是成功,但是你们二人相比,熟优熟烈,就要看谁炼制的万灵巨心丹数量。 比较多了。 杜河此次无比自信。 因为对于颜克,他还是比较了解的,此次准备,炼制万灵巨心丹,可谓是颜克的拿手丹药。 一般而言,颜克成功率极大,最少两颗,甚至出现三颗。 至于沐云。 此次沐云的药材有问题,这小子,能够炼制出一颗,就烧高香了。 颜克,开炉。 杜河命令道。 是。 打开丹炉,一阵丹香传开,那丹炉内,出丹口,叮咚叮咚的声音响起,最终,三颗浑圆欲滴的万灵巨心丹,出现在丹炉口。 三颗。 颜克兴奋不已。 他炼制万灵巨心丹,成功率不小,只是这成功率,也一般是两颗,三颗也有,但是极少数,可是这次,却是成功了。 杜河也是比较满意。 转身看着西星儿,杜河笑道,看来,颜克的丹数,确实是更胜一筹。 哦! 还没看沐云的,你就确定了。 西星儿好奇的走向前去,想要打开沐云身前的丹炉。 慢着。 沐云此刻却是阻拦道,还没到时候。 没到时候? 没错。 沐云自信道,丹药,即便是在丹炉内成型,可是要达到完美,有时候,丹炉内的丹气,也是至关重要的。 还差一些时间,这万灵巨心丹,便是能够到达圆满。 信口雌黄。 杜河吃笑道,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么说的,沐云,输就输了,怕什么? 谁告诉你我输了? 沐云却是直接反问道。 手掌一挥,沐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丹炉,在此刻缓缓打开。 一阵丹香席卷开来。 丁! 丁丁丁丁丁! 一共五道丁响声,在此刻响起。 看到这一幕,众人都是一正。 五道! 五颗! 而此刻,那出当口,五颗浑圆的神丹,在此刻,直接出现。 万灵巨鲸丹! 五颗! 不可能! 杜河此刻立马喝道。 不可能! 沐云笑问道,杜河大师,你怎么知道不可能的? 二星神丹师炼制五颗,这是高超的丹术,你怎么能确定是不行呢? 因为? 因为什么? 没什么? 杜河哼了哼,道,我只是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不错。 西星儿此刻点头道,无论是解答,还是丹术,你确实是很厉害。 杜河,我看考核很明确了,沐云各方面都很惊艳,当之无愧入属了,至于严克,也不错,以后就跟在姐姐身边吧,沐云,从今日开始,你就是我的丹徒了。 西星儿十分满意。 好你个星儿。 只是正在此刻,一道不满的声音却是突然响起。 大殿内,一道身影在此刻走出。 一头青丝高高盘起,柳眉杏眼,穷鼻红唇,面若桃红,嘴若鹰唇,一件素衣在身,那素衣下,光滑流转,肌肤如雪,一张平静的脸上,便是给人一种惊艳之感。 最好的留给自己,你倒是想得美。 女子看着西星儿,笑骂道。 姐姐。 西梦大师。 看到此女。 几人顿时拱手敬拜。 都起来吧。 西梦挥挥手,拿起西星儿手中的丹药,轻轻抠出一丝,抿抿嘴,片刻点了点头。 这一副自然无比的样子,在众人眼中,却是美若天仙一般。 不错,这万灵巨星丹,哪怕是我来,也不过这般。 听到此话,几人都是神色一变。 西梦此话,可谓是极大的夸赞。 毕竟,西梦是五星神丹师。 一名五星神丹师,夸赞一名二星神丹师炼制的真元神丹,可以和自己相比,那简直是莫大的荣耀。 第1780章 两女争议男。 杜河此刻脸色铁青。 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给颜克铺路,为的就是让颜克在西梦和西星儿面前好好表现,一鸣惊人。 可是现在,反倒是沐云出了风头。 西星儿此刻笑道,姐姐,我和杜河两个四星丹师做你的下手还不够吗? 这个沐云,我看挺不错,给我好吗? 那可不行。 西梦顿时笑道,我也看不错,给你那我怎么办? 你和杜河可都是四星丹师了,那都是大师了,我哪敢使唤你们,在丹院内,三星丹师可就是自立门户,可以收取一星丹师为丹徒,四星丹师,是自己收取二星丹师为丹徒。 不过这次,可是我收取丹徒,不是你。 姐姐真抠门。 西星儿哼道,我不管,我就要沐云做我的丹徒。 其他人都是笨手笨脚,我看这家伙可以。 西梦大师,星儿小姐。 杜河此刻拱手道,这个严克,也不错,炼制出三颗,实力也很强。 这么好,留给你自己好了。 西星儿哼了哼,道,反正我不管,这个沐云,我要定了。 既然如此,这样好了。 西梦笑道,沐云办理手续,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到时候,你若是炼丹,我让他给你当帮手,我若是炼丹,就给我。 一人二用。 西星儿笑道,好,姐姐不许反悔。 听到此话,颜克急了。 原本是说,比较出两个优秀的,分别给西梦和西星儿两人,现在怎么变成了两人争夺木云,把他遗漏了。 颜克急忙看着杜河。 两位,颜克确实也是一个好苗子,西梦大师,我看您就别和星儿争了。 杜河急忙劝姐道。 那可不行。 西梦摇头道,星儿看中的,是我挑选的单徒,怎么能给他。 这个颜克,确实也可以,星儿若是不要的话,杜河,我看不如给你挺好。 听到此话,杜河脸色一正,颜克更是傻眼了。 是。 杜河此刻无话可说。 西梦大师已经这么说了,他再继续说下去,只会让西梦大师不开心而已。 颜克此刻心中焦急,可是也无话可说。 事情决定下来。 西星儿看着木云道,木云,你跟我到丹院内报到吧,等一切手续办下来,需要一些时间,到时候好了,再来丹院内帮忙。 是。 两人离开大殿,而此刻,西梦也是摇了摇头,离开此地。 颜克看着杜河,低喝道,可恶啊,可恶。 我也没想到,居然会杀出木云这么一个家伙来,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底子这么硬。 看来需要调查调查了。 我去调查。 颜克哼道,抢了我的风头,现在还如此猖狂,死子,不能放过。 嗯? 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眼中带着怒气。 而此刻木云尚不知道,自己无意间,已经是又得罪了两人。 随着西星儿进入丹院内其他地方,木云也是对丹院有了一个基础的了解。 丹院内,分为几个部分,但是比较明显的,是七位大师的划分。 顾安生大师,是丹院名副其实的院长,在剑神宗内,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大座上长老,也要对顾安生客客气气。 而宗主,对顾安生也是比较恭敬。 其次就是六位大师。 邓通,燕无双,汤墨,江文贤,尤方玉,西梦六人,在丹院内,也是名声响亮,在整个剑神宗内,也是很有名气。 其中,有以西梦大师最出名。 不仅仅是丹树厉害,人长得又漂亮,许多弟子对其都是心怀向往。 而除了七位五星神丹师之外,还有一些四星丹师,三星丹师等等。 譬如西梦大师手下,便是有两位四星丹师,西星儿和杜河二人。 而且,两位四星丹师手下,还有一些三星丹师。 如西星儿,手下两位三星丹师,分别叫乌川、轩元仪,这两人,在丹院内,也是很有名气。 西星儿带着沐云,了解了丹院内的一些事情之后,便是送沐云离开。 出了丹院,沐云再次碰到林俊生。 恭喜恭喜! 看到沐云,林俊生顿时拱手道:"我已经听说了,恭喜沐兄弟啊,成为西梦大师坐下单途。 侥幸而已。 开玩笑,这种事情哪有什么侥幸的。 林俊生笑呵呵道:"日后,还望成蒙沐先生关照了。 林俊生不由分说道:"成为西梦大师坐下单途,将来就可能是一名三星神丹师,在丹院内,可以开辟自己的丹房,内宗弟子对您也要恭恭敬敬呢。 就像那渡河,原来也是西梦大师手底下的单途,现在成为四星丹师,在遮天会内,可是重点成员,地位很高呢。 遮天会。 没错。 林俊生低声道:"这个渡河,四星丹师,那可是能够炼制出四品天灵神丹,一些封号弟子,与他关系也不错呢,遮天会会长秦玉,便是封号弟子,与他关系很好。 我明白了。 沐云看着林俊生,感觉此人挺不错,是个值得结交之人。 那颜克,也是遮天会的成员,在外宗,分量不轻,遮天会外宗负责人御览天,很重视他。 哦……沐云现在也算是明白了。 难怪,这家伙和渡河看起来,不清不楚,果然是暗通勾取。 林俊生再次道:"刚才我看颜克怒气冲冲出去了,你小心点。 好,多谢了。 沐云点了点头,直接离开大门。 站住。 只是刚走出大门外,一道呵声,突然响起。 沐云身前,几道身影出现。 为首一人,正是刚才的颜克。 但是此刻,颜克脸上带着一抹痴笑,看着沐云,满事不屑。 沐云也是明白,这家伙,不安好心。 只是他倒是想看看,这家伙,想干嘛。 沐云。 颜克看着沐云,笑道:"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没想到,只是刚进入到剑神宗的外宗弟子,有几个好友罢了,嘿嘿。 那又如何?那又如何?" 听到此话,颜克亨道:"老子辛辛苦苦安排的好事,都被你给打乱了,你现在跟我说,那又如何?" 《剑神宗,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你想在这里混出来,简直是难于登天,小子,别以为西梦和西星儿姐妹二人看好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颜克亨道:"我现在劝你,立刻滚出丹院,离开西梦和西星儿两人,实话告诉你,我进入丹院,并不仅仅是为了丹师的高贵。 我这天会会长秦玉,看上了西梦大师,想法设法讨他欢心,你懂了吧?" 《懂》 《懂什么》 沐云无所谓道:"小子,给我装傻冲愣。 打!" 颜克顿时喝道:"你们几人,给我下死手打,打得他无法进入丹院。 颜克,你好大的威风啊!" 正在此刻,一道喝声,突然响起。 丹院内,一道倩影,缓缓走出。 正是西星儿。 好你个颜克,进入丹院,原来是秦玉那家伙派你来讨好我姐姐的,好了,现在你可以离开丹院了。 西星儿哼道:"秦玉那家伙,天天惦记我姐姐,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遮天会。 我看口气倒是不小。 星儿小姐。 看到西星儿,颜克顿时脸色惨白。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西星儿哼道:"现在,立刻,滚,再让我在丹院内看到你,少调。 胳膊腿的,我这个封号弟子,还是能办到的。 此话一出,颜克顿时脸色一白。 西星儿不仅仅是西梦的妹妹,还是剑神宗封号弟子,这一点,无人不知。 她身为封号弟子,对付自己这个外宗弟子,还不是手到擒来。 颜克一双眼睛落在沐云身上,怀满仇恨,可是此刻,西星儿已经是说出这种话了,她在不知死活,那就真的是自己找死。 走。 颜克脸色猙獰,带着挤人,直接离开。 原本想着带人叫训沐云一顿,让这个无依无靠的外宗弟子,长点记性,以后少出风头。 可没想到被西星儿撞个正着。 颜克现在心中可以说是酝酿了一座火炉。 颜师兄,就这么算了。 算了。 颜克褐道,怎么可能。 派人盯着这小子,一旦他离开剑神宗,立刻通知我,剑神宗内,想杀他不行,可是在宗门外,杀他,易如反掌。 是。 而此刻,另一边,看到西星儿,沐云道了生谢,便是离开。 这家伙! 看着沐云刚才不嫌不淡的道谢,西星儿跺了跺脚,哼道,得罪颜克,可是得罪遮天会,秦玉那家伙,可是小心眼的人。 西星儿很好奇。 旁人看到姐姐西梦或者是她,都是一副讨好的架势,可是沐云偏不。 甚至她看得出来,沐云进入丹院,纯粹是为了成为丹师,根本不是奔着姐姐去的。 整个剑神宗内,但凡是丹师,谁不想成为西梦大师手下丹徒,这家伙,还真是有些奇怪。 林俊生,你跟他很熟。 啊? 哦,不熟不熟,我们也是刚认识,不过我感觉沐云很谦虚,进入丹院,我还以为他是一星丹师,没想到是二星丹师。 好了,闭嘴。 西星儿看着林俊生念念叨道道没完没了的样子,皱了皱眉,转身离开。 呼了一口气,林俊生脸上只是苦笑。 西星儿,是高高在上的白天鹅,可是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宗弟子。 两人差距,太大了。 可是此次遇到沐云,不知为何,他感觉,沐云,或许会成为他人生转机的一个人。 第1781章灵狐神域 而此刻,沐云没心思思考这些。 进入剑神宗不过是几日时间,他现在,得罪了风云会的人,也得罪了遮天会的人。 虽然没有靠山,不过,他想来想去,自己,便是自己最大的靠山。 至于西星儿想的那些事情,他根本没放在心上。 原因很简单。 他在小世界和大世界内,有了八位姿色各不相同,性格各不一样,可各个都是绝美的妻子。 一些,是他此生所爱,一些,是他前世所辜负的,所以这其孟瑶,孟子墨八女,他不能辜负。 但是现在,他没有任何负担,所以不会再去沾染女人。 哪怕是绝美的女人,与他何干? 虽然他多情,有八位妻子,可是不代表,他烂情,见一个就想揽入怀中一个。 回到小院内,沐云便是开始修炼。 真神后期境界,身怀百龙之力,五道印痕圆满,想要进入到下一层次,需要开辟第六道印痕。 但是坐在小院内苦修,价值不大。 沐云现在萌生主义,便是到剑神山脉内历练。 一来是熟练自己的通灵脉指,顺带着在战斗之时,领悟荡剑天爵。 这两门神爵,威力都是不俗,他现在的境界,刚好适合。 尤其是荡剑天爵,在战斗之时增强领悟,最好。 打定主意,沐云便是准备动身。 赵延明,谢青,沐步凡,卢玉雪几人,自然也是一起跟随。 五人结队,便是准备离开。 期间,赵延明建议道,既然出去力练,不如去世武阁领取任务,一来不仅磨练,更是可以获取功劳点。 五人接下一个任务,寻找灵狐神域。 这个任务,挂在事武阁很长时间,一直没人完成,导致现在,奖励功劳点从最初的五百,提升到现在的一千。 沐云知道灵狐神域,对于真神境界,提升印痕,颇有好处,便是接了下来。 而此刻,五人决定之后,便是开始动身。 而同一时间,风云会外宗的成员,百号城,袁启峰,少东三人,也是带了十几位成员,准备出发。 他们的目的,便是灵狐神域。 两位会长需要灵狐神域业提升到天神境界,而他们需要灵狐神域提升自己真神境界,两全其美。 百号城看着身前几人,道,咱们风云会的风行天会长以及云记会长都是帝神大圆满境界,一旦两位会长突破天神境界,那就是封号弟子。 到时候,咱们风云会,地位必定提升一大节,各位,此次不仅仅是关乎两位会长,更是关乎我们,这件事情,需要极为低调,所以才由我们外宗弟子去办,明白吗? 是。 好,准备出发。 十几人顿时或三或两,离开小院。 百号城看着少东表情黯淡,拍了拍其肩膀,道,少东,打起精神来。 此次我们一旦找到灵狐神域,你必定可以突破到真神巅峰境界,到时候,那卢玉雪,你夜半时分,将他掳到你房间,嘿嘿,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吗? 嗯? 少东点头道,卢玉雪,老子非将他压在身下,还有那个沐云,老子也要让他死。 好了,准备出发吧。 而此时,另一边。 颜柯已经是得到消息。 你说他们五人一起离开,接了一个寻找灵狐神域的任务,去见神山脉了? 没错。 好。 颜柯哈哈大笑道,这小子,我看是怕了,所以想赶紧突破,哼,将鲁寒和鲁山叫上,此次,我让他们永远回不来见神宗。 是。 顿时,颜柯吩咐遮天会的人,开始忙碌起来。 剑神山脉,在南卓域内,可谓是一条很出名的山脉。 此山脉,以剑神宗为源头,分为三道主脉,扩散开来,刚好成为剑神宗和通天谷,九星阁两大势力的划分地界。 剑神山脉,存在历史比剑神宗还要悠久,其中的神兽,也是数不胜数,从一阶到九阶,到底多少,无人得知。 因为就算是剑神宗宗主,也不敢说自己能够探索完。 不过传言,山脉内,最强横的神兽,便是五阶,相当于神军强者。 毕竟,南卓域大小有限,那些高等级的神兽,是不会趋于待在这么一个小地方的。 只是到底是如何的,谁也不知道,而剑神宗存在上万年,宗门弟子大多都是来此地历练,日久越长,便是知道,山脉,越是靠近深处,强大的神兽便越多。 而且,一旦进入一片区域,许久时间未曾遇到身后,那便是可以证明,进入到了一只强大神兽的领域了。 神兽实力越是强横,领域也就是越大。许多时候,人和兽,很相似。 此次,沐云五人准备妥当,进入山脉内。 接下找寻灵狐神域的任务,也只是偶然。 其他人没找到,他们五人想找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沐云本身主要目的,也是历练。 砰! 山脉之中,一道砰响声突然响起。 一头身材巨大的铁豹熊,轰然倒地。 兽和直接被取出收好,沐云的身影出现。 厉害! 赵延明笑道,铁豹熊可是二阶高级神兽,真神巅峰层次吧,沐云能杀了,看来剑术是越来越熟练了。 拍马屁! 谢青哼哼道,这小子,领悟剑魂初级,施展剑魂,人剑合一,铁豹熊杀不死,那才是奇怪呢。 抱歉! 沐云此刻却是笑道,不是剑魂初级,而是终极层次了。 真不要脸! 看着沐云自信坦坦的模样,谢青嘀咕了一声。 兽和给我! 谢青所要兽和,直接一口吞下,毫无波动,道:"这些兽和,对我提升可是很有好处。 而看到此景,赵延明,卢玉雪已经傻眼了。 他们从未见过,修炼,还有这种办法的。 一些神兽的兽和,确实是能够帮助人类提升境界修为,可那也需要强大的神丹师们炼制成丹药才行。 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神兽的兽和,都是可以炼制成丹药的呀。 但是谢青现在却是直接一口吞下。 舒服啊。 谢青仰天长笑一声,看着诸人奇怪的目光,道:"干嘛? 神界浩瀚,没见过这么奇特的修炼方式啊。 几人顿时摇头。 接下来,几人继续前进,一路上,沐云猎杀神兽,速度越来越快,众人也是越来越惊讶于沐云的提升。 唯有谢青,认为理所当然,不时间说出几句不疼不痒的打击话语。 沐云也不计较,接连几天时间,五人小队,单单是猎杀神兽,已经是足足尽百只。 沐云专挑二阶高级神兽联手,而赵严明和卢玉雪以及沐不凡三人,也是各自猎杀了不少神兽。 为了更好的磨练各自彼此,五人决定分开进行磨练,只是距离并不是太远,彼此间随时可以照应。 谢青压根不想锻炼,只是跟着沐云,带到沐云击杀神兽之后,他便是开始吞吃兽盒。 更重要的是,这家伙,吃兽盒之后,便是睡觉,睡醒之后,气息便是截然不同。 仅仅十天时间,谢青直接突破到真神巅峰境界。 这一幕,让赵严明,沐不凡,卢玉雪三人都是大呼毫无人性。 谢青的提升,实在是太变态了。 赵严明自问,自己好歹是十大古族之一的赵族后人,可是现在和沐云比较,自己弱爆了。 但是更没想到,和谢青一比较,也是弱爆了。 这两人,都是怪胎呀。 这一天,沐云、谢青、赵严明三人,磨练之后,回到聚集地。 今日感觉如何? 赵严明看着沐云和谢青,但笑道。 真神后期顶疯了。 沐云笑道,六道印痕开启,体内力量增加一半。 增加一半? 赵严明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他可是知道,真神后期的沐云,体内拥有百龙之力,增加一半,也就是说,现在的沐云,体内力量,至少是,一百五十龙之力。 这是什么概念? 真神境界,巅峰层次,不过是九十龙之力,圆满层次百龙之力,而大圆满也就是真神的顶峰,二百龙之力起步而已。 可是后期顶峰的沐云,现在可以说是比圆满境界武者还厉害了。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修炼的?赵严明此刻实在是有些难以捉摸了。 牧族太子,不愧是牧族太子。 玉雪和布房还没有回来。 他们二人,境界稍低一些,应该是到了外围去狩猎,距离我们可能远一些。 嗯,那就等等吧。 沐云从诸仙图内取出一块精肉,织上火架。 一些神兽的肉质,可谓是蕴含充沛的力量,对武者有着不可言说的好处。 沐云现如今还没有神界,在神界,想要搞到比较稳定的空间容在神界,太困难了。 大部分神界,空间不稳定,被人抢走,可以直接打开,不利于存放珍贵的宝贝。 好在诸仙图和碧落黄泉图,皆是可以盛放东西,他也不担心这一点。 烤肉完成,香味肆意,可是此时,卢玉雪和木不凡二人还没回来。 已经是超出了我们约定的时间了,这几天他们从来不会如此,走,去看看。 沐云担忧道。 轰,只是沐云话语刚刚落下,一道轰鸣声在此刻,突然响起。 第1782章 青蒙 不好! 听到轰鸣声,沐云身影一闪,直接冲出。 而此刻,距离沐云三人数十里之外,一座山脚下。 沐不凡此刻浑身是血,脸色惨白,而卢玉雪也是身上衣衫破烂几处,呼吸急促。 不凡,你该跑的。 卢玉雪哭泣道,对不起,连累你了。 说的什么话? 沐不凡咧嘴一笑道,我一直以来,孤儿一个,若不是沐大哥和你们陪伴我,我现在都不知道人情冷暖之分,更别谈修炼了,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算什么。 两肋插刀? 好大的口气。 二人身前,一道身影,双手赋后,傲居神态,一眼显露。 少东,你太过分了,我们都是剑神宗弟子,你杀了我们,就不怕宗门怪罪。 卢玉雪喝道。 过分。 少东嘿嘿一笑道,卢玉雪,过分的还在后面呢。 转身看向穆不凡,少东直接喝道,小子,你上次不是很狂妄吗?跟我打,现在怎么不猖狂了? 哼,有本事,你来与我单打独斗,靠他人算什么本事。 穆不凡呸了一口,直接开口喝道。 单打独斗?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少东吃笑道,今天,剑神山脉就是你们两人的葬身之地。 就是,单打独斗,不凡,你怎能将他当成三岁孩子呢? 事实上,他连三岁孩子都不如呢。 正在此刻,一道耻笑声,突然响起。 唰唰唰的破空声响起,三道身影,在此刻出现在山脚下。 大哥。 看到来人,目不凡脸色一喜。 少东却是牙齿咯吱咯吱作响,看着沐云三人。 好好好,我刚才还奇怪,你们五人怎么分开了,现在凑齐了,刚好一起死。 一起死。 谢清明笑道,少东,你好大胆子,连我们清蒙的人都敢得罪。 文? 清蒙? 少东一正,见神宗内,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清蒙了? 少东看着五人,突然反应过来,哈哈大笑道,清蒙。 就你们五个人,还敢妄称清蒙? 哈哈,笑死我了。 你想死,那就成全你好了。 谢清一步跨出,手掌抓出,一股磅礴的神兽气息,轰然出现。 咚! 沉闷的炸裂声响起,空气在此刻被强烈挤压,爆发出一道轰鸣声。 这一刹那间,少东只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是被彻底禁锢住。 谢清,到达真神巅峰境界,出手之间的威压,实在是太强大了。 赵严明此刻也是二话不说,直接杀出。 而同时,沐云看向少东身边那七八人,嘴角一抹耻笑出现,双手咯咯咯作响,沐云此刻,身体施展,力量也是变得更加波涛汹涌。 真神后期顶峰的境界,六道神圆印横开启,他现在体内力量足足有一百五十龙之力,这等强横的力量,足以垂抱一座百米神山。 顿时,三人蛮横地冲入到交战之中,轰隆隆的力量,不断扩散开来,那等力量的狂暴,使得在场众人都感觉到一股无可抵抗的狂暴气息。 沐云,你住手。 看到情形明显不对,少东此刻手掌一挥,贺道:"此次我并不是自己带人来的,还有我风云会的百号城师兄和元启风师兄,你若是杀了我,他们二人,必定让你伸手异处。 可笑。 沐云痴笑道:"说得好像我不杀你,你便不让我伸手异处一样。 通灵迈指。 沐云话语落下,一指点出,一道指印在此刻直接扩散开来,散发出一道流光,扑斥一声,没入到少东眉心。 少东眉心内,在此刻,一道血光出现,整个魂海,背着一指,彻底挤压成碎片,他的身体,软绵绵地跌倒在地。 少东师兄死了。 快跑。 其余几人看到此景,皆是…… 是神情惊慌,想要逃跑。 只是谢青和赵严明,岂会给他们机会。 两人顿时兵分两路,直接冲杀出去。 不多时,两道身影折回。 一个没跑掉。 谢青笑嘻嘻道:"不仅如此,我还打听道,他们此次是来寻找灵狐神域的,和我们接的任务一样啊。 哦!" 据说他们风云会两位会长,风行天和云记二人,都是地神大圆满境界层次,想要依靠灵狐神御叶冲击天神境界,败入封号弟子行列,所以派他们来的。 呵呵。 沐云笑道:"这两个会长,还真是心大,这么重要的事情,派外宗弟子来办。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宗门内,各个盟会之间,竞争激烈,他们二人要晋升天神,若是被人知道了,肯定会有人故意破坏,估计内宗成员,都被人监视,派外宗成员,反倒是不引人注意。 沐云也是点了点头。 诱人的地方,就有争斗,这一点,无可争执。 我们不是接了一个任务,找寻灵狐神域吗? 既然如此,就找找那袁启峰和百号成两人,他们既然信誓旦旦来这里,肯定是知道灵狐神域下落了。 好。 五人打定主意,便是直接离开。 满地血腥味,不多时便是会吸引神兽注意,来到此处。 对于人类来说,神兽血肉,吞吃下去。 人类,增强实力,对于神兽来说,亦是如此。 五道身影离开此地之间,山脉之间,山脚下,一道道身影,突然出现。 为首一人,正是颜克。 颜克身着青山,看着满地狼藉,痴笑道:"好,好你各沐云哪,风云会的人,你都敢杀,这次,不仅仅是我遮天会的人对付你了。 颜大哥,现在怎么做?我们隔得远远的,别被发现,追上去。 颜克命令道:"鲁寒,鲁山,你们兄弟二人可都是真神巅峰境界,这件事情办成了,我可以出手为你们炼制神元印丹,帮助你们再上一层楼。 多谢颜师兄。 听到此话,鲁寒,鲁山二人,脸色一喜。 二星丹师,对于真神境界舞者来说,就是需要恭恭敬敬对待的。 一颗神元印丹,对于真神境界舞者来说,至关重要。 他们若是想从宗门内兑换,那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的功劳点。 颜克给他们,那可以省去多少功夫。 话语落下,十几人在颜克带领下,立刻朝着山脉深处,继续前进。 颜克此人,可谓是小心翼翼,一直是带着人距离沐云等人足够远的距离,生怕被沐云几人发现。 而在这种情况下,沐云五人,也确实是没有发现身后跟踪着的颜克等人。 又过了几天时间,沐云五人,终于是寻找到百号城,元启峰的踪影。 一座小山谷内,一行数十人,安营扎寨。 而在山谷外围,七八道身影来回巡视,小心谨慎。 看来这些人在此处,已经是驻扎了有一段时间了。 此刻,沐云五人缩在山上的一片灌木之间,看着下方。 那就是百号城和元启峰。 赵延明看着山谷中央,一处篝火前坐着的两道身影,开口道,百号城是风云会外宗的高层,真神圆满境界,那个元启峰,地位也不低,真神巅峰境界。 我刚才查探了一番,他们大概五十六人,其中真神后期的占了一半,还有几个真神巅峰的好手。 嗯? 沐云看着前方,低声道,他们既然来寻找灵狐神域,我想应该是已经知道了灵狐神域的所在位置,此神域乃是赤羽灵狐所在地才有,估摸着这一片附近,应该是有赤羽灵狐的群落。 我去查查。 不必了。 沐云谨慎道,他们在这里驻扎,估计应该知道在哪里,我们盯住了他们,只要他们准备出发,那应该就是决定动手了。 好。 五人在山腰一处凹进去的地方待下,不再动弹。 沐云已经是打定主意。 此次杀了少东,他们也算是得罪了风云会,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风云会的人会知道,既然如此,不如直接开始对付风云会。 眼下最重要的是,提升境界。 真神后期顶峰,实力不低,可是毕竟是外宗弟子,若是惹怒了内宗的人,甚至是封号弟子,他还是有危险。 但是一旦晋升到地神境界的话,成为内宗弟子,他的身份和地位,则是提高数倍,到时候,就算是封号弟子,也不能无缘无故杀他。 灵狐神域,倒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灵狐神域蕴含着充沛的天地灵气,不仅仅是天地灵气的效果,更有赤与灵狐日积月累在上面聚集的赤与混沌气,这种赤与混沌气,对于真神境界武者开启印痕,有着绝妙的好处。 沐云此时此刻也是打定主意,找寻灵狐神域,一方面完成这次带出来的任务,另一方面便是晋升境界。 山妖处,五人静静等待,而此刻小山谷内,百号城和袁启峰二人,却是很不耐烦了。 这个少东,到底怎么回事? 百号城哼道,我们说好的,三天后会合,这都过了七天了,这小子,还没来。 此地不能久留,否则被一些外出的神兽遇到,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我知道。 袁启峰也是挠头道,虽然这家伙平时有些拖沓,可是此等大事,他该不会如此,该不会是,出现什么意外了吧? 怎么可能? 百号城摇头道,这家伙,是我们风云会的弟子,外宗那么多人知道, 而且他身边带着七八个弟子,不可能被人全部斩杀,肯定是又碰见什么女人了。 听到此话,袁启峰也是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我们不等了。 百号城站起身来,斩钉截铁道:"这小子,不想要功劳,我们想,此番做好了,那我们便是第一功臣,到时候,内如内宗,必定备受器重。 好。 两人打定主意,便欲开始动手。 第1783章 峡谷之后 而此刻,山腰处,木步凡突然低声道:"大哥,他们准备动手了。 话语落下,沐云直接站起身来,透过丛丛树林,看到山谷内,那数十人果然是开始整顿起来了。 不多时,数十人将地上的篝火清理干净,便是直接开拔。 沐云五人此时也是直接跟上。 百号城和袁启峰二人,各自带领一队,分开前行,看起来很小心,怕被有心人发现。 足足前进了约么半天时间,两队人马再度会合,出现在一座水塘边缘。 水塘外围,数十人在此刻悄然散开,纷纷到达树上,老老实实待下,一动不动。 等待了小半天时间,突然,那水塘周边,一只灵狐,敲摸摸地出现。 那是一只浑身火红色的灵狐,全身毛发蹭亮,一双耳朵竖起,谨慎地看着四周。 约么半米高的身躯,透露着灵巧和小心。 赤羽灵狐 看其模样,应该是刚成年的赤羽灵狐。 那一只赤羽灵狐,小心翼翼地靠到水塘边,谨慎地低下头,轻轻饮水,不时间抬起头看着四周。 约么过了十几分钟,灵狐悠哉悠哉在池塘边徘徊起来。 最终,似乎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低鸣一声,刷刷刷地破空声,在此刻响起。 一只指灵狐在此时此刻直接飞出,冲到水塘边,开怀畅饮。 赤羽灵狐,天生谨小慎微,防备心极高,而且攻击性极强,一旦有人或者是神兽靠近,立刻做出攻击姿态。 沐云开口道,看来百号城和元启风二人,还真是准备充分。 此次事关他们的头领大事,当然会小心。 咻! 正当五人在远处隐匿之时,突然,一道道破空声响起,山林之间,一只指箭矢,在此刻划破空气,射杀出来。 噗哧噗哧的声音响起,立刻有几只赤羽灵狐被长剑射在地上,一动不能动。 刹那,赤羽灵狐群突然间飞奔开来,一只只逃命似的离开此地。 追! 而此刻,百号城和元启风二人,根本不管那些被射杀的灵狐,直接带人冲出,追上那赤羽灵狐群。 这一瞬间,追杀开始上演。 沐云五人,跟随在后,小心翼翼。 足足追逐了半天时间,那一群灵狐,从两座山峰之间的峡谷之中,穿梭而去。 那峡谷极其狭窄,只能够容纳一人通过。 数十人一个接一个冲入到峡谷内。 沐云五人出现在峡谷之外,看着其中,沐云命令等待片刻,五人方才冲了进去。 谁? 只是五人刚冲入到峡谷内,一道喝声,突然响起。 哼,百师兄说的果然没错,还真是有大胆不要命的,跟着我们想捞点好处。 一名弟子看到沐云,开口喝道:"臭小子,这里是我们峰云会弟子发现,石像点,赶紧滚。滚。 沐云根本懒得废话,直接一指点出,砰砰砰的声音响起,三道连成一线的身体,顿时变成尸体。 手掌一挥,沐云直接冲向深处。 这峡谷颇为奇怪,越往里面走,越是宽敞。 最终,沐云的身影,出现在峡谷深处,看着前方,豁然开朗的地界,沐云也是脸上带着惊诧。 峡谷过后,地面开阔起来,一片室外桃源一般的景致,出现在沐云五人面前。 琳琅满目的花草,散发着淡淡的芬芳。 而且抬头看去,上方只有一丝裂缝,透露出阳光进来,可是整个谷内,并不显昏暗。 一颗颗散发着淡淡的光芒的灵狐神域,镶嵌在周遭石壁之上。 而那些石壁内,一个个巢穴,林林总总,不下上百个。 每一个巢穴内,皆是有不少的灵狐神域。 正是那些灵狐神域,散发着柔和光芒,使得整个山谷照射得十分明朗。 而且不仅如此,山谷内那些花花草草,被灵狐神域照射之下,日积月累,充满了灵性,十足的灵才。 沐云是单狮,看到这些,自然是心中欢喜。 砰! 突然,一只赤羽灵狐的尸体,直接坠落在沐云几人身前。 山谷处,百号城和袁启峰的人,已经是开始厮杀那些赤羽灵狐了。 赤羽灵狐乃是二阶神兽,但是大多都是真神后期境界,此次百号城等人准备妥当,厮杀奋力,那些赤羽灵狐,根本抵挡不住。 这一场争斗,赤羽灵狐落败,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你们是谁? 只是沐云五人出现,立刻便是吸引了百号城等人的注意。 是你们。 袁启峰看到沐云五人,吃笑道:"卢玉雪,我知道你,少东跟我说过,那你就应该是沐云了。 看来我很出名。 沐云微微一笑,没有否认。 哼,没想到你们几个蚂蚱,也敢来到这里,怎么,想奋一杯羹是吗?" 百号城忍不住喝道。 不不不。 沐云摇了摇头,道:"我不是想奋一杯羹,我是想,肉和汤全喝下去。 听到此话,百号城疯狂大笑道:"五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还妄图在这里讨到便宜。 宰了他们。 百号城话语落下,袁启峰带着几人,立刻冲来。 沐云此时此刻也不着急,原本是想等两边打得差不多,在出现收拾,只是没想到,这峡谷后方,居然是别有一片洞天,赤羽灵狐果然是够机灵,在此地落根。 不过现在,沐云也不怕。 对方不过是人多,但是绝大多数被那些灵狐缠住,别说是袁启峰,就是百号城,他也不怕。 看到袁启峰带着几人杀来,沐云五人立刻冲杀出去。 袁启峰此刻心中可谓是大怒。 他可是真神巅峰境界了,沐云区区一个真神后期顶峰,居然是敢朝着他直接杀来,这人简直是找死。 心中一声沉喝,袁启峰立刻冲杀出去,手中长剑,直指沐云。 在我面前使剑。 整个剑神宗内的弟子,剑术造诣比我沐云强的,恐怕一只手都能够竖得过来。 沐云哼了一声,虚灵剑在此刻,直接闪烁出一道剑痕。 振剑。 一剑斩出,剑气震动之间。 无可匹敌的力量,顿时冲击开去。 砰砰砰。 刹那,袁启峰之感觉身体都是紧绷起来,胸口顿时一阵脚痛,低头看去,却发现自己心脏位置,早已经是空洞一片。 扑。 一口鲜血喷出,袁启峰此刻之感觉脑袋炸裂,一股仿佛是巨山一般的压迫感,从心口传来,将他的脑袋撕碎。 砰的一声响起,袁启峰整个身体,彻底炸裂开来。 真神巅峰境界,一剑,解决。 赵严鸣,卢玉雪和木不凡几人,早已经是见怪不怪,此刻根本没有任何大惊小怪的模样。 天才,总是有过人之处,沐云就是这样。 真神后期顶峰,别说是真神巅峰,就是真神圆满境界的舞者,只怕也不是沐云对手。 袁启峰。 看到这一幕,百号城彻底傻眼了。 他之前听少东提起过沐云,可是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这么诡异。 一剑,破了袁启峰。 这家伙,简直是怪胎。 百号城此刻喝道,臭小子,你这是自寻死路。 抱歉,只怕你还拦不住我。 沐云看着身前之人,痴笑道:"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看人都是带着鄙夷的目光,殊不知,真正的天之骄子,根本,连看都不会看你们。 他手掌一挥,虚灵剑在此刻,微微颤抖。 沐云嘴角,一抹笑容出现。 而此刻,那风云会的弟子,对赤羽灵狐的打击,已经是全面占据优势,灵狐神域,唾手可得,可是现在杀出的沐云,实在是可恶。 你去收集灵狐神域吧,找寻灵狐神域也,安置好,此人我来对付。 而正在此刻,一道淡漠的声音,突然响起。 听到这一道声音,百号城脸色一喜。 莫凡师兄。 去吧。 是。 百号城手掌一挥,带着几名心腹。 立刻朝着山壁上的巢穴内冲去,开始收集灵狐神域和灵狐神域叶。 一道身影,出现在沐云身前。 此人一身粗不麻衣,身形不高不矮,体格也是不胖不瘦,而且长得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特点。 放入到人群内,就是极为普通,转身就会忘记的角色。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是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在下莫凡,风云会外宗负责弟子,地灵榜221位。 莫凡。 看到此人,沐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地灵榜只收录外宗前300位,莫凡,221位,所以,你在向我彰显你的名气是吗? 并非。 莫凡摇了摇头,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死在谁的手下,免得做鬼,感到憋屈。 坑的一声响起,一道剑鞘,直接脱离长剑。 而此刻,莫凡全身上下,一股独特的气息,扩散开来。 蜂拥的气息,带着一股霸气。 真神大圆满境界。 看到此景,沐云赫然间感觉到此子的恐怖战斗力,九道硬痕,彻底铺满,真神大圆满境界,这已经是真神境界顶峰,难怪能够成为外宗第灵榜第221位。 沐云可是知道,第灵榜,乃是外宗弟子之中最具有威信力的榜单,此榜单,不是主动上榜,而是被动。 第1784章 第灵榜高手 但凡是剑神宗外宗弟子,一旦在宗门内,和弟子交手,或者是在宗门内的练武场等处,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便会通过令牌,直接进行评定。 所以外宗十几万弟子,都会有一个排名,只不过宗门展现出的第灵榜,只会显现出前三百位。 而前三百名上榜的弟子,几乎都是真神大圆满境界。 即便是同一境界,彼此之间,也有很大差距。 莫凡排在第221位,实力自然是不会差了。 一股剑气直逼而来,这一瞬间,沐云感觉到,莫凡体内的一股风锐气息。 我来帮你。 谢青此刻刚想出手,沐云笑道,不必,你现在去找灵狐神域,可不能让百号城搜刮光了,我们此行来的目的,就是灵狐神域。 也好。 话语落下,谢青带着赵严明,沐不凡,卢玉雪四人,立刻冲出。 而此刻,沐云须灵剑在手,一股欢欣喜悦的情绪,从须灵剑之中释放出来。 你也很期待这一战是吗? 沐云笑道,没错,我也很期待。 真神大圆满境界,体内九道神圆印痕交错,足足拥有二百龙之力,沐云现在是真神后期顶峰境界,体内拥有一百五十龙之力。 如此相比,他是弱了一筹的。 可是,他现在拥有第一式的双手,这等力量增幅,足以使得他现在身体力量接近二百龙之力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剑术,强,很强。 振剑。 一剑斩出,沐云全身气息,骤然不同。 不再是真神后期顶峰那种低人异等的气势,而是如同一柄陈锋之剑,在此刻,展现出自己的争鸣。 沐云回手间,剑气撕裂,空气之中,带有一丝令人心悸的气息。 狂暴的力量在此刻扩散开来,蜂拥而出的力量,给人一种极其霸道的冲击感。 莫凡看到此景,也是心中惊悚,沐云握着剑,就像是从一只狼崽子,变成了一只雄狮一般,完全不同了。 咚! 沉闷的炸裂声响起,空气在此刻直接出现两道剑气的对碰,发出暴鸣声。 两道身影在此刻,皆是后退。 莫凡这次,是真的被吓到了。 这哪里是真神后期顶峰? 简直是后期大圆满都比不过。 澎湃的力量,掌控精准的剑气,此时此刻的沐云,气息可以说是彻底改变,强大到不可思议。 蜂拥而出的力量,给人一种极度夸张的力量爆炸。 斩! 莫凡此刻心不塌想,直接一步跨出,全身上下,力量暴动,一股股蜂拥而出的气息,如同搅动伤海的蛟龙一般,从他体内扩散出来。 飞剑! 沐云不为所动,直接再次出现。 飞剑之势,讲究的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攻击,不将就力量,而是速度,速度极致的快。 扑斥一声,突然想起,沐云这一剑,直接刺中了莫凡的肩膀,一道血口露出,鲜血滴滴答答落下,莫凡有惊无险躲避开来这一剑,整个人心中可以说是彻底惊骇。 沐云的强大,超乎他的想象。 砰!可是此刻,沐云根本不会给他喘息的时间。 一步跨出,力量再次扩散出来,莫凡身影还没来得及反转,只感觉一股震荡的力量,再次次来。 荡剑! 第三招,荡剑之势,在此刻直接杀出。 砰的一声响起,剑出,莫凡人头落地。 山谷内,一股血气,扩散开来。 三剑,斩杀莫凡。 沐云收起虚灵剑,呼了一口气。 这种感觉,很舒畅。 荡剑天绝,果然是强横。 沐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爷爷目封尘,剑术太斗之名,名不虚传。 嘿嘿,小孙子,爷爷身上的剑术,多得是,日后的。 以后你慢慢学习就是了,保证给你的,都是神界最顶尖的剑术。 嗯? 沐风尘的剑术,沐风啸的丹术,沐云现在无比期待,七世祖穆归凡的气术,以及六世祖穆问天的枪术了。 还有五世祖,四世祖,两位仙祖,不知道又有何出色之处。 只是沐云也知道,老祖宗们的教导虽然重要,可是最重要的,却是他本身的修炼。 若是自己不能够努力修行,还如之前那般,认为天大地大,自己最大,那才真是夜郎自大。 修行,再度修行,真神,地神,天神,神军,唯有到达神军,对于神界,我才能够知道更多。 神州大帝,浩瀚神界,古族秘界,人外之族,神界,远比我认知的强大。 沐云呼了口气,平复心情。 而此刻,百号城的尸体,直接被谢青甩了出来。 那些跟随而来的风云会弟子们想跑,可是根本无路可跑。 沐云手掌一挥,三百血位阻挡住去路,在此刻直接将剩余之人所死。 山谷内,血气渐渐翻滚。 最终,整个山谷,恢复平静。 沐云此时此刻,看到眼前血气纵横,心中惋惜。 他惋惜的倒不是这些人的性命,而是那些花花草草,一颗颗可都是价值珍贵,用来炼丹,简直是绝妙。 想到此处,沐云走上前去,采摘那些药材。 而与此同时,谢清几人,开始收集那些灵狐神域。 灵狐神域,对于提升印痕,可谓是天生神品,价值不菲。 恐怕,连莫凡等人最开始也没想到,此地会有如此众多的灵狐神域。 看着堆积如同小山一般的灵狐神域,赵延明几人眼中,带着疯狂喜色。 此次我们领取的任务,灵狐神域一百块,就足够了,可是现在,这里足足有,几十万块。 赵延明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没错。 卢玉雪也是兴奋不已。 此次斩杀少东,他也算是解开心扉,若是少东一直缠着他,很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家人。 到时候,他根本无力对抗。 好在遇到沐云,或许,当初在广平堂内,将沐云和谢清熟出,是他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了。 此时此刻,五人看着那灵狐神域,皆是欣喜不已。 赵延明叹息道,可惜没有发现灵狐神域也,否则的话,倒是可以留有大用。 无妨,这些灵狐神域,足够我们提升修为所需了。 话虽如此,但是灵狐神域功能有限,我们顶多吸收百十块就不错了。 这倒是。 沐云此刻也是有些感觉可惜。 如此众多的灵狐神域,他们却是用不完。 若是给了宗门内他人,一定会暴露,就算是带回阎盟,阎盟内的真神境界太少,用处也不大。 这下,几人犯了难。 这有何难? 诸仙图内,龟仪笑呵呵开口。 老龟,你有办法。 那是当然。 龟仪笑道,你记住了,我和你的约定,现在,我算是拿出诚心,帮助你,你可得给我上心。 放心吧,我能不上心吗? 好。 龟仪此刻开口道,你的三百穴位,虽是古族,可是古族在神界,也是要修炼的,他们现在既然是幻化出血肉,那就十分了不得。 这些灵狐神域,你可够建筑大阵,以你们为阵眼,以灵狐神域为构建阵法的材料,启动。 我保证,结果会让你大大惊愕。 怎么做? 接下来,沐云按照龟仪所说,开始布置起来。 谢青四人看着沐云古怪的动作,皆是一一不解。 沐云,在搞什么鬼? 足足忙活了一个时辰,沐云满头大汗,站在原地。 好了。 好了。 龟仪笑道:"现在,你们五人连带着三百穴位,直接进入道阵眼内吧,结果,会让你意想不到的。 好。 多年来的相识,沐云对龟仪,彻底信任,二人可以说是修妻与共,龟仪没必要欺骗他。 准备就绪,沐云直接进入道阵眼内。 三百穴位,一招而来,卢玉雪四人也是进入其中。 嗡。 请客间,一道光芒,升空而起,直接坠地,照射在四人身体内。 这一瞬间,沐云感觉到,自己身体内的力量,开始徐徐滋长。 灵狐神域,化成了最纯洁的力量,直接进入到他身体内,一股股力量在此刻,直接席卷进入到众人体内。 这一瞬间,沐云和卢玉雪二人,率先惊呼起来。 两人境界最低,皆是在真神初期顶峰层次,可以说是在拖后腿。 可是现在,当那力量照射进来之时,瞬间,二人体内的神源印痕,开始增长。 第三道填满。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力量一层层宣泄开来,二人感觉到身体的印痕,不断拔高。 直到到达第六道印痕,真神后期顶峰层次,方才停下。 而此刻,沐云方才感觉到力量的涌入。 这是什么鬼? 沐云询问皈依。 可可,忘了说了,此等简单阵法,保持力量均衡,所以最低境界的人,率先受益,然后力量,是你们均分。 你…… 沐云此刻不想多说了,太坑了。 可是现在力量已经是扩散下来,他必须要谨守自己本心,开辟第七道印痕。 蜂拥的力量落下,沐云前些天刚突破真神后期顶峰,而现在,他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自己本身的身体,和他人不同。 所以此次,他拼命压制住自己的实力。 第七道印痕圆满,沐云便是开始浓缩进入到体内的神域之力。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渐渐的,他体内的力量,逐渐蔓延开来。 不再是进入到神源内,而是进入到自己血液,经脉,骨骼以及魂海内。 力量的逐渐扩散,使得沐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也是开始成长起来。 不是境界的提升,而是身体力量的滋生扩展。 第1785章压制提升 同一时间,三百血为此刻更是疯狂吸收。 他们本是古族,在仙界之时,无法吸收仙气进行提升,只能靠沐云的圣碑提升。 而现在,每日里,他们依旧是靠着圣碑提升,但是也靠着自己吸收神力进行滋长。 此次,他们通过这阵内扩散开来的力量,可谓是如同风掌的野草一般,直接拔高。 他们可是不担心什么境界提升留下后遗症,只顾着自己疯狂的提升。 力量一道道的提升,众人此刻顿时感觉到身体的力量,不断拔高,一路突破,毫无障碍。 洛天行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个,现如今,直接突破到真神大圆满境界。 体内的力量,直接冲击开来。那些赋予给他们的禁锢,被不断冲破。 他们不是像沐云和卢浴雪等人这般提升,而是需要这些力量,打开自己身体内的枷锁。 时间不多,一道道力量冲击开来,穴位们,彻底释放自我,不断提升,一些穴位,甚至开始超越沐云。 只不过,此次沐云所想要的,并不是提升境界,而是境界与肉身,血液,经脉,骨骼全方位增长。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足足三个时辰,五道身影坐定。 最终,那神域光芒,徐徐败退,化成了最普通的石块,山谷内,光线暗淡下来。 目不凡,卢浴雪二人站起身来,眼中兴奋不已。 真神巅峰! 真神巅峰! 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相视一笑,眼中却是透露着狂喜。 这哪里是修行,简直是吃饭喝水一样痛快。 此时此刻,谢青也是站起身来。 谢大哥,你呢? 我? 谢青老神再再道,我还是真神巅峰啊。 啊? 啊什么呀? 谢青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咳了咳道,你们没看到,沐云本身也是真神后期顶峰境界,可是现在,不也是到达真神巅峰而已吗? 告诉你们,修行,尤其是到达了神境,注重的,不仅仅是境界了,血肉骨骼经脉魂海,哪一个都是重中之重。 哦! 哦! 卢浴雪和睦不凡二人,似有所懂的点点头。 哦什么? 我看你们还是不明白。 谢青双手赴后,叹息道,最简单的便是,你们看我和沐云境界没什么提升,可是我们实力是大幅度提升,同等境界,你,还有你,你们两个,就算是来一百个,我一人也能够轻松斩杀,明白了吗? 我懂了。 慕不凡顿时惊呼道,同样是真神巅峰境界,我和雪姐姐就像是一杯水,而慕大哥就是一桶水,甚至是一条溪水河流,他比我们,积累的多出了几倍。 没错没错,是这么个道理。 谢青微微笑道。 那这些穴位呢? 慕不凡再次不解道。 这些穴位,来历不凡,他们本身,一个个可都是强大到顶峰的境界,不过是被封印,我们吸收力量是提高实力,他们吸收是破解封印,不一样的,懂吗? 谢青不耐烦道,臭小子问题真多,好好体悟你现在体内的力量感觉吧。 是。 而此刻,赵延明也是站起身来。 真神圆满。 谢青询问道。 嗯? 赵延明脸上却是没什么喜色,苦笑道,还是没能够压制住,不如你和慕云,能够将自己压缩到极致,使得每一境界的提升,都到达完美。 听到此话,慕不凡和卢玉雪二人,是彻底迷瞪了。 旁人都是境界提升越快越高越好,怎么这三人,谁没提升,反而是谁最厉害了。 慕云此刻,也是逐渐从入定之中省转开来。 呼了口气,看着众人,慕云淡淡一笑。 赵延明拱手道,恭喜慕兄,只提升了一层,这下,我想之前力量有所松懈的地方,应该是彻底被挤压圆满了,恭喜了。 提升一层,反而恭喜。 慕不凡和卢玉雪二人,怎么听,怎么感觉别扭。 嗯? 慕云笑道,力量的提升,还是需要慎重,此次若不是灵狐神域,我根本发现不了,自己体内如此多的缺点。 等等。 慕不凡此刻实在是迷糊了。 大哥,怎么赵大哥提升了两重,反倒是恭喜你提升了一重。 看到慕不凡纳问的模样,谢青、慕云、赵延明三人,相视一笑。 我来与你解释吧。 赵延明笑道,打个比方吧,舞者每一个境界划分,都是十分明确的。 就以巅峰,圆满,大圆满三重来说,其实,古人划分,十分精准,这么说吧,到达巅峰的身体,如同一桶水一般,这是标准境界备注。 可是因为时代久远,大家注重的是境界提升,而不是每一境界的横向拓展,所以造就了,现如今,可能只是一杯水,便是巅峰。 试想想,一桶水和一杯水,差距如何? 你现在虽然到达巅峰境界,可是身体就是一杯水,我可以说是一桶水,与境界备注相同,而你穆大哥,便是江河一般,也就是说,他在这一境界,超越了古人的认知。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会产生越级击杀的原因,你穆大哥在真神巅峰境界,足以抵挡真神大圆满,是因为他每次提升,都是几乎超越极限。 还有一点便是天才之称,天才是什么? 是比普通人更加严于绿己的人而已,他们对自己要求更高,在一个境界,追求极致,谁追求的最极限,谁的天赋也就越高。 我和你穆大哥,谢大哥相比,就差了太多了。 赵延明说到此处,也是看着谢青很奇怪。 沐云至少压制自己之下,还是提升了一层,到达真神巅峰境界。 可是谢青一层境界也未提升。 难道谢青比沐云更加不可思议? 这一点,赵延明也不知道该做何解释。 他并不认为,谢青会比沐云还恐怖。 这之间,恐怕只有沐云和谢青二人自己知道了。 好了,大家此次皆有所获,至于所谓的天赋,这件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说清楚的,而是需要一步步的积累,现在做,也不晚。 沐云看着三百穴位,甚至满意。 此次灵狐神域力量,可以说是被他们三百穴位大大吸收了,让他们境界实力提高,也是好事。 父亲留下的禁止,最终全部解开,三百穴位能够到达什么层次,沐云也比较好奇。 而现在,三百穴位,实力最低层次,也是到达真神巅峰,最高的便是洛天行,真神大圆满境界。 这一步提升,可谓是超越前所未有。 众人此时此刻,满心欢喜。 小子,灵狐神玉叶不想要了。 归义此刻突然开口。 嗯? 灵狐神玉叶? 这里似乎没有吧? 嘿嘿,那可不是没有,而是你们没发现而已。 归义此刻贼笑道,实话告诉你,灵狐神玉叶,可并不是在灵狐神玉之中,而是脱离灵狐神玉,我所能够知道,就在这一座山谷内,肯定是在一个地方汇聚,你找找看吧。 果真? 当然。 沐云脸色一喜,看着四人,道:"找……找……找……找什么?四人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找灵狐神玉叶。 沐云话语落下,三百穴位也是扩散开来。 此时此刻,众人彻底忙活起来。 不多时,沐不凡突然开口喝道:"大哥,在这里……!" 众人顿时飞奔而去。 果不其然,在那些巢穴顶端,一块凸起的岩石之上,出现一个石槽。 石槽内,此刻流淌着乳白色的叶滴。 那乳白色叶滴,散发着淡淡的辛香,仔细嗅上一口,沁人心皮。 看到此景,沐云取出一个葫芦,将那些叶滴子收起来。 灵狐神玉叶。 沐云咧嘴笑了笑。 其余四人也是呼了口气。 此次出行,当真是赚大了。 众人此时此刻皆是心中欢喜,各有所获。 三百穴位收起,五人站在山谷内,看着四周,准备离开此地。 我们出来也有半月时间了,这半月时间,大家提升可谓是日进千里,可喜可贺,现在是该回去了,但愿那边,我申请单独的令牌,也该下来了。 嗯? 没错没错,你们是该回去了,不过,也不用回去了。 但是正在此刻,山谷边缘,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那峡谷之间,一道道身影走出。 为首一人,正是颜克。 看到沐云五人,颜克嘴角裂开笑容。 哇哇哇,不错不错,风云会的人,果然是被你们杀了,赤羽灵狐和风云会相争,你们做背后黄雀,可是没想到,黄雀背后,还有我吧。 听到此话,沐云五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忍不住笑了笑。 你笑什么? 颜克看着沐云,喝道,得罪了我这天会颜克,你还想活命吗? 让我在星儿小姐面前丢脸,沐云,天皇老子也保不了你。 哦! 沐云此刻宛若看着白痴一般看着颜克,笑道,天皇老子。 我自己就是,何许别人。 大言不惭之辈。 颜克顿时喝道,鲁山,鲁寒,给他们一点教训,让他们知道,这里,谁才是老大。 是。 话语落下,顿时,两道身影,直接冲出。 那十几人,此刻也是紧跟着两人,将沐云五人紧紧围起来。 第1786章你们谁上? 沐云此刻却是老神在在坐下,看着身前四人,道,你们谁上? 体会体会神域帮助你们提升的感觉。 不必害怕,灵狐神域,乃是天地所生,赤予灵狐滋养,帮助你们提升,可谓是天将,百利而无一害,你们现在的境界实力,足以越极挑战。 是。 目不凡此刻占出身来。 卢玉雪也是一步上前,道,一直以来都是你们照顾我,今日我来照顾你们。 两人此刻直接走上前去,看着颜克十几人。 哈哈! 颜克此刻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兄弟们,看好了,这家伙,自己怕死,让自己手下来送死,你们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 嘿嘿,颜大哥,我看这个沐云,也不过如此。 鲁寒痴笑道,凌微之际,让自己手下跑上来送死,简直是不知廉耻。 没错,遇上这样的老大,还真是倒霉透顶。 胡言乱语。 木不凡哼道,木大哥不出手,那是因为,你们几个废物,不足以让他出手。 来领教领教我木不凡的实力吧。 话语落下,木不凡直接冲杀出去。 他一双拳套,光芒一闪,轰隆一声,直接炸开。 一道拳进,顿时冲出,那迎面而来的一名弟子,一声低喝,可是下一刻,身体已经是直接到飞而聚,口吐鲜血,彻底倒地。 一拳,劲爆。 这一瞬间,颜柯几人,彻底愣了。 这家伙,真神巅峰境界。 不可能啊。 颜柯克道,臭小子,我跟踪你们一路,你不过是真神初期顶峰,现在。 哦,原来你跟踪我们一路了呀。 木不凡双手碰了碰,耻笑道,可惜呀可惜,你们几个蠢货,现在发现,跟错人了吧。 找死。 颜柯此刻怒了,直接出手。 真神巅峰又如何? 他也是一位真神巅峰境界的高手。 况且,他可是比这木不凡进入到此等境界早了许多。 而且,这个木不凡,实力提升迅速,必定是没有修炼什么二品神诀,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找死。 木不凡此刻根本不理会颜柯的攻击,直接出手,一拳杀出,力量在此刻,已经是直接暴虐开来。 砰。 两道身影相碰,顿时分开,可是颜柯脸色一白,差点一口鲜血喷出。 恐怖。 可怕。 这小子,看起来不过是十三四岁的样子,可是力量怎么如此恐怖。 木云此刻看着毛毛的攻击,即刻询问皈依。 怎么样? 应该是泰坦族。 皈依此刻肯定道,除了泰坦一族,还能有其他种族有这种力量吗? 这小子,天生神力,不对,准确来说,是随着他实力增长,力量会呈现出爆炸的趋势增加,这就是泰坦一族的强大之处。 你以后只让他修炼全法长法一类的,或者是棍法,最适合他。 我明白了。 木云点了点头。 神界浩瀚,除了人类,之中所谓的十大古族,还有其他强大种族存在,譬如龙族,凤族,古族,以及现在的泰坦族。 木云愈发觉得,这个世界,还真是一个令人向往和为之热血沸腾的世界。 臭小子。 此刻,颜柯真的要疯了。 区区一个目不凡,一个少年,力量居然是比他还强大。 而且最可恶的是,不管自己使出什么招式,这小子,就是拳脚相加,根本不管套路,可是一拳一脚之下,力量却是散发的十分炸裂。 他从未见过力量这么古怪的人。 砰。 颜柯一招杀出,风卷狂云,力量螺旋,席卷向木不凡,可是木不凡根本不管直接一拳把道还击,将颜柯那螺旋攻击,直接反弹回去。 扑斥一声响起,颜柯胸口塌陷,终于是再也忍不住。 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找死。 颜柯此刻是彻底怒了。 二话不说,一手直接取出几颗丹药,根本不管不顾,直接一把将丹药吞入腹中。 咕噜咕噜的声音响起,颜柯的身体,在此刻直接左冲右秃,看起来十分古怪。 可是瞬间,他脸色长红,头发根根倒立,看起来着实是恐怖。 咚! 沉闷的炸裂声响起,颜柯直接一步跨出,拳头在此刻扩大了一倍不止,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目不凡后退一步,双拳咯咯咯直响。 滚! 一声沉喝,一道爆裂声在此刻,直接扩散开来。 轰隆隆的声音,突然响起,目不凡此时不退反进,直接迎上颜柯。 谁都看得出来,现在的颜柯,吞服了丹药,实力大尽,力量也是提升快速,远超平常时候。 可是目不凡此刻却冲上去,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目不凡直接一拳打出,依旧是原来的架势和力道,可是这一拳,却是威力十足。 颜柯心怀憎恨,吞服丹药之后的药效爆出,直接二话不说,冲杀出去。 轰! 刹那,两道身影相碰。 咚咚的沉闷声响起,两道身影,在此刻不分彼此,顿时扩充开来,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砰砰。 而此刻,另一边,两道砰响声响起,那真神巅峰的鲁寒,鲁山两兄弟,身体,变成了尸体,倒地不起。 卢玉雪收剑,呼了口气。 这两兄弟,实力不俗,联合起来,攻防有备,相得一张。 可是最终还是败在了卢玉雪手下,丢了性命。 不必追了。 看到卢玉雪还想去追其他几人,沐云淡笑道,赵炎明已经拦住出口了。 看向卢玉雪,沐云点头道,你的剑术不错,不过,我看你虽然下手很利,可是你本身体内的力量,更偏向于柔软,建议你选择一些剑法比较柔韧的,柔中带钢,比钢中带柔,更加适合你。 好,多谢沐兄。 卢玉雪点了点头。 此方回去,若是有疑问,可以找我。 真的? 当然。 嗯。 卢玉雪自然是开心。 沐云的剑术,可以说是大师风范都不为过。 领悟剑魂,整个剑神宗外宗弟子有几人。 而且,他可是见识过沐云剑术的威能。 一统十八周郡之时,沐云的剑术,便是十分耀眼。 砰。 而此刻,另一边,颜柯身体倒地,再也站不起身来了。 他嘴角咕噜咕噜冒着炮,整个人身体都是颤抖起来。 要笑在此刻,也发作了。 加上沐步凡对他的攻击,使得他感觉身体都是彻底松垮了。 该死。 嘴角冒着炮,颜柯此刻眼珠子带着怒气,看着几人,呵斥道,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代价? 沐步凡哼斥道,代价你是看不到了。 手起全落,直接一拳砸下,颜柯脑袋开花,彻底没了气。 而此刻,赵严明折回,拍了拍手笑道,解决了。 嗯? 沐云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大家此次提升非常大,是时候回去好好休整一番了,短时间内的麻烦,是解决了,不过世间没有不漏风的墙,此事若是被他人知道,我们也难以应对。 大家此番回去,早做准备吧。 是。 顿时,几人都是点了点头。 几人回去的速度很快,不多时便是回到剑神宗内,各自回到院落内,开始休整。 夜晚,满天繁星,衬托出天空的浩瀚。 看着满天繁星,沐云心中思绪万千,安然入定,坐在房顶上,呼吸吐纳之间,内视自己的身体。 此番提升,境界只上升一层,可是他的实力,可以说是翻了几番。 血液,骨骼,浑海,经脉,几乎是得到最完美的稳固。 这才是真正的修炼。 沐云心神一动,鲜血在此刻,逐渐沸腾起来。 血脉之力六道,已经是趋于大城,而他现在需要提升的,便是血脉天赋吞噬。 不同于墓族其他人,他的血脉天赋吞噬,不仅能够吞噬他人力量,更是可以吞噬其他古族的血脉天赋。 那血霄分身的玉魂天赋,便是被他吞噬得到。 现在虽然不明显,可他却是拥有这一种力量了。 十大古族,血脉天赋,吞噬和玉魂,既然是最强的,不知道其他古族的血脉天赋,到底是什么。 据说十大古族,之所以能够诞生血脉天赋,是因为这十大古族,都曾经诞生过一位超越祖神境界的绝世强者。 超越祖神境界,那是什么境界? 沐云呼了口气,不再去想,而是引动自己吞噬的血脉天赋。 他手中,出现一颗药材,正是山谷内采集到的一株普通药材。 一股吞噬之力诞生,一瞬间,沐云感觉到自己身体力量的提升,一股药性,直接进入体内。 而那手中药材,化为枯草,彻底干枯。 吞噬力量,如此霸道。 难怪沐族,能够让其他九族彻底畏惧害怕。 这种吞噬力量,简直是毫不讲理。 爷爷。 沐云开口问道,沐族天赋吞噬,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吞噬他人神力,来提升自己的境界? 想都不要想。 沐风尘此刻突然喝道,想都不要想。 看到沐风尘如此激动的反应,沐云顿时一震。 爱。 徐徐,沐风笑叹了口气,道,其实,吞噬其他人的力量,提升自己,也是可以。 这种法子,听起来是残忍,但是武道修炼,基本都是人不为己,天诛的灭,也不算违背修炼意志。 可是,我们沐族曾经也以为,这样修炼没问题,但是曾经,却出现过一次问题。 出现过问题? 沐云遗症 第1787章 教导良女 没错。 沐风笑显然不想对沐云隐瞒,道,当年,族内出现过一名天才,偶然间发现,吞噬他人实力,可以提高自己实力,而且是快速提升。 于是乎,那名弟子便是自行修炼,可是结果,突然有一天,遭到反噬,结果甚至混乱,无奈之下,只能将其斩杀。 我沐族老祖开辟出吞噬血脉,为我沐族的强大,奠定了基础,可是也因此,吞噬血脉太过强大,更有无穷的隐患。 沐风笑话语之中,带着一丝无奈。 吞噬血脉天赋,能够吞噬药材,神经内的力量,直接转化成本身力量,这是好事,可是吞噬他人力量,因为每一个五修的修炼方式都不一样,可谓是百味杂,混淆在一起,很容易就出现问题。 云儿,切记,不可以以此方法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是,太爷爷。 沐云嘴上虽然答应,可是心中依然有不解。 上次与血脉对战,他可谓是将血脉浑身上下吞噬了个遍,可是结果,他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这就很奇怪了。 登登登。 就在此刻,小院之外,一道敲门声响起。 支牙一声,院门被推开,一道身影出现。 星儿大师。 看到来人,沐云微微躬身。 沐云,你跑到房顶上做什么? 看到沐云在房顶,西星儿眼嘴笑道,你可算是回来了,这是你的丹师令。 西星儿说着,手掌一挥,那一道令牌,直接飞向沐云手中。 一股气息,直接进入到沐云手掌内。 手中出现一枚圆形令牌,令牌之上,两颗闪烁的星星,十分耀眼,而且在星星之后,还有三道星杠。 二星上品丹师。 真元神丹,也有下品,中品,上品之分。 多谢星儿大师。 好了,别谢了,明天到丹院报道,这些时日,缺少一个得心应手的丹徒,你今晚好好休息,准备好吧。 是。 沐云现在可不是一位懵懂无知的剑神宗弟子。 这些星儿,本身也是一名封号弟子,再加上四星丹师,又是西梦大师的妹妹,在剑神宗内,虽无盟会势力,可是地位崇高,一些盟会首领的封号弟子,也不敢得罪。 剑神宗,占地广阔,整个剑神山脉的源头,近阶是剑神宗所在之地,外宗弟子十几万,内宗弟子数万,封号弟子百十人,皆是层次划分严明。 此时此刻,外宗,一座弟子庭院内。 风云会的弟子,进阶汇聚。 为首三人,气息强横,坐在庭院桌旁,给人一种极其强盛的压迫气息。 打探消息如何。 中间一名光头男子开口道。 齐秉雪师兄,莫凡师兄随同百号城三人进入山脉至今未归,可是,我们却是得到另外一个消息。 另外一个消息。 没错。 那弟子恭敬道,就在今天,有五名外宗弟子,完成了外宗士五哥的灵狐神域任务。 文。 听到此话,光头男子眉头促起。 雪莺飞,这件事情,可要重视。 三人之中,那青山长发男子认真道,灵狐神域,可是极难寻找,我们花费大代价,方才知道,这五个外宗弟子突然找到,莫凡他们又没有回来。 文。 光头男子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莫凡不在,陈炫,康成风,我们三人皆是第灵绑弟子,现在风云会外宗之事,我们来负责。 唯有如此了。 陈炫回应道,那五个外宗弟子,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件事情,若是和他们有关系,那必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是。 风云会外宗负责人,乃是莫凡,莫凡的灵绑221位,可是现在,下落不明,极有可能是死了。 他们三人,本就是外宗高层,现在必须负起责任。 此事,还需要给内宗弟子禀告,给两位会长一个交代。 第二天,一大早,沐云便是起身前往丹院。 外宗弟子,所需要学习许多,不过他身边有沐丰臣和沐丰孝二人,这两位可谓是宗师巨拨的剑术大师和丹术大师教导他,足以使得他不必到外宗无常听讲课了。 沐兄。 林俊生看到沐云,微笑打着招呼。 林兄。 呵呵,沐兄,你的丹师令牌办好了。 现在,你可是西星儿和西梦大师两人的丹徒,在丹院内,没人敢欺负你,不过,要小心那个杜河。 杜河。 嗯,我听说,杜河招揽的那个严克,失踪了,他们都是遮天会的人,严克和你有矛盾,杜河此事必定会怪罪到你头上。 我明白了。 沐云点了点头。 看来,这次是想躲,也躲不开的。 进入到丹院内,沐云便是来到西星儿的丹房。 在丹院内,只要是到达三星丹师,便是会有宗门给布置的丹房。 而二星丹师,只能做四星丹师的丹徒,一星丹师,做三星丹师的丹徒,毕竟,一星,二星丹师,对于虚神,真神境界是高高在上,但是在剑神宗内,三星丹师,才是真的有地位。 沐云找到西星儿,进入丹室内,只闻到一股丹香传开,只是那丹香之中,却是带着一丝焦糊的味道。 西星儿此刻皱起眉头,脸色难看。 可恶,又失败了。 西星儿嘀咕了一句。 星儿大师。 沐云站在一边,恭敬行了一礼。 来了。 西星儿看着沐云,道,这丹室内,有药材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八种,从高级到低级,存放在丹柜内,你先熟悉熟悉,以后帮我也得心应手一些。 是。 对了,还有,你上次施展的清理丹徽的法子,在哪里学的? 沐云拱手道,弟子无意间在一处古迹内看到,此法名为千变之法,星儿大师若是想了解,我可以示范给星儿大师看。 好啊。 西星儿很感兴趣。 沐云上次施展的清理丹徽的法子,确实是十分高明,后来炼制出的丹药,也是证明沐云的手段。 看到西星儿很感兴趣的驾驶,沐云便是开始施展。 一道道力量流转,沐云双手在丹炉之上走动,不断讲述着。 他并没有告诉西星儿这是千变万化法,换了个名字,省得被有心人惦记。 至于教授西星儿,沐云也有考量。 西星儿毕竟是封号弟子,四星丹师,与之交好,或许会有很大用处。 而且,他也确实很想待在丹院内,练丹,可谓是他不可放弃的一条路,慢慢修武之路,他需要了解的,还有很多。 单数,至关重要。 时间不多,沐云便是将自己施展的法子,演练一遍。 而此刻,西星儿双眼发光,看着沐云,无比兴奋。 这个办法,你可否教给我。 西星儿兴奋道:"放心,你是二星丹师,我保证,你将此法交给我,我会给你的元神丹的一些丹方,让你尽早跨过二星,到达三星丹师境地。 多谢星儿小姐。 沐云虽不稀罕西星儿所说的丹方,可是表面还是要欣喜若狂。 西星儿点了点头,颇为满意道:"你先等等,一会再施展一遍给我看看。 西星儿话语落下,便是直接离开。 沐云打量着偌大的丹士。 其中一边,一个个丹柜,临刺至笔,紧凑排列,里面盛放的都是药材,标注着名字。 而另一边,则是一座座丹炉。 那些丹炉,仔细看去,大都是天灵神器级别的。 天灵神器级别的丹炉,用来炼制天灵神丹,最是适合,也是四星丹师最喜欢的。 一道四星丹师,对应的等级丹药,成为虚神丹,真元神丹,地元神丹,天灵神丹,这四种等级神丹,又是有下品,中品,上品三个层次划分。 现如今的西星儿,乃是一位四星丹师,不过能够炼制出天灵神丹三层品质的哪一品,沐云却是不知道。 等待没多久,西星儿便是折回,而与西星儿一同返回的,还有西梦。 姐姐,这等好事,我拉着你来,你可别说我对你有所隐瞒。 西星儿咯咯笑道。 这两姐妹站在一起,相得一张。 西梦大师完全属于成熟女人的韵味美丽,而西星儿则是散发着青春活泼的美丽气息。 最重要的是,两姐妹身高相差不多,修长双腿,窈窕身段看起来,更是颇显魅惑。 沐云点了点头,攻了攻身。 沐云,你再施展一遍,反正今日开始,你就是我和姐姐二人的专用丹徒,今日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将来姐姐能够给你的好处,可是比我更多。 是。 沐云一副受到奔会的驾驶,再次选择一道丹炉,开始演练起来。 时间不多,一次演练完成,那丹炉内,一缕缕丹灰出现,给人一种极其沉郁的感觉。 可是此刻的丹炉看起来,却是散发着淡淡的光芒,颇有一股脱沉出新的感觉。 妙。 西梦点了点头,美眸之中,一抹光彩看着沐云,十分惊讶。 确实是很妙。 西星儿也是惊讶道,这等法则清理丹徽,简直是完美,可以大大提高炼制承担的几率。 沐云,赶快教授我和姐姐,将来,谁若是在丹院内欺负你,你就报上我的大名,谁敢对付你,就是对付我。 多谢星儿小姐。 沐云拱了拱手,开始讲述。 第1788张我求死,你们来杀我。 原本,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西星儿讲述给沐云单数知识,可是现在,房间内,沐云不断讲述操作,西梦和西星儿两人,却是频频点头,颇为受益的模样。 这等场景,被他人看到,势必会大吃一惊。 对此,沐云并没有什么避讳,谈吐之间,也是展现出自己单数功底。 千变之法 西梦最终点点头,道,只怕,这是一种古老传承之法了,我幼时听闻,神界内,有一种清理单卢之法,名为千变万化法,此法可以说十分古怪,据传闻,有千万种可变化的手法,结合起来,世间任何单卢。 没有无法清理铲除的单卉。 这么神奇。 可惜,这种法子,经过时间演化,很多都缺失了,我看沐云施展的,似乎就是千变万化之中的一种,此法若是得以重见天日,那真是神界单师的莫大好事。 沐云此刻并不做评价,千变万化之法,太爷爷说确实是失传,不过现在,沐风孝完全知晓,他全部学会,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沐云此时此刻并没有多说什么。 你能将此法告诉我们,也足以看出你的诚心,日后跟随在我们姐妹二人身边,我保证,会让你跨入到三星单师行列,日后我练单之时,你可旁观。 多谢西梦大师。 沐云再次攻身。 好了好了,我练单的时候,你也可以旁观。 西星儿西西笑道,别看姐姐是五星单师,我是四星单师,实际上,许多地方,姐姐并不一定见得做得比我好。 就你画贫。 西梦大师笑道,你们先练习吧,我先回去仔细想想,不懂之处,再来问你。 是。 西梦离开,西星儿立刻缠着沐云,再次讲解起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沐云在丹院内忙活起来。 跟随着西梦和西星儿两人练单,沐云确实是学习道不少,再加上太爷爷沐风笑的指点,足足过了三个月时间,沐云这一天,独自一人在丹室内。 身前,丹炉之中,火焰缓缓缓升腾,一道道火器出现,沐云静心凝神,坐在原地,天火缠绕扭转,在身前凝聚。 嗡。 此刻,丹炉内,一阵嗡鸣声响起,咕咚一声,出丹口,一颗丹药,突然出现。 三星神丹九转零心丹。 成了。 沐云此刻拿起那一颗清脆欲滴的神丹,心中欢喜不已。 三个月时间,他终于是成功炼制出的原神丹,虽然只是下品的原神丹,可是足以证明,经过三个月的潜心炼制,他已经是成为了一名三星下品丹师。 不错不错,三个月时间,从二星丹师跨度到三星丹师,不愧是我沐风啸的曾孙子。 沐风啸此刻也是颇为满意。 沐云底子很好,第二世和第三世,对丹树皆是十分精通,现在到达神界,在他教导下,可谓是日进千里。 这等丹树提升,确实是天资聪慧。 谢谢太爷爷。 沐云握着九转零心丹,也是兴奋不已。 能够炼制成功下品的地缘神丹,那中品,上品,他也会逐渐掌控住。 这些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坐下身来,沐云开始思考自己之前的失误之处。 登登登。 只是正在此刻,一道敲门声突然响起。 打开门,沐云发现是林俊生。 这三个月时间,沐云在丹院内,跟随着西梦和西兴儿两人,私底下也是炼制了不少的神丹,有许多,皆是给了林俊生。 自此,林俊生对沐云是好感大增。 林兄,怎么了? 门外一个叫卢玉雪的弟子找你,看来是有急事。 卢玉雪。 沐云眉头促起。 这段时间,卢玉雪,沐不凡,谢卿,赵严明四人,皆是在外宗内,安稳修炼,没出现什么问题。 这次这么着急,只怕出了大事。 来到丹院大门外,卢玉雪脸色着急,看到沐云,二话不说,直接拉起沐云就走。 出了什么事? 边走边说。 卢玉雪开口道,风云会的人,似乎知道了莫凡已死,而解查到了我们身上,此次,风云会外宗三位高层, 雪莺飞,陈炫,康承风三人,发出挑战。 挑战? 嗯,这三人,都是风云会外宗高层,地灵榜高手,此次,直接挑战不凡,他们辱骂你,不凡听不下去,直接答应了挑战。 哦!看来是找茬来了。 没错。 沐云笑道,既然如此,迎战就是了。 随着卢玉雪来到外宗的试炼无场之上,此刻,一座擂台上,围了数百号人。 擂台之上,两道身影正在交手。 仔细看去,其中一人,正是沐步凡。 而另一人,沐云却是不认识。 那精壮男子,就是康承风。 卢玉雪解释道。 此时此刻,擂台上,沐步凡一身粗布麻衣,脸色稚嫩,这段时间,他学习了不少神诀,实力大增,虽然未曾突破,可是本身底蕴却是全然不同了。 康承风,第零榜排名二百四十位,比纳莫凡,只弱了一筹。 哦! 沐云不在意道,无妨,不是不凡的对手。 而此刻,擂台另一边,看到沐云到来,雪莺飞和陈炫二人,眼中带着狠辣。 怎么这么恨我吗? 哼。 雪莺飞喝道,沐云,你别太嚣张了,在外宗,你还不是无敌的,再者说,我们风云会想让你死,足有一百种法子。 一百种法子。 沐云痴笑道,好啊,不如他们比试结束,你上场来与我一战如何。 你…… 雪莺飞自然是不敢。 沐云现如今的第零榜排名,就是二百二十一位。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们怀疑是沐云杀了莫凡。 连莫凡都被沐云杀了,雪莺飞不认为自己是沐云的对手。 战便战。 陈炫却是忍受不住。 你虽排名在二百二十一位,那并不代表你就是拥有这份实力。 陈炫鹤道,沐云,得罪我风云会,你必死无疑。 好啊。 沐云淡笑道,我求死,你们来杀我就是了。 擂台上还没结束,擂台下,已经是浓重火药味扩散开来。 砰。 而正在此刻,一道爆裂声响起。 台上,康成锋的身影,陡然间坠地。 一口鲜血喷出,康成锋眼珠子一翻,直接晕死过去。 成锋。 看到此景,陈炫和雪莺飞二人皆是脸色一白。 康成锋的灵榜排名二百四十位,可是居然败给了真神巅峰的沐步凡。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沐步凡此刻走下擂台,看着对面,哼道,下次骂别人的时候记住,自己是什么货色。 好样的。 沐云拍了拍沐步凡肩膀,而后信步走到擂台之上。 外宗弟子,挑战陈炫,陈炫师兄,可赶上来应战。 沐云直接走到擂台上,气势逼人道。 哼,有何不敢。 沐炫此时哪里能忍? 即便是雪莺飞此刻想拉住沐炫,也根本拉不住。 一脚踏上擂台,沐炫此刻脸色长红,看着沐云,恨不得活剥了沐云。 沐云,你死定了,得罪了风云会,你以为只有外宗弟子对付你吗? 我们风云会的内宗弟子,随随便便出现一个,你便是必死无疑。 可惜这是剑神宗,他们想杀我,宗门内无法动手,只能在宗门外,大不了,我不出去就是了。 你! 沐炫懒得多说,直接出手。 第灵榜排行第290位,他乃是真神圆满境界,比沐云境界高出一层,想要灭了沐云,不是难事。 杀! 沐炫一声咆哮,直接杀出。 看到沐炫冲来,沐云痴笑一声,直接一步跨出,手掌一挥,一直点出。 通灵迈指。 瞬间,三道指印,在此刻直接射出。 此指法,他已经是掌握到最熟练的程度,随心之间,一道指印到九道指印,可以说是转化自如。 只是此时面对沐炫,根本没必要施展九道指印,三道,足以。 砰! 三道指印直接杀出,封锁住沐炫任何前进的路途,沐云此刻身影一闪,直接靠近沐炫。 真神边风境界,他的身体力量反应,完全是属于顶峰层次。 这是他一步步积压自己的修为提高所造成的结果。 滚! 肩膀直接靠前,猛然撞击,偶然间,沉炫的身影,直接化成一道落叶一般,喷的一声,砸落在地,被沐云轰击的肩膀部位,更是咔咔咔发出鼓碎声。 他整个人脸色一白,一口鲜血喷出,直耿耿躺在地上,一动不能动。 废物! 看着沉炫,沐云大骂一声,目光落在雪莺妃身上。 风云惠弟子,还敢来战斗? 这段时间,沐云一直忙于修炼丹树,倒是让这些人以为,他还真怕了他们了。 沐云,你太狂妄了。 我狂妄。 再狂妄,也比不过你们风云惠弟子狂妄。 沐云站在擂台上,看着众人。 好一个嚣张狂妄之辈,不知道我萧远山,是否有资格领教你的实力。 正在此刻,一道高昂的声音响起,人群让开,一道身影走上前来。 萧师兄,你终于来了。 看到来人,雪莺妃脸色一喜。 第1789章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萧远山,虽非风云惠弟子,可是名气很大,此人乃是自由人,第0榜排名180位。 此次,雪莺妃恐怕事情有变,特意提前请了萧远山到来。 现在,看沐云还如何嚣张。 黄口小儿,如此嚣张,还真当我们见神宗的灵榜弟子,都是吃素的了。 萧远山看着雪莺妃,点了点头,直接怒视沐云。 唧唧歪歪,废话连篇,要打就打,上来就是了。 沐云看着萧远山,直接喝道,这样鄙视,真没意思,雪莺妃,你请了多少高手,就都请上来了吧。 我看,既然是鄙视,不如牵个生死状,生死不论,萧远山,你敢不敢。 沐云眉宇之间,带着一抹冷笑,蔑视。 她就是要好好鄙视萧远山。 伤了一个,还会上来一个,但是杀了一个,谁再敢来,就要掂量掂量了。 如何不敢? 萧远山此刻哈哈大小道,生死状,亏你想得出来呀,沐云,你求死,我成全你就是了,来人,拿纸必来。 顿时,两人立下生死状。 此刻雪莺妃满心鼓舞。 萧远山,真神大圆满境界,地灵榜一百八十位,在外宗内,那可是名声赫赫,地灵榜,前三百名,皆是高手。 但是前二百名,那和前三百名,完全又是另一个概念了。 此时此刻,两方交战,彼此间,不论生死。 沐云嘴角,一抹耻笑出现。 在她眼中,真神境界,可以说无敌手也不夸张。 眼下这个萧远山送死,她自然是成全。 抵怒全耻。 萧远山二话不说,直接出手,一击杀招,只取沐云。 害怕了呀。 上来就是压箱底的绝招吗? 沐云凝笑一声,手掌一抬,通灵脉指,再次射出。 五道指印,在此刻,直接杀出。 扑扑扑。 一瞬间,五道指印,直接在萧远山的身体躯干留下五道印痕。 咣当一声响起,萧远山的身体,直接倒地。 那些刚想欢呼加油的弟子,第一个字还没喊出来,战斗结束。 结束了。 所有人都是傻眼了。 此刻,沐不凡几人也是心中感叹。 沐不凡深知沐云的恐怖。 他乃是天生神力,力大无穷,可是同境界之下,他和沐云比试过,单单是力量,他根本不是沐云的对手。 力量,可谓是他的强项,可是,他还不是沐云对手。 更别说,沐云加上剑术,以及他那恐怖的神爵攻击了。 对于沐云,他心中只有一个字强。 而此刻,看到擂台上萧远山的尸体,雪莺飞彻底闪了。 一招,灭杀。 这是假的萧远山吧。 雪莺飞彻底瞠目结舌。 凤师兄。 可是他不死心。 雪莺飞看向身边一名青年,道:"凤师兄,此次我封云会,再加重一倍酬劳。 听到雪莺飞此话,那青年点了点头。 萧远山不过是排名一百八十位,我确实一百四十九,他和我比较,差距大着呢。 好。 雪莺飞重拾信心。 萧远山各废物,须有虚名而已,什么狗屁一百八十位,简直是蠢蛋一个。 奉天生前来讨叫。 台上,萧远山尸体被抬走,一道身影,走上前来。 沐云看着来人,痴笑道:"雪莺飞,我告诉你了,你请了多少高手,都叫出来吧,我可没时间和你玩到底。 奉天生哈哈笑道:"沐云,你太狂妄了,我乃是的灵榜排行第一百四十九位弟子,此番我出手,你的狂妄,到此结束,真神巅峰,第灵榜的威严,还轮不到你来挑衅。 是吗?" 沐云痴笑道:"既然如此,那么多废话干嘛。 而且,废话之间,你已经准备出手杀我了。 果不其然,沐云话语落下,奉天生手中直接出现两把匕首,冲向沐云。 看到那两把匕首,沐云嘴角带着一抹吃笑。 通灵卖指,七指印杀。 心中低喝,双手七道印痕直接斩出。 噗哧噗哧。 一瞬间,奉天生的身体,停止了。 砰的一声,他的身体,直接倒地。 再次,一招,灭杀。 这一幕,瞬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杀了萧远山,他们虽然吃惊,可是没有这么吃惊。 这次不一样。 杀了奉天生,沐云,居然还是一击击杀。 这就很恐怖了。 一百四十九位的奉天生,那是什么意思? 整个外宗,比他强的,只有一百四十八人。 可是沐云直接杀了奉天生,那便是足以证明,沐云在真神巅峰境界,就拥有了外宗前一百四十九的实力了。 那等到沐云到了真神大圆满境界,岂不是,无人可挡。 这么细细想来,沐云,着实是很恐怖了。 雪莺飞,还有谁,你请来个高手,再请上来送死吧。 沐云看着雪莺飞,冷淡道。 太弱了。 这些人,真的太弱了。 沐云心中,实在是提不起一丝认真交战的情绪。 地灵榜前三百位,可谓是剑神宗十几万外宗弟子最强之人,难道就是这么弱吗? 沐云心中,不禁有些失望。 经过灵狐神域洗礼的他,现如今,在真神巅峰境界,那便是能够发挥出真神巅峰境界的完美实力。 就是这完美实力,居然圆满,大圆满层次的武者,无人可挡。 这只能说明,他们太弱了。 若是这些人,在圆满境界,大圆满境界,也是到达完美层次,那沐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越级挑战成功的。 你们让我太失望了。 看着下方,沐云摇头道。 雪莺飞此刻一张连掌红,已经是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肖远山和凤天生可是他花重金请来的,可是现在,全部歇菜。 沐云的强横,已经是到达这种地步了。 他是真的没办法了。 唯有内宗弟子,恐怕才能够对付沐云了。 可是内宗弟子,怎能以身份压人呢? 这是违背剑神宗宗旨的。 从古至今,只有外宗挑战内宗,弱势一方,挑战强势,强势一方,是不允许挑战弱势一方的。 这下,众人都是心生惶恐。 今日过后,沐云的名气,必将在外宗传开来。 这么大的口气,不怕闪了自己的蛇吗? 只是万籁聚迹之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人群之中,一白衣青年,款款而来。 白衣白发,手持白扇,飘飘欲仙。 看到此人到来,人群皆是被感染。 是楚陈山师兄。 楚陈山? 一剑陈山,白衣储君。 原来是他。 众人顿时议论纷纷。 楚陈山? 沐云看着来人,表面平静。 只要是外宗弟子,沐云有信心,自己不会败下阵来。 好大的口气和胆子。 楚陈山白扇收起,看着沐云,笑道:"在下区区不才,想要领教沐云手段,可敢。 生死状立下,生死不改,如何?" 好啊。 沐云淡淡一笑,道:"没想到楚师兄看不惯我的嚣张,自愿出手,这倒是好事。 倒也不是看不惯,我只是没想到,一个风云会,被区区一个真神巅峰的新晋弟子搞得那么狼狈,真是够丢人的。 身为遮天会的人,我想,风云会办不成的事情,我遮天会的人,办成了,那应该会让外宗弟子知道,风云会和遮天会,到底熟强熟弱吧。 听到此话,沐云算是明白了。 这个楚陈山,是遮天会的人。 难怪,刚才雪莹飞看到此人,脸色都搭了下来了。 哼,楚陈山,小心点,可别死了。 雪莹飞阴阳怪气道。 雪,区区一个真神巅峰,再不计,我楚陈山也能压制住他,输。 绝不可能。 楚陈山笑看沐云,道:"沐云,你刚进入剑神宗,变形是如此嚣张,早晚会死的。 劳心楚师兄记挂了,只是有时候,态度不摆的硬气一些,老是被人当成软柿子捏来捏去,也不好受啊。 沐云笑呵呵道:"就像今日,别人将我朋友当成软柿子,我不出面,说不过去呀,一出面。 别人就是要打要杀,干脆杀了他们,一劳永逸也舒坦。 你倒是,好大的自信。 此刻,距离擂台远方,试炼五场边缘,三道身影站定。 这试炼五场四周,乃是围起来的石墙,此刻,石墙上,三人衣着服饰各有特色,胸口绣着黑色剑印,赫然也是外宗弟子。 这三人,中间一人,身材高大威猛,可是气息绵长,颇显低沉。 中间两人,一人较高一些,有些瘦弱,另一人却是风神俊脉,颇显潇洒,路过的一些女弟子对此人,皆是抛木传情。 唐达,你说这个楚尘山,几招会败? 高寿一点的男子笑呵呵道:"看不出来。 哎呦呦。 高寿男子笑道:"你唐达是咱们影蒙外宗首领,第灵榜第四,你居然说看不出来。 那你问尹叶,这家伙第灵榜第十,比我差不多了多少,你问他知道吗?"唐达反驳道:"尹叶,你说?" 我。 那风神俊脉的男子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估计,应该是一招吧。 哈哈。 听到此话,高寿男子哈哈大笑起来。 戴安,你笑什么? 尹叶揉了揉鼻子,反问道:"你们两个呀,唐达,你可是的灵榜第四,仅次于其他三盟的那三个怪物,你尹叶也是第灵榜第十,怎么这么看不起楚尘山呢?" 第1790章内宗弟子 戴安话语落下,唐达和尹叶却是相识一笑。 你们两个,笑什么? 戴安啊,你可真是坏心眼,明明你也不看好楚尘山,倒是来说我们二人。 好吧好吧,不过我是认为,一招击败,不太可能。 砰! 只是那戴安话语刚落下,一道砰响声突然响起。 远处,擂台之上,一道身影,轰然倒地,身影宛若断线的风筝一般,直接坠落,口吐鲜血,不曾停止。 那一道身影,赫然正是,楚尘山。 白扇此刻被鲜血染红,楚尘山的身影,直接坠落下来,化作了一道残影,一动不动。 死了。 一招。 依旧是通灵脉指。 这下,唐达,尹叶,戴安三人,彻底发猛。 我只是知道,通灵脉指,难以修炼,需要极其强大的血肉气息之称,可是没想到,修炼成功之后,威力如此霸道。 当年在藏武阁内,我也看到了这门神诀,因为考虑到自己肉身不够坚韧,所以放弃了。 强的,不是这门神诀,而是这个人。 三人此刻面面相觑,大有一番感叹之意。 但是擂台周围,众人却是彻底傻眼了。 今日之后,沐云之命,将会在外宗彻底闪烁。 唐达转身,淡淡道,此等人才,若是加入到血盟,战盟或者是天子盟内,必定是我影盟的缺失,此事,交给你们二人了。 哇,唐达,你这么不要脸的吗? 戴安苦着脸道,这样一个天才,我们怎么可能拉拢得住他? 没什么拉拢不住了,只要他在剑神宗内,就有需要,他的需要,我们影盟,不可能完不成。 戴安和尹业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能摇头。 这件事情,难办啊。 只是戴安转身之际,突然看到,那擂台处,一道身影,走了过去。 机会来了。 戴安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什么机会? 一旁的尹业不明道。 你看那是谁过去了? 戴安指着前方。 是他。 看到此景,尹业嘴角也是一抹笑容浮现。 没错,机会来了,拉拢沐云的机会,来了。 两人相视一笑,准备看着接下来的好事。 而此刻,无场之上,一道道喧哗声响起,看到楚尘山的尸体,众人已经是彻底炸开了锅。 连斩三人,沐云所施展的神诀,始终是通灵脉指,这一门神诀,威力那么厉害的吗? 最重要的是,沐云只是真神巅峰境界。 这次,算是一战闻名了。 雪莺飞此时此刻,已经是彻底下闪了。 她已经没有任何的胆量,敢和沐云交手了。 这下,如何是好? 风云会外宗成员,根本无人可以遏制沐云了。 第零榜榜单之上,沐云的排名,从二百二十一位,现在直接跃升到了一百零一位了。 这下,除了的灵榜前摆,谁能是她对手?可是风云会内,外宗之中,并没有的灵榜前摆的存在。 怎样? 沐云看着雪莺飞,淡笑道:"这样的结果,足够告诉你,日后,我不惹你,你,休来动我的人。 雪莺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此等情况下,万一多说一句,被沐云直接拉到擂台上,一顿暴打,受伤不说,将来再见神宗外宗。 如何混下去? 这句话,我也想对你说。 只是沐云话语落下,突然,人群后,一道声音,淡淡飘散开来。 众人让开一条通道,一道身影出现,浅蓝色长衫,高挑身材,颧骨略微高耸,一双眼睛,满含春色。 这是一个美中不足的美男子,可是仔细看下来,还是一位美男子。 凌霄大哥。 可是看到来人,雪莺飞仿佛是看到了希望。 风凌霄。 昔日风云会的外宗弟子,帝灵榜前世的存在,后来晋升到帝神初期境界,便是到达了内宗,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风云会现在的首领莫凡接任,不够出彩。 看到风凌霄出现,雪莺飞激动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再不来一个震得住场子的人,风云会真的要颜面扫地了。 地神境界。 看到来人,沐云嘴角微扬。 地神境界,以己魂沟通大帝之魂,每一次出手之间,暗合大帝之力,这等境界武者,已经是能够借势,借大帝之势,与之交手,便是感觉与大帝交手一般。 古往今来,乾坤乃指天帝,天行剑,君子已自强不息,帝是坤,君子已厚德载物。 古语所流行之处,也是古人对天帝所理解。 大帝之坤,厚德载物,人类和大帝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 地神境界,武者,便是与大帝融合,沟通大帝之魂,战斗之石,引动大帝之力,与自己共鸣,增强实力。 这是真神境界武者不可比拟的地方。 以一己之力,与大帝抗衡,如何能够做到? 而至于天神境界,更是沟通天之魂,结合的之魂,天帝之魂与人魂结合,那才是真正的强衡无可匹敌。 此刻,风凌霄出现,场中众人皆是呼吸凝致。 一位内宗弟子,一位地神弟子,足以让他们畏惧。 风凌霄缓缓踏步而来,看着沐云。 真神巅峰境界,自以为了解到一些修炼奥秘,便是在这里耀武扬威,耍起威风来了。 殊不知,于天地而言,你不过是一只可怜的蝼蚁,比其他蝼蚁强大一些罢了。 风凌霄身为内宗弟子,有他的高傲和不逊。 说得似乎很对,你身为内宗弟子,似乎也不过是强那么一丢丢的蝼蚁罢了,但是说到底,你不也是蝼蚁吗? 沐云笑应道。 看来你是不知死活,你真以为,宗门规矩,能够束缚住我。 风凌霄傲然道,信不信,我杀了你,宗门不会因此,就杀了我,因为,我的价值,比你大。 那你信不信,我若是杀了你,宗门更不会杀我,因为那样,我的价值,就更大。 沐云话语落下,风凌霄身影一闪,一步跨上擂台。 对沐云,他已经是杀新毕露。 风师兄! 雪莺飞此刻紧张的说不出话来了。 风凌霄若是真的就此杀了沐云,势必会被内宗其他盟会的人攻击,到时候搬出宗门戒律,风凌霄难免受罚。 闭嘴! 风凌霄看着雪莺飞,冷淡道。 不管如何,他已经是下定了杀新。 而此刻,沐云也是心中谨慎起来。 地神境界的武者,强大不可放物。 他就算是真神巅峰境界到达极致了,施展权力,也未必是对手,当然,这是他不施展圣杯秘迹以及血精暴和血脉天赋的前提下。 三张底牌在手,风凌霄真的要杀他,那就暴露,也没关系了。 咦?原来这边这么热闹,是因为你回来了呀,风凌霄,好久不见呢。 正在此刻,一道笑声,突然响起。 人群之中,两道身影走出。 戴安和尹业二人,此刻结伴而来,看着众人。 看到两人出现,风凌霄眉心皱起。 风凌霄,你站在台上干嘛? 这里不是外宗弟子切磋争斗的地方吗? 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是内宗弟子吧? 戴安笑道。 似乎与你无关。 话怎么可以这么说,当初你排第九,我排第十一,后来你走了,我因为你进入到第灵榜前十,怎么着? 也要感谢感谢你呀。 戴安话语之中,带着一丝丝威胁的味道。 风凌霄此刻面色冷俊,双手咯吱咯吱作响。 戴安,你若是不服我,等你到内宗了,我找你切磋便是。 风凌霄忽了口气道,只是现在,我不想找你们影萌的人麻烦,你懂吗? 我还真不。 戴安。 戴安话语还没说完,风凌霄直接开口道,你若是再多说一句,我不介意,连你一起杀了。 啪! 只是,风凌霄话语刚说完,突然,空气中中,清晰的一道巴掌声响起。 风凌霄整个身体,在原地旋转积圈,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摔了个狗屎吃一般的难看。 这一幕,顿时让所有人大惊失色。 你算个什么东西? 风凌霄的一条狗,在这里狂吹什么? 本小姐不高兴,罚你到藏剑种内撕过,你信不信? 风凌霄刚才帅气潇洒的模样,在这一瞬间,彻底崩塌。 就好像是一个富家公子,身着滑浮走在街上,可是下一刻,变成了一个人人嘲笑乞丐一般。 猛然间被人扯下华丽外表,风凌霄此刻一口怒气提起,顿时一口鲜血喷出。 是谁? 一声咆哮,震荡的整个试炼无常都是摇晃起来。 我…… 只是下一瞬间,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顿时,风凌霄全身上下的气势,顿时化为乌有。 翠绿色长裙,将秃凹有致的身材紧紧包裹,一束腰带,上下分明,双手腹后,脸上带笑,出现得加人,声音不高不低,可却是给人一种十分舒畅的感觉。 你算个什么东西? 风凌霄一转身,看着前方,一句话还没说完,却是再次傻眼了。 那一道身影,看起来如此熟悉,可却是高高在上,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微笑感,但那微笑下,却是藏着一颗能让他死上千百回的杀鸡。 第1791章 按波流动 说呀! 女子淡笑道:"继续说呀,你说,我算个什么东西?" 不不不。 风凌霄此刻脸色一白,急忙摇头道:"星儿小姐,您怎么能是个东西呢,您不是个东西。 我不是东西。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西星儿看着眼前的风凌霄,淡淡道:"你好大的胆子,沐云乃是二星丹师,是我姐姐西梦的御用丹图,你想杀了他?" 好啊,你杀了他,那你给我姐姐找一个称心的丹图来。 西梦大师的丹图 沐云 怎么会这样? 风凌霄此刻一正。 他只以为,沐云是一个表现出色一些的外宗弟子罢了,可是哪里能想到,这家伙,居然还是一名丹师。 这就让人难以置信了。 怎么了? 我的话,你不信。 不不不。 风凌霄急忙摇头道:"弟子不敢,弟子不敢。 不敢就行,记住了,沐云是我的丹图,谁若是敢对付他,就是和我西星儿过不去,休怪我下手无情。 西星儿哼道。 此话一出,众人一傻。 怎么回事? 刚才西星儿不是说,沐云是西梦大师的丹图吗? 现在怎么成了他的丹图了? 可是,众人明白,不管是谁的丹图,西星儿堂堂一个封号弟子,愿意为沐云这个外宗弟子出头,足以说明,沐云在西星儿眼中的分量了。 沐云,跟我走。 西星儿看着沐云道:"我找你半天,你在这里和人打架,下次有麻烦,直接找我就行了。 话语落下,西星儿拉着沐云,不顾众人的目光,直接离开。 戴安和尹业两人此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们本来想依靠影盟的背景,帮助沐云渡过难关,卖给沐云一个人情,让沐云记住他们影盟的好,顺便拉拢沐云进入到影盟内。 可是没想到,西星儿直接出面,两巴掌将风铃消散得不知道东南西北,彻底猛了。 走吧。 尹业苦笑道:"看来,没我们什么事了。 哎,天才呀,果然是天才,二星丹师,被西梦大师和西星儿看重,我们想拉拢他,难啊。 戴安也是叹息一声,不再开口,直接离开。 场面一时间沸腾不已。 许多弟子离开,可是心中的震撼,却是难以附加。 这件事情,传荡开来,整个剑神宗,必定是会彻底沸腾。 一位封号弟子,因为一位外宗弟子出面,这样的事情,已经是许久未曾出现过了。 而消息不静而走之间,整个宗门内都在讨论。 剑神宗,核心之处,一座座山峰之间。 这里,约么有数百座山峰,每一座山峰山顶,半山腰之处,都是亭台楼阁,鸟语花香,宛若世外桃源一般静蜜美丽。 这里,便是封号弟子居住的山峰,每一座,都有一座单独的灵阵,天地灵气,源源不断,哪怕是野草,生长在此处,也会诞生灵性。 此间,一座山峰之上,一道身影,安然定做。 一道道身影,从山脚下快速走上山峰。 慢点。 那几道身影还未到半山腰,坐在山峰亭阁内的男子,微微开口。 如此静谧的环境,因为你们几人的慌乱,打扰了一切,你们不感觉很煞风景吗? 男子一身蓝色长衫,一双眸子,略微晦暗,脸色略显苍白,五官结合的给人感觉很舒服。 盟主 那下方,为首一名男子,神情紧张,一身修为,仔细看去,赫然是地神大圆满境界。 此等境界,在内宗之内,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可是在此人面前,这地神大圆满境界的武者,却是唯唯诺诺如同孩子一般。 上来吧。 是。 男子带着几人,登临山顶。 雷鹏,说了多少次了,每次来,小心翼翼。 蓝山男子嘱咐道。 是,盟主。 身为战盟内宗首领,雷鹏此时此刻,满是谨慎。 眼前这位盟主,乃是整个剑神宗四大盟之一的战盟盟主,洛河盟主。 洛河之名,在整个剑神宗内,都是名声赫赫。 天子盟盟主天风笑。 战盟盟主洛河。 血盟盟主云与飞。 影盟盟主莫影。 这四人的名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洛河,已短短十七年时间,从外宗到内宗,再到封号弟子,可谓是一代传奇。 什么事,说吧。 洛汉挥挥手,淡淡道。 启禀盟主,今日外宗发生了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 雷鹏当下将事情原原本本讲出。 你是说,星儿为了这个沐云出头。 洛河眉头一挑,颇显不跃道,区区一个单徒,二星单师,星儿亲自为他出头。 没错。 雷鹏此时此刻也是小心翼翼。 他可是知道,眼前这位洛河盟主,新手创建战盟,使得战盟成为剑神宗内四大盟之一,手段多么狠辣。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位盟主,对西星儿小姐,可谓是情有独钟,爱到不可自拔。 他不允许任何弟子,靠近西星儿。 现在听到西星儿为了一个区区外宗弟子出面,不计脑才怪了。 这个沐云,什么来路? 没什么来路,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宗弟子,若是说奇怪的地方,那就是真神巅峰境界,击败真神大圆满境界弟子。 不过如此,当初我在真神巅峰境界,连帝神初期境界武者,都曾斩杀过。 洛河摆摆手,道,给我仔细调查这个沐云,详细的看好他,若是发现星儿对他有任何其他意味在其中,此人,不能留。 是。 雷鹏的令,立刻退下。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沐云随着西星儿离开。 其实,今天的事情,我能处理的。 沐云微微开口道。 你能处理? 西星儿看着沐云道,那风凌霄可是内宗刚晋升的弟子,虽然是帝神初期,可是天赋颇佳,在风云会,也是受到重视,风云会两位会长风行天和云记二人,对其都是关注颇深。 你有把握对付? 应该,可以吧。 沐云苦涩一笑道。 得罪风凌霄,他倒是不怕,只是西星儿可是封号弟子,为他出头,只怕后面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 行了行了行了,有我的名气在,谁敢招惹你,我帮你揍他。 西星儿颇有一股金国英雄的架势,看着沐云。 对此,沐云只能苦涩一笑。 赶紧吧,我要开炉炼丹了,可是你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西星儿忍不住道,说实话,你来做我副手,很舒心,换做其他人,真的是有些无法接受,太糟心了。 既然如此,请吧。 好。 两人结伴进入到丹院内。 一场风波,看似结束。 这一边,封灵霄已经是彻底恼羞成怒了。 可恶。 内宗弟子别墅曾落之间,封灵霄此刻满脸怒气。 他脸颊上的肿胀,在此刻已经是逐渐消退,可是心里的伤痕,却是无法消退。 现在,整个内宗、外宗弟子,无意不是将他当成了笑话一样看待。 想对付一个外宗弟子,反倒是被人家的后台给狠狠扇了两巴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此时此刻,封灵霄可谓是满肚子怒火无处可撒。 灵霄,消消气,消消气。 身旁一名胖子宽慰道,此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只不过,现在也不是和他计较的时候,在宗门内,西星儿照着他,想动手,且不说宗规,单单是西星儿,便是绕不过去。 我明白。 封灵霄阴冷道,此子,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灵霄。 支牙一声,院落大门被推开,两道身影此刻并排而来。 封会长。 云会长。 看到那出现的两名男子,封灵霄神色一震。 坐吧。 封行天看着封灵霄,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封云会,都怪我和云记无能,未能突破到天神境界,成为称号弟子,否则,你也不至于受到西星儿如此的。 两位会长。 封灵霄突然仰头道,不怪二位会长,要怪,只能怪那沐云欺人太甚,对我外宗成员打压,此子,可恶。 此事还要调查,这个沐云,是不是背后有人支持他这么做,这件事情,不只是你的事情,也是我们封云会的事情。 云记开口道,灵霄,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谢谢会长。 两人又安慰了封灵霄几句,这才告辞离开。 而同一时间,遮天会内部,外宗弟子也是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场秘密会议。 沐云不知,因为他,因为西星儿的出动,或明或暗,许多人,开始盯上了他。 就算沐云知道,也不会介意。 他本来就是打算杀人立威。 现在已经是做到这一点了。 人杀了,威力了,自此,外宗内,谁在想找他的麻烦,那就需要掂量掂量了。 经过此时,沐云也是彻底安稳下来,准备突破。 他在真神巅峰境界,已经是足够积累了,可以准备进入到下一境界的提升了。 单室内,一阵丹香席卷开来。 沐云手中,紧握着三颗浑圆剔透的青绿色丹药。 圣苔灵丹 圣苔灵丹,真元神丹之中的上品丹药。 此丹药,乃是提高提升硬痕几率的最显著神丹,而且丹方,在现在的神界,极少见到。 这也是太爷爷告诉他的真元神丹丹方。 三颗上品真元神丹圣苔灵丹,足够提升到真神圆满境界了。 站起身来,沐云收好丹药,便欲离开丹苑。 支哑一声响起,此刻,丹市房门,却是突然被打开。 第1792章 坠崖 你好,星儿大师不在。 沐云头也没抬,直接开口回应道。 哦,他不在,找你也是一样的。 一声淡淡的回应响起,带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魔性声音。 抬起头,一道身影出现在沐云眼前。 一身淡蓝色的长衫,一只手垂在身前,另一只手附在身后,脸上淡淡的笑容,给人一种阴暗却并不阴森的感觉。 这位师兄,何事? 沐云站起身来,看着身前男子,拱手道。 之前何星儿说过的,带他到藏剑种取一柄剑,今日怎么不在? 男子点头道,不过不妨是,你跟我一起去,也是一样的。 这,恐怕不太妥当吧? 无妨,只是取剑而已。 沐云再次道,可是我听闻之前的长老说,藏剑种是死地,不可进入其中。 那是对你们外宗弟子和内宗弟子而言,封号弟子是拥有宗门令牌,可以有机会进入到藏剑种内挑选长剑的。 既然如此,好吧。 沐云点了点头,收起圣胎灵丹,随着蓝衣男子离开。 不知师兄如何称呼? 洛河。 蓝山男子淡淡道,叫我洛河即可。 洛师兄。 沐云拱拱手道,星儿大师离开前,嘱咐我照看丹士,我先去和林俊杰说一声,免得星儿大师回来,找不到我。 听到此话,洛河眉头一挑,显得有些不耐烦。 正在此刻,两人来到丹院大门处。 林兄。 哎,沐兄。 林俊生看到沐云,也是热情打招呼。 我随洛河师兄去帮星儿大师取件东西,星儿大师若是回来了,你告诉他一声。 好。 沐云看了看林俊生,随着洛河离开。 看到二人结伴离开。 林俊生嘀咕道,洛河师兄。 哪个洛河师兄? 洛河。 突然,林俊生脸色一白。 整个剑神宗内,唯有一个洛河,最是出名,那便是战盟盟主洛河,封号弟子。 糟了。 林俊生脸色一变,急忙离开。 而此刻,沐云随着洛河,一路前行,来到剑神宗深处。 剑神宗外宗,内宗以及封号弟子所居住的地方,划分有致,彼此间精未分明。 这还是沐云第一次从外宗进入到深处。 绕绕转转,两人花费了大半天时间,方才来到剑神宗后方。 一座悬崖之边。 前面便是藏剑种了。 洛河看着前方,淡淡道:"藏剑种,乃是埋葬着我们剑神宗历代过去的天之骄子或者是长老宗主的绝世神剑,那些神剑类,甚至是蕴含了我们前辈的意志力,所以进入其中,会被排斥,需要宗门守令。 洛河说着,手掌一挥,手中一块令牌出现。 他手掌一招,那令牌直接升空而起,飘散到半空之中,紧接着,一抹光芒突然闪过,悬崖之边,在此刻出现一抹光辉。 点点光辉凝聚,铸造成了一条通道。 通道,直接通达悬崖另一边。 上桥。 洛河喘着粗气,道,速度快一些,这令牌,只是短暂时间支持我们过去。 看着洛河气喘吁吁的模样,沐云此刻拱手道,洛河师兄乃是封号弟子,自然是仙情。 让你过去,你便过去,哪里那么多废话。 洛河直接喝道。 师弟胆子小,还请师兄引路。 哼,胆子小,我看你胆子大着呢。 洛河此刻手掌一抓,一股蜂拥的气息,铺天盖地,从天上地下,直接将沐云身体囊括住。 这一瞬间,沐云的身影,只感觉被死死禁锢住,无法动弹。 该死。 沐云刚想反抗,可是根本无济于事。 天神和真神,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哼。 一道哼响声响起,他的身影直接被轰击到星光桥上,那洛河嘴角凝笑。 道,藏剑种确实是不允许弟子进入其中,你在这里面,就好好享受吧。 此地葬送了我见神宗历代无数天才,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你并非洛河。 沐云喝道。 错,我就是洛河,深深爱着星儿的洛河,所以,任何靠近他的男子,我洛河,都要斩杀个干干净净。 堂堂封号弟子,你还真下得去手。 为了星儿,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沐云,怪只怪,你让星儿记挂了。 洛河说着,手掌召回,那星光在此刻,轰然间退散,直接消失不见。 猛然间,沐云脚下,身不见底的悬崖下,一股强横的吸扯力,直接传来。 几乎是一瞬间,刷的一声,他的身体,直接坠落到下方,彻底消失。 这一切,只是电光火石之间,即便沐云施展全部,可是依旧是无法抵抗住。 洛河看到此景,淡淡一笑,直接离开。 以他的实力,可以直接杀了沐云。 可是沐云如果只是外宗弟子,确实简单,但现在,沐云还是一位二星丹师。 在剑神宗内,二星丹师的身份和地位,是和内宗弟子相当的,所以他不好动手。 可是引诱沐云来到藏剑中,推他下去,却是轻而易举。 这件事情,即便宗门知道,也无法拿他问责。 双手赋后,洛河转身离开。 为了一个区区的外宗弟子,他亲自出手,并不是他看得起沐云,而是在他心中,关乎于西星儿的任何人,哪怕是蝼蚁,也是重中之重。 洛河 但是正在此刻,一道交合声突然响起。 悬崖之边,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星儿 看到来人,洛河脸色一喜,急忙迎上。 洛河,沐云呢? 西星儿此刻脸色阴沉道。 看到西星儿紧张的模样,洛河脸色顿时冷漠下来。 星儿,这就是你让我最不喜的地方,区区一个外宗弟子,你这么在乎吗? 你要单独,我战盟内,三星丹师弟子,都可以做你的单独。 不用你管。 西星儿哼道,洛河,我问你,我的单独沐云呢? 坠落藏剑种了。 什么? 听到此话,西星儿表情一沉。 洛河,你,过分。 西星儿奔驰到藏剑种,看着下方漆黑一片,心中一沉。 从古至今,进入到藏剑种内的弟子,从来都是有去无回。 西星儿猛然转身,看着洛河,喝道,洛河,你很好,很好,从今日开始,你我不再有任何干系,让你战盟的狗腿子,全部滚出丹院,否则,我发现一个,杀了一个。 话语落下,西星儿愤然离开。 她需要赶紧找姐姐商量一下。 藏剑种,乃是剑神宗历代前辈藏身之地,其中更是有剑神宗上万柄神剑,那其中蕴含的剑气杀伐气息,简直是数不胜数。 沐云进入其中,别说是真神巅峰,就算是地神,天神,也是十死无生。 星儿 看到西星儿愤然离开,洛河脸色阴沉得可怕。 看着悬崖,洛河喝道,早知如此,不该让你下崖,而是应该直接囚禁你于暗无天日之处,让你生不如死。 阴冷的话语,伴随着利风,消散于天地之间。 此时此刻,沐云当真是生不如死。 坠落到藏剑肿下,沐云的身体,不断下降。 可是整个悬崖下,百米之后,便是出现一道道长剑。 那些长剑,从最初的先天神器级别,到后来的地缘神器级别,甚至出现了天灵神器级别的神剑。 那些剑,一柄一柄插在两边的峭壁之上,林林总总,根本数不清。 但是沐云身影下降之间,一股股蜂拥而来的刚风,直接刺穿她的身体。 那些刚风,如同剑气一般,百般变化,换种招式,呼啸而来,几乎是撕扯着她的身体,让她无法喘息。 更重要的是,那些刚气,越是下降,越是强大。 如此下去之后,只怕她还没到崖底,便已经是彻底化成碎肉了。 如何是好? 沐云此刻,心中千百种法子掠过。 最终,沐云无奈,直接祭出了碧落黄泉图,六块圣碑在此刻,直接翻腾而出。 那六块圣碑,幻化成六块钢板一般,将她的身躯包裹住。 碧落黄泉图在此刻,更是将六块圣碑包住,如此之下,那些刚风,在此刻终于是被抵挡下来了。 看到此景,沐云也是呼了一口气。 若是无法阻拦,她只怕死一百次也够了。 只是即便如此,越是下沉,她的身体,越是受到外界挤压,难以支撑。 这悬崖,到底多高?沐云心中几乎是发狂,这种面临死亡的压迫,她很久未曾体会到了。 若和,我若不死,你,必成厉鬼。 牙银紧绷,沐云此刻嘴角觅出鲜血。 砰! 然而,不知过了多久,陡然间,突然,沐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猛然坠地。 疼痛,早已经是没了知觉。 而此刻,一切刚风,就此消散。 沐云拨开六道圣碑,看着周围,呼了一口气。 此等距离坠落,连带着那恐怖的刚风,别说是天神,就算是神军境界的顶尖强者,也无法承受住。 若非是他拥有碧落黄泉图以及六块圣碑防御,早死了。 不过现在看来,六块圣碑和碧落黄泉图,确实是很厉害。 尤其是碧落黄泉图,使徒乃是父亲故意给他,连爷爷都不知道所为何物,但是现在看来,确实是很特殊。 这是雅底了吧。 沐云看着四周,漆黑一片,唯有昏暗之中,一道道若隐若现的见光,自言自语道。 第1793章 雅底封老头 手中取出几颗夜明珠,沐云直接抛开,那夜明珠扩散开来,周遭,总算是有一些轮廓出现在沐云眼前。 这里是一片乱石岗,周围,不少石头散落,小的拳头大小,大的足有一人多高。 满是乱石,而且,那些乱石周围,还有不少常见,或是完整,或是损坏。 沐云站起身来,走上前一步,咯吱一声,突然响起。 他一步踏出,身体直接下降半米,脚下灰尘,差点将他掩埋。 一股灰尘扑腾起来,沐云嗅了嗅,脸色骇然。 骨灰。 他身体直接飞驰而起,落在一块石头上,看着四周。 此刻,雅底周围,到处都是骨灰。 沐云仔细想了想,便是明了。 此地乃是雅底,死在这里的剑神宗弟子,不知几何,那些弟子下来之时,恐怕未到雅底,便是直接被钢锋撕碎,化成了粉灰,经过时间堆积,全部落到了雅底。 想到那半人多高的骨灰,沐云一阵毛骨悚然。 这是死了多少人在此地。 沐云再次抛出一些夜明珠,照射周围,大概观测出此地的大致模样。 长宽大概千米左右,满地都是骨灰,更有许多神剑插在石上。 只是这些神剑,最低品级的,都是固原神器级别。 固原神器,五星神器师方才炼制出来,神军境界顶尖强者配备,可是在此地,足足有上百把。 只是沐云刚想拔出那些长剑收起来,可却是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撼动。 好在没死在这里,只是此地,怎么上去? 看着四周,沐云颇为无奈。 上面的钢锋,可是不断向下挤压,它落下来容易,上去,几乎是不可能。 一连几天,沐云尝试着走上去,可是根本没有办法。 那些刚锋,它只能依靠圣碑和碧落黄泉徒抵挡,但是那一股冲击力,太强大,它根本无法抗衡。 这可如何是好? 沐云无奈间,只能够在这几日时间,看着周遭,查看查看,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出口。 找来找去,还是没办法。 难道困死在这里? 沐云无奈苦笑。 它现在到达真神巅峰境界,从当初的百年寿命,增加到现在的数百年神界寿命,可是数百年时间,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想要提升到更高境界再上去,那简直是开玩笑。 神境提升,越是朝上,寿命越是爆炸增长,可是它现在不过是真神,增加寿命并不多,到了神军境界,开辟元神,那才是寿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足足增加数万年不止。 现在最重要的是,它现在的身体,是需要进食的。 时间一久,不是饿死,就是老死。 不能在这里等死。 沐云站起身来,看着四周,狠狠咬了自己手中一块烤肉,道,一定可以离开。 好香啊。 沐云话语刚落下,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谁? 听到这一道声音,沐云整个人顿时一呆。 他在此地四五天了,可是找寻了此地全部地方,可没发现这里有人。 我我我。 那声音再度响起,道,我在你下面呢。 下面。 沐云看着脚下。 那些骨灰,被他硬生生踩结实了,他方才在此处之起火架,将自己存储的一些生肉拿出烤了吃。 虚灵剑在此刻直接出现,沐云一箭,直接扎入到下方。 轰。 顿时,崖底内,一道轰鸣声响起,那些骨灰在此刻,飞舞洒开,化作漫天秒雀一般,扑散到周围石壁之上。 此刻,沐云方才发现,骨灰堆积的地面下,居然有一座祭坛。 而此刻,祭坛中央,一道身影,一道苍老的身影,盘膝坐地。 那祭坛,上宽百米,四面四角,矗立着一根石柱。 而在石柱之上,铁锁钩帘,蔓延开来,将那一道苍老身影死死锁住。 看到此景,沐云微微愕然。 他没想到,崖底居然还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小家伙,你好运气,居然落下来没死,嘿嘿,你可是这几千年来,唯一一个掉下来不是化成骨灰的。 老者一头挥发,面容憔悴,但是看起来并不苍老,只是一身衣服破破烂烂,看起来颇显摔老罢了。 准确来说,更像是中年。 没死落下来,不也是和死了一样。 沐云无所谓道。 只是老者看着沐云手中烤肉,却是馋嘴道:"我在此地上万年了,虽不用进食,可是嘴馋得慌,小家伙,你手中烤肉,给我尝尝吧。 听到此话,沐云直接扔了过去。 那老者见起热乎乎的烤肉,一口吞下,也不顾烫,巴唧巴唧,十分开怀。 看其样子,确实是许久未曾吃东西,但也没饿死,沐云断定,此人至少是神军境界。 唯有到达神军境界,凝聚出元神,靠着元神吸收天地神力灵气,方才不用进食。 不然这老家伙,早该饿死了。 味道如何? 不错不错,小家伙,看来你没少风餐露宿啊。 老者笑呵呵道:"你叫什么名字?" 沐云? 沐云? 老者听到沐云的名字,顿时一愣。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感觉到自己失态,老者摇头道:"我是剑神宗外宗弟子,被封号弟子害得坠落崖底,侥幸未死。 哦哦!" 老者看着沐云,道:"老夫名叫卓远航。 嗡!" 老者说出自己的名字,突然间,沐云感觉自己脑海内,仿佛是什么挣扎了一下,一阵头晕目眩,差点跌倒。 你怎么了? 没,没事。 沐云摇了摇头,颇为好奇。 不知为何,听到卓远航三个字,他居然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可却是想不起来,在哪里听到过。 不过这世间,人口万万亿,崇明的存在,太多了。 你不知道我。 老者看到沐云只是身体晃了晃,一句话没说,不由惊乐道。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沐云翻了翻白眼,无语道。 他现在满心想着离开此地,否则谢卿若是知道他坠崖,指不定发疯,做出什么事来。 你不是剑神宗外宗弟子吗? 是啊。 那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那我怎么就非要知道你是谁了。 沐云无语道。 手掌一挥,六块圣杯出现。 他懒得和这个老疯子多说。 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离开此地。 可是,看到沐云祭出六块圣杯,老者猛然间丢了手中的肉块,想要扑上前来。 只是那铁链束缚他的身躯,使得他无法离开祭台中央位置。 可是看着沐云的双眼,却是带着惊悚。 被老者这么盯着,沐云颇有些心惊,想到老头子挣脱不开那铁链,他也是放下心来。 这老者若是能够挣脱开铁链,只怕早就跑了,也不会在这里几千年。 你说说看,我为什么非要知道你是谁? 沐云感觉场面有些诡异,忍不住道。 老者却是正正出神看着他手中圣杯,仿佛失心疯了一样。 喂,说话呀。 这十杯,你从何而来? 老者看着沐云,神情无比壮重。 我先问你的,你先说。 沐云却是不回答。 啥?我是卓远航,卓是卓越的卓,远航是杨帆远航的远航,乃是剑神宗的宗主。 啥? 听到此话,沐云吓得十杯差点脱手而出。 剑神宗宗主? 老东西,撒谎也要真实点好吗? 沐云无语道:"现如今,剑神宗宗主是卓剑一,你还真当我是刚进入道宗门的外宗弟子,不知道是吧?" 听到此话,老者苦涩一笑。 没错,卓剑一,是我儿子。 你儿子。 沐云彻底震住了。 儿子是宗主,把自己父亲关押在这里。 开什么玩笑。 我所说句句属实,我本就是剑神宗宗主卓远航,卓剑一那个逆子,将我关在此地,暗无天日,以我剑魂之气,为他养剑,这藏剑种内的神剑,这么多年来,皆是被我剑魂所养。 此话一出,沐云更是感觉匪夷所思。 剑魂? 眼前老东西,是领悟剑魂的剑客。 小家伙,我如实所说了,你该告诉我,你这是什么了吧? 老者再次开口道。 沐云心中对老者的话,一句也不信,只当此人是疯子。 看着老者,笑道,你说你是卓远航对吧? 卓剑一父亲。 没错。 好,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实际上,我,是十大古族木族太子沐云。 你放屁。 其只听到沐云此话,卓远航突然大怒,呵斥道,太子他,木族太子沐云,早就死了四万年了。 没错呀,我是死了。 沐云信誓旦旦道,可是,我父亲沐云,乃是拥有通天手段的人,留我一缕残魂,使得我转世重生,成为现在的我,现在的沐云,你看,我身上魂吸,与当年木族太子全然不同,那是父亲保护我,故意让。 我转生两次,才有此效果。 至于这十杯,乃是我木族圣杯,九块圣杯,我现在拥有六块。 沐云说着,手掌一挥。 砰砰砰。 六块圣杯在此刻,直接出现。 看清楚了,六块圣杯,木族信物,你知道吗? 老,卓远航。 沐云看着老者,微微笑道。 他打心里,将眼前老者当成了疯子。 第1794章卓远航 虽然进入到剑神宗时间不久,可他也知道。 现如今剑神宗宗主卓剑一,乃是神军境界强者,南卓玉顶尖的存在,而且从未听闻涉那么卓远航之名。 最重要的是,他若是卓剑一父亲,卓剑一岂会将他关押在此地,用他的剑魂来养剑。 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之行为。 任何一个强者,恐怕都不会这么对待自己的父亲,更何况自己父亲还是剑神宗宗主,早晚传位给自己,何必如此? 你撒谎。 其指,纳卓远航此刻突然咆哮道,你撒谎,你撒谎,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太子。 老者此刻疯疯癫癫,看着沐云,自言自语。 疯了疯了。 看到老者此等表现,沐云彻底摇头。 原本以为遇到一个什么隐藏在此的宗门大佬,以求的一线生机,现在看来,白瞎了。 这老头,怎么看,怎么是疯子。 沐云也不理会此人了。 这疯子,跟他说自己是墓族太子,他也不会信,全当是调侃了。 沐云继续摆弄六块圣杯。 现如今,六块圣杯之中,唯有召唤出爷爷和太爷爷的圣杯,能够被他全心全意驱使,其他四块,他无法招架。 所以想要以六块圣杯组合起来,帮助他离开,难度太大。 而且碧落黄泉图虽然防御强横,奈何他实力太低,抵抗不住那些刚锋的挤压。 只是沐云不愿意死心。 若是心死了,那就什么都完了。 再是一次。 沐云不理会疯癫老者自言自语,六块圣杯摆放在自己周身,看着四周,碧落黄泉图在此刻,直接拔地而起。 碧落黄泉图此刻扩展开来,其中伤和水流,电闪雷鸣之景,展现无疑。 碧落黄泉图。 可是正在此刻,那老者却是一声咆哮。 这一声咆哮,几乎是将沐云吓个半死。 你嚷嚷什么? 沐云看着老者,不满道,这确实是碧落。 不对。 可是突然,沐云脸色一寒。 他刚才告诉老者六块圣杯,可没说这是碧落黄泉图。 这老头,怎么知道的? 沐云陡然间转身,目光如炬,扫视眼前男子。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知道此图乃是碧落黄泉图? 他手中虚灵剑紧紧握起,不敢大意。 碧落黄泉图,我当年曾经跟随木族族长沐青羽,有幸见识到族长施展此物,可谓是翻天倒海的绝世神徒,小鬼,你到底是谁? 此图,怎会在你手中? 老者此刻也是脸色冷漠。 二人此刻针锋相对,大有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味道。 沐云此刻却是有些纳闷。 这老头刚才说的,族长。 沐云眉头促起,道:"你是,木族之人?你到底是谁?" 老者再次开口询问道:"我是谁不重要,我本已为你疯疯癫癫,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倒是我一时嘴贱,说了太多秘密,看来,不处你,不行了。 沐云暗恨自己大意了。 刚才以为老头是疯子,将圣悲说个抵朝天,现在才发现,这老头没那么简单。 他身份一旦暴露,那可是无穷无尽的祸患。 神界十大古族,除了木族,哪一个古族不想让他死? 除我?" 老者哈哈大笑道:"小子,本尊就算是被囚禁于此,以你小小真神境界,想要除我,你也是万难。 你倒是很自信。 沐云再次道:"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沐云,沐云就是我,木族太子,此生,我便要回到木族,将西年杀我灭我之人,统统斩杀,九大古族,一个都跑不掉。 在这一条路上,我不会犯任何错误,丝毫风生走漏,都不可能。 你果真是木族太子。 老者此刻却是手指颤抖。 没错,就是我。 不可能。 老者了起长发,露出脸颊,道:"你若是木族太子,怎可能不识的我是谁?" 你是谁,干我屁事。 沐云虚灵剑此刻已经是暗暗叙利。 这老家伙说的没错,就算是他被囚禁此地数千年,可是想杀他,也是难于登天。 一位神军,领悟剑魂,岂是他能够杀的? 可是,他还是要杀。 荡剑。 一剑直接杀出,沐云此刻懒得废话。 住手。 老者喝了一声,浑身气势一震,顷刻间,周身那些故元神器级别的神剑,在此时此刻,直接一道道飞涌而起。 咻咻咻。 一刹那间,沐云周身,不下鱼石柄神剑,在此刻将他的身体牢牢围住。 小子,你现在还认为,你能够杀我吗? 怎么不能? 沐云哼了一声,身后两块圣杯,在此刻,直接抱起。 流星暴雨。 地暴天云。 一刹那间,两块圣杯内的墓足密技,瞬间被施展开来。 轰轰轰。 寝刻间,整个天地之间,轰鸣声刺耳,传荡开来。 这一刹那间,沐云几乎是掉集了自己身体内的所有力量,在这一瞬间,轰撞开来。 穴位,杀。 下一刻,三百穴位,直接出现,全部杀向老者。 整个崖底,顿时轰隆隆只响,大地崩塌,一切都是变得颤抖起来。 沐云气喘吁吁,谨慎看着前方。 这一瞬间,他可谓是动用了自己全部力量。 这要是杀不死这老东西,那才真是完蛋了。 哈哈。 可是骨灰散开,一道哈哈大笑声突然响起。 癫狂的笑声,在此刻,传荡整个山谷。 完蛋了。 沐云此时此刻,彻底心凉了。 流星暴雨和地暴天云,在真神巅峰境界,可谓是威力大涨, 竟然也根本杀不死这老东西,这下,彻底完了。 哈哈。 那老者此刻哈哈大小,肆意癫狂,看着沐云,眼中带着兴奋的目光。 砰砰。 赫然间,老者双膝跪地,看着沐云,眼中带着炽热的狂放崇敬。 属下,玄天氏,第九大队,第八小队队长卓远航,参见太子殿下。 一语,让沐云彻底惊呆了。 玄天氏。 第九大队。 第八小队队长。 沐云这一瞬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是玄天氏战士。 没错。 卓远航砰砰砰扣了三个响头,恭敬道,太子殿下,属下之前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太子殿下,还望太子殿下,切勿见怪。 呃,那个,你先起来。 是。 卓远航。 卓远航一身破破烂烂,看着沐云,眼中带着狂喜。 那副样子,简直是比在军队待了三年的战事,回到家中,见到自己妻子之时,还要热烈。 沐云咳了咳,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卓远航。 在。 呃,那个,我不是喊你。 沐云尴尬道,怎么我就想不起来了呢? 太子殿下不必介意。 卓远航安慰道,当年族长曾有言,太子没死,必会回归,等太子回归之日,便是我们玄天氏绽放万丈光芒之时。 而且族长也说了,太子回来,可能会出现记忆短暂缺失,既不得我等,我们,等得起。 老爹还真是什么都在他掌控之中了。 沐云看着卓远航,不太确定。 你刚才不信我,现在怎么信我了? 听到沐云此话,卓远航知道,沐云是不信任他。 太子殿下。 卓远航指了指三百穴位,道:"原本看到太子殿下去出圣碑,我已有所怀疑,可是看到这三百古族战士,我便知道了。 当年,我乃是族长大人还未成为族长之时的一名贴身护卫,见过这些古族战士,后来得知,这些是古族战士,此等古族战士,族长可以说是示弱自己性命。 现在,出现在你手中,唯有一种可能,那是族长给你的。 族长会给谁?除了你,他的儿子,我实在是想不到其他人了。 那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抢走了呀。 沐云笑道:"神界高手那么多?" 不可能的。 卓远航摇了摇头道:"神界内,即便是高手如云,九大古族族长,也没有一个是族长对手,族长的神通,人族之中,无人可比。 听到此话,沐云倒是吃了一惊。 没想到,父亲如此厉害。 这么样就确定我的身份,太草率了一些吧。 沐云看着卓远航,再次问道:"你既然是第九大队的小队长,那我问你,可知道任少龙?" 少龙? 他在哪里? 可还活着。 卓远航顿时激动道:"当年,我们玄天市九大队,随着太子殿下出战,结果太子殿下被九族祖神围攻,我们玄天市愤死拼战, 可是结果,依旧未曾救下太子殿下。 提及此话,卓远航一时间老泪纵横。 沐云能够感觉到,那是出于深深的自责。 九位大队长,生死不知,八十一位小队长,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 少龙与我皆是第九大队的小队长,比我年少一些,当初我们两小队被冲散,我不知道,他这些年,是生是死,苍茫神界,浩瀚无穷。 我更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就连我们墓族秘界,也被九大谷族攻破,导致我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 卓远航说道深处,忍不住悲痛的哭了起来。 对于生活在秘界内的墓族战士,秘界,就是他们的家。 可是一战,天翻地覆,最强大的墓族,被九族攻陷,太子殿下生死,家园被毁,自己成了飘荡的落叶,无处可寻家在哪里。 那种痛苦,纠缠了他数万年。拍了拍着远航肩膀,沐云安慰道,他没死。 第1795章 主仆谈心 沐云此刻也是心有悲戚。 他毕竟是沐云,虽然现在记忆不全,可是一些事情提及,总是能够触及到他的内心深处的记忆。 这种悲痛,虽未彻底恢复记忆,可是已然是让他心头悲戚了。 真的吗?卓远航此刻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沐云发现,无论是仁少龙还是卓远航,身为玄天使议员,对于他这个墓族太子,不只是尊敬,更是依赖。 二人在见自己之时,都是充满了喜悦的气息,喜极而泣。 嗯,我在南卓十八周郡见到他了,并且找回了自己一些记忆,和自己的右手。 沐云说着,微微叹了一口气道,不过他现在和玄天门关联,无法离开那里,所以我来到剑神宗,想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并且想从剑神宗,南卓裕,到达神州大地,从而进一步找寻父亲所新创建的密界,在何处? 族长已经恢复墓族建设了。 卓远航惊喜道。 没错。 看到沐云点头,卓远航兴奋道,太子殿下,那您赶紧回到密界内啊,有族长在,不出百年,您便是可以重回巅峰,到时候,召集整个神界的玄天使,兄弟们跟您,为家人,为墓族,报仇血恨。 呃? 听到此话,沐云尴尬的挠了挠头。 怎么了? 可可,本来,按照父亲的计划,我是通过仙界通神塔进入神界,会有墓族之人接待,将我接引回墓族,可是和血霄交手,出了点差池,所以现在,找不到父亲了。 血霄。 听到这个名字,卓远航愤怒道,此子,狼子野心,当年整个神界,哪里不都是太子殿下您的传说,无人可与您争锋,那血霄与您一战之后,成了朋友,此子实则狼子野心,故意接近您,九族联合的大计。 就是他筹划的。 是啊,狼子野心。 沐云舔了舔嘴,冷笑道,这样的人,确实是该死呢。 没想到居然又找到了您,太子殿下,您没事吧? 没事,只是他的一句分身,并不是真身,不过他既然知道我未死,所以一旦我的消息出现在神界,他必定会杀我。 也是因此,我并没有着急寻找父亲在哪里。 嗯? 卓远航点头道,殿下您在活一世,也比他血霄墙上百倍千倍,他在您面前,就是个屁。 族长既然知道您还活着,肯定会找您的,倒是不着急。 嗯? 两人此刻敞开心扉,坐下来畅聊一番。 卓远航无非是对沐云大家赞赏,夸赞沐云前世的厉害之处。 倒是沐云,听起来感觉蛮有趣,顺带着试试看能否勾起自己前世记忆。 对了,殿下,您是被封号弟子逼下来的。 卓远航叹息道,可惜我现在被困,无法为太子殿下报仇。 这有何难,我帮你解开就是。 沐云此刻站起身来,虚灵剑在手,天火引动。 滋滋滋的火箭,在此刻直接劈砍到那铁链之上。 可是根本毫无效果。 殿下别忙活了。 卓远航苦涩道,此所练,乃是来自万丈高山冰雪所凝练,日积月累之下,将普通的铁,打造成了绝世寒铁,您现在是破不开的。 沐云此刻也是颇为纳闷。 老卓,你是怎么被抓的? 哎。 卓远航叹了口气,道,还不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卓剑一。 没错。 卓远航苦涩道,当年,玄天势散开,密戒被毁,我独身一人,飘荡至此,便在此地建造了剑神宗,剑神宗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一域之中的霸主级别。 我也娶妻生子,在此地落根,可是从未忘记木族之仇,之恨,所以,时时刻刻告诫自己的儿子,要走出南卓狱。 可是这小子,不满我的教导,认为我是愚中,于是虎,便联合外人,将我囚禁在此地。 外人 通天谷 卓远航气愤道,卓剑一母亲名为燕一秒,和通天谷谷主霸天爵,是老相好,私下里联合起来,就连卓剑一,都不是我亲生儿子,后来他们使用奸计,将我困在此地,并以我的剑魂,来滋润这些神剑,为他。 门所用。 霸天爵 燕一秒 卓剑一 目云嘴角,一抹弧度上扬。 他们说我是疯了,整日里口中面挡着木族,说南卓裕哪里能够和木族牵扯上关系,根本不信我的话,这倒也好,省得我隐藏自己身份。 卓远航苦笑道,不过,那霸天爵和燕一秒,皆是雄心壮志之人,不会甘心于四族鼎立的状态,通天谷和剑神宗表面不合,私下里实则沆泻一气了。 他们做给九星阁和玄冥殿看,就是为了让这两大势力疏忽,然后麻痹他们,击溃他们,一统南卓裕。 所以你这位老宗主,就成了被困之兽,成为他们的猎物了。 没错。卓远航苦涩道,原本我也想过,一死百了,可是我不甘心,木族大仇未报,我若是死了,太子殿下您的死,谁来报仇。 我虽只是神军境界,小队长而已,不如九位大队长强横,可是,为殿下,虽死无憾。 好了好了。 木云摇手道,你若是真的想为我做事,可别死,活着才是最好的。 是。 虽然暂时无法带你和人少龙二人报大仇,不过你的仇,本殿下倒是可以为你报了。 不可。 卓远航立刻道,在下只是小人物一个,殿下需要做的大事,还在后面,且不可为我冒险。 瞎说什么? 木云笑道,要是让人欺负我的手下,那我还是木族太子吗? 听到此话,卓远航双眼一红。 老卓,来来,你说道说道,我当初多么迷人,让你们那么喜欢我,嘿嘿。 呃。 卓远航开始讲述起来。 殿下当时,可以说是不尽人情,那时候的殿下,话很少,十分冷漠,带军言明,以身作则,我们全天使,都很佩服殿下。 那你们还这么忠诚? 殿下只是不记得了而已。 卓远航笑道,我举个例子吧,当年,第八大队的一小队之内,有个玄天使,在出任务之时,被神州大帝一大势力的公子给抓了打了一顿,半死不活。 殿下直接二话不说,把那公子给杀了,并且将那势力首领直接暴打一顿,这件事情在神界,几乎是沸沸扬扬。 后来所有人都知道,得罪牧族谁都可以,不能得罪您,更不能得罪您手下的玄天使。 当时牧族内,许多其他护卫和武士,都拼了命想要加入到玄天使内,成为您的属下。 殿下带我们如手足,我等虽死无可报答。 沐云哈哈一笑道,看来,我这收拢人心,还是有一些手段的呀。 不。 卓远航郑重道,殿下并非是收拢人心,而是将我等,当成了您的亲人。 听到此话,牧云点了点头。 没错,你们玄天使,都是我牧云的亲人,四万年的煎熬,换作他人,早已经是无法坚守,你们还在坚守,还在等待。 此生,我必将玄天使一一找回,让你们的名声,响彻整个神界。 虽死无憾。 卓远航目光之中,带着坚定。 虽然现在的牧云,只是真神巅峰,可是卓远航不怕,他坚信,坚信牧云会再度崛起。 因为,他是牧云,牧族太子,九命天子。 好了好了,别一口一个虽死无憾了,现在问题是,我俩连此地都出不去了呀。 出得去。 卓远航此刻却是激动不已。 出得去。 牧云看着卓远航激动的样子,不解道。 没错,出得去。 卓远航开口道,殿下,此地本来就是我建造的秘地,这祭台下,留有一样重要的东西。 什么? 殿下的血肉。 卓远航开口道,当年殿下战死,玄天室分散,每一位玄天室,都舍不得您,所以留有血肉,后来组长曾传令给我们,让我们保存好您的血肉,我身为小队长,留下了一块您的血肉。 就在这祭台下。 听到此话,牧云更是惊愕。 那卓剑衣。 他无法打开。 卓远航自信道,当年我留下祭台封印,唯有殿下您,方才打开,哪怕殿下您的魂兮变了,可是您还是您,您的身体,还是属于您,才能够发挥出最大威力。 现在殿下只需要以一缕神魂,便可以打开此地。 我试试看。 沐云心神俱收,一股股气息,逐渐扩散开来。 刹那,那祭台之上,咔咔咔的声音响起,一道通向地底的大门,彻底打开。 大门在此刻,透露出一股霸道的气息。 卓远航此刻彻底相信,眼前之人,就是他曾经的太子殿下。 这一处封印,是他以沐云自己血肉为瘾,除非是沐云自己,旁人是不可能解得开的。 而此时此刻沐云也是彻底相信卓远航。 主仆二人,相视一眼。 殿下,您先离开此地吧。 卓远航开口道,只要您离开这里,境界提高,实力提升,肯定能够救我离开此地的。 你放心,此地打开,日后,我会经常来到这里,你我之间,随时联系即可,等我到达内宗,成就封号弟子,我会让卓远一母子二人,付出代价。 属下谨记。 话语落下,沐云走到下方。 第1796章81道印痕 那祭台大门,缓缓闭合,沐云的身影,消失在祭台上。 卓远航此刻欣喜不已。 殿下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卓远航自言自语道,族长当初说的果然没错,九命天子,注定一统神界,殿下不会死,墓足,复苏有望。 而此时此刻,沐云来到祭台下方,一股强横的血气,在此刻直接冲面而来。 这是一种和他见到左手,右手之时,完全不同的状态。 沐云进入到祭台内,看着那祭台中央,此刻,一块约么拇指大小的血肉,静静矗立在中央一座石块上。 甚至因为那血肉在石块上的时间太久,导致此刻石块都是变得赤红。 沐云靠近那一小块血肉,顿时呼吸凝脂。 太强盛了。 一股强盛的血肉气息,直扑他身体。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气血在此刻爆发开来,一股截然不同的气息,让沐云感觉身体都是被充盈。 他手掌轻轻挥出。 嗡! 赫然间,那血肉在此刻,直接飞扑到他手上。 这一瞬间,他的身体顿时被一股血肉气息填色。 嗡! 沐云站在原地,只感觉脑袋在此刻,要炸开了一般。 一股无可匹敌的血肉气息,直接涌入到他身体内。 这…… 沐云此刻也是摸不着头脑。 按照正常来说,这一块血肉,应当是和自己左手右手一般,融入到自己身体内,可是此刻,这一块血肉,却是直接冲入到自己血肉内,强行和自己的身体融合。 一瞬间,沐云感觉到身体内,力量不断充盈。 疯狂的气息,一缕缕扩散开来,他的身体,顿时不断暴虐开来的力量,一层层叠加。 这等力量叠加下,他的身体在此刻,每一丝,每一寸,都是被扩张起来。 咚! 沉闷的声音,突然传开,他身体腹部,仿佛直接鼓出一个打包一般,膨胀起来。 肉身到达极限,无法吸收这一块血肉力量,现在唯有晋升,让自己的身体,将这一股血肉气息吸收。 想到此处,沐云顿时坐下身来,引导神力,冲击自己的神源印痕。 而在这一瞬间,神级的一幕出现。 那一块血肉之中,居然是幻化出一道道印痕,直接冲撞到沐云身体内。 原本,神源内九道印痕,在此刻增加了八倍,变成了九九八十一道印痕。 这九九八十一道印痕,仔细看去,一道扩大印痕之下,便是拥有一道细微的印痕。 如此循环下来,九道较大的印痕下,各有八道细小的印痕。 九大印痕,八道小印痕。 沐云心中,满是诡异的感觉。 可是此刻,内视自己的神源,沐云发现,那九道印痕,皆是圆满。 他一步跨入到了真神大圆满境界。 不仅如此,那一块血肉内,蕴含的力量,使得他的身体血液,脉络,骨骼,浑石,都是得到极大的增强。 都是到达真神大圆满的顶级层次。 这种感觉,无比舒畅。 简直是如同吞服了天地神药一般。 沐云此刻不由忽了一口气。 仅仅是他前世的一小块血肉,融合到身体内,自主扩散来的力量,居然有如此强大。 难怪,在他身死之后,浑石消散,他的血肉,依旧是被神界众人如此推崇被制。 舒服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境界提升。 沐云双手鼓舞,只感觉身体内,到处都是力量的波动。 而看着前方,沐云赫然发现,一条通道,蔓延开来。 想必是卓远航当年设置此处留下,只是不知道此地通向何处。 进入到通道内,约玛前进了小半天时间,沐云眼前,一抹光芒,突然出现。 他的身影,出现在剑神宗外。 抬头看去,剑神宗威严树立的亭台楼阁,就在远处。 这是剑神宗外一座荒山脚下。 沐云此刻回身看去,却是发现,根本没有通道。 可是手掌探出,却是轻松处碰到通道。 看来是虚震。 沐云看着前方,呼了口气。 在里面待了七八天时间,虽然差点死了,可是到达真神大圆满境界,也算不错。 沐云看着山峰岩石,眼中一抹杀鸡浮现。 若和,封号弟子。 卓剑一,编一秒,害我玄天使。 这些账,一笔一笔记下,接下来的时间,你们,一一偿还。 话语落下,沐云的身影,一晃消失不见。 剑神宗,外宗。 谢青庭院内,赵延明,沐不凡,卢玉雪几人进阶在场。 我等不了了。 谢青忍不住喝道,狼崽子不管死没死,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洛河,奶奶的,对付我兄弟,老子非要宰了他。 谢大哥。 赵延明此刻劝祖道,沐云主上没死,我与他签订我赵族秘书契约,他若是死了,我也不可能活下来,你想想看,沐云曾几何时,几次落入死境,可都没死,不是吗? 是没死,可是这次,都过了七八天了,没死也该回来了,也没回来不是吗? 谢青哼道,老子忍不了这口气,那洛河个臭小子,就因为西星儿对狼崽子好点,就想杀人,还封号弟子。 这心眼,比真眼还小。 谢大哥。 赵延明苦苦劝解道,你就算是现在去宰了洛河,你也要,能杀得掉吗? 谁说我杀不掉了? 谢青喝道,不过是区区一个天神弟子,老子拼死一战,未尝不可杀他。 哈哈。 谢青话语落下,停院外,一道哈哈大笑声,突然响起。 这可能是我饶洪这辈子听到的最大的笑话了。 院门被一脚踹开,一道身影,直接跨步而来。 那一道身影背后,两道身影,在此刻走出。 紧接着,几道身影,一步步跨入到院内。 看着几人来者不善,谢青痴笑道,是不是夸下海口,和你们几个憋孙子有什么关系? 老子说话向来如此,不服,来干我。 大言不惭。 那为首男子,双手赋后,神情傲居,道:"我听闻,你们几个组建一个什么清盟。 我乃战盟饶洪,告诉你,盟这个称呼,现如今,整个剑神宗内,只有四个。 你们的盟,从今日开始,撤销。 饶洪 第灵榜排行第八的饶洪,战盟外宗高层弟子。 撤销。 谢青骂道:"今日,别说老子没建立清盟,你这么说,这清盟,还真就存在了,现在。 我就是盟主,谢青,清盟盟主,穆布凡,赵严明,卢玉雪三人,为副盟主。 我看,谁有本事,将我的清盟解散。 好大的口气。 饶洪呵斥一声。 饶洪师兄。 那左侧一名青年淡笑道:"这样的小角色,我来对付就成了。 好,敌天明,别出人命就行。 放心吧,饶洪师兄,我知道轻重的。 那敌天明走上前来,看着谢青,黑黑笑道:"清盟。 一盟主,三位副盟主。 还真是好大的架子,谢青是吗? 听说你跟在沐云身后,要武扬威,嚣张跋扈,今日,我弟领榜十三敌天明,来领教领教。 领教你一脸。 谢青此刻怒不可遏,这几天憋的怒火在此刻,全部爆发开来。 应龙掌。 谢青直接一掌直接拍出,如同龙腾虎扑一般,顿时抓向敌天明。 有几分架势啊? 敌天明一步跨出,直接一掌挥出,磅礴的气息,直接杀出。 咚! 两道身影相碰,碰的一声,突然响起,那敌天明啊的一声惨叫,整个人手臂在此刻,直接化成了一片碎肉,炸裂开来。 这一瞬间,众人竟然是产生了一股错觉。 谢青的手掌,似乎真的变成了龙爪,将敌天明一爪抓废了。 天明! 看到此景,饶洪脸色一寒。 谢青,你找死,敬酒不吃吃罚酒,得罪我战蒙,你在剑神宗,还混得下去。 混不下去老子不魂了,狼崽子不回来,老子早晚将整个剑神宗的人都宰了。 谢青喝道。 干嘛呀? 干嘛呀? 那么大力气,隔着老远,就感觉到你那让人恶心的臭味,不知道,还以为你是一条神龙呢。 正在此刻,院墙之上,一道戏谑的声音,突然响起。 那院墙上,坐着一道身影,墨色长衫,斜发遮住眼眉,一抹褐色眸子,散发出一道令人忌惮的目光。 嘴角微微上扬,一丝邪意,在此刻显现出来。 沐云。 狼崽子。 穆大哥。 顿时,院内几人皆是一惊。 那饶红看到此景,早已经是一双眼睛瞎了一样,瞪得大大的。 你……没死。 饶红愕然道,不可能,不可能,进入到藏剑种的弟子,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 那我不是活人就是了。 沐云晃了晃脖子,笑道,我是,所命的恶鬼。 沐云话语落下,身影一掠,直接跳下墙来,一手挥出,直接捏住那断臂的狄天明另一条手臂。 狄天明,第零榜十三,似乎很威武。 咔! 沐云手掌轻轻用力,直接一手捏下。 啊…… 狄天明此刻,直接哇哇大喊,两只眼睛,几乎要瞪出来了。 第1797章 保我一命 滋味如何? 沐云微笑道,双臂被废,我想战盟也不会流废物,你曾经得罪不少人吧? 没实力,被逐出宗门,也是死路一条。 砰的一声,沐云直接手掌一甩,将狄天明直接甩出,目光看着其余几人。 这一瞬间,看着沐云,那恐怖的笑容,在场众人只感觉毛骨悚然。 饶洪此时想要后退,可却是不敢。 他若是退了,那就是真的怕了。 沐云,你别胡来。 看到沐云此刻将要靠上前来,饶洪顿时喝道:"现在,跟我去见内宗的雷鹏师兄,说不定,你可以免遭死罪。 雷鹏…… 沐云淡笑道:"战盟内宗弟子是吗?" 没错,雷鹏师兄乃是战盟内宗天领榜前摆的高手,是我们战盟内宗的首领,直接听命于洛河师兄。 饶洪喝道:"你现在跟我走,我还可以在雷鹏师兄面前,保你一命。 保我一命。 沐云一步踏出,一身气息扩散开来。 真神大圆满境界。 看到此景,饶洪面色一紧。 这家伙,怎么突然到达了真神大圆满境界了? 谢卿,赵延明几人,也是颇为惊诧。 这家伙,提升这么快吗?" 手掌轻轻挥出,看到此景,饶洪直接一步跨出。 他毕竟是第灵榜第八的存在,实力早就到了真神大圆满境界,单单一个沐云,哪里能够让他恐惧。 你太弱了。 岂止,沐云此刻直接走上前来,手掌轻飘飘挥出。 就那么轻飘飘的一掌挥出,这一瞬间,饶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都是变得不受自己控制起来。 下一刻,他整个人,直接被沐云提了起来。 呜呜。 双手大战,饶洪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可是,他一身修为在此刻,仿佛是成了空气,没有任何变动的余地。 怎么会这样? 饶洪此刻心胆俱害。 你,你最好放过我,否则,战盟不会放过你。 威胁我。 咔咔的声音响起,饶洪呼吸声愈发紧促。 而此刻,沐云眼中,一抹杀鸡,逐渐凝聚。 住手吧。 突然在此刻,站在饶洪身侧的另一名青年,在此刻走出。 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沐云,带着一股令人无法忽视的目光。 此人的气息,丝毫不弱于饶洪。 叶大哥,这小子。 叶大哥。 听到饶洪对此人的称呼,几人面色古怪。 在战盟外宗内,能让饶洪喊出叶大哥的,唯有一人。 战盟外宗的执事者的领榜第二的叶华傲。 你是叶华傲? 没错。 青年点了点头,道:"我是叶华傲,沐云,放了他,这件事情,今日我们战盟外宗不与你计较,但是内宗那些成员们会不会和你计较,我便不知道了。 你们,不与我计较。 沐云哈哈大笑道:"你们不与我计较,那我,可说是否与你们计较了。 今日之事,我沐云若是死了,你们欺负到我兄弟头上来了。 且不说此事,你们战盟盟主洛河,堂堂一个封号弟子,想杀我这个外宗弟子,使出卑劣的办法,还挺自信是吗?" 沐云哼道:"我不管是饶红还是邪华傲,不管你们是外宗还是内宗,战盟,我在一日,休想安宁一时。 听到此话,夜华傲眼中,一抹杀鸡出现。 既然如此,放人,我与你到擂台上,进行生死之战。 你不是最喜欢这个吗?" 夜华傲姑傲道:"生死战!" 有意思。 沐云微微一笑。 好。 咔! 一道咔嚓声响起,饶红整个人双手突然噼里啪啦作响,身体颤抖,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你…… 没想到,沐云此刻还是废了饶红双手。 这家伙,简直是不知死活。 走吧! 沐云此时可以说是巴布的上擂台。 私底下争斗,不可出人命,但是擂台上,就是另一番境地了。 这夜华傲此刻要与他生死之战,刚好,求之不得。 两人朝着外宗试炼无常走去,此刻,这一消息逐渐扩散开来,战盟的外宗成员们,一个个飞奔而来。 沐云如此胆大,居然挑战他们的外宗弟子首领夜华傲。 夜华傲是谁? 外宗弟灵榜第二,整个外宗十几万弟子,他排第二,仅次于外宗的天子盟首领天明语。 那天明语,据说还是天子盟盟主天风孝的弟弟。 可是夜华傲,到达今日,可是全靠自己的修炼天赋和实力。 此刻,汇聚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都是很好奇,到底是谁,不知死活,要和夜华傲比拼。 在知道是沐云之时,众人彻底傻眼了。 上次沐云在这里,直接击败了楚尘山,跃升到了第101位,现在,居然和夜华傲准备打起来了。 这算什么情况? 夜华傲站在擂台下,看着周遭,面如止水。 而此刻,沐云心中更是没有任何波澜。 狼崽子,你怎么没死,还实力大尽了。 谢青拉了拉沐云,忍不住问道。 你很希望我死。 那倒不是,好奇,你小子,假死了多少次了。 谢青骂骂咧咧咧道,不过我看这个夜华傲,不简单,你小心点。 放心吧,它不简单,我还不简单呢。 沐云微微一笑,嘴角上扬。 夜兄! 而正在此刻,擂台不远处,十几道身影,踏步而来。 为首一人,气宇轩昂,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玉懒天怎么来了? 他不是遮天会的人吗? 是啊,战盟和遮天会,似乎没什么关系。 奇了怪了。 看到玉懒天等人到来,众人更是议论纷纷。 玉懒天,你来做什么? 夜兄,此等货色,岂用得着夜兄出手,我遇懒天愿意代替夜兄,出手宰了他,夜兄,你本就是第零榜第二,我乃是第七,我实力不如你,杀了他,别人只会认为,你比他强更多。 玉懒天话语落下,众人顿时明白。 这家伙,也是来教训沐云的。 不过想想也是,遮天会的楚晨山,直接被沐云在这里宰了,当时玉懒天不在,沐云方才没事。 现在,玉懒天肯定是要报仇的。 盟会弟子,彼此间都有互相维护的责任,不然,谁还愿意加入到你的盟会内来。 玉懒天此刻就是想为楚晨山报仇,使得遮天会损失的名誉弥补回来。 好啊。 夜华傲此刻倒是乐得如此,没有阻拦。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 又一个送死的。 沐云此刻走上擂台,言语之中,带着一丝蔑视,道,玉懒天,遮天会的人。 你们会长名叫秦玉士吧? 封号弟子啊,看来使你们遮天会的人,一个个都膨胀得无边无际的。 沐云,我们背后是封号弟子,你沐云背后是什么?你不过是不知死活的家伙而已。 抱歉,我只靠我自己就行了。 沐云一步跨出,浑身气息,逐渐凝聚起来。 真神大圆满境界。 他体内,九道硬痕边缘,各生长出八条细微的硬痕,九九八十一道硬痕,充满的神力,简直是夸张到极点。 只不过玉懒天现在送死,他饿得如此。 生死状。 玉懒天大手一挥,看着沐云,直接跨步到达擂台之上。 玉大哥,宰了他。 没错,我们遮天会的尊严,不容挑衅。 对。 杀了他。 人群在此刻,顿时炸开了锅。 沐云看着台下那些叫嚣的弟子,苦笑摇头。 结果,只怕是要让他们失望了。 沐云,受死吧。 玉懒天哼了一声,手中长剑,直接杀出,一抹剑光,直接冲杀出来。 他的身影,化作一道残影,下一刻,已经是出现在沐云身前。 死的人,是你。 可是正在此刻,旁人还未看到沐云的举动,但是突然,沐云手掌挥出之间,那玉懒天手中的剑,已经是消失不见。 紧接着,下一刻,那长剑,居然是直接出现在了沐云手中。 怎么会这样? 扑。 刹那,长剑,贯穿了玉懒天身体。 第灵榜第七,遮天会外宗之士,就这么,死了。 刚才,沐云是怎么施展的? 而此时,叶华傲看到此景,只感觉不可思议。 刚才饶红就是这样被废了。 而现在,第七的玉懒天,居然这么被杀了。 真神大圆满境界的沐云,此刻看起来,有点恐怖。 一瞬间,叶华傲心中萌生一丝丝退意。 沐云的底细,他看不穿。 这种感觉,着实是有一些恐怖。 该你了。 此刻,沐云看也不看玉懒天的尸体,直接看向叶华傲。 怎么样? 好啊。 叶华傲此刻走上擂台,眉宇之间,颇显几分轻松姿态。 这一瞬间,战盟外宗弟子,欢呼鼓舞起来了。 叶师兄,干掉他,这小子,太狂妄了。 叶华傲,为我们遮天会的玉师兄报仇啊。 这沐云,绝不可能是叶师兄的对手的。 一瞬间,战盟的弟子们,此刻皆是加油鼓劲起来。 沐云看到这一幕,心中耻笑不已。 叶华傲,你现在一定是怕了吧? 你想不明白,为何我能够废了饶红,杀了玉懒天,还那么轻而易举? 你在想,该怎么对付我呢? 就算打不赢我,也不能死在我手上是吗? 胡说八道。 叶华傲被沐云刺激之下,此刻只感觉怒气在胸,看到沐云,恨不得直接冲上前去,将沐云生生凹了。 我身为战盟之人,死为战盟的鬼,可惜你沐云,杀不掉我。 叶华傲话语落下,浑身气息爆发开来,一股澎湃的攻击气息,直接爆发开来。 第1798章我不想去 雕虫小记 看到此景,沐云嘴角只有一抹戏谑的笑容。 在真神巅峰境界,他便是看不起这些地灵榜上的所谓天之骄子。 而现在,因为融合自己前世一毫血肉,他直接到达真神大圆满境界,体内气势,已经是到达恐怖的层次了。 此刻,看到叶华傲的攻击,沐云心中无比平静。 叶华傲的攻击,此时此刻,一朝一世,全部落入到他眼中,十分清晰明了。 不仅慢,而且,给人的感觉,毫无力道可言。 你太弱了。 沐云看似简单的一步跨出,可是力量却是直接爆发了百倍不止。 通灵卖指。 一指点出,十道指印,在此刻直接射杀出去。 轰轰轰。 顷刻间,指印暴月开来,一道裂痕,直接冲击开来。 咚! 叶华傲的身影在此刻,直接定格,所有攻击,化成虚无。 他的身体,直接坠地,砰的一声,彻底,没有任何的声息存在。 这就是沐云,今时今日的沐云,到达真神大圆满境界,他体内八十一道印痕,可以说是普通真神大圆满境界武者的九倍。 力量的超级汇聚,让他现在感觉到,什么才叫做真神大圆满。 所谓的大圆满,便是如此,身体内,神源扩充到极致,体内不只是九道印痕,而是八十一道印痕,这八十一道印痕,连接着他身体各个位置。 力量,从未有如此饱满过。 沐大哥好样的。 此时此刻,赵延明几人,皆是兴奋不已。 他们打心底里认为,沐云会胜。 但是没想过,沐云会如此轻松的胜出。 那可是第零榜第二的叶华傲,战盟着重培养的核心成员。 放肆。 只是,赵延明几人的欣喜没有出现多久,突然,一道呵声,在此刻震动开来。 擂台之外,几道身影出现。 为首一人,身材高大,浑身气息,更是让人无可忽略。 高大的个头,坚韧的面容,一举一动之间,仿佛和大地融合成一体一般。 是雷鹏。 战盟内宗的雷鹏。 他居然来了。 看到那出现的几人,外宗一些弟子,急忙退开,万一被牵扯,那可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剑神宗内,外宗弟子,毕竟只是底藤的存在。 他们想要进一步提高,第一便是靠自己的实力去拼斗。 其次就是加入盟会,依靠盟会的强大来帮助自己。 战盟,乃是剑神宗四大盟之一,盟主洛和,可谓是天赋卓越,在封号弟子之中,也是佼佼者。 沐云,你擅自杀害同门师兄弟,违反宗门律法,跟我走。 雷鹏出现,直接看向沐云,杀气腾腾。 放你娘的狗屁。 谢青此刻骂道,他们都是签订了生死状的,死了,和沐云无关,你现在蹦打出来,说沐云违反了规矩,怎么? 后悔了,想反悔。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雷鹏目光锁定沐云,直接开口道,你该知道,宗门内是禁止厮杀的,我不管你的生死状,跟我走,接受惩处。 抱歉,我不想去。 沐云看着眼前的雷鹏,冷漠道,生死状,我并不是第一次签订了,怎么之前没看到你雷鹏出现,说我错了,你们战盟的人死了,就要惩处我了。 就是,仗势欺人的家伙。 沐不凡,卢玉雪,赵严鸣,谢青四人,都是冷冷相对。 沐云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回到宗门,现在,谁想对付他,就是和他们四人为敌。 这么说,你是想公然抗命了。 雷鹏看着沐云,眼中带着审查。 他也没想到,今天,居然连叶华傲也败在了沐云手中,丢了性命。 若不是有人通报,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些消息。 可是这次,万万不能让沐云跑了。 进入藏剑中,沐云居然没死,这本身就已经是很邪门了。 抗命。 沐云痴笑道:"外宗弟子,自有外宗事务格管理,你一个内宗弟子,虽然身份比我高,可是,也没有资格管束我吧?" 你…… 怎么…… 要拿战盟的身份来压我了? 雷鹏是吗? 别说是你,就算是洛河亲自到来,也没资格问我的罪。 是吗? 那你倒是很大的架子了。 沐云话语落下,一道声音,高空之中落下,一道身影,顿时出现在场中。 盟主! 盟主! 顿时,那些战盟的弟子,一个个恭敬无比,会拜行礼。 洛河,来了! 看到地上的尸体,洛河嘴角扯了扯。 夜华傲,即将进入内宗,可谓是他极为好看的一个人才,可是,现在直接被沐云宰了。 但是最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沐云,明明被他直接丢下了藏剑种内,居然没死。 这简直是太奇怪了。 进入藏剑种内没死,到现在,整个剑神宗,尚未出现一人。 我问你,如何从藏剑种内活着出来的? 洛河直接开口道。 你问我,我便要回答吗? 沐云冷漠以对道,可能是上天觉得我命不该绝,有些小人该死,所以让我活着。 小人该死。 洛河吃笑道,好好好,沐云,你好大的野心,既然如此,那就试试看,谁生谁死吧。 他手掌一挥,一股磅礴之势,在此刻直接杀出。 洛河,你敢。 但是还未来得及动手,一声娇喝,在此刻突然响起。 虚空之中,一道身影落下,直接来到沐云身前。 星儿大师。 臭小子,居然没死,等会再问你怎么回事。 西星儿惊诧的看着沐云。 这几日时间,没有沐云,他炼丹都不顺心。 现在,看到沐云没死,他心中颇为欢喜。 只是一转身,看到洛河,西星儿眉雨怒气出现。 洛河,你整天搞你那破战盟的事情,我不管你,我也管不到你, 可是,沐云是二星神丹师,是我和姐姐的丹徒,从今日开始,他就是我罩着的人。 我告诉你,你在打他的主意,就算是违反门规,我也让你的战盟,分崩离析。 星儿,我。 你不信是吗? 西星儿哼道,那就看看,到底你是战盟在宗门内厉害,还是我西星儿在丹院内的影响力更厉害。 别以为我不知道,丹院内那些丹师,有多少是你的人,信不信我把他们全拔了,你战盟弟子想要修炼用丹药,只能依靠卖命的赚取功劳点。 此话一出,洛河脸色彻底阴沉下来。 西星儿的话,他不得不重视。 且不说他一直想占有西星儿,单单是西星儿本身四星丹师,她姐姐西梦乃是五星神丹师,这两点来说,得罪西星儿,并非明智。 上次是在西星儿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将沐云推入藏剑中,这次,西星儿在此,是肯定不会让他杀了沐云了。 好。 洛河此刻但笑道,沐云,我看你的实力,似乎快到达地神境界了吧。 内宗,有更广阔的舞台,我会在内宗等着你。 你放心,封号弟子,早晚我也会是,到时候,你还是想想,如何保住你的名头再说吧。 面对沐云的威胁,洛河脸上始终带着但笑。 走。 手掌一挥,雷鹏等人,随着洛河,直接离开。 都在这里闲着没事做吗? 西星儿看着四周。 开口呵斥道。 这一呵斥之下,众人急忙散开。 美女小姐姐,我叫谢青,是沐云的好兄弟。 谢青此刻,走上前去,看着西星儿,伸手笑道。 只是西星儿根本不理他,看着沐云,上下打量。 你这家伙,被洛河丢下了藏剑中,居然没死。 西星儿惊恶道,没死就算了,还,逃了出来。 侥幸未死,在牙底遇到一丝生机,不知道怎么,就跑了出来。 沐云苦笑道,九死一生。 九死一生,你还连连突破两个境界,到达真神大圆满。 算了,我也懒得问你,这几日不在,那些单途,实在是不称心,不如你用着称手。 此番,你得罪了洛河,也就是得罪了战盟,以洛河的性格,牙字必报,日后你们几人都小心点吧。 嗯? 沐云点了点头,心中坐着思量。 以他的实力,他现在是不惧怕战盟的。 可是,谢青,赵严明,沐不凡,卢玉雪四人,可不是单师,西星儿毕竟是封号弟子,哪能时时刻刻关注他们。 沐云目光一瞥,看到那五场边缘,三道身影站定,心中,略微思量,一个想法出现。 剑神宗内,可不止战盟这一大盟而已。 天子盟,雪盟以及影盟,皆是存在实力和战盟抗衡。 他自己不担心,可总要为四人考虑。 打定主意,沐云直接来到试炼五场边缘。 唐达 戴安 尹叶 看着那围观许久的三人,沐云笑道:"我所想不错的话。 你们三人,是想招揽我进入到影盟内是吗?"唐达三人,听到此话,顿时一震。 这沐云,太直接了吧。 我可以加入你们影盟,前提是,我这几位朋友,也要加入。 话语落下,沐云看着身后四人。 没问题。 唐达突然点头道:"你今日斩杀叶华傲,可以说外宗当之无愧,无人可敌,之前,我便是与内宗的首领舒康商议过了,他命我极力拉拢你。 舒康 没错,是我们影盟的内宗弟子首领,在盟主莫影手下,十分受到器重。 唐达笑道:"这等好消息,我若是告诉他,他必定会亲自接待你。 我不过是一个外宗弟子而已,外宗弟子,也分强弱呀。 唐达此刻却是拉住沐云,笑道:"你现在,可是比我和尹业,戴安三人,还要厉害,而且,得罪了战盟,我想舒康会很喜欢你。 第1799章 加入影盟 听到唐达此话,沐云倒是感觉很奇怪。 舒康会很喜欢他。 既然如此,现在带我去见他吧。 沐宇怒直接开口道:"现在…… 对呀……怎么……不方便吗?" 方便,方便,走。 唐达此刻立刻带着沐云离开外宗,朝着剑神宗内宗走去。 剑神宗内宗,内宗弟子的住处,都是在各个山峰脚下,或者是半山腰之处,建造的二层别院,环境静密,舒适人心。 沐云在唐达、盖安、尹业三人的带领下,来到内宗一座山峰半山腰处。 一幢二层小楼,建造的十分精致,楼墙之上,雕刻着一幅幅画卷,看起来清新淡雅。 来到楼外,唐达三人神情也是变得拘谨起来。 登登登。 郊门声响起,不多时,小院门被打开,一道身影出现。 劳烦通告,外宗唐达前来求见。 唐达,进来吧。 只是唐达话语刚落下,院内,一道声音便是直接响起。 听到那一道声音,唐达神情一正,随即跨步进入院内。 此刻,庭院内四道身影,或站或坐,似乎在闲聊着什么。 看到唐达,戴安,隐夜三人到来,那四人目光皆是投来,只是最终的目光,却是落到了沐云身上。 唐达,来了呀。 坐在十以上的青年,一头长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声音也是清朗有力。 舒康师兄。 这位是。 看着沐云,那舒康以及其余三人,皆是一正。 舒康师兄,这位就是我上次提到的沐云,此次,沐云愿意加入到我们影盟,成为影盟议员了。 哦!他就是沐云。 舒康听到此话,看着沐云,微微笑道:"不错不错,确实是一表人才。 那另一名和舒康长相颇有几分相似的男子孝道,斩杀楚陈山,排行前百,外宗弟子,确实是了不得了。 其指啊,舒叶师兄。 唐达孝道,就在刚刚,沐云杀了叶华傲。 什么? 此话一出,在场四人,一个个神情皆是一变。 叶华傲,第灵榜第二,在外宗,名气十分响亮,仅次于天子盟的天明语而已。 这一消息,可谓让四人十分惊叹。 看着沐云的表情,也是充满了探索。 好,沐云,自今日开始,你便是我们影盟的成员了,杀了叶华傲没关系,我们影盟虽然人数不如战盟,可是也根本不惧怕他们。 从今天开始,你在外宗,地位和唐达一般,若是晋升内宗弟子,我影盟,一定大力栽培。 多谢了。 沐云拱了拱手。 他加入影盟的原因很简单,想要保障谢卿他们四人的安危。 嗯,你的事情,我们会报告给盟主,到时候,说不定盟主会召见你,先回去休息吧,争取早日突破到地神境界,到时候,就算是战盟,也不敢对付你的。 是。 话语落下,沐云几人离开? 庭院内,只剩下书康,书业四人。 书康,给他这么高的地位,合适吗? 朱紫阳,咱们影盟,向来是不求弟子多,而是精益求精,这个沐云,是个人才。 书康笑道,而且我听说,他还是一名二星丹师,据说和西星儿,西梦两人关系颇好,既然他有心加入,我们自然要后代之。 嗯? 像成功。 书康看着另一人道,听闻宗门发现了一处异空间,准备让内宗弟子进入其中历练,到时候,多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限制,争取让沐云进入其中。 好。 而另一边,唐达带着沐云离开内宗,朝着外宗前行。 沐兄,日后我们就都是影盟的人了。 唐达笑道,我们影盟,人数在四大盟内,是最少的,约么三千人左右,外宗弟子占据多数。 两千多人,内宗弟子有数百人,封号弟子也有几个。 封号弟子也有几个。 当然了。 戴安笑道,盟主莫颖,那可是封号弟子内为数不多拔尖存在,当然有封号弟子归顺他了。 唐达点点头,继续道,天子盟,是四大盟内最厉害的一个,优秀弟子很多,人数上万,而战盟和雪盟,也都是七千人左右,遍布外宗,内宗,封号弟子之间。 不要小看四大盟,其实有些时候,四大盟的实力和底蕴,甚至能够影响到一些长老。 当然,像九大座上长老,以及丹院的七位大师,四大盟,还是得罪不起的,所以悉心而出面,若和也不敢得罪他,得罪他,就是得罪西梦大师,他不敢。 嗯? 唐达又和沐云讲述了一些事情,颇为热情。 四人即将离开内宗之时,迎面几道身影,突然走来。 还真是巧。 看到沐云,那其中一道身影,嘴角露出审笑,不懈道:"沐云,怎么?杀了叶华傲,现在迫不及待想进入到内宗了。 先来熟悉熟悉情况吗? 我来不来,似乎和你没关系吧。 果然是冤家路窄。 眼前之人,正是内宗的封灵霄,封云会的弟子。 上次出面,想要教训沐云,可是反倒是被悉心儿两巴掌给教训了。 现在再次碰面,看到沐云,封灵霄自然是满肚子怒气。 沐云,告诉你,两位会长已经是成功突破了天神境界,现在成为封号弟子,你以为,灵狐神玉叶被你取走,你便可以高枕无忧。 只等两位会长腾出手来,第一个对付的就是你,封云会尊严,不可挑衅。 好啊。 沐云淡笑道,那我等着。 不过,封灵霄,你脸上的伤势好了,不知道内心的创伤,有没有好。 沐云冷冷道,我这里有几颗书心清单,你要不要,书书心肠。 你找死。 被沐云当众提出此事,封灵霄整个人彻底大怒。 一步跨出,封灵霄直接手掌一挥,紧握成拳,一股拳进爆发。 看到此景,唐达脸色一变,刚想阻拦,可是沐云已经是一步跨出。 他现在已经是到达真神大圆满境界,很想领教领教地神初期境界。 他对地神境界,尚不知晓,所以想了解,关于此境界的强横之处。 一瞬间,封灵霄眼中,一抹狠辣之色出现。 他全身力量,从神圆内扩散出来,直接汇聚到手掌上,心魂沟通大地之魂,一股大地之力,贯穿全身,直接一拳砸出。 砰。 顷刻间,两拳相碰。 这一刹那,沐云感受到了大地的波动。 那是一股极其恐怖的压迫气息。 在和封灵霄碰撞的一瞬间,他感觉到,脚下大地,都是在帮助封灵霄,一股霸道气息,在此刻直接冲击开来。 登登登的脚步声响起,两道身影在此刻后退。 二人此刻各自后退五步,方才缓缓停下。 这一幕,使得唐达,戴安,尹叶三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而封灵霄此刻,更是不可置信。 居然,一拳和沐云站成了平手。 啊! 封灵霄只感觉大为丢脸,再次一步跨出,直接杀出。 封师兄! 唐达此刻一步跨出,道:"今日开始,沐云乃是我影盟的成员,更是外宗的执事首领,你如此对我影盟成员,难不成,是想影盟和封云会交恶吗?" 此话一出,封灵霄身影一顿。 沐云,成了你们影盟的成员。 没错,舒康师兄已经是下令,封灵霄,你该不会想和我们影盟交手试试看吧。戴安此刻也是开口道。 好,好,好。 封灵霄看着沐云,哼道:"沐云,就算你加入影盟,和我们封云会的事,也没完,再者,你快些进入到内宗吧,据说宗门发现一处一空间,准备让内宗弟子进入试炼。 你若是进入内宗,或许有资格参加,到时候,我也好,杀了你。 你放心即可。 沐云淡淡道:"我若是进入到内宗,必是你封灵霄葬身之时。 好啊,我等着你。 封灵霄哼了一声,长袖一甩,静止离开。 唐达此刻呼了口气。 这个封灵霄,就是一条恶犬,现在封云会两位会长同时跨入到天神境界,成为封号弟子,封云会的弟子,也是开始猖狂起来,大有撤会立盟的意思。 一群痴心妄想的人罢了。 显然,唐达几人,也不喜欢封灵霄。 毕竟,封灵霄曾经也是第灵榜高手,现在找他们一步到达地神境界,成为内宗弟子,他们三人,显得矮了一头。 一空间试炼。 此事倒是没有听说,不知道真假。 要是真的,就好了,宗门每次进行的试炼,都是使得大多数宗门弟子得到极大的成长,虽然也会损失一些弟子,但是力大于弊。 这么说的话,我们,也需要加快脚步修炼,争取到达内宗了。 嗯? 三人说着,带着沐云,离开内宗。 回到外宗,沐云回到自己小院内。 谢卿,赵延明,沐不凡三人,已经是等候多时。 现在,可以和我们说说,你到底怎么死里逃生了吧? 谢卿迫不及待道。 看着四人,沐云点了点头。 对于谢卿,赵延明和沐不凡三人,他没什么好隐瞒的。 当下,沐云便是将事情来龙去脉讲述一遍。 玄天室。 沐足太子。 沐不凡猛猛懂懂,挠头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真不知道。 算了算了,沐大哥你和谢大哥,赵大哥说吧,我听着就行了。 沐云继续讲述,最终,谢卿和赵延明二人,皆是震撼不已。 第1800章 帝神初七 早就听闻玄天室大明了。 赵延明呼了口气,道:"玄天室,可谓是你们沐足的精英战士。 不对,准确来说,是你沐云的精英战士,九大队长,八十一位小队长,都是人中龙凤的存在。 尤其是九大队长,当年在神界,皆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在十大谷族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没想到,之前遇到任少龙小队长,现在又遇到卓远航小队长,这下,沐兄你回复之路,将会多出两个死心塌地的帮手了。 谢卿黑黑笑道:"死心塌地,那倒未必吧。 谢兄有所不知,玄天室,皆是以沐兄为首,看中沐兄,比自己家人还重要,那种敬仰,是无人可比的。 赵延明咽见道:"说实话,整个神界,能够让玄天室尽万人如此推崇备至,唯有你一人了。 那是因为我不在。 谢卿拍了拍衣服,道:"我若是在,必定会有比玄天室更加强大的卫队。 赵延明笑道:"听闻牧族内,确实是有比玄天室更加强横的卫队,不过这是牧族秘密,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玄天室,是对神界各大势力的出动,而古族之间的争斗,更加严重,所以牧族还有不少神秘力量,只不过,我不太知晓。 或许吧。 牧云点点头道:"好了,这些事情,暂且不讨论,即日起,你们跟随我,晚上进入到藏剑种下方,跟随卓远航学习,白天回来。 此事需要严格保密,不能泄露消息,一旦被他人知晓,我们将会是大祸临头。 虽然十八周郡有少龙在坐镇,但毕竟只是少龙一位神军初期看守,若真的被人发现挑破脸皮,我们现在不是对手。 嗯? 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咱们四人,首先需要修炼到地神境界,卓远航毕竟是神军境界,对我们修为指导,还是有好处的。 唯有先进入内宗,才能够得到宗门重视,遮天会,风云会,战盟,想对付我们,也比较困难了。 既而取得封号弟子身份,我们才可以在宗门内有所斡旋的机会。 等道任少龙能够离开玄天门,恢复自由身,想办法解救卓远航,两位神军加起来,卓一航等人,我们就有机会和他们相抗衡,争取将剑神宗夺取回来。 我都听你的。 谢清耸耸肩道,只要给我足够的天才地宝,我便是可以不断提高境界,至于他们二人,是该好好想想办法提升境界。 我也听穆大哥的,反正穆大哥说的,肯定都是对的。 穆不凡嘿嘿笑道。 赵延明也是点了点头。 穆云明面尚与他称兄道弟,但是实际上,他献出自己的灵魂印记,穆云掌控他的生死,可以说是他的主人。 既然如此,现在动身。 打定主意,穆云直接带着三人起身。 至于卢玉雪,此事关系重大,这三人,他可以信任,可是卢玉雪,他不能,这个险,也不能冒。 一夜消失,对于十几万外宗弟子来说,他们四人,只是沧海一宿,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通过那身长的隧道,似到身影,出现在藏剑肿下。 殿下! 看到穆云回来,卓远航攻身叩手道。 起来吧,现在我也不是什么殿下,你不必这么拘束。 不,殿下,永远都是殿下。 好吧好吧。 穆云笑道:"老卓,这三人,都是我的兄弟,谢青,赵严明,穆不凡,今日开始,我将他们带来,由你来指导我们修行之中的问题。 好,好。 穆云话语落下,便是坐到一边。 他并不需要卓远航的教导。 剑术指导,爷爷在行,丹术指导,太爷爷在行。 至于突破境界,在这个时候,他更喜欢的是自己的摸索。 境界提升,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需要自己一点一滴的提升。 真神大圆满境界,体内九九八十一道印痕,而现如今,要想到达地神境界,他需要沟通大地之魂。 大地之魂,说起来真实,其实很虚幻。 这是神境武者独有的感悟和体验。 世间万物皆有生命,一切的存在,都是息息相关的。 大地,也存在独属于自己的生命,有生命,便有魂魄。 武者若是能够与大地之魂结合,战斗之时,整个人便是可以和大地结合,领悟力越强,与大地结合越是紧密,范围越大,实力也就越强。 地神六境界,初期,中期,后期,巅峰,圆满,大圆满,代表的便是武者与大地之魂,魂归大地。 沐云缓缓将自己的神魂引入到大地,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大地在此刻,一道道裂开。 他感觉到自己身体在此时,仿佛是随着大地裂开,陷入到地底深处。 这无边无际的下降,到底维持了多久时间,沐云无从得知。 但是最终,他的身影,出现在地心中央。 中央深处,地心之中,出现一个硕大的圆河。 圆河四周,火焰灼烧,大地咚咚作响。 看到此处,沐云感觉到身体的躁动,体内九九八十一道硬痕,在此刻直接不受控制的脱离而出。 轰然间,那八十一道硬痕,直接攀附到圆河之上,如同一株株野草一般,疯狂滋长。 这一瞬间,他整个人心中突然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来。 那股狂暴的气息,让他无法压制。 可是心中,神魂却是冥冥之中出现一股诡异的气息来。 这里,是大地本源。 大地的核心,万物承载的根基所在。 这一股根基,与他的身体融合,产生了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气息。 大地本源。 沐云这一瞬间,突然想到,曾经在中周大陆,大荒山下看到的那虎巨龙盘的老者。 一条火龙虚影,一道白发苍苍的老者。 皈依说,那是生命本源。 而此处,他所看到的,是不是另一种本源,大地本源。 嗡! 陡然间,九九八十一道硬痕正在和那圆河接壤之间,突然,轰隆一声响起,沐云从昏暗之中闪烁出现。 沐云的身影,直接醒转过来。 你终于醒了。 看到沐云醒转过来,赵严鸣,谢青等人,皆是神情紧张。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怎么了? 谢青看着地面,道:"你看看周围。 沐云看向地面,只感觉身体一颤。 大地在此刻,炸裂开来。 一道道裂痕,扩散开来,以沐云为中心,周围五十米范围内,密密麻麻的裂痕,一道胜过一道。 殿下是突破地神境界了吧。 卓远航此刻微微笑道。 我试试看。 沐云心神固守合一,神魂松动,沟通大地,突然,一股悸动传播开来。 周围五十米范围内,地面之中,一股股强横的力量,扩散开来。 那一股股力量,传输到他身体内,聚集起来。 舒畅。 沐云呼了一口气。 这就是地神境界,神魂和大地结合,运用大地之力,直接能够爆发超过曾经十倍百倍之力。 卓远航此刻单膝跪地,恭敬道,恭喜殿下,到达地神初期境界。 初期? 赵延明惊恶道,地神境界武者,初期能够引动周身十米大地之力,就算不错了,沐云引动五十米,这是中期才能够办到的吧。 话虽如此,可是殿下确实是初期,真正判定地神境界,是看觉醒大地之魂次数。 殿下这是第一次觉醒,就是地神初期,不过殿下初期境界,比其他人强了太多。 原来如此。 沐云点了点头。 我说呢? 赵延明也是意想不到。 初期境界,周身十米范围,中期境界,半径五十米,后期境界,半径百米。 我看沐兄,远非常人所比。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 谢青道,天该亮了,我们快走吧,而且,你们两个,日后多来听听老卓讲解,这可比宗门那些长老什么的,讲得好多了。 是。 是。 沐不凡和赵延明二人恭敬拱手。 四人折身返回,沐云直接去了丹院,开始忙活起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谢青每日里从沐云手中拿取丹药,吞服下去,抓紧时间修炼。 而赵延明和沐不凡二人,白天在宗门内,听听讲课,到试炼无常修炼。 夜晚,便是直接离开,通过密道,进入到地底葬剑中,通过卓远航教导学习。 时间一换而逝,半年时间消失。 这半年时间,沐云每日里便是在丹院内,帮助西星儿可西梦大师炼丹之余,自己也是按照太爷爷的教导,着手炼制的元神丹。 现如今,太爷爷告诉他的真元神丹丹方,无论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他都能够信手捏来。 半年时间,做到这一步,只让沐风笑整个人彻底傻眼了。 天才,已经不足以形容沐云了。 天生的丹师,还差不多。 不过,这半年时间来,沐云也是相当于全部铺在了丹药上,到达地神初期境界之后的他,并没有着急继续提升,每日每夜,都以神魂沟通大地之魂,滋养自己神魂。 第1801章 谢清离别 不过,虚神丹,真元神丹,地元神丹,三个等级的神丹,何止千千万万种,沐云也并非是全部掌控,还需要时间去逐个记下来。 稳定单数,固定地神初期实力,现在的沐云,心中很明确自己该干嘛。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沐不凡和赵严明二人提升,也是十分显著。 至于谢清,到底到达何等境界,沐云也看不穿。 这一天,沐云依旧在丹苑内忙碌到深夜,突然,一阵微风吹过,一道身影在此刻出现。 谢清,搞什么鬼,出来吧。 沐云头也没回,直接道。 你小子,属狗的吧。 谢清走出身来,笑嘻嘻道。 你的气味,忘不掉啊。 沐云此刻揉了揉脑袋,笑道,最近昏天暗地,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了。 那就休息休息呗。 可不能休息。 沐云笑道,时间可是很珍贵的,不然,日后我这木族太子,岂不是太窝囊了。 你这祖龙之后,我怎么帮你一统龙族。 切,才不用你。 谢清切了一声,随即斜铐在门上,看着沐云。 狼仔子。 啊? 我要离开了。 寂静。 突然,空气变得寂静下来。 沐云转身,看着谢清。 为什么要走? 你现在在剑神宗内,很安全,人少龙。 别说废话。 沐云开口道,你我之间,不需要那么多废话。 你也知道,我是祖龙之后,脑海内,一些记忆片段,开始联合起来了,指引着我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必须要去。 尤其是最近,突破到地神境界,感受大地之魂之后,我感觉到,在遥远的地方,有一。 各灵魂,在呼唤我,让我无法静下心来。 一路保重。 看着谢清,沐云突然笑道。 嗯? 谢清顿时一正。 你我本都不是常人,你需要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也需要做我该做的事情,再说,咱们兄弟二人,将来说好了,要称霸神界的。 狼仔子。 嗯? 你他们真不够意思,老子要走,你都不客气的挽留一下。 挽留你妹。 哈哈。 房间内,两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星儿最近弄来几堂好酒,准备炼丹用的,刚好,今夜我们兄弟二人喝了。 算是为我送行。 对。 两人顿时相视一笑,沐云直接取酒,上了房顶。 酒色,夜色,月色,都有了,可惜啊,没有美女相伴啊。 谢清哈哈笑道,狼仔子,活走之后,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凡事,能忍就忍过去了,当时不行,咱们忍,日子长着呢,活到最后,笑到最后。 才是老大。 还有,别再拈花惹草了,八个嫂子,这以后,我见了你,不得大嫂到八嫂一个个喊起来,都要累死。 再有,啥时候遇到超级美女,给我留意着。 谢清叙叙叨叨,嘴巴不听。 闭嘴。 沐云最终忍不住骂道,你要是舍不得,就别走了。 滚滚滚,老子舍不得你才怪了。 夜色,月发明亮,两人相视一笑,紧紧拥抱。 兄弟,保重。 放心,再见之时,你我皆是神界赫赫威名的大人物了。 这一句,或许是二人说的最真诚的话。 一直以来,两人都是笑骂之中度过,真认真讲起话来,还真不习惯。 来,喝酒。 喝酒。 公愁交错,夜月明亮。 沐云知道,谢清注定是要离开的,祖龙之子,他有自己的使命需要去完成。 可惜,现在他没办法帮谢清。 昏昏沉沉之间,两人最终,沉沉醉去。 第二天,沐云被一道刺耳的尖叫声吵醒。 沐云,沐云,好你个沐云,我的酒啊,这可是集结千年寒冰凝聚的水滴,酝酿而成,你你你,你一个人居然喝光了。 沐云,双手插腰,看着睡眼朦胧的沐云,眼中带着怒气。 喝光了。 沐云站起身来,却是发现,地上除了几个酒坛子,那些酒,根本没了。 谢清,你个混蛋,走都走了,居然还给我口一个大帽子。 马丹。 你在说什么? 西清儿根本不管,直接喝道,你少在这里装,给我赔,今天开始,给我炼丹赔偿。 好好好。 嘴上说着,可是心中,沐云将谢清骂了个底朝天。 只是,看着太阳升起,光芒四射,沐云心中,一抹失落出现。 赖皮龙,给老子好好活着,再次相见,希望在龙族,你已经是万万龙之上。 苦笑摇头,沐云直接开始忙活起来。 沐足太子,祖龙之子,他与谢清,注定是要分开,各自为各自而战。 这战,成了,万古流明。 失败,一把骨灰。 接下来一段时间,沐云颇显颓然,谢清积极喳喳的消失,让他颇有些不习惯。 好在,一直在传言之中的一空间历练的事情,终于是敲定下来。 这一天,宗门内,这一件事情,彻底开始走上征途。 沐兄 赵延明第一时间找到沐云,道,事情敲定了,一空间之行,据说发现的这一亿空间,乃是一片大陆碎片,大家现在都传风了。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具体不清楚,但是据说这次力量,皆是内宗弟子,两万七千多名内宗弟子,全部参加,宗门准备大家演练,迎接即将到来的四宗会晤。 四宗会晤。 没错。 赵延明笑道,四宗会晤,鄙视的乃是封号弟子,所以此次宗门选定时间,想要在内宗弟子之间,诞生一批封号弟子,增强我们剑神宗的实力。 有意思。 沐云笑道,影盟那边怎么说? 影盟啊! 听唐达说,此次影盟成员,大家一起行事,防止天子盟等盟会在这一次历练之中报复。 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动身? 一月之后。 嗯? 沐云点点头,道,这半年时间来,因为影盟,遮天会,风云会以及战盟对我们几人放松了,这次历练,三大盟会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赵延明,你将不妨喊上,这几日时间,到老卓那里,争取再进一步,突破一步。 好。 赵延明离开,沐云感到丹苑。 既然是以空间历练,此次,只怕是会担上一段时间,他需要准备一些担药,应对布防之策。 没过几日,剑神宗内正式通知便是下达。 众多内宗弟子,也是摩拳霍霍,准备大展身手。 沐云也是安排好谢青和沐步凡之后,开始投入到炼制神丹的过程之中。 一月时间,悄然而逝。 这一天,一大早,剑神宗,内宗之中。 早在之前,沐步凡和赵延明,也如同沐云一样,搬入到了内宗,他们二人,也是突破到了帝神初期境界。 内宗试炼五场,人山人海之间,沐云三人,很快找到影盟所在之地。 影盟内宗成员,在舒康、舒叶、朱紫阳,向成功四人带领下,聚集在一起。 整个试炼五场,一片玄幻。 舒康看着周遭影盟弟子,吩咐道:"大家此次在一空间内,一定要抱团,不能因为个人纷争,导致内乱,若是被我知道,必定不饶。 沐云,你过来。 舒康招呼沐云来到身边,取出一块铜牌。 那铜牌,巴掌大小,上面印刻着一道古怪的纹路之门。 这铜牌,名为金钟圣门,乃是莫影盟主历练之时得道,能够抵挡住天神一击,你携带好,关键时刻可保命,这是莫影交代我给你的。 听到此话,沐云点了点头。 这半年时间,加入影盟内,这位一直未曾见面的莫影盟主,对他十分照顾,这也让沐云十分不解。 他可以确定,自己不认识这位莫影。 可是偏偏,此人对自己极好。 好到影盟其他一些成员,已经是不乐意了。 此刻,沐云便是感觉到,几位影盟成员看着他的目光,颇为不善。 这位莫影,还真是奇怪。 沐云心中嘀咕。 刷刷刷。 而正在此刻,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天空之上,一道道身影,飞驰而来。 一共九道身影,此刻飞翔在天际,看着下方。 九大座上长老都出动了。 那是,此次以空间之行,对我们是一种磨炼,说不定会诞生不少封号弟子,宗门很重视的。 希望此次我们能够有所收获。 此刻,天空之上,九道身影,分别站定。 中央,一名须发揭白的老者,在此刻,一步跨出。 那强横的气息,使得在场弟子,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迫袭来。 神军强者。 开辟元神的神军境界强者,举手投足之间,暗和天地之力,完全不是他们能够比拟的。 安静。 大长老古城风此刻开口道,此次以空间力量,宗门派人查探过,其中,一些危险,需要你们格外注意,但是,笼子之中的除鹰,总归是需要奔放在天际之边。 所以,此次一定会出现伤亡,但是你们切记,不可自相残杀,要记住,你们都是剑神宗弟子。 其次,这次,只要是在异空间之中,晋升到天神境界的弟子,皆是可以直接成为封号弟子。 大长老一语落下,引起阵阵轰动。 第1802章 异空间大陆 只要晋升天神境界,便可以直接成为封号弟子。 以前要成为封号弟子,可不仅仅是要到达天神境界,还要通过宗门考核。 看来这次,真的是一个机会。 众多弟子此刻皆是神情振奋。 这是一个鲤鱼月龙门的机会。 大长老再次道,此次历练,为期三年时间,在里面,你们需要待上三年时间,而出来之后,再过两年,便是四宗会晤,到时候,表现突出者,可以参加四宗会晤。 大长老话语落下,手掌一挥,顿时,身边八位座上长老皆是分散开来,直接一步跨出,将众多内宗弟子围了起来。 嗡! 突然间,九位座上长老手掌一挥,一道道光芒从各自心口冲出,化作一道道流光,直接奔袭天际。 那九道光柱在此刻直接扩散开来,给人一种悸动。 咚! 突然间,一道暴鸣声响起,大地逐渐崩塌开来,众人脚下,出现一道道印记。 紧接着,一股强横的吸扯力,直接拉扯着所有人,朝着下方坠落。 顿时,整个试炼武场上,到处都是惊呼声。 只是那惊呼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便是消散。 最终,众人的身影,已经是消失在了内宗试炼武场之上。 古城风手掌一挥,站在半空之中。 此番,希望我们见神宗内,可以多出几名封号弟子来。 古城风呼了口气,道,五年后,便是四宗会晤,这次,一定要通天谷好看。 大长老所言甚至,这些年,通天谷是越来越嚣张了,真不知道宗主为何对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 九长老迪赫忍不住哼道。 两位长老所言诧异。 而正在此刻,一身黑色长袍的二长老刘云峰此刻站出身来。 一头挥发,根根道立,刘云峰给人一种极为霸道的感觉。 身为二长老,刘云峰在见神宗弟子,也是十分深厚,不少拥护者存在。 宗主并不是惧怕通天谷,而是想要让他们狂妄自大,而后我们徐徐图谋。 徐徐图谋。 大长老哼道,当年,老宗主先是,十有八,就和通天谷分不开关系,这个仇,我们不能忘记。 古成风,谁说老宗主故去,乃是通天谷的人干的了。 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 刘云峰,你此话何意? 就算不是通天谷干的,那通天谷这些年和我们作对,总是事实,你怎么对通天谷态度如何友善? 我。 好了,几位长老,成何体统。 而几人争吵之间,突然,虚空之中,一道流光落下,一道身影,出现在九位长老面前。 来人看起来约么三十岁左右,一身儒雅白袍,一手在前,一手附后,眉宇之间,一抹鹰气逼人。 宗主! 宗主! 看到来人,九大长老此刻皆是恭敬行礼。 眼前此人,便是剑神宗宗主卓剑一。 九位长老皆是我剑神宗的中流砥柱,吵起来总归是不好,若是被外人知道,恐怕不妙。 是。 卓剑一毕竟是宗主,九位长老就算是地位再高,也要恭敬对待。 大长老,这次试炼,姿势体大,你要密切关注一空间大陆的发展,若是出现意外,第一时间告知于我。 是。 大长老领命,拱手离开。 眨眼,五场上,只剩下卓剑一和刘云峰二人。 宗主,这个古城峰,对卓远航可谓是愚忠,留着他,总归是个祸害。 刘云峰低沉道,万一每天,他知道了卓远航乃是您和霸谷主联手囚禁,只怕。 那你的意思呢? 杀。 不可。 卓剑一摇头道,古城峰此人,追随卓远航时间很久,在剑神宗内,地位也很高,我们若是杀了他,恐引起波澜,剑神宗内部分乱,不利于大计。 那就,借刀杀人。 刘云峰冷冷道,玄冥殿和九星阁素来交好,我们剑神宗和通天谷这些年,明面上不合,他们也看在眼中。 霸谷主那边不是说了吗? 玄冥殿那边,好几次联合他们,想要三大宗门,一起对付我剑神宗。 既然如此,不如我们顺水推舟,让霸谷主答应下来,在四宗会晤之时,三大宗门动手,灭我剑神宗,然后霸谷主直接反水,出其不意。 玄冥殿和九星阁,势必毫无准备,到时候我们两大宗门。 是个好主意。 卓剑一开口道,到时候,大长老他们先上,死了,为宗门奉献自己,也省得最终我们和通天谷联合,这些人积极喳喳。 宗主英明。 既然如此,此事,现在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了,刘云峰,你告诉我娘,让她和父亲多多商议。 是。 卓剑一话语落下,身影一闪,消失不见。 徐徐,她的身影出现在藏剑肿下。 卓远航,许久未见。 卓剑一看着崖底铁链束缚住的卓远航,但笑道,怎样? 在崖底这么些年,可曾想到,怎么报仇雪恨杀我了? 呸。 卓远航哼道,卓剑一,你必定不得好死。 卓远航,你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卓剑一吃笑道,小时候便经常听你告诫我,什么身为木族之人,死为木族的鬼,你一个小小的玄天士,不过是神军境界,人家木族,看得上你。 我听闻十大古族,祖神境界的巅峰强者,都是一抓一大把,你一个小小神军,说不定人家木族,早就忘了你了。 而且,木族被九大古族打得体无完肤,现在就是一群人苟延残喘而已,你还真以为,靠你,能够复兴木族?自不量力。 哈哈。 听到此话,卓远航哈哈大笑道,卓剑一,你未免太自傲了,木族强大,岂是你这等蝼蚁能够想象到的?别说是人族九大古族,就是龙族,凤族,古族,木族也不放在眼中。 疯子。 卓剑一懒的和卓远航多说,吃笑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在这里做着你的春秋大梦,顺便,帮我淬炼更多的神兵利器,将这些神剑,滋养成灵性十足的绝世神剑吧。 你想干嘛?我想干嘛?卓剑一吃笑道,我没有你那么雄心壮志,什么复兴木族大计,痴心妄想,但是,做这南卓运霸主,我还是能够办到的。 丧剑中,我会演化成一座大阵,五年后四宗会晤,四大宗门高层悉数到来,我便依靠这大阵,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与通天谷合并,灭了玄冥殿和九星阁,一统南卓运。 虽说南卓运只是神界众狱之一,但是足够我施展报复了,我可不像你,整天痴心妄想什么古族之事。 你做梦吧。 卓远航贺道,玄冥殿和九星阁,哪一个不是南卓运顶尖的存在,玄册核心决天二人,可不是傻瓜。 你不信? 那我们拭目以待好了。 卓剑一手掌一甩,吃笑道,至少,我野心不算大,心性坚定,不像是你,被我娘亲骗得团团转,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变成了别人的儿子。 你? 怎么? 我说错了吗? 卓剑一吃笑道,你放心吧,灭了玄冥殿和九星阁之后,我会杀了霸天诀,为你报仇,到时候,剑神宗众人,更会敬仰我,你的价值,也就没了。 霸天绝乃是你亲生父亲,你居然如此狠心。 相比于南卓玉霸主地位,我可不需要这个父亲。 卓剑一双拳紧握,哼道,每次想到,他与我母亲缠绵,我便心中怒火燃烧,我母亲那样的女子,世间,没有男子可以配得上他。 看到卓剑一眼中那一抹火热的战友情绪,卓远航顿时一呆。 这家伙! 疯了! 卓远航想要将这些事情告诉沐云,可是他知道,现在沐云已经是进入到一空间大陆修行,只有等沐云回来,才能够告诉沐云了。 但那时候,便只剩下两年时间了。 两年时间,能够做什么? 殿下,这三年时间,你可一定要快速成长起来。 卓远航心中,焦急不已。 此时此刻,数万类宗弟子,到达一空间大陆。 落地一瞬间,众人感觉到,此地的空间和时间法则,与神界内几乎是毫无差别。 周遭大地,在此刻风声呼啸,苍茫茫的地面上,到处都是黄沙。 这是沐云眼前展现的一幕。 看来,此地是一片神界脱落的大陆,日积月累之下,飘荡在一空间之中,被见神宗的人偶然发现。 沐云看着四周,冷静下来。 因为众人进入到此地之时,数量众多,导致空间出现乱流,大家都是被分散开来,沐云此刻独自一人,看着四周。 一道道破空声响起,周围,有一些弟子已经选择开始挺进,离开此地。 他们看到沐云之际,并没有选择动手。 虽然沐云只是地神初期境界,可是此地尚且不明到底是什么情况,众人也不敢擅自动手。 大家还是决定,暂时观望,彼此并没有选择动手。 沐云沿着大地,选定一个方向,便是离开。 周遭漫天黄沙,狂风呼啸,不时间,形成一道道龙卷风,肆虐开来。 沐云看着四周,感受天地神力,发现十分稀薄。 此地的天地神力,薄弱的不像话。 要想恢复神力,依靠吸收此地的天地神力,无异于是开玩笑。 至于依靠神经,他们之前在宗门内,都是靠着功劳点,哪里有神经在身上。 即便是有,那也是少数。 想到这一点,沐云也是有些担忧。 现如今,想要得到极大的进步,只有依靠掠夺天地神力,还有一条,那就是抢。 第1803张子牙兽 抢他人身上的神经 沐云查看了自己身上的神经,只有一百多万。 这一百多万下品神经,对于虚神境界的他来说,乃是一笔巨幅,可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也顶多是几次交战之后恢复神力就完了。 该死的剑神宗规矩,功劳点最大,现在,导致身上没有神经,寸步难行了。 之前沐云在剑神宗内,修炼都是凭借内宗的灵阵,根本不需要神经,可是现在,大为需要。 看着眼前黄沙漫天,沐云嘴中一抹苦笑出现。 眼下,还是需要尽量避免交战才对。 行尽了约么半日时间,周围,依旧是黄沙漫天,沐云甚至怀疑,这一空间大陆,是不是只有黄沙存在了? 呼呼 前方,风声呼啸,宛若孩童低气,寡妇夜宇,幽冥碎碎,若不是光芒四射,沐云真怀疑是出现在鬼地了。 啊! 只是突然,前方一道惨叫声响起,沐云神情一变,停下脚步。 飞身而起,透过层层黄沙,沐云看着前方,眼神一震。 前方,黄沙飞舞之间,一道道身影,与一道龙卷风搏斗着。 突然,他目光锁定到一人身上。 那人手中,一颗闪烁着淡红色光芒的晶石,熠熠生灰。 中品神经 沐云眼中,一抹喜色出现。 中品神经,也是存储神力的晶石,和下品神经不同,中品神经,存储的神力,更加丰厚,可以一底万。 从颜色便是可以分辨出来。 淡绿色的下品神经,在天地之力凝结之下,存储的神力有限。 而中品神经则不同,中品神经呈现出淡红色,存储神力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品神经存储的神经,因为量变,引发质变,其中的神力,更加适合吸收,可以说神力的纯度很高。 沐云之前听沐风尘说过,中品神经之上,还有更高级的上品神经,淡紫色,那才是真的适合修炼的神经,蕴含神力,简直是吸收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而且,最顶级的便是极品神经,白金色,其中神力,就连顶尖的祖神境界武者吸收起来,都是不可自拔。 此刻,那名弟子手中紧握的便是一颗中品神经。 而且,那七八人联合起来,在对付龙卷风之时,不断掏出一颗颗中品神经,不多时,已经是足足有数十颗了。 可是,为此他们也付出代价,地上,两三道尸体,静静躺立,早已经是死去多时。 看到此景,沐云自然是不会杠看热闹。 身影一闪,虚灵剑在手,沐云直接杀出。 冲到那龙卷风面前,沐云方才发现,那哪里是什么龙卷风,而是一只神兽引动的沙尘风暴。 卷晶紫牙兽 沐云看着那浑身上下火红的神兽,顿时惊呼道。 卷晶紫牙兽,本来名字不叫这个,就叫紫牙兽。 但是此神兽,全身上下,充满了尖刺,那些尖刺,不仅拥有强横的刺穿能力,还拥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专门吸附神经 原本,一只紫牙兽不过是十几米大,可是眼前这只,却是足足近百米大小。 这是吸附了足够多的中品神经导致。 那七八名弟子此时此刻,便是与这紫牙兽交手,疯狂掠夺那紫牙兽身上的中品神经。 只是紫牙兽也不含糊,卷起沙风,保护自己身上的神经之时,便开始反杀。 卷晶紫牙兽之所以有这个名字,便是因为对神经的疯狂挚爱。 在后代和神经之间,紫牙兽会毫不客气的选择神经。 但是更奇怪的是,紫牙兽从来不依靠神经修炼,可偏偏对神经情有毒中。 牧云此刻直见而来,杀入到几人之中,也是开始不断剥离那紫牙兽身上的中品神经,不多时,已经是到手七八块。 哦! 这一瞬间,紫牙兽怒了。 这些人类,还没杀完,又来了一批,简直是络绎不绝。 他们剥离自己身上的神经,简直比喝自己的血还让人心痛。 牧云顿时疯狂掠夺起来。 紫牙兽在此刻,终于是彻底暴怒。 轰轰轰。 顶刻间,几人周身,狂风乍起,一道道流沙,化作一条条胶蟒,直接冲向周围七八人。 砰砰砰。 这一瞬间变化,众人皆是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那杀娇轰退。 紫牙兽趁此机会,刚想逃走,可是突然,一箭,阻隔了他的去路。 牧云此刻,未曾被轰退,反倒是因为其他几人退走,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 扑哧扑哧的声音响起,紫牙兽喘着粗气,杀向牧云。 岑师兄,我们快些动手。 慢着。 那七八人之中,四人一队,为首一名男子阻拦道,这小子,有两把刷子,似乎克制这紫牙兽,我们先让他消耗消耗这只紫牙兽。 岑师兄果然聪明。 等这小子宰了紫牙兽,咱们再评分这些中品神经就是了。 是。 而此刻,那另外四名弟子,分别张开,也是袖手旁观起来。 牧云顿时压力增大。 看到那几人都不动手了,牧云顿时明白,这些家伙在想什么。 坐收鱼翁之力。 喝。 牧云嘴角冷笑,直接悍然不惧,杀向紫牙兽。 轰。 一番交手,那紫牙兽此刻,身体直接倒地,鲜血染红了沙漠。 哗啦啦的声音响起,他身上上千颗中品神经在此刻,直接落地。 仔细看去,足足有上千颗。 上千颗中品神经,那可是价值上千万下品神经,足够地神境界武者在此地修炼几个月所需了。 紫牙兽贪图神经,果然是名不虚传。 牧云此刻呼了口气,手掌一挥,便欲将那些中品神经,尽收掌中。 慢着。 而正在此刻,其余几人,回了上来。 有事。 看着七八人,牧云眉头猝起。 自然有事了。 那层师兄此刻走上前来,淡淡道,这一只紫牙兽,是大家齐心协力斩杀,所以这一千多颗中品神经,咱们几人,应该平分。 平分。 看着身前的七八人,牧云嘴角一抹笑容出现。 大家齐心协力。 牧云看着其余几人,道,似乎我在斩杀紫牙兽之时,你们这些人,都只是在一旁观看吧。 此话一出,几人表情顿时古怪起来。 其余几人,目光都是看向那位岑师兄。 小子,你的意思是,我们逼迫抢夺你的神经了。 难道不是吗? 牧云痴笑道,你们几人联合起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胡言乱语。 陈师兄喝道,我们几人之前消耗了紫牙兽大部分力量,你才得以斩杀,现在这些神经,自然是该有我们一份的。 小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陈师兄乃是地神中期境界,看到牧云不过是地神初期,也是懒得废话,直接杀上前来,冲向牧云。 找死。 可是此刻的牧云,也是毫无所惧。 这家伙,刚才不出手,现在出手,摆明了是坐收渔翁之力。 而且先前众人对付那紫牙兽,那紫牙兽根本没有使出什么力气,任由他们抢夺身上的神经,他斩杀紫牙兽,可是花费了极大的力量。 刚才这些人不开口,现在在这里指指点点,牧云自然是不会听之认之的。 杀。 手掌一挥,牧云一步跨出,脚下黄沙,穿刺到大地之上,一股震荡的气息,直接传荡开来。 轰隆隆的声音,传荡开来,给人一种震慑人心的感觉。 这一瞬间,岑师兄感觉到,站在眼前的牧云,全身上下,气息浑然不同了。 该死。 岑师兄此刻想要后退,可是牧云哪里会给他机会。 砰。 双拳相碰,岑师兄顿时脸色一白,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 扑得一口洒出鲜血,岑师兄整个人彻底傻眼。 他看到牧云靠近,简单一拳,撞击到他身上,紧接着,他便是还未感觉,手臂,已经是脱离身体而出。 扑斥一声响起,手臂在此刻,直接断裂开来。 岑师兄一脸鲜血染红,整个人心胆俱害。 啊! 半嗓,他惨叫一声,直接整个人宛若癫狂一般。 感觉如何? 牧云哼了一声,道,想要坐收渔翁之力,也要看看你的对手是谁,找部队的人,那就会送掉自己的命。 你们还愣着干嘛? 不想要神经了吗? 宰了他,这小子不过是地神初七,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杀了他。 刷刷刷。 顿时,那剩余六七人,皆是被神经吸引,此刻忍不住直接出手,杀向牧云。 他们已经是杀红了眼,现在只想对付牧云。 不知死活,愚昧无知。 牧云一步跨出,陈鹤道,连他地神中期都被我斩断一臂,你们几个地神初七的,能有什么用? 话语落下,牧云毫不客气。 他虽只是第一次觉醒沟通大地之魂,可是已然是能够引动五十米范围内的大地之力,和中期境界武者相差无几。 这六七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砰砰砰。 突然间,三道身影还未靠近牧云,在牧云身前五十米范围内,一股强大的吸扯力,直接拉扯住他们的身躯,使得他们无法承受,直接身体爆裂开来。 那另外四人看到此景,哪里还敢交手,顿时扭转身去,急忙后退。 第1804章 七世祖目归凡 可是牧云怎么可能放过他们,手掌一挥,一道磅礴吸扯力,直接将那四人拉回,手掌翻滚,通灵脉指在此刻,直接刺出。 砰砰砰的声音响起,通灵脉指直接斩出,划出一道爆裂的指痕,扑哧扑哧,斩向四人。 顿时,那四人身躯倒地,在地上攀爬着,看着牧云,满眼恐惧。 对不起,对不起,别杀我们。 四人此刻脸色憔悴,恐惧不已。 不杀你们。 不杀你们,我何以生存? 若是现在是我,你们会放过我吗? 砰砰砰。 手掌一挥,四人皆是毕命。 这一幕幕,也不过是发生在几夕时间之内,看到地上七具尸体,岑师兄已经是彻底傻眼了。 该死。 岑师兄暗骂。 你不能杀我,你可知道,我乃是风云慧弟子,你杀了我,那就是得罪了风云慧。 风云慧。 牧云嘴角一抹痴笑浮现。 我要得罪的,就是风云慧。 砰。 眨眼,岑师兄脑袋开花,身体逐渐变凉。 这一瞬间,黄沙流动,那些尸体,逐渐被掩埋。 牧云收拾了神经,赫然发现,八人身上神经加起来,足足有四百多颗。 统计下来,此番,一共获得一千五百颗神经,还是中品。 此次,可谓是大赚一笔。 牧云呼了口气,身影一闪,离开此地。 约么半天时间,她的身影出现在一处乱石岗之中。 这一片沙尘小一些,而且有许多巨石。 牧云直接将巨石聚拢在一起,围绕住身躯。 取出十颗中品神经,牧云二话不说,开始恢复起来。 那一丝丝精纯的神力,进入到身体后,体内神源再次被灌满。 中品神经,果然是十分精纯舒适。 牧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徐徐,她身体内神源得到灌溉,四肢八脉开始扩散开来,十分舒适。 身体,从未有过如此舒适的感觉。 而正在此刻,体内神源,蜂拥而出,一道道印痕被调动起来,钻入到大地之下。 第二次沟通,再次开始。 牧云急忙收起心神,内视自己身体,观察着大地律动。 她比别人多出了七十二道印痕,扩散开来,直达地心,那圆河再次出现,大地本源砰砰,砰砰的跳动,如同一颗心脏一般。 舒畅的力量,使得牧云感觉到身体无比轻盈。 她再次看到大地本源,本身萌生出一股亲切之感。 而与此同时,地面之上,黄沙流动,大地裂开。 十米。 三十米。 五十米。 七十米。 一百米。 一百五十米。 最终,大地裂开,扩散到牧云周身一百五十米的范围。 一股风盈的气息,在此刻跳动开来。 牧云八十一道印痕,在此刻徐徐收回,逐渐消散。 牧云依依不舍地从大地之原处退回,感受到刚才的温度,她心中依旧是恋恋不舍。 那种神魂和大地之魂沟通的感觉,实在是太过舒畅。 醒转过来,看着周身巨石已经是碎成了渣子,牧云神色一惊。 地神中期。 第二次与大地之魂沟通了。 而此刻,她使出大地之力,足足接近一百五十米的范围爆裂开来。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一般而言,中期境界,五十米范围,她足足是超出了三倍。 不过,和后期境界舞者,她依旧是相差太多。 后期境界舞者,第三次觉醒,范围能够扩散到五百米。 只是牧云心中也不贪功冒进。 这样的提升,已经是很满意了。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牧云呼了口气,站起身来。 地神中期境界了。 从当初刚跨入到神界之时的半步虚神,到达今日,她花费了有数年时间。 很快,但是又很慢。 只是想到头来,她已经是等待了四万年,不在乎再等待数十年了。 九大谷族,血潇,那些曾经想让我死的人,你们该开始颤抖了。 低沉的话语蔓延开来,牧云迈开脚步,开始进发。 她现在已经是到达了地神中期,三年时间在此地,未尝不能尝试突破到天神境界。 神界之中,九大境界。 贤四重,可谓是扎实基础,虚神境界,凝炼神体,真神境界,开启神源,汇聚印痕。 地神境界,沟通大地之力。 天神境界,凝聚天地之力。 而神君境界,凝聚元神。 神界境界到达这一步,便是进展缓慢得多。 因为这一境界的武者,寿命大大延长上万年不止,那在仙界,就是上百万年。 元神的凝聚成长,可谓是步步风险。 至于之后的神王,神皇,神主以及神界顶尖的神祖,更是虚无缥缈。 他现在在地神中期境界,可以说是相比于后期的境界提升,还差了许多。 接下来的赶路,沐云并不着急。 他已经是到达地神境界,可以学习三品神诀了。 之前交手,他也是发现,那四名地神初期境界武者并没有被他直接一指斩杀,并不是他实力不够,而是神诀品级太低了,发挥不出他的威力来。 沐云自然是率先找到爷爷沐风尘。 好小子,居然这么快就是地神中期境界了。 沐风尘笑道,这样修炼境界提升,到达天神,指日可待。 不过也不可大意。 沐风笑接过话道,你现在是地神中期境界,但是要明白,唯有到达神军境界,在神界,才能够称得上是高手行列,神军之下,皆为蝼蚁。 是,太爷爷。 沐风笑点了点头,也是十分满意。 沐风尘哈哈笑道,既然如此,爷爷自然是要传授给你剑决,不过在这之前,你可以尝试开启第三块圣碑。 对呀。 沐云突然想到。 昔日在仙界开启第一圣碑,引出了爷爷。 后来在真神初期境界,他引动出了太爷爷。 那现在,到达地神境界,是不是可以引动出曾爷爷了? 沐云眉宇之间,一抹喜色出现。 好,趁这次的荒无人烟,即便是引出动静也不怕。 沐云点了点头,直接开始。 砰砰两道声音响起,黄沙之中,两块圣碑,在此刻直接被召唤出现。 沐风尘和沐风笑的虚影,出现在圣碑之上,光芒仍在。 第三块圣碑,此刻被沐云直接取出。 他心神凝聚,体内惊血,冲击到第三块圣碑之上。 源源不断的惊血,注入到圣碑内,沐云脸色愈发苍白。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那圣碑,最开始,没有任何反应,可是后来,却是光芒四射。 徐徐,沐云嘴角,一丝鲜血密出。 他开始逐渐支撑不住。 可是这第三块圣碑之上,还是没有任何的波动。 沐云不愿放弃,沐风尘和沐风笑二人却是忍不住劝解起来。 孙儿,你现在境界还不够,还是再等等吧。 别勉强自己。 没事,我还可以坚持。 沐云此刻却是不愿意放弃。 一旦放弃,前功尽弃,他损失的精血,可是需要不断去弥补回来。 紧接着,那圣碑之上,光芒越来越亮,徐徐,从光芒之中,一道身影,缓缓走出。 一身灰色长衫,长发有黑,随风飘荡,炯炯有神的双眼,给人一种极为闪烁的神盲之感。 父亲 爷爷 而看到那一道身影出现,沐风笑和沐风尘二人,皆是激动不已。 疼爷爷 沐云此刻也是一阵。 我,醒来了。 男子此刻略显迷茫,可是突然反应过来,看到沐风笑和沐风尘二人,神情大变。 笑儿,尘儿,这么说,我们沐足,遭遇大难了。 父亲 沐风笑此刻再无长辈姿态,而是一副晚辈姿态,道,我们沐足,确实是遭遇大难了。 云儿 沐风尘看着沐云,道,这是你爷爷的爷爷,也是我们沐足第七任族长沐归凡,爷爷的爷爷,可是一名厉害的神器师,日后教导你学习神器之法,以后,单术,剑术,气术,你当无不精通。 疼爷爷 也别疼爷爷的,太爷爷的喊了,今日开始,称呼你爷爷为九师祖,我为八师祖,疼爷爷为七师祖。 沐风笑开怀道,这样也方便。 是。 云儿 沐归凡看着沐云,却是神情一阵。 爹,我来和你说明一切吧。 沐风笑道,这件事情,有些复杂。 云儿,你先回复,我和你八师祖,与七师祖将话说明白。 是。 沐云确实是急需休息,他消耗了太多的惊血了。 时间不多,沐云脸色恢复,可是体内依旧是有些空虚。 好在他准备了不少丹药,恢复起来,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此刻,沐归凡叹息一声。 想不到,我沐足先祖沐战,以一己之力,开辟沐足,踏入非凡,开辟吞噬血脉,我沐足,居然会出现这么一天。 沐归凡颇为感慨。 当年,沐战先祖,开辟沐足,二世祖沐丰,三世祖沐东华,将我沐足发扬光大成为人族的中流砥柱,没想到,现如今九大谷族,居然是对我沐足,如此憎恨。 爹,他们那是惧怕。 沐丰笑开口道,他们惧怕我们沐足,才会这么做,好在清语这孩子,历经图治,开始复苏沐足,云儿现在三世而归,父子二人合力,必定能够重振沐足。 第1805章 走出黄沙地 沐归凡看着沐云,道,我沐足九世祖长传闻,第十世必定是人中龙凤,你父亲沐清语,当属十世祖长之中最出色的一个,看到了我等没看到的天地。 你更是九命天子,和昔日传闻的第一神地叶逍遥一样,拥有相同的宿命。 这也是天不绝我沐足。 沐归凡欣慰道。 第一神地叶逍遥。 沐云听过此人名讳,人足百万年来,最杰出的一位天地英才了。 曾经一统神界,而后功成名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不知所踪。 但是他人不知,沐云知道,此人,战死。 诸仙徒,乃是第一神地之宝,归一心中,对自己曾经的主人,无比缅怀。 上次在谢清体内察觉到祖龙魂西,那祖龙也曾说。 他事业逍遥的坐骑。 这位传奇人物,当真是站在了神界所有人的前端,身后,留下的只是无尽的传说。 云儿,按道理来说,你便是我牧族第十一位族长,一统神界,非你莫属。 圣碑,是我牧族至宝,传承皆靠他,你现在既然是将我换出,我自然是要将毕生所学,清囊教授与你。 牧归凡开口道,从今日开始,你便同我学习练技,将来,回归神坛,你便是天地间一等一的神器师,我牧族之名,不可没落。 是。 牧云现在可谓异常激动。 九世祖牧封臣,见到独尊。 八世祖牧封啸,单数比祖。 七世祖牧归凡,气数超群。 三位老祖,可以说是比得过这神界顶尖的祖元神丹,至尊神器。 他身上还有三块圣碑,六世祖,五世祖,四世祖三位,又是何等绝世人物。 牧云忍不住道,七世祖,那六世祖,五世祖,四世祖三位,是何等人物。 他们。 提及此话,牧归凡却是一顿。 其实,每一代圣碑传承,彼此间都有联系,牧封臣,你当初该是察觉到你父亲牧封啸的气息了吧。 没错。 牧归凡再次道,风啸,你该是察觉到我的气息了吧。 对。 牧归凡听到此话,神情黯淡。 怎么了? 可是我,却并未察觉到六世祖牧问天的气息,你六世祖,乃是枪术天才,霸绝神界,我没感应到他的气息,只怕。 无法召唤行转。 对。 牧归凡苦笑道,如果一旦如此,极有可能五世祖和四世祖,也无法召唤出来了。 听到此话,牧云可谓脸色一颤。 这样一来,那可是极大的损失。 不会吧,爷爷。 牧封臣惊诧道,那清语是如何将一世祖,二世祖,三世祖召唤出来的。 这我便不知了,不过极有可能,圣碑传承近百万年,其中有些许残损,谁也说不准,真正我猜测是否正确,唯有让云而境界足够知识,方可知道了。 文。 牧云此刻恨不得立刻冲击到天神境界,再来试试开启下一块圣碑,他可不希望,后面三块圣碑内的老祖,消失不见。 那不仅仅是对他,对整个牧族,都是一大损失。 这几日时间,牧云在黄沙内,并没有着急前行,而是在此地逐渐恢复,顺便听取牧封臣传授剑术。 我传授给你两套剑术。 牧封臣认真道,第一套剑术,也是爷爷我当年在地神境界修炼的,名为血月剑爵。 血月剑爵,分为三招十二世。 这三招,分别名为血半月斩,银月绝杀,却银月积风。 三招一共有十二世,十二世的招式,分分不同,我来说,你照做,我为你指点。 好。 牧封臣继续道,还有一套剑术,那就比较厉害了。 我看了,你身上,我木族血脉,你的血精爆,威力强大,凝聚精血越多,威力越强,甚至不输于圣碑匿迹。 所以血月剑爵,与你刚好。 而这一剑招,则是可以配合你的天火。 牧封臣神秘道,此剑绝名为天照剑法。 天照剑法。 没错,配合你的身上现如今集结的六道天火,这门剑法,可以以剑气附带火焰进行攻击,攻击效果绝对霸道。 好。 牧封臣不愧是剑术大师,每一次传输给牧云的剑术,都是精挑细选,极为适合牧云的。 按照牧封臣的话来说,他不仅仅是要传授给牧云剑法,更是要教导牧云剑的真谛。 兽之以鱼,不如兽之以鱼。 剑绝,牧云以后强大了,可以买,可以抢。 可是修炼剑绝的法子,牧云是抢不来的。 整个神界,剑绝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可是只要抓住根本,即便是再复杂的剑绝,也不过是一瞬之间而已。 牧云需要掌握的是剑术根本。 接下来足足一个多月时间,牧云不急不缓的在黄沙之中行进,沿途之中,更是遇到不少紫牙兽,全部成了他炼剑的靶子。 而正是这一个月的击杀,牧云可谓是将血月剑绝和天照剑法掌握了皮毛。 但是更让牧云欣喜的是,这一月时间的学习掌控,猎杀紫牙兽,他身上,收集到了近万块神经。 这简直是一笔巨幅。 足够他三年时间,在此地修炼消耗所需了。 一月时间,牧云即便是不急不缓,也是行进了足足有十万里,终于,这一天,他看到前方出现一座城池。 那城池,似乎经历了历史的摧残,变得沧桑满目,颓然落败。 可是离开黄沙,牧云也总算是输了一口气。 该死的鬼地方,让他几乎要发狂。 而看向那破络的城池,牧云发现,里面人头攒动,赫然已经是有人居住在此地了。 不急多想,牧云便是直接进入其中。 站住。 破旧的城门下,两道身影站定。 何事? 你眼瞎吗? 一名弟子指了指墙壁,道,没看到上面写的字啊。 入城十颗神经,中品。 看到此景,牧云嘴角微扬。 我看你们是想神经想疯了吧。 十颗中品神经,足够在此地医院修行所用了。 这些人,简直是吸血鬼一般。 抱歉,没有。 没有。 没有那就滚。 那守门弟子顿时一声低喝,直接踹向牧云。 找死。 牧云手掌一挥,一股劲道杀出,砰的一声,一拳轰向那弟子脚踝。 这一拳,只是牧云自身力量的一拳,不带任何神诀加持。 咔咔声响起,那弟子惨叫一声,一口鲜血喷出,整个身体,直接砸入道城墙内。 你还要拦我吗? 看着另一名弟子,牧云开口道。 我,我我我我。 滚。 一声低喝,那弟子几个翻身,早已经是吓破了胆。 牧云大摇大摆,进入道城内。 而此刻,城门外,突然一道道身影飞驰而来,跟随在牧云身后,急忙跟了进去。 一名弟子走上前来,道,你还是进城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为何? 刚才那两名弟子,是风云会的弟子,风云会弟子霸占着这一道城门,不让弟子进入其中已经很久了。 风云会? 牧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道,还真是冤家路窄。 他心中非但没有后却的意思,反倒是直接进入城内。 他倒是很想知道,在此地的风云会弟子,会是哪个。 来到城内,牧云发现,此子来来往往不少弟子,约么有上千人。 这座破败城池不小,容纳十几万人不成问题,所以上千名弟子在此处,住得十分松散。 牧云找了一间庭院,来到后院,简单打扫了一下,便是入住其中。 只是不多时,一道道脚步声,在破院之外,突然响起。 来了! 牧云走出房间,看着外面。 砰! 突然,一道烹响声响起,残破的院门,连带着院子中央的一面壁墙,直接被一脚踹崩塌。 几道身影在此刻,出现在院内。 还真是,不是冤家不巨头。 原来是你。 与此同时,那领头男子看到牧云,也是神情一正之后,脸上露出笑容。 牧云,哈哈! 封灵霄,见到我,那么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封灵霄语气突然阴毒起来,鹤道,因为你,我被吸星儿那剑女人扇了两巴掌,今天,本少就用你的命,来偿还那两巴掌。 好啊。 牧云笑道,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来。 一起上? 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封灵霄手中,一柄长剑赫然出现,直接一剑挥出。 今日,我便用这质阳剑,来斩了你的血。 封灵霄低喝一声,直接冲向牧云。 无知。 脚步一跺,整个地面顿时裂开,牧云根本没出手,神魂与大地之魂沟通,直接一步跨出,全身气势生腾。 地神中期 看到此景,封灵霄更是恼怒异常。 区区半年时间,你不仅仅到达了地神境界,还到达了中期境界,小子,今日不杀你,日后你岂不是骑到我头上了? 抱歉。 牧云淡淡一笑。 我现在,已经骑到你头上了。 脚步跨出,手掌挥出,一道纸印,直接刺出,磅礴的气息,远远超出了地神中期境界武者的强横。 第1806章不想死还来招惹我。 牧云曾经在真神境界,力量便是远超普通真神境界武者。 真神大圆满之时,他体内便已经是拥有五百龙之力,是普通大圆满境界的两倍还多。 而现在,到达地神境界,他的力量,直逼千龙之力。 融合大地之魂后,比地神中期武者不知道强横了多少倍。 一拳砸出,院内地面裂开,一道道裂痕,使得大地军裂,那风凌霄的身影,站定不稳,差点倒地。 这一幕,顿时使得在场所有人都是神色一锦。 这还是沐云吗? 看到此景,众人心中皆是惊愕不已。 风凌霄更是心中意涵,那一瞬间,他感受到沐云深切的杀鸡,十分清晰明了,让他根本无法躲避。 找死。 风凌霄此刻直接一步跨出,杀鸡外泻。 你才是找死。 沐云直接一拳砸出。 轰。 顿时,两道身影交汇,直接一道爆鸣声响起,风凌霄整个人的身体,直接砸入到墙壁内,整个墙壁,在此刻直接炸裂开来,倒地不起。 他胸口一道全印,透露出血色,骨头都是碎裂开来。 怎么样? 沐云的身影一步步走了上来,风凌霄整个人眼中,只剩下惊恐。 你想死吗? 我,我不想,不想。 风凌霄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沐云不就是地神中期吗? 怎么会这么恐怖?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不想死,你还来招惹我,那你不是找死是什么? 沐云脚步踏下,扑斥一声,风凌霄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扑! 风凌霄整个人已经是彻底后悔到死了。 放开他。 但是正在此刻,一道喝声,突然响起。 一道身影在此刻,走在庭院外,看着沐云,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沐云,你找死。 来人身材矮小,可是一身气息,却是颇显精气神。 风魂大哥。 看到来人,风凌霄此刻急急忙忙道。 救我呀,救我呀。 救你。 沐云吃笑道,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砰。 沐云抬脚,直接落下,一脚踏下,地面顿时鲜血淋淋。 风凌霄,身死。 你找死。 风魂此时身体抽搐,显然是气得不轻。 风凌霄虽然不是他的大哥,可是自从风凌霄加入到风云会之后,便是一直跟着他,风魂对风凌霄也是很满意。 而且最关键的是,风行天和云记两位会长,对风凌霄也是十分关注,可是现在,沐云说载了就载了。 这是百明了打他的脸。 风魂手掌一挥,一柄长剑赫然出手,直接杀出。 紧接着,那一柄长剑,在此刻直接冲出,带着一抹令人激动的气息。 感受到风魂的杀机,沐云哼了一声,直接一步后退。 他身影刚离开,脚下大地便是裂开一道裂痕。 裂痕扩散开来,给人一种极其沉重的灼热感。 躲得倒是挺快。 地神后期。 没错,我本就是地神后期,所以,你死定了。 那倒不一定。 呻。 一道剑芒在此刻升空,剑气升空,呼啸而出。 剑风,一道强过一道,一浪胜过一浪。 沐云今日,不怕麻烦,别人找茬,他接着,刚好,练练自己的剑法。 血半月斩。 沐云手掌一招,一道残月在此刻出现,残月落下,沐云的身影也是直接落下。 似是剑势,幻化出一套剑招,一道剑气,凝结成半月,带着血色,给人一种大白天见鬼的感觉。 砰。 刹那,剑落,人头落地。 疯魂的脑袋,在此刻直接坠地。 他的剑,甚至还未杀下沐云。 可是已经死了。 快到极致的剑,恐怖到不可思议的威力。 沐云呼了口气,看着剩余几人。 跑啊。 瞬间,院内只剩下两具尸体。 麻烦。 沐云嘀咕一声,直接离开庭院。 斩杀风凌霄和风魂,并未能给沐云带给一丝喜悦感。 血月剑决,威力强横,这两人,根本不够看。 他本身帝神中期境界,便是比寻常的中期武者强,再配合他最熟悉的剑,杀伤力,不可谓不惊人。 没意思。 离开庭院,沐云在此找了一处地方驻下。 此刻,他满心都是沉浸在自己刚才施展的血半月斩。 这一招,威力果真是霸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只不过是掌握一个大概,并没有到达精深的地步。 若是彻底熟练起来,只怕真神巅峰,也未必是他一剑之威。 驻下之后,沐云心中无比冷静。 剑法,他本身此生便修炼的比较多,明白其中道理。 而现在,魂海内凝聚出剑魂,剑魂终极的威力,着实是不低。 日后宁魂划破,积累出剑破,那该是何等威力。 最终到达剑体,人剑合一,凝聚出最强之剑,最强之体,剑体一出,那人,就是划成了一道剑。 只能说,会很恐怖。 初级,中级,高级,顶级,神级,五大等级的剑魂,每一步皆有很明显的划分,我现在算是剑魂终极,引动剑魂,能够发挥出比平日里强横三倍的剑威来。 若是到达高级剑魂,那便是能够提高到五倍层次,即便是地神中期,面对地神圆满,也不惧怕。 这就是剑客的强大之处。 木云心中明了,手中,长剑画出,一道剑技,直接射出。 滚进来。 门外,一道身影,露出真行。 是一个身材微胖的男子。 木大哥。 那胖子看到木云发现了自己,顿时走出。 你是,尹安。 是我呀,木大哥。 那胖子脸上笑出褶子,看着木云道,木大哥,我知道您杀了风魂和风凌霄二人, 所以就来找您了。 这尹安,乃是尹蒙内宗弟子。 说到底,这家伙,进入内宗,也是奇迹。 天资极差,在外宗待了十年,方才突破到地神境界。 现如今,唐达,戴安,尹叶等人,后来进入到内宗的,都已经是超越了他。 因此这个胖子,总是和尹叶亲近,说什么五百年前是一家。 逐渐的,木云也是与之相识。 怎么了? 木大哥,我是来告诉您一声,现在赶紧走吧。 赶紧走? 为何? 我听说风云会那边,内宗的首领弟子云霄要来了。 云霄? 木云一正? 此人的名头,他也听说过。 毕竟,木云进入到内宗已有半年时间,在影盟内,也参加了不少次活动,外出力量也有几次,对剑神宗,不再是一片空白的印象。 此人乃是的神大圆满境界,在风云会内,可谓是排行第三。 之前风行天和云记二人未曾到达天神,成为封号弟子之时,云霄可以说是这二人的左膀右臂。 帮助二人,管理风云会,出了很大的力。 此人也是风云会的风云人物。 这个云霄,极为护短,知道你杀了风云和风灵霄二人,肯定会对付你的。 尹安激动道,你现在离开,他们找不到你,等日后我们和舒康师兄他们会合了,也就无妨了。 不必。 木云此刻挥挥手,道,何必躲着他们? 木大哥,难道您,有办法对付他们? 打呀! 打! 尹安顿时急了。 您只是地神中期,杀了风魂,都让这古城内的人惊呆了,可是那云霄,可是的神大圆满境界。 那怎么了? 那怎么了? 尹安真的是急了? 那可是云霄啊? 尹安啊! 木云看着尹安着急的模样,道,我们修武,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尹安脱口而出道,为了变强啊? 对,为了变强,不再受人欺负,可是,修武意图,岂是那么好走的? 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冒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去正面抗衡,而不是躲避。 当然,在正面硬抗之前,我们可能会死,但是,修武就是如此,充满了危险,还有机遇,不成龙,变成虫,若是一直做虫,那只怕一生也无法成龙,这样,倒不如死。 俗语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是赖活着,受人欺凌,不敢言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倒不如死。 木云说了一段,尹安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其实木云也看得出来。 尹安的天赋,并不是很差,只是此人,太过胆小懦弱。 所以一入内宗,尹安便是加入尹盟,还是脱关系,求爷爷告奶奶。 但是进入内宗尹盟之后,尹安还是被人欺负,被尹盟内的人欺负,反观尹盟外的弟子,确实是不敢欺负他了。 可是这样的活法,确实是很憋屈。 木云只希望,他能够更加勇敢一些。 多谢木大哥教导。 尹安拱拱手道,既然如此,我现在就去联系在此地的尹盟弟子,他们风云会的人赶胡来,咱们跟他们拼了。 嗯? 木云点点头,没有多说。 看到尹安离开,木云坐下身来,呼了口气。 他心中真的不着急离开。 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想看看,所谓的地神大圆满,到底是有多厉害。 他迫切的想要体验一下自己的实力,究竟是有多强。 时间不多,木云取出神经,开始修炼。 第二天,一大早,木云醒来,便听到一阵阵脚步声朝着这边传来。 这么快就来了。 木云心中,一股蜥蜴诞生。 第1807章九转子独草 木大哥 只是院门被推开,并不是风云会的人到来,而是尹安再次折回。 木大哥,你看,我找来了几位咱们影盟的弟子。 尹安兴奋道,这位是董汉师兄,这位是杜宇师兄,两位师兄都是地神后期境界,即将第四次沟通大地之魂,进入巅峰境界。 尹安看着木云,急忙介绍道。 尹安,你让我们来到此处,就是为了此人。 那董汉脸上带着一丝轻蔑,道,这家伙,得罪了风云会的人,你不会拉着我们几个来一起陪死吧? 董汉师兄。 尹安急忙道,木云也是我们影盟成员,现在有难,大家都应该出手帮一把。 而且,你们打影帮我的忙的。 打影帮你的忙。 董汉痴笑道,区区一人三块中品神经,我还真看不上。 就是。 那杜宇此刻也是痴笑道,尹安,你可真是不自量力,这一点点利益,就想让我们为他出生入死。 别和这蠢蛋讲这么多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走吧。 董汉哼了一声,直接开口道。 几道身影此刻转身便欲离开。 你们不能走。 尹安肥胖的身躯突然颤抖起来。 你们说了帮我的忙,现在我请你们出手,你们怎么能反悔? 怎么不能反悔了? 董汉戏谑道,尹安,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小子进入到内宗,还是靠着走后门,加入影盟,端茶倒水的小角色,再多说一句,信不信我们连你一起抽了。 你们。 走。 不能走。 尹安此刻一喝,直接走出,想要拦下几人。 算了。 沐云此刻拉住尹安,笑道,你给了他们多少神经? 我,都给他们了,一人三颗,一共二十一颗。 我给你。 沐云手掌一挥,上百颗中品神经,闪烁着淡淡的鸿芒,出现在尹安身前。 这是。 尹安一瞬间傻眼了。 他在此地待了一两个月,才收集到了二十多颗神经,可是没想到,沐云出手间,就是一百颗。 中品神经,可是价值不菲。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颗就是比神丹还值钱。 而此刻,看到沐云不痛不痒的拿出一百颗中品神经,那董汉和杜宇二人,突然顿下身。 慢着。 两人此刻嘴角带着微笑。 董汉开口道,沐云,你要我们帮你也行,求我们,顺便,在场兄弟们,一人一百颗中品神经。 董汉看着沐云,如同看着一只呆仔的羔羊一般。 滚。 只是,淡淡的话语落下,沐云却是看也不看几人,直接开口。 你说什么? 我说让你滚。 沐云轻描淡写道,封魂我都能轻而易举斩杀,你们二人若是自认为比封魂还厉害,可以来试试。 沐云,你狂妄。 董汉鹤道,云霄已经是在来的路上了,你必定会死,他可是的神大圆满境界。 那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沐云稳稳道,但是我可以保证,三夕之间,你不离开这个院子,你将永远没办法自己走出去。 你,太狂妄了。 三 沐云 二 刷刷 刹那,几道身影,一溜烟逃离此地。 沐云说的没错,疯魂都死在他手中,董汉和杜宇二人,没有太大把握,能够斩杀沐云。 对不起,穆大哥。 尹安低头道,是我没帮到你,反倒是让你更加被动了。 无妨。 沐云坐下身来,道,靠人不如靠己。 靠人不如靠己。 尹安低头思考,心中似有所思。 我看你晋升了。 对呀。 尹安激动道,穆大哥一番话,我下定决心,奋勇向前,现在已经是突破初期,到达中期境界,还要谢谢穆大哥。 不过,我看你气息尚且不稳,我这里有一颗的元神丹,专门巩固神魂和大地之魂,你可服下。 这,谢谢穆大哥。 尹安此刻激动不已。 一颗的元神丹,那是三星丹师才能够炼制出来,最少价值百万下品神经,也就是上百颗中品神经。 此时此刻,沐云拿出此丹,似乎根本不在话下。 穆大哥,您现在是三星丹师了。 嗯? 沐云轻描淡写道。 其实早在半年前,他已经是到达了三星神丹师境地,炼制出的元神丹。 这半年多来,他更是细心钻研,在八世祖的指导下,攻克各个单方,提高自己的能力。 三星神丹师。 尹安此刻艳羡不已。 沐云在尹盟内,天赋好,提升快,又是神丹师,而且实力古怪强大,如此有魄力,难怪盟主一直对其颇为照顾。 伏下丹药,尹安开始修炼起来。 一连几天时间,尹安跟随在沐云身边,帮着沐云找食物,打杂。 沐云也是闲暇之余教导尹安修行。 虽说他现在只是帝神中期,可是相比于尹安,他的见识却是很博大,一些尹安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 这一番讲解之下,尹安只感觉,之前的自己,见识实在是太狭窄了。 沐云,滚出来。 而这一天,一道喝声,突然响起。 整个古城内,顿时一阵惊呼声响起。 这一声咆哮,可谓是底蕴陈后,一听便知,至少是帝神巅峰层次的人物。 帝神境界,初期,中期,后期三层境界,感知大地之魂,一般舞者所能够扩展范围,不过是五十米,一百米,一百五十米。 可是到达地神巅峰境界,那便是直接翻倍不止。 地神巅峰,最少是五百米范围。 而地神圆满,足有一千米范围,至于的神大圆满境界,周身两千米范围,大地之力,强横无边。 随着日后到达天神境界,沟通大地之魂会越来越强横,所以天神境界,跺跺脚,可能方圆数十里都要被震动。 牧云听到此话,抬了抬眼皮,没有出声。 这一声沉喝,力道十分强盛,所料不差,应该是帝神巅峰境界。 帝神巅峰? 牧云心中,忍不住生出一道战役。 他虽是地神中期境界,可是力量和神体,本就是强过寻常,再加上两道剑术的加持,还有他三块圣杯秘技,以及血精爆,双手独特之处和双眼的诡异功能。 面对巅峰境界舞者,他还真的不怕。 一步跨出,牧云站起身来。 来了吗? 来得好。 隐安。 牧云看着门外,呼喊一声,可是无人应答。 隐安。 走出房门外,牧云发现,院子内空空荡荡。 跑了。 不太可能。 牧云摇了摇头。 隐安这几日时间,看起来不像是装的。 牧云眉头微微皱起。 砰。 而正在此刻,一道砰响声突然响起。 大门在此刻,直接被踹开。 几道身影,鱼灌而入。 牧云,我喊了你半天,你就愿意在这里做缩头乌龟吗? 一道沈啸声响起,门外,鱼灌而入十几道身影。 为首一名男子,身披血色披风,身材心长,容貌俊美,一双丹凤眼,格外让人瞩目。 呜呜呜。 人群之中,一道呜呜声突然响起。 那尹安,被人直接扣压,嘟着嘴,看着牧云,焦急不已。 尹安。 牧云眉头促起。 嘿嘿,牧云,你不是很拽吗? 现在,怎么不拽了? 人群之中,董汉和杜宇二人,此刻走出。 那董汉看着身前血色披风男子,拱手道,曹泽师兄,这牧云身上,少说也有上万颗神经,还都是中品,这尹安小子身上的神经,就是从他那里弄来的。 听到此话,丹凤眼男子眉头一挑。 在此地,神经可是重中之重。 牧云,焦出神经,自行束缚,跟我去见云霄大哥,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曹泽直接开口道,想必你也看出来,我乃是地神巅峰境界,与你相差两重境界,你该知道,在我手中,你绝无生路。 是吗? 牧云嘴角一抹冷笑出现。 你笑什么? 我笑你愚蠢。 牧云哈哈大笑起来。 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来,可是为什么,我没走。 区区云霄,我根本不放在眼中,更不必说你曹泽,只是地神巅峰境界了。 狂妄。 无知。 董汉和杜宇二人此刻骂道,牧云,焦出神经,我和杜宇不会插手此事。 好,那你们放了尹安,他与此事无关。 行,把你身上的神经,全部给我们。 杜宇阴冷笑道。 给你,你放人吗? 当然。 牧云眉头皱起,手掌一挥,哗啦啦的神经,在此刻出现。 足足上万颗中品神经,散发着淡淡的鸿芒,将众人脸颊照得通红。 那曹泽看到此景,也是一脸欣喜。 他没想到,牧云身上还真的有这么多神经。 这次,简直是意外之喜。 还好他提前和云霄师兄说,区区牧云,他一人便可解决,提前到来,不然,这么多神经,哪里轮到他? 可以放人了吧? 给你就是。 董汉此刻一步跨出,一脚将尹安踢飞。 牧云身影飞出,直接接住。 扑。 只是瞬间,将尹安口中的布条拔出,尹安却是直接一口鲜血,喷到牧云胸口。 九转子毒草。 牧云脸色刷得一下白了。 嘿嘿,我听说你是三星神丹师了。 你很厉害不是吗? 这九转子毒草,毒性可以说是见血封猴,你有本事,就治好它。 董汉此刻忍不住哈哈大笑道。 第1808章 吞噬血肉 太爷爷。 九转子毒草,换作是我,千百种法子医治,可是此毒草在服用下去之后,需要一个时辰内救治,他现在已经吐血了,根本,没办法了。 牧风笑忍不住叹息道。 可恶。 牧云急忙掏出几颗自己背下的神丹给尹安服下,可是此刻,尹安哪里还吃得下去,全部混合着鲜血吐了出来。 该死。 怎么? 没办法了是吗? 杜宇亨道,牧云,你可知道,你身为尹盟弟子,可是不过进入尹盟半年时间,盟主对你照顾有加,让多少弟子献杀了,今日,你必死无疑。 牧大哥。 尹安此刻吐着血,呜呜道,自从修武到现在,这几日时间,你对我的关照,我感激不尽,你说的没错。 修武意图,不畏艰险,不惧生死才行,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 但是还是要谢谢你,牧大哥,我要死了,可是,我不想窝囊的死,我不想看到他们嘲笑着我死。 尹安话语落下,一口口鲜血喷出。 牧云一抹神魂进入棋体内,发现他的身体,已经是开始退化,皮肉开始腐烂。 你放心,谁也不会嘲笑你。 牧云将尹安服好,斜靠在院子楼梯上,道,是我害了你,让你被他们欺负,你最后一个愿望,我一定会答应你。 他本以为,尹安毕竟是尹蒙弟子,即便是董汉和杜宇与其不合,也不会痛下杀手。 可是他错了。 代价便是尹安的性命。 牧云心中无比自责。 你做好。 牧云淡淡道,他们,谁也不敢欺负你,嘲笑你。 尹安笑了笑,眼中一抹满足。 他一声羞舞,都是被人嘲讽戏血,临终到头,能够认识牧云,得到牧云的帮助,心中已然满足。 噔! 一瞬间,牧云手中,一柄长剑,赫然出现。 秀气斑斑的虚灵剑,在此刻闪烁出一道寒芒。 切,连剑都是这么差劲,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剑神宗弟子吗? 董汉痴笑道。 受死。 牧云却是二话不说,直接提剑杀出。 血瓣月斩。 一剑斩下,顿时,牧云身体呼如一道残月,直接杀向董汉和杜宇。 这一瞬间,二人彻底傻眼。 他们根本没想到,牧云的剑气突然发难,居然是如此强横霸道。 二人此刻刚想杀出,可是根本无济于事。 牧云的剑,已经是牢牢锁定了他们。 砰砰。 两脚踹出,剑气锁定二人,两道身影,直接被牧云给踢飞。 可是正在此刻,那剑气迂回而来,扑哧扑哧,直接将两人四肢挑断筋脉,咚咚坠地。 刹那,两道身影在此刻,呜呼哀鸣,身体已经是彻底站不起来了。 牧云一脚一个,直接将二人踢到隐安身前。 压住。 牧云一声令下。 只是这一声令下,却是让其余等人一正。 他在吩咐谁。 可是下一刻,血位一个个出现,众人彻底惊骇。 傀儡。 傀儡之术在神界,那可是极为罕见的。 牧云不过是帝神境界,居然有傀儡在身边。 而此刻,那出现的几道血位身影,直接压住董汉和杜宇二人。 跪下,叩头,道歉。 牧云此刻直接喝道,否则,我让你们二人,想死,都死不掉。 牧云,我们都是影蒙弟子,你杀我们。 啪。 只是二人话语还未落下,牧云直接一巴掌擅出。 啪的一声响起。 董汉一嘴牙掉了一半。 跪。 打死我也。 扑。 杜宇刚想开口,可是牧云直接一剑扎入到其小腿处,鲜血哗啦啦流出,杜宇整个人,眼中满是骇然,看着牧云,彻底傻了。 我跪,我跪。 他手筋脚筋被挑断,此时此刻,跪在地上,更像是趴在地上。 叩手,道歉。 牧云再次喝道。 对不起,尹安,对不起。 两人此时此刻,可谓是长子毁青。 牧云,太不讲道理的强横了。 而此刻,两道身影砰砰扣头,不多时,地板见血,牧云根本不理会二人。 转身,手指长剑,看着另一边。 曹泽,现在,求死吗? 牧云看着曹泽,直接开口道。 看来你是杀鸡给猴看了。 曹泽痴笑道,这是你们影盟内部的事情,我才懒得管他们二人生死,牧云,你跟我认罪,或许,看在你上脚一万多颗神经的份上,能饶你不死。 现在,跟我走,是你最好的选择。 还在痴人说梦话。 牧云嘴角,一抹弧度上扬,杀气腾腾。 血瓣越斩。 剑出,人动。 牧云杀气顿时席卷开来。 你找死,我成全你。 曹泽此刻也是大怒。 他明白,牧云刚才将董汉和杜宇雷霆手断废了,试做给他看。 可惜,这等做法,根本震慑不住他。 他根本没必要畏惧牧云。 你想死,我成全你。 牧云此刻也是杀气弥漫。 血跃见绝。 随着使用的次数越多,他也是愈发熟练。 银月绝杀。 刹那,牧云手中的剑,飞腾而起,剑气呼啸,给人一种极其狂暴的气息。 一抹银月,在常见之巅凝聚,化作光芒四射,即便是在日光下,也是给人一种极其强横的耀眼光芒。 那光芒忽闪之间,让人无法直视。 曹泽这一瞬间,第一次感觉到,即便是剑气杀伐,也没有如此强横的力量。 他身体紧绷,在此刻居然产生了一股害怕的情绪。 不必怕,他不如我,我是地神巅峰,四次沟通大地之魂,他不过是两次。 曹泽不断安慰自己,以剑迎敌。 砰! 陡然间,两道剑气碰撞,曹泽只感觉,对面冲击而来的不是沐云,而是一座千丈高山一般,那一股浩瀚的力量,让他无法抵挡,身体都是变得颤抖起来。 尤其是握着长剑的手臂,在此刻,根本无法抑制住颤抖。 剑客,最忌讳的便是,连自己的剑,都无法握住。 可是现在,他便是如此。 这,这! 其余几名风云会弟子以及跟随董汉和杜宇的弟子,已经是彻底傻眼了。 曹泽,居然连剑都握不住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跑啊! 一时间,跟随着董汉和杜宇的几名影蒙弟子,二话不说,拔腿就跑。 只是他们想跑,沐云岂会让他们跑。 血迎月击风。 一剑斩出,赫然,整个庭院内,顿时出现一道道狂风大作的剑气。 那些剑气,如同满月蓄力一般,直接爆发开来,凝聚成一道道强盛的剑术伤痕。 噗哧噗哧的声音响起,剑气在此刻,道道扩散开来,将那些弟子刺成重伤。 可是此刻,沐云并没有下杀手。 该怎么做,无需我告诉你们了吧。 看着那些一个个浑身带血的弟子,沐云冷漠道。 知道,知道。 顿时,一道道身影快速爬到尹安身前,砰砰叩手,大声喝道,对不起,尹安,对不起,对不起。 看着剩余众人,沐云嘴角,杀鸡更甚。 风云会弟子,与我已经是不死不休,所以你们,死不足惜。 话语落下,沐云手掌一挥,一道道剑气在此刻释放开来。 剑气呼啸,风声赫赫,那些弟子,此刻根本无力抵抗沐云的剑术。 他的剑,乃是虚灵剑。 他的剑术,乃是血月剑爵,威力强劲。 而他,此生更是一步步靠着剑术,走了上来。 惨叫声一道接一道响起,那些弟子,一个个瘫倒在地,被沐云直接甩到尹安身前。 曹泽,该你了。 沐云此刻面容冷峻。 你。 曹泽登时间一步后退,看着沐云,眼中满是骇然。 他心中的恐惧此刻可以说是极为致命。 沐云,怎么变得如此恐怖的? 地神中期,难道可以发挥出如此强横的实力来吗? 他可是地神巅峰境界,不过是一交手之间,便败给了沐云。 可非,可恶。 曹泽亨道,纵然是死,也不会屈服于你。 剑在手,曹泽再次杀出。 我说了,不会让你死的。 沐云此刻直接一步跨出,剑气纵横之间,杀伐之气,越来越广暴。 此时此刻,沐云满脑子里,都是眼前几人该死的样子,杀气越来越重,而他手中的长剑,在此刻瞬间席卷开来。 扑哧扑哧,顿时,曹泽的身体在此刻,直接炸裂开来。 那一股股蜂拥的血肉气息,轰然间炸开之间,沐云左右双眼在此刻,闪烁着寒芒,带着令人无法回避的冷漠。 血气,弥漫。 体内吞噬之力在此刻,顿时扩散开来。 瞬间,曹泽身体内的气血,被直接吸取得一干二净。 这一刹那,沐云感觉到,自己体内多出了一股不属于自己的血脉气息,那些血脉和丰厚的神力以及魂力,直接涌入到自己的身体内。 这一瞬间,他与大地之魂的沟通,更进一步。 时间不多,一道道磅礴气息,顿时扩充开来。 大地之上,裂痕在此刻,扩散到二百米范畴,而且,还在继续增加。 沐云此时此刻,根本没有遏制自己的想法。 一步跨出,气息魂后。 他将曹泽体内的气血,全部吸收,转化到自己身体内。 可是,他还不满足。 第1809章的1 曹泽的血肉气息,引动他即将开启第三次沟通大地之魂,但是,还不够。 沐云手掌一挥,一把抓出。 砰的一声,一名地神中期境界的弟子,直接身体爆裂开来,化成血雾,那一身血肉气息连带着神源和魂魄,全部被沐云吞噬。 不够,远远不够。 沐云心中血气翻滚,再次一把抓出,那风云会的几人,在此刻直接被沐云抽干了血肉和神魂,变成了一具具干尸。 云儿,不可。 沐风尘,沐风啸以及沐龟凡三人此刻神情大变。 昔日沐族内,吞噬他人血肉进行自我提升,这之间,许多沐族弟子发疯发狂,泯灭人性。 舞者修行,每一人皆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吞噬他人的血肉修为,短时间内,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实力,可是融合的越多,杂质越多,最终引发自身身体的诡辩,变得六亲不认。 此时此刻,若不阻拦沐云,那沐云,只怕也是要彻底发疯发狂。 可是沐龟凡,沐风啸以及沐风尘三人,皆是意念所凝聚,甚至连神魂都没有,根本无法阻拦沐云,只能眼睁睁看着。 而此时,诸仙图内,龟翼嘴角上扬,一抹笑容浮现。 你小子,终于是开始开窍了。 龟翼眼中,没有一丝担心,反倒是十分好奇。 我倒是想看看,接下来,你将会收获怎样的惊喜,毕竟,我也没想到,你的母亲和外公,会是他们。 嗡! 请客间,沐云的神魂,在此刻,沟通大地之魂。 第三次沟通,沐云此次,熟练无比,手掌一挥,他整个身体在此刻,直接冲入到大地之中。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地面在此刻,咧咧作响。 沐云的身影,不断下潜,足足到达万丈之身,还没有结束。 他的神魂,在此时再次碰触到大地本源。 一股股的本源之力,蜂拥而来。 地底深处,以沐云为中心,大地裂开,足足扩散到五百米的范畴。 那些泥土,直接化成粉末,震荡开来。 沐云此时,盘膝而坐,看着前方,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大地之魂。 他手掌一挥,一股蜂拥的力量,暴躁的跳动起来。 闻。 而与此同时,那大地深处,一道惊疑不定的声音,突然响起。 霍然间,沐云闭着双眼之间,一道身着黄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其身前。 老朋友,到这里了,不出来见见面吗? 黄袍老者淡淡道。 见面? 你我何须见面呢? 闺一身影,出现在诸仙图外,看着那黄袍老者,面容冷静,道,你我选择不同,立场不同,又有何好说的? 闺一,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如此。 黄袍老者淡淡道,我们四人,本就是天地所生,哪怕是地名,也无法操纵,你当年选择夜逍遥,令我三人本就是惊讶无比,现在夜逍遥身死,你还是愿意留在人类身边? 区区一个人类,值得你这样做?你可不要忘了,你是整个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 第一 闺一突然喝道,我说了,我们立场不同,选择不同。 好吧好吧,这小家伙,第一次沟通大地之魂,我便是发现,他体内血脉的不同,既有吞噬,又有夜逍遥的血脉气息,我所料不差,你选择它,是准备再次卷土重来吧? 你错了。 龟义冷冷道,不是我选择了他,是天命选择了他,夜逍遥当年乃是第一神帝,一统神界,走出浩瀚天地,遇到我,我甘心为他付出。 人类的感情,是你无法知道的。 第一个九命天子失败,不代表第二个九命天子,也会失败。 好吧。 那黄袍老者淡然道,我们四人,本就是谁也奈何不得谁,你既然这么笃定,我自然是不会阻挠你,连命意都尊重你的选择,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虽然,那是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对你们而言,或许是死路一条。 龟义呵呵一笑。 此子比之当年第一神帝,可谓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不止,龟义,你该知道,这条路,多么艰难。 本一,你若是为了嘲讽我而现身,那你我,不如不见。 呵呵,好吧好吧,你向来如此,向来如此。 黄袍老者淡淡一笑,看着龟义,摇了摇头。 目光落在沐云身上,老者淡笑道,既然命意曾经赐予他一场造化,那我看在我们多年情分上,也给予他一场造化吧。 黄袍老者手掌一点,沐云身体周围,那大地崩裂的痕迹,再度扩散一倍,足足增加到了千米范围。 他虽并未进行第四次与大地之魂沟通,可是现在,却是掌控千米范围的大地之力。 疏忽间,沐云醒转开来。 看着自己的身体,沐云神情愣了愣。 地神后期了,可是第三次沟通大地之魂,居然是凝聚千米之力,这是地神圆满才能够办到的。 他惊讶地看着四周,发现自己在土地之中,一片昏暗,根本无法查探四周。 可是此刻,他身体表面,却是出现大量的污垢。 我! 沐云突然回想起。 自己发疯之下,吞噬了曹泽以及风云会其余几名地神初期,中期境界弟子的血肉和神魂。 吞噬 沐云心中亥然。 爷爷曾经告诫过他,不可依靠吞噬天赋,来吞噬他人血脉和神魂,会引起自己身体内修行的风魔。 但是奇怪的是,他现在没有任何负面感觉。 甚至,此时此刻,很舒服。 那被吞噬的力量,如同一杯浑水,进入到他的身体,但是,他身体内,却是有一股独特的力量,将那浑浊的力量,直接排出,浑水,变成了纯水。 但是,吞入的十成力量,也只剩下一两成而已。 这便是说明,他依靠吞噬血脉吞噬他人的实力,并不是全部吸收,只能够得到十之一二。 但是,这十之一二,却是精纯的。 不会给他的修为造成任何的麻烦。 至于为什么,沐云不知道,可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牧族弟子,不能够吞噬他人血肉神魂来提升自己修为,但是他可以。 虽然吞噬下来,只余下十之一二,但是已经是足够了。 沐云心中有些惊喜。 身影急速上升,他现在到达地神后期境界,运转大地之力,震碎周遭土地,足够了。 地面突然间裂开,一道身影出现,赫然正视沐云。 云儿,你怎么样? 沐风尘的声音,此刻急速响起。 沐云心中奇怪,刚才爷爷怎么不问他? 刚才我们三人都无法与你沟通,还以为你出了什么大事? 无法沟通。 沐云神情愕然。 我没事,三位师祖,我现在感觉很好,而且,吞噬了他们的血肉神魂,我的实力进一步提升,第三次沟通大地之魂了,不仅如此,他们的力量,对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我能够排除那些异于自己身体内的力。 量,不过由此一来,每人体内的力量,我只能吸收十分之一二。 什么? 居然会如此。 听到此话,三位师祖皆是心中震撼不已。 他们也没想到,居然会是这种结果。 牧族前人,很多都忍不住自己心中快速提升实力的贪念,吞噬他人修为,但是最终,都是没有善终。 可是此刻,沐云居然是成功了。 十之一二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忽视。 因为毕竟,他人是失败而告终的呀。 三位师祖不用担心,我想此事,定然与我母亲有关,等见到父亲之时,便会明了。 沐云此刻只有将一切推到自己那未曾见过面的生母身上了。 三位师祖想到沐清宇,以及当年沐清宇的所作所为,也是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是好事。 沐云看到三位师祖不再担心,目光落在地面上。 此刻,那些尹蒙弟子,还跪在地上,尹安此时,呼吸微弱,脸色苍白,显然是无法支撑了。 沐云蹲下身来,看着尹安。 对不起。 你说什么对不起呀? 尹安咧嘴一笑,声音微弱。 其实,我现在很满足,以前,都是我对着他们,弓身铁耳,可是这些人,看都不看我一眼,现在,我才明白,没有实力,就算是在卑躬屈膝,人家也是不会正眼看你一眼。 可惜,这个道理,我明白得太晚了。 沐大哥,谢谢你了,让我在死前,能够领悟到这一点。 尹安声音,越来越低,整个人渐渐失去了气息。 沐云此刻心中悲怆,尹安的死,他有责任。 看着身前跪着的几人,沐云心中,一股杀气弥漫。 沐云,别冲动。 而正在此刻,一道道身影,飞驰而来。 那为首两人,沐云并不陌生。 朱子阳 像成功 看到二人出现,沐云微微一正。 沐云,事情我们已经了解了,尹安是我们影盟成员,他死了,我们也不想看到,不过你已经是让董汉。 沐云和杜宇付出代价了,够了。 朱子阳立刻道,这几人,都是我影盟弟子,饶他们一命吧。 饶他们一命。 沐云嘴角,一抹耻笑出现。 第一千八百一十章何故于如此? 你们几人,出现的可真是时候啊。 看着几人,沐云嘴角一抹自嘲笑容出现。 我还在想,董汉和杜宇二人,明明知道,那疯魂帝神后期境界,都被我杀了,怎么还敢和风云会的人一起,想来杀我? 原来,是因为有你们二人在后,给他撑腰。 沐云嘴角一抹苦笑露出。 你误会了,沐云,我们二人,不过是刚刚赶来,了解到事情,立马就过来了。 朱子阳立刻道,你放了他们,现在,风云会的云霄就要到了,死人乃是的神大圆满境界,你一人不是他对手。 我一人不是他对手。 沐云忍不住喝道,我看是你们二人,自认为不是对手,现在,想要联合我一起对付他吧。 你们二人刚到,怎么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古城内,难道那么多影盟成员吗? 沐云语气,越来越冷。 实在是因为,朱子阳和向成功两人出现的时机,太巧合了。 这二人,仿佛是计划好了的一样,在此刻出现在这里。 这简直是太奇怪了。 敬酒不吃吃罚酒。 突然,向成功脸色变了。 和他废话那么多干嘛? 向成功看着沐云,喝道,这小子,根本就是不知死活,宰了就是。 朱子阳此刻也是不想伪装。 没想到,曹泽出手,都被你杀了,看来,你果然是有大旗运之人,难怪盟主对你颇为照顾。 二人此刻撕下脸皮,看着沐云,杀气腾腾。 何故于如此? 沐云笑道,你们两人,在我眼中,都是一路货色。 这半年多时间来,沐云在内宗之中,沐云对他十分照顾,书康,书叶兄弟二人不止一次的表达出沐云对他的好感。 而朱子阳和向成功两人,显然是心存极度,对他一直是不冷不热。 期间更是隐隐嘲讽他,半年时间,在地神初期,居然是一层境界都没有提升。 那时候的沐云,心并不在提高境界之上,而是想要将丹树进一步提高。 而现在,这两人,在此地,终于是懒得解释了。 好计谋。 沐云笑道,让杜宇和董汉二人,与风云会曹泽一起,杀了我,是风云会的黑手,杀不掉我,引来云霄,云霄也会对付我。 沐云痴笑道,可是,你们想过,我在此地不离开,为什么吗? 因为我根本不怕云霄,本神大圆满境界的云霄,我都不害怕,不畏惧,我会畏惧你们二人吗? 口出狂言。 不知死活。 顿时,朱紫阳和像成功二人,在此刻皆是心中恼怒不已。 沐云,太放肆了。 即便你已经是进行第三次沟通大地之魂,到达地神后期,可是对我二人而言,你不过是地神后期。 是吗? 沐云一声低喝,脚步踏出,周身千米之内,大地颤抖,房屋倒塌。 怎么可能? 这一瞬间,朱紫阳和像成功二人,彻底傻眼了。 地神后期的沐云,大地之力扩散千米,这是地神圆满境界舞者才能够做到的。 他们二人,现在便是地神圆满境界,大地之力扩散千米而已。 可是沐云在后期境界,便做到了这一步。 这之间,可还有一个地神巅峰境界呢? 沐云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 二人此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无法置信。 两个狐狸精,今日,就算是莫颖到来,我也要杀了你们,为尹安报仇。 沐云现在,彻底明白,这一切,都是计谋。 在朱紫阳和向成功二人眼中,尹安的命,根本不是命,是故意激怒自己,杀人的动机。 两人早已经是计划好了,借他的手,杀了曹泽,或者是借曹泽的手,杀了他。 可是,两人现在只怕做梦也想不到,不仅仅是曹泽,他们二人,今日也要死在这里。 受死。 沐云手掌一挥,虚灵剑在此刻直接斩出。 他脚掌一跺地面,顿时裂痕扩散开来,虚灵剑之上,一股灵气,直接扩散杀出。 血半月斩。 一剑斩出,半月呈现着血色,顿时杀出。 朱紫阳和向成功两人,此时此刻,相视一眼,立刻抱起杀出。 两道身影,在此时合成一气,施展的,居然是和修的一门剑术。 大气乾坤剑。 顿时,两道身影,直接各自取出长剑,杀向墓云。 蹭蹭蹭。 刹那,三道身影在高空之上交手。 这一幕,顿时吸引了不少内宗弟子。 咦? 那不是朱紫阳和向成功二人吗? 他们可是影盟内宗的左膀右臂,谁这么大胆,敢和他们二人交手? 还能有谁,我估摸着,肯定是战盟、雪盟、天子盟三大盟的弟子呗。 不是,你们看,那个人好像是,沐云。 沐云? 沐云是谁? 当初在外宗,一时风光无限的沐云,杀了战盟的外宗领袖,不过我听说他后来进入影盟了,怎么现在和影盟的人交上手了? 这你们就不知道吧? 一名弟子老神在在道,我听说这个沐云,在影盟内,备受器重,只不过是地神初期,便被莫影看重,大力栽培,朱紫阳他们,肯定是心存不满了呗,现在,刚好是动手的好时机。 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心中明了。 而与此同时,一队人马,进入到古城内。 那为首一人,一身白色长衫,长衫之上,袖刻着一朵朵云彩的光芒,看起来十分飘逸。 云霄大哥,你看。 嗯? 青年淡淡道,去看看,曹泽在哪里? 是。 不多时,那身后跟随的弟子,逐渐散开。 只是片刻时间,那些弟子便是一一折回。 云霄师兄,大事不好了。 一名弟子跪地道,曹泽师兄,死了。 当下,那名弟子便是将打停到的事情,一一讲述起来。 朱紫阳,向成功,沐云。 云霄嘴角微扬,冷冷道,好,好,很好,我封云会两位会长晋升封号弟子,封云会实力大涨, 这影蒙众人,还如此嚣张,今日,我们便坐山观虎斗,看看他们到底谁胜谁负。 云霄话语落下,看着众人,道,现在,分丧开来,两方交手,不论谁胜谁败,一个,都不能放过。 是。 站在云霄身边的两名青年,此刻也是眼中带着冷漠杀机。 拓跋川,吉渊,你们二人,各带十人,看守住四周,让他们插翅南非。 遵令。 顿时,跟随在云霄身边的弟子,一个个都是扩散开来。 而同时,那些观望的弟子,看到风云会弟子到来,一个个尽若寒蝉。 风云会在剑神宗内,也是全是滔天,尤其是风行天和云记两位会长晋升到封号弟子之后,整个风云会更是鼻孔朝天,得罪他们,那可是自寻死路。 而此刻,沐云和朱紫阳,向成功两人之间的交手,愈发激烈。 沐云虽然在帝神后期境界,可是第三次沟通大帝之魂,他本身的实力,已经是超越了平常帝神后期。 千米范围的大帝之力,丝毫不弱于朱紫阳和向成功两人。 甚至,他领悟剑魂终极层次,剑术威力提高三倍,这一点,即便是联合施展剑术的向成功和朱紫阳,也是比之不及的。 可恶。 朱紫阳此刻脸色难看。 失算了,这小子,帝神后期,虽只是三次沟通大帝之魂,可是本身境界,却是比我们圆满境界还恐怖。 而且,不仅仅如此,此子的实力,可以说是诡异之极,血肉神魂强度,比我们还恐怖。 向成功喝道,现在怎么办? 暂避锋芒吧,等到云霄来了,他必死无疑。 好。 二人此刻几番交手,断定不是沐云对手,便是萌生退役。 只是,沐云岂会这么简单,便让他们两人退却。 血盈月激风。 一剑挥舞,剑气激荡而出,狂暴的剑气,凝结成剑雨,一道道一丝丝覆盖下来,整个天空,剑气弥漫成一道磁场,将二人身影牢牢束缚住。 沐云此刻,嘴角一抹冷笑出现,杀气释放开来。 扑扑。 请客,两人身体,直接坠地,砰的一声,砸出一道沟壑。 沐云此时方才缓了一口气,心中微微舒畅。 这一场交手,于他而言,消耗也是颇大。 但是血跃剑决的威力,却是在一步提升。 三品神诀,本身创造便是困难,再者而言,这一剑法,乃是沐风尘挑选给他,最为适合。 那一道道剑气,即便是在朱紫阳和向成功二人坠落之下,依旧是汹涌澎湃射下来。 大帝层层断裂开来,这一交战,让周围众人,彻底震撼。 越级击杀,他们不是没见过,可是这件事情,被越级的乃是朱紫阳和向成功二人,而且是地神圆满境界。 越级他们的,只是地神后期的沐云,那就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身影降落,沐云看着地面上二人。 沐云,你我皆是影盟成员,你杀了我二人,沐云就算是在栽培你,也无法和其他弟子交代。 朱紫阳此刻忍不住喝道。 这一点,就不需要你担心了。 沐云淡漠道,沐云待我几好,我成她的情,可是你们二人要杀我,那我便不允许自己客气,至于你们死了,她会如何对我,我都欣然接受。 倘若她明示礼,该知道,你们二人,该死。 话语落下,沐云直接杀出。 第1811章 战地神大圆满 紫阳,你快跑,此事一定要告诉书康,书叶。 沐云疯了。 要走一起走。 你疯了。 向成功忍不住喝吃道,你我二人,怎么可能一起走得掉? 此子实力,远超你我二人,快走,不走,都死。 朱紫阳忍不住喝吃一声,直接转身,飞驰而起。 想跑。 沐云岂会让朱紫阳现在跑了? 沐云,紫阳离开,你必死无疑。 莫影师兄,定会彻查此事,不会放过你的。 向成功此刻滴喝一声,一步冲出,力量在此刻,快速涌动。 轰。 爆裂声响起,向成功身躯前方,突然涌现出一股狂暴的力量来,炸裂之声,让人震耳欲聋。 那远处,云霄看到此景,也是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是,三元阳体诀。 云霄开口道,看来影盟内,也并不都是饭桶,三元阳体诀,这个向成功,居然是修炼成功了。 三元阳体诀,汇聚三元神源之神力,凝聚三顿,看来,向成功是抱着必死之心,也要让朱紫阳离开,就算是死,也要沐云被墨影处置了。 这下,沐云有麻烦了。 然而,云霄几人,话语刚刚落下,突然间,天空之上,一道剑气,在此刻直接浮空而出。 那剑,如太阳一般,炙热升腾,甚至在此刻,长剑直接升空,化作一道火红色的大阳。 暴躁炙热的气息,令人感觉整个天地都是轰然间裂开。 此等情况下,所有人都是感觉一股热量,扑面而来。 天照一阳剑 沐云此刻,所施展的正是天照剑法,此剑法,威力并不算太过霸道,可是却充满无边无尽的剑气,给人一种极其沉闷的炽热感。 以天火,结合羊之力,充分发挥出此剑的强大威力来。 一剑出,天地都被火红光芒照亮。 砰! 顷刻间,施展出三元阳体诀的向成功,整个身体,直接炸裂开来。 他功成名就的三元阳体诀,在此刻,根本不够分担一丝一毫的攻击。 这一幕,即便是云霄,也是难以置信。 而此刻远顿而去的朱紫阳,早已经是心胆俱害。 本以为向成功能帮他抵抗住沐云一时片刻,可是哪里想到,向成功,被沐云一招灭了。 之前,沐云根本没有直接下杀手。 若是沐云早些时候施展出此剑诀,他们二人,只怕早就死了。 朱紫阳此刻心中满是惶恐不安。 这,哪里能够跑得掉啊? 别跑了,反正,你也是死。 正当朱紫阳飞驰之间,一道声音,在耳畔突然响起。 一道身影,出现在朱紫阳身前。 云霄,你想干嘛? 看到云霄,朱紫阳顿时惊悚不已。 这家伙,什么时候到的? 我想干嘛? 云霄淡淡一笑道,我,只是想杀了你。 扑! 一柄长剑,直接杀到朱紫阳身前。 面对的神大圆满境界的云霄,朱紫阳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耐。 两人之间,不只是境界差距。 内宗天灵榜,云霄也是排名十九,而他朱紫阳,根本没有进入前百。 内宗弟子实力,天灵榜,便是最直接的体现。 而此刻,沐云远远也是看到这一幕。 双眼微眯,沐云嘴角,一抹笑容浮现。 确实冷笑。 砰! 一道烹响声响起,朱紫阳的尸体坠地。 云霄此刻飘身而来,看到沐云,嘴唇微动,沐云,不错,曹泽被你杀了,我已经很意外,现在,朱紫阳和向成功二人,皆是地神圆满境界,也被你杀了,说你是天才,似乎,还不足以形容你了。 你可别诬赖我,向成功是我杀的,但是朱紫阳,却是你杀的。 我不杀,你不是也会杀他吗? 云霄此刻却是很淡然。 不过说到底,你也不在乎多上一个,少杀一个了,朱紫阳死不死,与你都是一样的。 但是,曹泽身死,这件事情,你却是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了。 交代? 沐云笑道,交代便是,他要杀我,我杀了他,你满意吗? 哈哈。 听到此话,云霄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 满意,我很满意。 既然如此,那你杀了曹泽,我也要杀了你了。 说那么多废话,不如直接动手。 沐云冷漠道。 动手。 云霄痴笑道,我云霄,不成人之威,你现在消耗颇大,再以神经恢复,我给你时间。 给我时间。 沐云更是痴笑道,那你给我三年时间,我们离开这一空间大陆之后,再来一战吧。 那可不行。 云霄手中,一柄大刀,已经是出现在掌心。 三年时间,我可不知道,你会成长到什么地步了。 话语落下,云霄身影,已经是直接冲出。 沐云此时此刻也是懒得废话。 可惜他没有谢清的本事,直接吞噬神经,来吸收神经内的神力,否则,这一会时间就能够恢复下来了。 不过现在,他心中也不担心。 即便是如此,他也要一战。 地神大圆满境界,比他高出三个境界。 虽然他只是地神后期境界,可是实际上,他体内的神力,包括与大帝之魂的沟通,皆是已经堪比地神圆满境界了。 可以说,现在的他,便是地神圆满境界。 月级,不过是一级,就算是和朱紫阳,向成功二人交手颇多,耗费神力,他现在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嗡。 血月剑爵在此刻,发出一道道嗡鸣声。 剑鸣声响起,沐云终极剑魂,与整个虚灵剑沟通,一股强横的剑气,直接扩散开来。 在他神魂之间,一股剑魂,肆虐开来。 剑气,咆哮,剑魂,撕裂。 斩。 剑出,沐云身影杀出。 云霄此刻更是战意汹涌。 沐云展现出的天赋,足以证明,此人乃是人中龙凤。 今日不杀他,将来必是大患。 而且,看到沐云施展的剑魂之后,云霄更是充满了杀机。 斩杀这样一个天之骄子,让他也是莫名兴奋。 一刀一剑,在半空散发着一道道刀光剑影。 沐云对于血月剑爵的掌控,已经是愈发熟练。 现在,他需要做的,便是再一步的提高。 剑法的提高,剑魂的提升。 而云霄一刀斩出,刹那,一股蜂拥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瞬间,沐云神色一正。 刀魂? 没错。 云霄淡笑道,你的剑魂,我感觉到了,终极层次吧? 还不到高级,可是,我的刀魂,已经是到达了高级层次。 沐云,纵然你再是奇才,可是我修为强于你,刀魂强过你,你,拿什么和我比? 拿什么? 拿我的命? 沐云面色一紧,手中长剑,顿时杀出。 刚才我已经是看到你的剑招了,但是凭借那些,根本不可能伤我。 云霄面色不拒,手中大刀,在此刻刀芒闪烁。 坑! 一剑一刀相碰,顿时,强大的劲道,使得二人身体倒退开来。 这一时刻,两人都是神情一变。 沐云惊诧于,他已经是终极剑魂施展,加上血半月斩的攻击,可是居然无法遏制住云霄。 而云霄所激动的乃是,自己高级刀魂的形成,配合手中的地缘神器居然没有压制住沐云。 两人都是再度审查对手。 你果然是让我刮目相看。 云霄痴笑一声,道,使出全力对付你便是。 话语落下,他身躯一抖。 突然,在他身体表面,仿佛是出现一根根毛。 那细软的毛发,随着增长,开始变得坚硬如铁针一般。 什么鬼东西。 沐云此刻小心谨慎。 沐云,为了杀你,我施展出通天神圆诀,你死了可以明目了。 云霄一语落下,全身上下,力道纵横,整个身躯在此刻,直接冲荡出厮杀的情绪。 咚咚咚。 沉闷的声音响起,他的身体在此刻,那些钢毛,变得更加坚韧。 二话不说,云霄冲向沐云,直接一拳轰出。 砰。 请客,沐云手掌挥出,可是那钢毛,太过强硬,沐云手臂,直接鲜血涌荡出,无法抵挡。 沐云手掌挥舞,那些伤痕顿时消散。 龙化。 低喝一声,他的身体表面,出现一道道七彩光芒,那七彩光芒,一线而闪,消失不见。 可是他的身体表面,却是增加了一道龙化的强横。 沐云此时此刻,心中杀伐之气更胜。 轰。 他直接一拳轰出,这一次,他的手掌没有被刺开。 可是一股锥心之痛,依旧是隔着龙化的防御,刺到身体上。 这种感觉,着实是让沐云疼痛不已。 通天神圆诀,果然是足够霸道。 云霄此刻脸上已经是带着胜利的笑容了。 沐云再强又如何? 一旦他施展出自己真正的手段,沐云还是要完蛋。 嗡。 陡然间,一道道磅礴气息,在此时此刻,直接激荡而出。 流星暴雨。 沐云此时此刻,直接一步跨出,一道强盛的神力波动,瞬间席卷开来。 他身后的圣碑,若隐若现,那流星暴雨,顿时化作天地流星一般,直接炸裂开来,一道道落下。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大帝在此刻,彻底炸裂开来。 那拓跋川和吉渊二人,此刻带着数十位属下,直接后退。 这是什么? 两人已经是彻底骇然了。 云霄已经是使出杀招,可是居然沐云还在抵抗。 这家伙,简直是非人类。 第1812章 斩杀云霄 没想到,你还有后手。 那道道流星暴雨,在此刻直接坠落,噼里啪啦,声声炸耳。 这一幕,顿时使得在场众人不断躲避开来。 云霄此刻却是不闪不避,直接硬抗。 流星暴雨击打下来,可是云霄却是在此刻抵挡住了。 沐云此时此刻不得不惊讶。 这还是第一次,居然有人抵挡住了他的流星暴雨。 通天神员觉得霸道,沐云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小看了。 你还有后手吗? 云霄开口喝道。 不杀你,我的后手不会绝。 沐云手掌一挥,又一道圣碑虚影在此刻冲击出来。 地暴天云。 他心中沉喝一声,顿时,整个古城内,方圆万米之内,房屋建筑,巨石碎瓦,在此刻倒倒升空,一道一道,被一股力量摄取到半空之中。 此等情况下,那些石头瓦片,房屋木材,凝聚起来,化成一盘散沙之后,突然,蜂拥而出,一道道,一缕缕,直接汇聚向云霄。 巨 沐云低喝一声,顿时,一颗碎石瓦片木材凝聚的百米大小的球体,出现在半空之中。 云师兄 云师兄 看到这一幕,拓跋川和吉渊二人彻底闪了。 云霄此刻居然是被控制住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可是此刻,他们不得不信。 沐云此刻,心中忍不住呼了一口气。 圣碑秘笈,乃是他最大的期待,若是圣碑秘笈无法压制住云霄,那他真的是小看云霄了。 爆。 若然间,沐云低喝一声,手掌一合,那石球在此刻,直接爆裂开来。 轰隆隆的声音,使得大地都是滚动起来。 拓跋川和吉渊二人,脸色变得古怪之极。 云师兄,死了。 此刻,半空,碎石化成鸡粉,云霄的身影,根本看不到。 杀了他,为云师兄报仇。 拓跋川大喝一声。 谁告诉你,我死了。 但是正在此刻,那废墟尘土之中,一道身影,缓缓夺步而出,嘴角带着淡淡的吃笑。 正是云霄。 没死。 此刻,倒是轮到沐云惊讶了。 无论是流星暴雨还是地暴天云,运用到朱子阳,向成功身上,这二人,必死无疑。 可是现在,云霄居然没死。 但是反观现在的云霄,也是很不好受。 全身刚毛,被直接炸去了一大半,只剩下一部分还覆盖在身体表面。 沐云,沐云。 云霄低声喝道,不得不承认,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云霄冷冷道,可惜,你还是要死。 通天神圆诀,通天之态。 云霄低吼声落下,身体表面,在此刻,那些刚毛,根根倒立,组织在一起,缠绕着,扭曲着,片刻时间,便是在云霄身体表面,凝聚成了一道铠甲。 暗红色的铠甲,并不是神器,而是以神觉凝聚成形。 可是此等铠甲,却是防御威力,比神器还要恐怖。 但是消耗神力,更是如同流水一般,可云霄毕竟是地神大圆满境界,站在地神境界的顶峰层次,何须担心神力消耗。 沐云此时此刻,面色沉重。 曾祖爷爷。 沐云突然淡默道,开启第三块圣碑,习练第三种秘籍,今日,可以是失手了吧? 当然。 沐龟凡的声音响起。 好。 话语落下,沐云身体厚,一抹光芒,一闪而逝。 可是他的身体内,血脉在此刻疯狂沸腾,精血不断冲入到圣碑内。 第三块圣碑在此刻,熊熊吸收精血,一股浩瀚气息,凝聚而出。 坑坑的金属焦鸣声响起,此刻,云霄双臂碰撞,直震人心。 沐云此时此刻,心神摇曳,难以承受。 同一时间,二人彼此间的杀伐之气,更显强盛。 沐云脸色,疏忽间便是苍白起来。 而与此同时,他背后第三道圣碑的虚影,若隐若现,给人一种虚实真假难辨的感觉。 看到此景,众人再次后退。 现在,可不是靠近二人的时候。 元孝提废。 云霄一声沉喝,嘴巴张开,一声元孝,直接轰隆隆地响起,如同来自天南海北的声波,在此刻聚集一般,一股暴月气息,直接蜂拥传荡开来。 咚! 沉闷的炸裂声,轰然间响起。 周遭古城,在此刻化成废墟,天地都是噼里啪啦的暴响起来。 这一幕,让所有人心胆俱害。 地神大圆满境界,六次沟通大地之魂,本身威力便是强横无边。 而且云霄身为风云会内宗的头领,本身强盛的实力,再加上排航天领榜第十九名,简直是不可忽略。 笑。 一语落下,轰隆隆的炸裂声响起,整个天地之间,轰鸣之声,让人脑袋都要炸裂开了一般。 隐阳乱空。 而此刻,沐云一声低喝,一道暴鸣声,突然响起。 大地之上,噼里啪啦的炸裂声,一浪高过一浪,一众重叠加而起,整个身前空气,在此刻被扭转,被调动。 那并不是空间的波动,而是空气的波动。 气流被调动,被排解,一众众,一浪浪,威力强盛。 沐云此刻,眼中只剩下一抹冷静。 他双眼之中,更是在此刻,出现一轻一红的血盲,血盲扩散开来,给人一种极其诡异的杀伐气息,而轻盲扭转,带着空间搅动,直接冲入到隐阳乱空之内,使得空气和空间,都是扭曲起来。 杀 两道身影,冲向对方,丝毫不留有余手,彼此间杀气弥漫,如同最疯狂的泯灭,在此刻直接汇聚。 咚! 咚咚咚! 大地在此刻裂开,空气保命,血光和青芒炸裂,那原笑声,也是一道道,一浪浪扑展开来。 这一暴动之下,所有人都感觉到,生死之间,就在此一举。 徐徐,大地波动平静,空气也是夹杂着灰尘,徐徐降落下来。 一切,归于安静。 众人在此刻,皆是沉默不语。 没人知道,结果到底是如何。 云霄师兄 而地上,一道高亢的喝声响起,突然,云霄的身影,徐徐坠落。 拓跋川和吉渊等人看到此景,立刻飞驰而去,接下云霄。 云霄师兄,你怎么样? 拓跋川急忙道。 只是此刻的云霄,口不能言,鲜血咕噜咕噜吐出,手指,死死的指向一个方向。 木云,木,云。 云霄强撑着吐出木云的名字,眼珠子一翻,脑袋一歪,彻底没了声息。 而此刻,半空之中,一道身影,还未落地,直接飞驰离开。 正是木云。 可是此刻的木云,同样十分凄惨。 斩杀云霄,他可谓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原本以为,自己帝神后期境界,即便是面对的神大圆满境界,凭借着圣飞秘籍,加上他的血脉威能,剑魂强横,也能够斩杀。 现在,确实是斩杀了云霄,可是他本身受到的创伤,更是厉害。 虽不致死,但是足以让他无法承受住那创伤带给他的压迫。 追。 拓跋川看着木云逃离,顿时咆哮道,此子身受重创,立刻追,不能让他跑了。 是。 刷刷刷的破空声响起,顿时,数十道身影在此刻,直接飞驰而去。 拓跋川和吉渊二人,看着云霄的尸体,一时间,无话可说。 帝神大圆满境界,天灵榜排行第十九位,云霄,死了。 被木云斩杀。 被区区帝神后期境界的木云所杀。 这对于风云会来说,简直是莫大的损失,若是两位会长知晓,那他们二人,势必会受到牵连。 现在,只有趁着木云休养生息,他们直接追击,定可杀他。 若是让木云跑了,那等木云恢复过来,他们风云会在这一空间大陆内,根本没人能够杀得死他了。 拓跋川收起云霄尸体,冷冷道,必须趁现在追击,这家伙,若是恢复下来,那我们,必死无疑。 嗯? 吉渊也是点头道,没想到,此子居然有如此手段,若是任由其成长下去,到达封号弟子程度。 即便是两位会长,也不一定能够杀得了他。 听到此话,拓跋川神色一紧。 没错,若是连两位会长都无法杀死木云,那风云会,就彻底颜面无存了。 二人相视一眼,顿时起身,带着剩余几人,追踪而去。 挨着地面搜查,每一寸地方都不能放过,若是此子能够隐秘神魂,让他跑了,我们剩下两年半时间,在这一空间大陆内,就只能够躲着他了。 是。 顿时,数十道身影,此时此刻,直接冲杀出去,彼此间相隔不过数百米,扑展开来,追踪木云而去。 一场风波,至此结束。 整个古城内的弟子,都是彻底哗然了。 云霄,被木云杀了。 此事,简直是骇人听闻。 地神后期境界,斩杀的神大圆满境界,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可是今日,眼睁睁在他们面前发生了。 这个木云,今日不死,将来,必定是名声赫赫的大人物。 所有人心中都是萌生出这一股想法来。 今日观战,当真是千变万化,云霄身为天灵榜第十九的强大,以及木云斩杀云霄所展现出的更强大的实力,无异不是让他们彻底震撼。 相比于古城内众人的惊叹,木云此刻,却是没时间去惊叹。 斩杀云霄,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三大圣杯秘籍,全部施展,精血耗费几乎到达盈亏的极限了。 他毕竟是地神后期,虽然神力存储丰厚,可是在丰厚,在此战之中,也是消耗颇大。 此刻,木云身影快速闪烁着大地之上,脸色苍白,一颗颗神丹,吞入腹中。 第1813章 误闯山谷 若不是神丹掉着,他现在根本跑不了那么远。 可是与此同时,他体内的亏损,更是狂暴,即便是神丹压制,但却是如同火山一般,越是压制,越是难以承受。 万一爆发,那必定是会给他造成致命一击。 咚! 沉闷的炸裂声,在此刻响起,他身体内,宛若是油锅一般,噼里啪啦作响。 双眼在此刻,鲜血流出,更是恐怖不已。 时间不多,木云飞驰的身影在此刻,逐渐减慢速度。 而身后,那些人打一开始便是紧随而上,时刻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之中。 木云此时此刻,如同被猎手戏弄的猎物一般。 森林 突然,看到前方出现的森林,木云心神一动,直接冲入其中,一颗颗百米高大的参天巨树,在此刻成为躲避的遮挡。 拓拔师兄 吉师兄 众多弟子此刻汇聚而来。 人呢? 刚进入到森林内。 一名弟子拱手道,这森林内,前不久我们进入过,随时随地可能会出现瘴气,那些瘴气,以我们地神境界,根本无法承受,而且其中,隐藏着古怪的神兽,一只纸,十分诡异。 所以呢? 拓拔川开口道。 所以木云进入此地,肯定逃不远,但是我们大张旗鼓进入,很容易吸引瘴气和那些古怪神兽。 啪! 听到此话,拓拔川直接一巴掌甩出。 废物! 拓拔川怒喝道,你知道个屁,不亲眼看到木云生死,我们众人,早晚有一刻,会被他直接斩杀,你以为,他好了之后,会放过我们风云会的人吗? 是,弟子明白了。 那弟子顿时招呼众人。 拓拔川开口道,你们谁若是斩杀木云,奖励一颗三品雇原具灵丹,帮助你们培养本源,沟通大地之魂,提升境界。 此话一出,众多弟子顿时振奋鼓舞起来。 冲! 一声令下,众人顿时直接冲入其中。 而此时此刻,木云的身影,出现在森林之间,看着满目皆是树木,一棵棵古树旁根错节,树枝杂乱,木云松了一口气。 这里,至少他不好前进,后面追踪的人,也不好前进。 可是现在,当物之急是需要寻找一处地方,恢复伤势,一直这么被追着,他必死无疑。 渐渐的,木云双眼迷蒙,脑袋越来越沉重。 但是山林之间,依旧是充满了参天古树,没发现其他神奇的地方。 而此时,木云看着前方,有一座座山坡。 那些山坡在此刻,层层叠廊,并不陡峭。 而在山坡之间,木云看到一道缝隙,里面似有光芒出现。 看到此景,木云直接冲去。 最终,木云看到一片清澈的水塘,而水塘底部,似乎出现一颗额卵石,看起来晶莹剔透, 木云脑袋在此刻,终于是彻底承受不住,身体一软,直接跌入到池塘内。 刷刷刷。 而不多时,一道道身影飞驰而来。 拓跋师兄,急师兄。 一名弟子拱手道,追踪道气息在此地,似乎是进入山谷内了。 那就进去搜。 是。 拓跋川,急渊二人带队,直接进入到山谷深处。 谁? 只是数十人刚刚进入山谷内,两道身影,突然出现在山谷口。 谷口宽有百米,两名女子,身着青肠,绿肠,分别站在左右,看到有人靠近,立刻喝道。 风云慧弟子,追查一名内宗弟子,到此山谷,彻查此处还请让开。 拓跋渊开口喝道。 风云慧弟子。 瞎了你们的狗眼。 青肠女子开口喝道,这山谷,被我雪蒙弟子占据,未曾见有人通过这里。 想要追查,去其他地方吧。 雪蒙。 听到这两个字,拓跋川和吉渊脸色皆是一变。 雪蒙可是剑神宗四大蒙之一,蒙内虽然大多都是女弟子,可是能成为四大蒙,在剑神宗的实力,自然是风云慧不能比的。 但是沐云生死,更是关乎风云慧弟子接下来历练的安危,拓跋川自然不能退。 我们只是进入山谷内查看一番,并不会打扰雪蒙成员的修炼,任何东西,我们都不会动。 拓跋川开口道,我们所搜查之人,名叫沐云,此子卑劣手段,斩杀我们风云慧首领云霄,还望雪蒙的朋友,行个方便。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那绿长女子再次道,我们姐妹二人守在山谷,无人进入到谷内,你们要搜,去其他地方。 你 吉渊此刻怒道,雪蒙虽是四大蒙之一,可是我们风云慧两位会长也是封号弟子,不必如此仗势欺人吧。 放肆 那绿长女子喝道,此地是我们雪蒙弟子发现,你们风云慧的人趁早滚开。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不客气? 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如何不客气? 吉渊话语落下,直接一步跨出。 那两名女子,此刻自然是毫不示弱。 砰! 只是一招交手,吉渊身影未动,可是两名女子,此时此刻,却是砰的一声,直接倒退,一口鲜血喷出。 他们二人只是地神后期境界,但是吉渊乃是地神圆满,自然不是对手。 滚开! 吉渊此刻再次喝道。 我倒是谁,这么放肆。 但正在此刻,山谷内,一道清零的声音响起,一道白裙身影,在此刻飞跃而来,脚掌轻轻点的,一抹湿漉漉的长发,在此刻滴滴答答流着水。 而女子身上,长裙略显失露,露出娇好身材。 可是她显然不在乎眼前众人的目光。 站在原地,看着众人。 崔可情。 看到这出现的惊艳女子,吉渊脸色古怪。 吉渊,你风云会的风行天和云记两位会长晋升到封号弟子,你们倒是愈发膨胀了,现在,居然连我血蒙弟子,也敢打了。 崔可情首辅长发,优雅道。 崔可情,我们风云会无意与你们血蒙交恶,只是那沐云杀了云霄师兄,身受重创,我们必须要杀了他。 吉渊开口道,还望血蒙能够给个面子,让我们进去搜查。 给你一个面子。 你算什么东西? 而正在此刻,一道娇滴滴的声音响起,山谷内,一名黑裙女子,款款跨步而来。 这女子也是一身湿漉漉,似乎刚刚沐浴之中。 此刻走出,更是带着一丝妩媚,给人一种窒息的诱惑感。 舒思奇 看到此女,吉渊更是脸色难看。 崔可情和舒思奇二人,乃是血蒙内宗两位之士,听命于内宗的清元元,此二人在这里,那清元元,也极有可能在这里。 清元元,那可是天灵榜排名第四,地神大圆满境界,实力比云霄恐怖得多。 他们二人,加上身后数十人,也根本不是对手,更别说崔可情和舒思奇两人还在这里了。 拓跋川,吉渊,你们风云慧,微变膨胀的过了头了。 舒思奇直接喝道,现在,立刻滚,否则,让你们和云霄陪葬。 听到此话,一赶风云慧弟子,神情冷峻,怒不可遏。 我们走。 但是此刻,吉渊却是手掌一挥,转身离去。 今日,沐云若是真的在山谷内,他们是不可能闯进去的了。 雪蒙成员,他们本身便是惹不起,更不用说,现在云霄还死了。 数十人眨眼间,消失在山谷之中。 纳粹可情和舒思奇二人,此刻皆是脸上带着怒气。 风云慧的弟子,真是越来越嚣张了,看来,需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 崔可情忍不住哼道。 好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而已。 舒思奇笑道,不过,打扰人沐浴,还真是够烦的。 呀! 那崔可情笑脸上,一抹飞红掠过,看着舒思奇笑道,小妮子,你看看你,裙子都湿了,看你胸口。 你还说我,你看看你穿着白裙子,那些弟子刚才看到你湿身出狱。 一个个眼睛都直了好吗? 二人谈话间,嬉笑打趣,开始互相撕扯对方衣衫,一阵嬉闹,即便是女子看了,也要难以自已。 啊! 而正在此刻,山谷内,一道惊呼声,突然响起,紧接着,一道道惊呼声,顿时传开。 糟了! 崔可情和舒思奇二人,顿时脸色一变,急忙飞驰到山谷内。 此刻,山谷之中,一座百米建方的池塘,清水流淌,淡淡的灵气飘散,而在池塘内,约么十几名妙龄女子,个个姿色不凡,在水池内站定,呆若木鸡。 那中央一名女子,身材傲人,一身衣衫退去,原本在水池内嬉戏,可是现在,却是翘脸飞红,怒气横生。 在其身前,一道身着墨色长衫的男子,迷迷糊糊站定,脸色略显苍白,看着四周,不知所以。 正是沐云。 此刻的沐云,脑袋眩晕,眼皮沉重,落入水中之后,他只感觉一股股灵气入体,这才有了一丝力量,站起身来。 可是这一站起身来,却是看到,身前一片白茫茫,仿佛是一双双眼睛惊恶的看着自己。 随即,那高亢的声音响起,他脑袋一机灵,却是看到,哪里是白茫茫一片,而是十几名女子在这山谷内,沐浴的场景。 哼,只是,沐云尚且未反应过来,一道秀泉,直接扑面而来,鼻尖鲜血流出,沐云刚清醒的脑袋,混沌下来,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第1814章让你试单 青师姐 看着一干姐妹此刻皆是发愣,舒思奇和崔可勤两人此刻走上前来,看着飘荡在水面上的沐云,皆是一愣。 灯图浪子,这小子,是怎么进入到这山谷的,还是一开始就潜伏在水底? 把我们姐妹们看光了。 青圆圆此刻怒气哼哼,套上衣衫,敲好身躯,包裹起来,看着沐云。 圆圆姐,杀了这好色之徒。 一名女子贺道。 慢着。 崔可勤此刻却是阻拦。 刚才风云会的拓跋川和吉渊二人带着数十人,气势汹汹来了,说是追杀一个叫沐云的弟子。 那沐云,杀了他们风云会此行的领头云霄,受到重创,说是逃到我们山谷内。 杀了云霄。 听到此话,青圆圆看着水面上的沐云,惊讶不已。 他能够感觉到,沐云身上的气息,帝神后妻而已。 云霄可是陷如金风云会内宗的领头者,的神大圆满境界,沐云居然杀了此人。 把他给我绑了。 青圆圆淡淡一笑,倾国倾城,道,刚好,我最近准备炼制的元神丹,冲击三星神丹师,这小子,给我试丹。 是。 舒思奇和崔可情二人,走上前来,将沐云架起,直接捆绑起来。 此时此刻,沐云心中,一股炙热的气息,扑腾起来。 昏昏沉沉之间,他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连带着身体表面,都是变得红彤彤,燥热不已。 这种感觉,非但没有降低的姿势,反倒是愈演愈烈,让人不可忽视。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牢牢束缚住,根本无法动弹,甚至心口都是沉闷不已。 而这一瞬间,他体内九九八十一道神缘印痕,顿时蜂拥而出,狂暴的气息,一缕缕,一寸寸波动开来。 八十一道印痕直接爆裂开来。 轰然间,那八十一道印痕,直接钻入到地底深处,与大地之魂沟通。 第四次沟通大地之魂。 此时此刻,沐云的心中,从燥热之中逐渐平稳下来。 他的身心在此时,也是冷静下来。 那种大地厚德载物的沉重之感,直接席卷开来,让他无可忽视。 轰轰轰。 地心缘合,一道道光芒席卷开来,八十一道印痕,直接疯狂涌动起来。 赫然间,以沐云为中心,地心深处,周遭两千米范围内,疯狂的震动,一浪高过一浪。 地神巅峰境界,沐云本身能够控制周遭两千米范围内的大地之力。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这一刹那间,沐云脑海内,神魂、神脉、神体以及血脉,都是得到巨大的提升。 疏忽间,沐云省转开来。 地神巅峰境界,体内伤势大好。 沐云自言自语,惊诧不已。 他也没想到,居然会是这么一种结果。 更让他惊讶的是,这种情况下,他的伤势也是瞬间转好,难不成,又是血脉之力。 沐云自然不知道,那地义乃是四大本源之一的大地本源,他所赐予的异常造化,足够沐云在地神境界,受用无穷。 他将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血脉强大之上。 嗯? 只是,醒转过来的沐云,看着四周,却是突然一愣。 被,锁住了。 沐云此刻突然发现,自己双手双脚,带着镣铐,背靠一棵大树,那镣铐,源源不断将他体内的神力给封锁住,使得他根本无法散发出一丝气息。 他现在,除了神体足够强横,连一丝神力都无法发散出来。 这。 沐云顿时脸色一苦。 看着四周,莺莺艳艳艳,足足有十几名女弟子,一个个花枝招展地忙活着各自的事情,沐云更是一愣。 他本以为自己是被风云会的人抓住了,可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这些女弟子是何人? 沐云看着四周,陷入到一股无力感之中。 神力被封锁,他甚至沟通诸仙图都难。 行了。 崔可请此刻走上前来,淡淡笑道。 沐云之感觉,眼前女子,如同茉莉花一般淡雅,给人一种成熟的风韵。 你们是谁? 沐云小心道。 哥哥。 崔可请笑道,你传入到我们雪蒙成员暂时居住的地方,还问我们是谁? 雪蒙。 沐云这下知道了。 雪蒙,乃是剑神宗四大蒙之一,势力滔天,原来自己是被雪蒙的人抓了。 他突然想到,自己之前昏迷,直接倒在了水塘内,而后回复一丝清明,便是看到一片雪白,准确来说,是一片片。 再然后,他被直接敲晕了。 想起来了。 崔可请但笑道。 抱歉。 沐云想拱手,可是那镣铐实在是沉重,手举到一半,便是举不起来了。 你不必白费力气了。 崔可请笑道,此镣铐,乃是万年陨石打磨,留其精华,本身便是沉重无比,更别说,能够封印你体内的神力了。 话虽如此,可是看到沐云依旧是举到了一半,崔可请也是十分惊诧。 这铁链的沉重,他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没想到沐云居然能够单单依靠神体,举起来,此子能够斩杀云霄,果然是不可思议。 这位师姐,在下之前被人追杀,逃到此地,冒昧冲入到山谷内,并不知道你们在此,实在是抱歉。 哦! 看来你果然是杀了云霄。 此话一出,沐云一正。 既然师姐知道是何事,那就该知道,这是一场误会,还请世界为了我松绑。 松绑。 崔可情淡笑道,那可不行,你可是连云霄都杀了,万一给你松绑,你记恨我们将你绑了,杀了我们怎么办? 这可都是弱女子,经不起这个。 弱女子。 沐云心中无语。 雪蒙乃是剑神宗四大蒙之一,眼前女子可那些其他十几人,看起来修为都不弱。 再者,拓跋川和吉渊二人都放弃追逐自己,可见这些女人,实力不弱,甚至很强。 自称弱女子,沐云怎么听怎么古怪。 灯图浪子,还想让我们放了你。 正在此刻,一名身材丰满的女子,款款而来。 高挑的个子,略显丰饶的腰支,以及那腰支之上的沉重,无疑不给人极其强烈的冲击感。 这是一个丰满的妙龄女子,而且全身上下,身材刚好,给人的感觉,不胖不瘦,当然,除了胸口之外。 青师姐 看到来人,崔可勤弓了弓身。 青师姐 沐云仔细打量此人,想了片刻,大概断定眼前之人。 应该是雪蒙内宗的领袖青元元。 此女在雪蒙内,可谓是地位很高,管理内宗雪蒙弟子,得心应手。 而此刻,青元元看到沐云一双眼睛在自己身上浏览来,浏览去的,突然想到之前沐云的可恶,顿时心生怒意。 登徒子,还看。 青元元哼了一声,一掌阁空扇来。 这一掌,换作之前,沐云能够轻轻松松接下,但是现在,她只能条件反射的举起双臂。 啪! 那一掌直接打在了身上,沐云顿时身影狼狈倒退。 好在她身体足够强韧,这一掌,并未要了她的命。 感觉如何? 青元元哼道,风云会的人追你,我们救下了你,为此我们雪蒙得罪了风云会,你,不能走,也不能死,留下来,给我试药。 试药? 沐云顿时惊愕不已。 没错,试药。 青元元话语落下,二话不说,直接一手挥出。 啪! 手掌瞧开沐云的嘴巴,一颗乌青的丹药,直接进入到沐云腹部。 我现在在准备冲击三星神丹师境界,炼制的元神丹,所以你能够为我试药,是你的荣幸。 青元元哼道,再者,万一我炼制的是成功的,你还能够实力大尽,万一炼制失败的药效,你,等死吧。 青元元话语落下,转身离开。 纳粹可情和舒斯奇二人看到此景,皆是摇头苦笑。 沐云这次,算是得罪了青元元了。 只是此刻的沐云,哪里有时间去想这些了? 丹药下肚,沐云顿时感觉,一股燥热,在小腹处升起。 偶然间,那燥热席卷全身,一股蜂拥的神力,冲击开来。 这是,巨元万圣丹。 沐云此刻脸色长红,忍不住脱口而出道。 咦? 青元元脚步此刻停下,转身看着沐云。 他没想到,沐云居然是认出了他的丹药。 这么说,我炼制的巨元万圣丹成功了。 巨元万圣丹,对地神境界武者凝聚神魂,促到沟通大地之力,可有神效。 青元元激动道。 成功各担。 沐云此刻心中想骂人。 青师姐。 可是表面上,沐云却是淡笑道,青师姐这一味丹药,差一丝就成功了。 差一丝? 你还懂炼丹? 青元元看着沐云,将信将疑道。 自然懂得一些。 沐云再次道,巨元万圣丹,帮助地神境界武者,凝聚神魂,与大地之魂沟通之时,药效便能够发挥出最大威力。 此丹药最核心的两种药材,便是万灵神源果和聚天碧玉根。 不过,青师姐此丹药,是失败的,我感觉药效,在帮助武者凝聚神魂之时,有一部分杂质,使得凝聚的神魂,分散带有逆性。 师姐可否愿意听我一言? 你说? 沐云点头道,巨元万圣丹,两种核心药材,万灵神源果和聚天碧玉根,彼此间投放入丹炉内的时间,最好间隔在半个时辰之间。 半个时辰? 巨元万圣丹炼制的时间,不过是半个时辰多一点而已。 青元元看着沐云,顿时露出一丝不信的表情。 第1815章 十七处错误 没错,炼制巨元万圣丹,确实是大概半个时辰多一些,所以,巨天碧玉根,最好最后再投放,借助丹炉即将开炉的最后一股火气,将巨天碧玉根直接加热到适合化解的程度,融入到丹药内。 沐云款款而谈,青元元听到此话,点了点头。 似乎有那么一丝道理。 青元元看着沐云,道,既然如此,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我再去试试,若是成功,你便少受一些罪了。 青元元话语落下,这才离开。 崔可情和舒思齐二人,立刻跟上。 沐云此刻,脸色一白,一口污血吐出。 马丹。 低骂一声,沐云自言自语道,这臭婆娘,炼制的什么狗屁丹药,这哪是地缘神丹,简直是要人命的毒丹。 好在我本身蕴含天火,能够驱除其中的毒性,否则早就撬辫子了。 沐云此刻确实是很恼怒。 这个青元元,恐怕是一名二星神丹师,能够炼制出真元神丹,但是的元神丹,却不行,所以在尝试,现在拿自己当成是要对象了。 可是,这一对铁链,着实是沉重,他刚才尝试了片刻,根本无计可施。 是夜,夜幕降临,那山谷之中,一道道惊喜声响起。 沐云听到此话,便是明了,恐怕青元元成功了。 果不其然,满天星灰之下,青元元眉飞色舞而来。 成了。 成了。 青元元说着,手掌一挥,一颗淡青色神丹出现。 吃了试试看。 啊? 不是成了吗? 还让我吃? 就算是成了,我也要看看,还有几分要笑,别废话,吃了。 青元元二话不说,将丹药直接塞入到沐云口中。 好了,今夜你先体会体会,明天我再问你。 青元元直接转身离开,兴奋不已。 那丹药下肚,沐云顿时感觉到,一股风郁的气息,扑入到自己神魂内。 徐徐,沐云脸上一抹笑容出现。 还真成了。 只不过,这些药材的药效,只是利用了十之一二,浪费呀。 沐云不多说话,直接盘膝坐地,开始吸收丹药内的力量。 徐徐,沐云感觉到一股冰冷气息席卷而来。 忍不住身体哆嗦了一下,沐云暗暗记起天火,那股寒意,便是消失不少。 这伤谷内,没想到居然如此冰冷。 沐云呼了口气,双眼威逼。 只是突然,他眼眸睁开,一抹灵动出现。 二话不说,他直接记起天火,覆盖在自己手掌之上。 滋滋啦啦的声音响起,那天火在此刻,烧烤着铁链,给人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 沐云尽量小心翼翼,生怕被人察觉。 不多时,天火消失,一道道溢水在此刻,轰然而出。 以天火将铁链烧烤,到达极高的温度之后,再以溢水降温,冷热交替之下,这陨石,必定承受不住。 咔咔。 陡然间,沐云感觉到,双手的镣铐,在此刻,内部核心,出现一丝裂痕。 虽然很细小,但是毕竟是证明他的猜想是对的。 沐云呼了口气,一夜时间,未曾停歇。 他身上现在聚集万劫鬼火,紫莲妖火,嗜魂心火,一元寒火,一元灵火以及紫红明火六种天火。 还有黑玉银水,九重玉水,天地焚仙水,百叶圣水四种溢水。 这六种天火以及四种溢水,皆是他在小世界,仙界之中所得,天火溢水,皆是天地所生的至灵之物,十种天火溢水的作用下,他身体内的力量,层层叠加,不断攀附到镣铐上。 一夜时间,沐云已经是能够感觉到,镣铐内部,出现一条细微的裂痕。 长此下去,不消一月时间,他便是可以挣脱镣。 明白这一点,沐云心中忽了一口气。 第二天,燕阳高照,那雪蒙女弟子们,一个个出来,伸着懒腰,个个姿态绝美,媚态百生。 只是对于沐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八位妻子的美貌,足以让天下间女子黯然失色。 而且前世今生,情债都还完了,只有八女,她已经是满足了。 咦? 我看你状态不错呀。 舒思奇看着沐云,惊讶道,看来,青师姐的巨猿万圣丹还真是成功了。 崔可情也是看着沐云,显然出乎意料。 沐云此刻老神在在,悠然道,确实,巨猿万圣丹成功了,但是药效不过是十之一二,只能算是成丹,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三星丹师,炼制更多的下品、中品、上品的元神丹,这可是不够。 臭小子,给你点颜色,你就想开染房了。 青猿猿此刻突然出现,看着沐云道,十之一二的药效,便是标准的成丹好吗? 至于十之三四,五六那等层次,那都是三星丹师之中的顶尖者才能够办到的,我刚开始着手炼制的元神丹没多久,自然是不清。 处了。 看着沐云,青猿猿亨道,你既然说得那么轻松,那你来给我演示演示。 好啊,你帮我打开镣铐。 想让我放了你。 门都没有。 青猿猿亨道,你不是知道的清楚吗? 既然如此,你来说,我来炼制,你看我哪里有不对的地方。 青师姐,你我毕竟都是剑神宗弟子,何必为难我呢? 为难你? 你炼不炼? 呃,炼。 沐云此刻想要站起身来,可是根本无法站起身。 能不能先将我身上脚镣解开? 不能。 青猿猿干脆道,你别想什么歪主意,就这样考着你,防止你跑了。 你不用动,我就在你身边炼制。 青猿猿话语落下,直接取出丹炉,放在沐云身前。 门。 看到那丹炉,沐云神情威正。 这丹炉四角,每一角根处,都绣刻着一道卷绣的龙纹,而且丹炉中枢位置,更是有细微的小口子,一道一道,密密麻麻。 那些细微的小口子,在此刻看起来,十分精致。 沐云知道,这是丹顶的封口。 所谓封口,乃是丹师在炼制神丹之时,丹炉内难免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热气或者是药气,这时候需要排放出来,总不能打开丹盖,所以便通过封口排出。 看此封口的痕迹,沐云大概能够判定出,此丹顶,必定是地缘神器级别的神器。 看什么看? 青园园哼道,此丹炉可是异常珍贵,我问西梦前辈讨要的。 西梦大师 怎么了? 呃,沐云开口道,我便是跟随在西梦大师身后的丹土。 听到此话,青园园却是哼道,就你。 我怎么了,嘀咕一声,沐云懒得理会这青园园。 长久身居高位,青园园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看人的姿态,沐云现在知道,自己是虎落平阳,只能够暂且忍受。 开始吧。 青园园开口,便是开始引出当火。 青园园所吸收的乃是寿火。 木火、寿火、地火、天火,不论是在小世界还是在神界,都是依次排列。 只不过,诞生在神界神兽体内的寿火,被人类吸收之后,威力必定是比下界的寿火强上百倍。 青园园引出寿火,开始动手。 药材此刻罗列在青园园身前,注意划分,层次分明,青园园此刻脸上没有了嬉闹之色,只有郑重。 丹尸,对于自己的丹药,都如同孩子一般,悉心照料,因为一旦一个细微的差错出现,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炼丹失败。 一步步,有条不稳,徐徐,大半个时辰之后,青园园忽了口气,汗滴落下,沾湿长发,颇显媚态。 成了。 青园园骄傲的看着木云,道,怎么样? 不怎么样? 木云靠在树干上,不嫌不淡道,一般一般,一共也就十七处错误之处而已。 一般一般。 十七处。 听到此话,青园园肺都要气炸了。 他的丹术,连西梦大师都大加夸赞,可是落到木云眼中,却是一般一般。 你,说,哪十七处? 青园园此刻银牙紧咬,恨不得生吞了木云。 行。 木云开口道,第一,你起丹火之时,本该是到达丹炉十分热度,可你只到了九分,每一种丹药,需要丹炉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 第二 第三 木云款款而谈,一条一条列出,顿时使得再长几女都是木瞪口呆。 青园园从最开始的气恼,也是渐渐平复下来。 最终,渐渐觉得,木云说的话,很有道理,大有道理。 你慢点说,我记不来。 青园园此刻怒视木云,开口喝道。 好,慢点说。 木云继续说了起来。 青园园最终,颇显垂头丧气。 看到此景,木云不由安慰道,其实,你也不必垂头丧气。 嗯? 青园园急忙道,是不是我能做到这一步,很厉害了。 那倒不是。 木云开口道,主要是,放眼神界,每一步丹树提升,能够做到我这么精益求精的,也没几个人,所以你出错十七处,也算是不错了,毕竟,不是谁都像我一样,乃是世间一等一的炼丹天才。 此话一出,青园园一张脸彻底寒了下来。 方才产生的那一丁点对木云的好感,到现在,彻底消失。 崔可情,舒思齐。 青园园喝道,把他给我丢池塘里,泡上半个时辰。 第1816章 深夜来袭 啥? 听到此话,木云彻底傻眼,可是扑通一声,他整个人,已经是落了水。 那镣铐无比沉重,他施展不出神力,根本无法浮起。 接下来一段时间,木云整日被带着镣铐,教导着青园园的元神丹的炼制。 他经过半年的学习,对一些的元神丹了解的比较通透。 经过将近大半月的学习,青园园对木云,越来越刮目相看。 这家伙,对于的元神丹的理解,很多地方,他从西梦大师那里都没有听说过。 可是从木云口中说出来,让人感觉很高深,但却是浅显易懂。 他做梦也想不到,木云身后,站着的木风啸,曾经闻名神界的一代九星神丹师。 呼! 青园园炼制一枚下品的元神丹似灵通俏丹之后,畅快的输了一口气,伸了伸懒腰,完美曲线,一览无余。 成功了。 青园园心中,可谓是大松了一口气。 我现在也算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三星下品神丹师了。 青园园嘻嘻笑道,不错不错,这其中,我自己的功劳占据了九成九,剩下的,都是木云你的功劳。 是吗? 木云笑道,既然如此,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 没门。 青园园笑道,你别想那么多了,我不会放过你的。 有你在身边,我的单数进步很快,放了你,我单数怎么提升? 而且,在我身边,风云会的人,也不敢为难你。 听到此话,木云只能苦笑。 他现在,哪里会怕风云会的人为难呢? 当时被追杀,是受伤颇重,而现在,他体内的伤势,早已经是痊愈,甚至修为更近一步,到达地神巅峰境界,遇到拓跋川和吉渊等人,该是他们想着法子跑才是。 可是青园园百明了是不愿意放他。 不过木云也不着急了。 这些天,他一直以天火和溢水循环作用,大概还有十天,便是可以将这镣铬解除,到时候,天高任鸟飞,他非要好好教训教训青园园不可。 来来来,继续跟我说道说道,炼制神丹,该注意的一些细微,青园园看着木云,神采飞扬。 而与此同时,山谷之外。 距离山谷千米之处,一座山峰之上,两道身影站定。 这都十七八天了,这小子,还没出来。 那雪蒙的人,难道来一空间大陆历练,就是为了在这里泡澡的吗? 拓跋川此刻恼怒之急。 十七八天的时间,以木云的伤势,不可能恢复过来,无需着急。 吉渊点头道,我已经是和遮天会的人联系到了,对于木云,他们也想杀之而后快,当初木云在外踪,可是让他们遮天会大丢脸面。 他们还有多久道? 应该就是这两天了。 吉渊看着远方,道,只要遮天会的人到了,就算是雪蒙,我们两会弟子联合起来,也能够对付,那清源源是厉害,可是山谷内雪蒙成员,就十几人而已。 没错。 拓跋渊哼道,当日,纳崔可情和舒思奇两人,大摇大摆出现在我们面前,穿着颇显妖魅,看着就让我急,可他们知道,我们不敢对他们下手。 吉渊自信道,此番遮天会到来,我们联手,这十几个角色美人,一个都跑不掉。 两人眼中,一抹别样的目光,一闪而逝。 哈哈,吉渊,拓跋川,你们两人,没想到现如今居然是如此凄惨呢。 一道哈哈大笑声在此刻,突然响起。 顿时,远处,数十道身影,此刻飞驰而来。 为首两道身影,一人在前,一人在后。 秦涵?看到来人,拓跋川和吉渊皆是一愣。 怎么?我来你们还不高兴吗? 高兴,高兴。 吉渊看到秦涵,笑道,有你在,此事必成。 嘿嘿。 秦涵看着远处山谷,笑道,雪蒙女弟子,个个都是姿色甚美,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喜欢和美女,多多交流,深入交流。 看到秦涵冷笑的模样,拓跋川和吉渊皆是心中明了。 这下,雪蒙的女弟子们,可是惨了。 秦涵乃是遮天会内宗首领,而且,他哥哥秦宇,正是遮天会的创始人,现如今赫赫有名的封号弟子。 秦涵此人,本身天赋颇佳,本神大圆满境界,又是遮天会内宗首领,喜好女人,在他手中被接纳的女子,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但是他哥哥是秦宇,封号弟子,所以根本无人敢管。 甚至一些颇具姿色的女弟子,投其怀中,奉献身体,以求保护和修炼资源。 二位,那清源源应该在山谷内吧? 所以为防保险,我找了一些朋友来。 朋友? 拓跋川和吉渊皆是一正。 王良兄,请出来吧。 刷刷刷。 秦涵话语落下,十几道身影此刻从山脚飞驰上来。 那为首三名男子,中间一人,须发皆白,气度不凡,浑身气息更是绵绵不绝,隐隐间,已经有了沟通天之魂的味道。 圣王会的内宗首领王良。 看到来人,拓跋川和吉渊皆是惊诧万分。 秦涵和王良,什么时候成为朋友了? 而且,那跟随在王良身侧的,乃是内宗的领榜高手。 排名第十八位的颜宽。 排名第十七位的杜炳。 这二人,在天领榜排名,可是比他们首领云霄还高一步。 但从未听过此二人加入了圣王会呀。 好,好,好。 拓跋川开口道,有二位首领帮忙,此事成已。 吉渊也是兴奋道,此恩情,我一定禀告给两位会长,日后风云会,遮天会,圣王会三会,关系会更好。 秦涵舔了舔嘴唇,笑道,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只感兴趣那清源源,还有崔可情和舒思奇两人,听闻他们二人,修炼的神诀乃是百媚见诀,施展起来,不仅威风凛凛,更是带着无限媚态,诱惑对手。 活好。 想,被他们诱惑呢? 何时动手? 那圣王会的王良淡淡道。 今夜。 好。 王良态度冷淡,道,女人,我不稀罕,神经我也不要,我此次只需要那清源源手中的一炉丹顶,四元方灵顶。 好。 众人商定完毕,各自休息。 此次,秦涵乃是天灵榜排名十五位高手。 而王良乃是天灵榜排名第十二位高手。 有他们四人在,那清源源即便是天灵榜排名第四,也没什么恐怖的地方。 就算沐云杀了云霄,可是身上伤势肯定还没好,也不足为虑。 这次,雪盟又如何? 反正现在是在历练之地,一空间大陆之地,杀了这些人,雪盟盟主云与飞也不可能知道。 而且更是大大打击了雪盟在内宗的实力。 一场阴谋,徐徐展开。 傍晚,太阳落山,大地之上,光芒逐渐消散。 沐云此时此刻依旧被锁着,坐在地上,衣衫被阳光晒干。 好你个清源源,这么欺负老子,老子不会饶了你。 沐云心中愤愤不平。 不过,在水中泡了一个时辰,沐云发现,那池塘内的水流,在天火和溢水作用下,对镣铐的破坏,更加快速。 原本他预计还需要十天时间,可是现在,应该是三天时间就可以了。 三天时间,只需要三天时间。 沐云心中呼了一口气,开始催动自己血脉,逐步提升。 他现在虽然是到达地神巅峰境界,可是终究还不是天神。 地神巅峰,地魂之力扩散两千米,这是多少人都无法办到的。 而他现在做到了,但是还不够。 地神圆满。 地神大圆满境界。 这两种境界,才是最重要的境界。 打定主意,沐云陷入到修炼之中。 深夜的山谷,格外的寂静,众女皆是在山谷开凿的洞府之中修行,谷内一阵阵风声呼啸,唯有沐云,孤苦伶伶一个人坐在外面。 嗯? 只是陡然间,一股风声呼啸而来,沐云顿时一惊。 有人。 这一瞬间,沐云眼神变得冷立起来,身影蜷缩在大树之下。 好在他体内神力被封印,没有一丝气息波动,旁人也看不出来。 刷刷刷的破空声响起,眨眼间,数十道气息不同的身影,鱼灌而出。 凭借肉眼以及月光的微弱光芒,沐云不难看出,那些人,似乎分成三谷,进入到山谷内,立刻散开。 砰! 而正在此刻,众多山洞内,一道砰响声,突然炸开。 隐隐间,有女子的惨叫声响起。 谁? 疏忽间,山谷内,一道道身影出现在各个洞府门口。 大胆,敢来到雪蒙的地盘闹事,你们找死吗? 清元元此刻一身淡蓝色长裙,雍容华贵,站在洞口,看着外面数十道身影。 清元元,许久未见,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傲物世人哪。 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那人群之中,一道身影走出。 秦寒! 看到来人,清元元脸色微变。 王良! 只是看到秦寒身边一人,清元元更是神情一愣。 遮天会和圣王会的人居然勾搭到了一起,你们可是真行。 清元元冷漠道。 嘿嘿,没办法呀,谁让你是清元元呢,雪蒙内宗弟子首领,我秦寒可不敢忽视你。 秦寒话语落下,一步跨出。 第1817章 没有钥匙 那王良身后,严宽,杜炳二人,也是紧紧跟上。 看到此二人出现,清元元脸上更是一抹凝重。 拓跋川走出,贺道,清元元,你狗眼看人低,现在,怎么没有之前的架势了? 十项点,现在将沐云交给我们。 沐云? 清元元呵斥道,我不知道什么沐云不沐云,秦寒,王良,你们二人这么做,难道就不怕我雪蒙的报复吗? 不怕。 秦寒淡笑道,待我突破天神境界,你雪蒙盟主云与飞,又能奈我何? 再说了,斩草除根,谁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呢? 王良淡漠道,你若是肯将自己的神鼎给我,我可以退出。 做梦。 清元元岂是那种如此屈服的人? 对于遮天会和圣王会以及风云会,他向来是看不起。 此时此刻,更是心存恼羞之怒。 雪蒙在内宗,是高高在上,四大蒙之一,风云会,遮天会和圣王会的人,平日里看到,都是要低眉顺眼。 现在,这三方属狗之辈,居然是直接杀了过来,他心中如何能够不睦? 既然如此,那便没办法了。 秦寒痴笑一声,道,王良,我们两人,对付他应该不难吧? 颜宽和杜炳二人,我想杀了这些女弟子,也不是问题。 哦,不对。 秦寒眼中,光芒一闪,流转在众女身上,道,不能杀,留活口,不然,大家今晚可就白忙活了。 闻。 话语落下,王良身影一闪,直接杀出,秦寒更是紧随其上。 找死。 清圆圆二话不说,一手长鞭挥出,噼里啪啦的炸鸣声,此起彼伏。 颜宽和杜炳二人,此刻也是直接杀出,呼啸的声音,带动着风声,崔可情和舒思奇二人,直接冲向两人。 顿时,五人混站在一起。 而遮天会,圣王会和风云会三会之人,加起来足足六七十人,可是血盟只有十几人。 但是这十几人,修为实力都是不俗,一个个也恍然不拒,两方顿时厮杀起来。 此刻,拓跋川却是直接拉着吉渊。 你做什么? 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拓跋川冷静道,我们是来杀沐云的,这些人,不是我们的目标。 对,沐云。 吉渊立刻看向四周。 他要找到沐云的身影。 风云会弟子听令,全力搜查沐云。 拓跋川立即下令道。 听到此话,沐云脸色一苦。 现在他身上的镣铐,只剩下三天时间便可解开,这些家伙,再晚到三天就行了。 可是现在,他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唯有强横的肉身,神力被封锁住,他如何反击。 但是那些风云会弟子,此刻已经是散开。 在这里。 突然,一道高亢的叫声响起。 顿时,拓跋川和吉渊二人,此刻冲向沐云。 在看到沐云一身镣铐之后,两人都是不可思议。 哈哈。 吉渊忍不住哈哈笑道,沐云那沐云,我还以为你是在美人乡里, 万乎自我了呢,没想到,居然是被抓了。 拓跋川此刻也是呼了口气。 若是沐云没被抓,就算没回复全胜状态,他们二人想要杀,恐怕也要付出代价。 现在倒是好了。 看来,连上天也是要宰了你。 拓跋川恶狠狠道,此次云霄生死,我和吉渊皆是被你所累,但是杀了你,取得你身上的秘密,倒是极好。 杀我。 沐云故作傲然道,那你们来试试看。 此话一出,拓跋川和吉渊都是谨慎起来。 现在看起来,沐云是被锁住了,可是到底这家伙被困住还是没有,他们也不敢确定。 看沐云高傲的姿态,这家伙,难道还留有后手? 他们可不敢忘记,当日云霄被杀之时的场景。 楚河,你宰了他。 拓跋川看着身边一名地神巅峰境界的弟子,顿时命令道。 拓跋师兄,我。 费什么话,去呀,杀了他,你就是投工。 是。 那楚河脸色异苦,走上前去,看着沐云,却是心中惆怅,连云霄都被沐云宰了,他根本不是对手啊。 不过好在沐云带着镣铐,希望这家伙,是真的带着镣铐的。 来呀。 看着楚河,沐云笑道,你老大让你杀我,你如此畏畏缩缩,能成什么大事? 呀。 楚河听到沐云的挑衅,咬牙切齿,直接冲出。 看到此景,沐云眼神一正。 马丹,还真上。 心中咯噔一声,沐云直接二挂不说,转身朝着后方走去。 可是这一走,速度实在是慢。 那楚河看到沐云居然跑了,信心大增,立刻加快了速度。 沐云看到此景,更是心中惆怅。 眼看着楚河杀来,万般无奈之下,沐云只得举起双手,以撂铐迎上。 坑,一道金属碰撞声响起,沐云身体直接狼狈倒窜,而那楚河,也不好过,只感觉被震动的手掌脚掌发麻。 这小子真的被囚禁了,宰了他。 看到此景,拓跋川和吉渊二人彻底知道,沐云是真的被囚禁住了。 这家伙,简直是找死。 现在被困住,雪蒙那些人自顾不限,根本没时间救他。 沐云此刻看到崔可情和舒思奇两人,被炎宽和杜炳死死缠住,那两人,根本没有抽出手帮他的可能。 只是即便如此,沐云依旧大喊道,崔可情,舒思奇,你们把钥匙给我,解开镣铐,这些人,我帮你们杀。 啊? 崔可情顿时一愣。 啊什么呀,快给我呀。 沐云被拓跋川等人追着,已经是无路可逃了。 可是,没钥匙啊。 啊? 这次倒是轮到沐云彻底傻眼了。 哈哈,沐云,你不是很能耐吗? 现在,栽到一群女人手中了吧? 拓跋川咧嘴大笑,手执长枪,看着沐云,满是得意。 吉渊也是喝道,你小子,今日是上天下地,死路一条了。 该死。 沐云此刻是真的想骂娘了。 这些女人,真的是坑啊。 可是现在,没时间去想这些了。 拓跋川和吉渊两人,已经是直接杀了上来了。 沐云万般无奈,只得依靠铁链,不断去抵挡。 好在铁链比较坚固,在几番争斗之下。 沐云身上虽然出现几道伤口,但是铁链却是带给他极大的防御,只是无法反击。 但是,随着拓跋川和吉渊等人的攻击,沐云却是感觉到,铁链内,那裂痕,在此刻逐渐扩散开来。 原本他预计只是需要三天时间,但是随着铁链这些天被他损坏,现在经过猛烈的交战,锁在他手上的镣铐,此刻隐隐间有断裂的架势了。 沐云心中顿时有了计较。 嘿嘿,拓跋川,吉渊,说实话,你们两个人还真是蠢蛋啊,我都站着让你们打了,可是你们二人,还是无法杀了我。 沐云哈哈大笑着,态度极其猖狂。 拓跋川和吉渊二人,此刻彻底震怒了。 沐云,实在是太狂妄了。 死子,不杀,何以解恨? 二人顿时冲杀出去,使出平生绝学。 逐渐的,沐云身上伤口越来越多,可是他脸上,却是越来越多的冷笑和得意之色。 砍吧砍吧,铁链砍断之时,也就是你们二人允命之时了。 沐云心中打定主意,看着拓跋川和吉渊,宛若看着死人一般。 轰轰轰。 偶然间,枷锁内,一道道轰鸣声响起,怦然间,沐云感觉到,双手在此刻猛然间轻松下来。 那镣铐,断了。 双手解脱,沐云顿时感觉,澎湃的神力,直接涌入到了他的身体内。 他的双手,乃是融合了第一式的一双神手,力量本身爆发,就比身体强横多两倍不止。 现在解脱出来,可谓是强横了数倍不止。 只不过,双手力道强横了太多,比他的双脚更加有力,所以现在双手铁链解开,但是双脚上的铁链,依旧是没有解开。 沐云身体恢复自由,但是双脚受到铁链限制,实在是行动不便。 快杀了他,不能让他解开束缚。 看到此景,拓跋川和吉渊二人交集喝道。 杀我? 现在还要杀我吗? 沐云看着二人,眉宇之间,满是冷漠之色。 楚河此刻喝道。 我来。 话语落下,他立刻一剑杀出。 你? 算个毛。 沐云看到楚河还敢冲上来,面试自己,顿时手掌伸出。 赤手空拳,沐云根本没有施展任何神诀。 缤纷剑雨。 一剑斩出,哗啦啦的雨声在此刻响起,楚河身前,顿时出现一道道剑雨纷飞。 那些剑雨,靠近沐云之时,顿时扩散开来。 可是沐云此刻根本不在意。 滚。 一语落下,沐云直接手掌挥出,五指成拳,一拳轰出。 砰。 刹那,楚河的剑雨,彻底炸裂,化成粉末一般。 不仅仅如此,那剑雨倒撤而回,直接噼里啪啦,全部砸到了楚河身上。 他整个身体,直接被炸裂开来的剑雨,射成了筛子。 一拳,一拳,足矣。 沐云呸了一口,道,这些天,整日里被女人欺负,现在,你他们还想欺负我。 双手活动开来,沐云看着拓跋川和吉渊等人,哼道,要来杀,那便来好了。 上啊,一起上,宰了他。 顿时,拓跋川和吉渊齐齐下令。 刹那,十几道身影,直接冲向沐云。 看到那些人冲杀来,沐云杀气大胜。 这些天,他受到的委屈,足够多了。 眼下,必须要一一讨还回来。 再了。 沐云低喝一声,一步跨出,他双脚锁链还未解开,可是双手锁链已经是解开了。 持着那锁链,沐云直接抡起。 第1818章那你放开我。 啪啪啪的声音不断响起,那些人,此时此刻,哪里能够抵挡住沐云一何之力? 片刻之间,地上,只剩下一道道尸体。 沐云二话不说,吞噬血脉运转开来,直接将那些死去的尸体血肉和神魂气息,全部一一吞噬。 身体内,另一股力量诞生,将那些血肉和神魂的意识杂志全部踢出,最终,只留下约么十分之一的精纯力量,被沐云彻底吸收。 这一瞬间,他的神魂,血肉和力量,再次增加。 原本,他体内力量,在地神初期之时,便是到达千龙之力。 而现在,地神巅峰境界,再次提高三倍,已经是足足有三千龙之力。 但是此刻,吞噬这些人的血肉之后,他力量再次增加,到达四千龙之力。 地神境界武者,沟通大地之魂,本身便是龙之力的极致增长。 而现在,确实是到达最强大的时刻。 他本身身怀木族血脉,就是比旁人强大数倍。 现在,能够丝毫不顾忌木族禁忌,吞噬他人血肉神魂提升自己,虽然只能够汲取一部分力量,但是比旁人,强了太多了。 现如今地神巅峰境界,能够拥有两千龙之力,已经是堪称天才了,他足足强了两倍。 力量蜂拥而出,沐云心中豪气更胜。 拓跋川,急冤,来杀我呀。 沐云此刻疯狂呼啸道。 斩。 拓跋川大喝一声,立即冲出。 他知道,今日是斩杀沐云的最好时机了。 错过了今日,未来接下来两年多时间内,在这一空间大陆内,想杀沐云,难于登天了。 找死。 沐云现在不怕二人杀上前来,就怕两人此刻突然跑了。 他脚带镣铐,此刻想追杀二人,根本不可能。 但是二人想杀他,那就简单多了。 砰砰。 直接双拳出击,四千龙之力,配合着沟通大地之魂两千米的范畴,沐云全身力量,简直是恐怖。 拓跋川和吉渊二人,刚冲上来,直接被沐云两拳击到。 而同一时间,两人身体内,蜂拥而出的力量,一道道扩散开来,沐云直接手掌一挥,一股强大的吸扯力,将二人修为尽数囊括。 咚咚。 两人此刻之感觉,心脏都是要突突出来了。 想跑。 可是此刻,哪里跑得掉? 沐云根本不给他们任何逃跑的机会。 咚。 沉闷的声音响起,两人身影在此刻,直接坠地。 可是,已经是了无信息了。 两具尸体,逐渐冰凉。 沐云此刻忽了一口气,心中更是舒畅不已。 虽没有使得他立刻踏入地神圆满境界,可是这种感觉,实在是舒畅。 吞噬血脉,和他体内那一股独特的力量,配合起来,相得一张。 滋味很舒畅。 你居然解开了镣铐。 崔可情看到这边,顿时神情一惊。 没错。 那还愣着干嘛? 帮忙啊。 崔可情催促道。 帮忙? 为什么? 沐云开口道,你们几个,这段时间可是把我整惨了,现在让我帮忙。 帮忙,可是要有代价的。 譬如,你们三人,姿色最好,陪我睡睡觉,聊两天,深入交流交流怎样? 我可以考虑考虑帮你们。 灯图浪子。 我本来就是灯图浪子啊。 沐云笑道,你们抓住我的时候,不就说我是吗? 嘖嘖,到现在,我还没忘了,青师姐和诸位师姐在池塘内的美丽风景啊,真是让人笔血喷张啊。 你。 听到此话,崔可情大怒。 他知道,沐云是故意气他。 沐云,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惹来的祸端,自己解决,我们受你牵连,现在你还看好戏。 舒思奇哼道,怪我们看错了人。 舒思奇,现在是你们求我呀。 你能不能放下心中的骄傲? 我看,青圆圆似乎在秦寒和王良手中,坚持不住了呀。 沐云笑道,这个阎宽,杜炳,据说是天灵榜排行第十七,十八的高手啊,你们两人在天灵榜排多少? 此话一出,崔可情和舒思奇更是恼羞成怒。 他们二人在天灵榜,确实是排名不高。 面对阎宽和杜炳二人,也只能够被动防守。 但是时间一久,必定落败。 而青圆圆虽然是天灵榜排名第四,可是,秦寒和王良二人,可也不是好惹得。 谁胜谁负,还不好说。 最重要的是,姐妹们面对三倍于己的对手,很难坚持下去的。 这时候,沐云还在这里说风凉话,实在是可恶。 沐云自然是不会袖手旁观。 一开始青圆圆抓了她没错,可也算是间接救了她的命。 而且,她能够看出来,青圆圆心眼并不坏,只是心态高傲,这十几天相处下来,这些女人对她还挺照顾。 但是现在,她就是要出一口气,改改这几个女子的臭毛病。 别总以为,天大地大,他们最大事的,虽然某些方面,确实是如此。 眼眶和杜炳此刻皆是面对崔可琴和舒思奇二人,下手狠辣,毫不留情。 此战,唯有胜。 砰。 突然,舒思奇脚下一滑,被杜炳直接攻击落入下风,整个人脸色略显苍白,身影暴退。 杜炳抓到这机会,自然是不会放弃,直接飞驰而出。 舒师姐,我来救你。 沐云看到这一幕,顿时飞身而起,直接接下了舒思奇。 娇躯在怀,忧香入鼻,沐云手掌几番番转,让舒思奇心中恼怒不已。 可是此刻,那杜炳已经是杀来。 舒师姐,没事吧? 沐云坏笑道,这样的坏人,来对付舒师姐,我来教训教训她。 那你放开我。 这可不行。 沐云双手抱住舒思奇,站尽便宜,道,舒师姐还没给我道歉,放了你,你跑了怎么办? 那你手别乱放。 没有啊,沐云急忙道,我这是为了保护好你,所以要看看你身上各个地方,有没有受伤啊。 你? 想死,那就一起去死吧。 看到此景,杜炳心中自然是愤怒无比。 这个沐云,简直是视她如无物,这对她是莫大的侮辱。 沐云心中冷笑,直接杀出。 舒思奇惊呼一声,急忙双手紧紧抱住沐云脖子。 一片心香,让沐云心中十分得意。 这些女人,高傲得紧,就要让她们知道,什么才是高傲。 这些天被擒住,沐云心中很不爽。 现在,很爽。 找死。 杜炳手指长剑,一剑画出,剑气呼啸。 沐云此刻双脚被铁链锁住,双手牢牢抱住舒思奇,根本没有任何的手段来攻击了。 这家伙,这时候在她面前还想着女人,自寻死路,死不足惜。 你以为我双手双脚腾不出空来,就没办法杀你了是吗? 沐云仿佛是看穿了杜炳的心思,直接开口道,那你可是大错特错了。 虚灵剑,斩。 沐云一声喝道,虚灵剑直接从壁落黄泉图内飞驰而出,一剑画出,力量纵横百合。 天照一扬剑。 天照剑法的一招,直接斩出。 顿时,巨剑,杀出一道剑芒,剑锋,在此刻直接凝聚,充满了强横的力道。 疯狂的剑气,一道接一道,凝聚成一柄巨剑。 那一柄巨剑,巨霸无敌,直接一剑,冲杀出去。 这一刹那间,沐云整个身影,在此刻,仿佛是至身长剑内,怀中舒思奇此刻已经是彻底傻眼了。 这一剑,好强。 傻眼的,岂止是他。 杜炳此刻也是彻底傻眼了。 但是,傻眼之后,杜炳的身影,便是一分为二,鲜血炸裂开来。 傻眼,不是谁都可以傻眼的。 杜炳身影划分两半,浑身气息彻底崩塌,整个人已经是没了任何的声息。 这一瞬间,场面有些寂静。 眼宽看到此景,双目欲裂。 杜炳。 他和杜炳,乃是来自一个地方,彼此间互相扶持,明目上,没有背景。 可是实际上,乃是圣王会会长圣新才的属下,在内宗内,排名极高,独立存在,掩人耳目。 但是现在,杜炳却是被沐云直接给宰了。 简直是可恶。 王良凶。 眼宽知道,沐云如此轻而易举杀了杜炳,那他上,也是死路一条。 杜炳。 一声呼喊,使得王良看向下方,神情一正。 杜炳,居然被杀了。 在看交战场景,王良愤愤道,风云会的人,都是废物吗? 众人此刻皆是心中不知所以。 李峰,你与王良一起对付那沐云,清源源交给我了。 秦寒此刻也是认识到事情变得不对劲。 那个沐云,很特殊。 是。 李峰的令,立刻出手。 他整个人此刻,速度极快。 甚至一瞬之间,他仿佛是比那杜炳的实力还强。 可是此人在天灵榜,却是毫无名气。 秦寒此刻极为放心。 李峰,乃是自己大哥秦玉为了保护自己,专门挖掘的一个人才。 实际上,李峰的神大圆满境界,实力,比他还要强。 但是为人低调,只是修炼,在内宗内,毫无名气。 一般秦寒也不会让李峰出手。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沐云给人的感觉,实在是太古怪了。 这还是沐云身体被束缚的模样,若是沐云再解开了脚链,恐怕是会更恐怖了。 星圆圆此时此刻也是十分惊讶。 他得知沐云杀了云霄的时候,是不信的。 可是现在,不得不信了。 杜炳实力,可是比云霄还要强一些的。 这一下子,几人的目光和心,都是聚集到了沐云身上。 沐云看着怀中舒思奇,笑道,舒师姐,怎么? 我的胸膛很舒坦,不舍得是吗? 第1819章你们追啊。 舒思奇哼道,登途浪子。 赶紧下来吧,否则,我抱着你,可是打不过他们二人。 舒思奇此刻笑脸通红,看着沐云,低下头去,缓缓退下。 催可请此刻被阎宽压制的极难反抗,看到舒思奇还在那里发愣,顿时喝道,奇奇,你还在那里发什么愣啊? 啊? 来了。 舒思奇惊呼一声,急忙冲上前去。 那王良和黎峰二人,此刻左右夹击,看向沐云。 不必你出手。 王良淡漠道,此人,我可以解决。 我只是奉命。 黎峰淡淡拱手,毫不在意王良的冷漠态度。 好了好了,你们一起上吧。 沐云摆手道,分开来上,不过是谁先死,谁后死的结果而已,我看你们两个,也并不熟识,干脆黄泉路上,彼此多认识认识。 此话一出,在场的黎峰和王良,皆是震怒不已。 沐云此话,显然是带着鄙视的态度对待他们。 王良乃是天灵榜第十二位,黎峰虽然不在天灵榜之上,可是实力比秦航还要强一些,被此话重伤,怎会心中不气恼。 刷刷。 良炳长剑赫然出现,剑盲闪烁,二人直接二话不说,杀相沐云。 这一剑,带着强横的天地神力波动,更是给人一种极度阴沉的杀气。 舒思奇此刻看到下方,心神摇曳。 你愣什么? 崔可情低喝道,那小子,很明显隐藏了实力,连我们都被骗了,要不是这些家伙杀过来,我们还以为,他还是受我们控制呢? 不过,他确实,很厉害。 舒思奇低语道,没想到,不仅丹树厉害,连带着修为也如此诡异。 哎呦呦,奇奇,我看你是,春心荡漾啊。 你少胡说。 我胡说。 你再这么看着他,咱们姐妹们,可是要吃大苦头了。 崔可情看着四周,骄亨道,想观赏,先等我们退了强敌再说吧。 好。 舒思奇看着前方,也是亨道,这些家伙,实在是可恶,敢对我们雪蒙出手, 简直是不知死活。 两女顿时合作一气,直接杀向身前的严宽。 而此刻,另一边,清元元看着身前的秦寒,也是松了口气。 秦寒,莫非你想以一人之力,抵抗我? 怎么? 不可以吗? 秦寒笑道,你虽是天灵榜第四,我虽为第十五名,可是那并不代表,我的实力不如你。 是吗? 那就试试看好了。 清元元哼了一声,直接脚步踏出,身影虚幻,逐渐演化出一道道分身出现。 那些分身,并没有快速消散,而是定格在原地,疏忽间,当清元元身影最后落定之时,那分身一道倒在一眨眼之间,合作一团,不分彼此,融合到清元元身体内。 先幻影分身。 一声娇喝响起,清元元手掌一推,瞬间,那些聚合的虚影,再次叠加开来,杀向秦寒。 看到此景,秦寒丝毫不惧,手中长剑翻腾之间,一道道剑印,逐步递增。 大千剑印诀。 羞羞羞的破空声响起,剑印在此时此刻,呼啸而出。 两人此刻,皆是施展出自己的手段,交起手来,顿时吸引众人的关注。 不愧是天灵榜的弟子啊。 是啊,这等手段,甚至堪比天神初期境界的弟子了呀。 难怪他们能够身居高位呀。 一些弟子忍不住瞠目接舌道。 牧云此时此刻,看着对面两人,心思沉定。 手中虚灵剑,散发着淡淡的剑芒,给人的感觉,十分古怪。 而此刻,王良和黎锋二人,终于是不再小看牧云了。 这家伙,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此时此刻的牧云,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像是地神巅峰境界,而更像是地神大圆满境界。 怎么会有如此古怪的人? 黎锋和王良,这次不敢大意了。 两位。 怎么怕了吗? 牧云看着二人,淡淡道,怕了就说出来,我,可以让你们死得轻松些。 怕。 王良哼了一声,一步跨出。 剑气呼啸之间,一道道剑韧凝聚的气流,直接旋转着她的身体带动她整个人不断奔腾,速度奇快,杀伐气息也是让人不可忽略。 可是看到此景,牧云反倒是没有一丝的紧张和期待。 手中长剑一挥,牧云直接剑气出手,杀伐气息强盛,一剑,斩出。 天照一扬剑。 这一剑,牧云融合了自己的终极剑魂,魂海内,一柄巨剑树立,长剑直接发出一道呼啸风声,紧接着,光芒万丈,照亮夜空,一剑,当头劈下。 轰。 大地在此刻寸寸裂开,那一道剑芒,炙热的气息,席卷开来,在地面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扩散百米。 而此刻,一道身影,在那印痕内,一动不动,全身上下,焦黑一片,带给人一种极其震撼的感觉。 看到此景,所有人都是愣了愣。 这,是什么情况? 众人此刻已经是彻底傻眼了。 王良的身体,此刻却是已经变成了尸体。 那黎锋此时,瞠目结舌,二话不说,转身直接冲向秦寒。 走。 低喝一声,黎锋直接拉起秦寒。 你干嘛? 王良已死,大势已去,我们撤。 话语落下,他根本不管那些遮天会的其他弟子,拉起秦寒,立刻跑路。 什么? 秦寒此刻看着下方,眼中只剩下一抹震撼。 王良,死了。 王良的实力,可是比他更胜一筹的。 怎么可能死了? 可是看到王良焦黑的尸体,秦寒此刻却是不得不相信。 眼宽看到这一幕,也是脸色一变,立刻顿走。 剩余那些弟子,看到这一幕,哪里还有心思继续交战,一个个褪败顿走。 山谷内,留下二十多具尸体,鲜血位,飘丧开来。 沐云此刻站在原地,看着那些人奔腾离开,心中缓缓平复。 人都跑了,追呀。 崔可情飞身落下,看着沐云道。 追? 你们追呀,我又没拦着你们。 沐云提了提脚链,道,要没有这该死的铁链,我早就宰光他们了。 你。 好了好了。 舒思奇此刻站出来道,若不是沐云,我们今晚,只怕遭遇黑手了,那秦寒,可是心狠手辣,而且,好女人呢。 崔可情此刻没有开口。 确实,若不是沐云,他们今晚,可能在劫南逃。 清源源此刻落下身来,丰满身躯,一股肃杀之气弥漫。 沐云? 看到沐云,清源源喝道,若不是你,我的姐妹们,也不可能遭遇慈难,哼。 那我也没让你们留我呀。 沐云摆摆手道,你们非要把我绑着,现在倒是怪我了。 再者说,也就那拓跋川和吉渊二人是为我而来,圣王会和遮天会的人,那个王良,是想要你的顶,而秦寒是想要你的人。 似乎跟我没关系。 你。 好了好了。 舒思奇再次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清理伤员,咱们姐妹不少受伤了。 等会再跟你算账。 清源源急忙转身离开。 沐云此刻摇了摇头,迈步离开此地。 你干嘛? 走啊。 沐云开口道,我现在身上束缚已经是解开,似乎没必要留在这里吧。 你,你不能走。 舒思奇开口道。 不能走。 为何? 你看我们姐妹都因为你受伤了,你是丹师,留在此地帮帮我们才对。 听到此话,沐云更是感觉让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首先,是你逃到山谷内,看到姐妹们沐浴,我们没杀你,还救了你的命,这是救命之恩。 虽说我们囚禁了你,可是对你也没有虐待,青师姐对你也很是照顾,再说,此次劫难,最终原因,还是你,你怎么也不能现在离开吧? 万一,万一秦寒他们再杀回来怎么办? 看到舒思奇此刻一口气说出这么多话来,沐云一愣。 舒思奇? 嗯?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你,登途浪子。 舒思奇骄亨一声,转身离开。 沐云仔细思考了一下舒思奇所说的话,最终,还是选择暂时留下来。 一来,他身上脚料还要三五天才能够破开,现在出行,确实是不方便。 二来,舒思奇说的也没错,不管怎么说,雪蒙众人,遭遇此难,也算是他的起源。 虽然看不惯这些女人高高在上的姿势,不过好在她们并不算坏。 检查下来,雪蒙十八人,三人生死,七人受伤,其中四人更是重伤。 这倒是让雪蒙内部之人,个个心痛不已。 第二天,沐云从修行之中行转。 之前,她都是在夜间,敲眉声息的以天火和溢水破开镣铐,现在倒是无所顾忌,直接破开镣铐。 沐云 崔可情此刻款款而来,脸色苍白。 昨天一战,消耗颇大,而且雪蒙姐妹受创,大家心情都不好受。 嗯? 有一位女弟子身受重创,青师姐一人支撑不住,你,帮我们一个忙。 看到崔可情请求的姿态,沐云淡笑道,这么说话,显得可爱多了,不要总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厌恶的。 你 好了好了,现在带我过去了,看看伤势,我才知道,到底该如何。 跟我来吧。 崔可情前面带路 第1820章 净化之力 进入到洞府内,一股幽香,席卷鼻息之间。 女子居住的地方,即便是这等野外之地,也是很有归忠的氛围。 此刻,疏丝其脸色也不好看,那青园园半坐在地上,看着身前一道身影,眉头紧锁。 青师姐,她来了。 青园园此刻抬起头,看到沐云,道,沐云,你若是能够治好软玉师妹,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沐云挑了挑眉,没有多说,蹲下身来,看着身前女子。 一张清秀的脸庞,颇显青春气息。 只是此刻,这一张俏脸之上,颇显憔悴,甚至还有一丝乌黑气息。 沐云蹲下身来,双手缓缓解开软玉衣衫长裙。 你干嘛? 青园园急忙喝道。 救人呐。 沐云看着青园园大惊小怪的样子,道,身为丹师,治病救人,炼丹治药,这软玉受创, 你让我治疗,总不能连伤势,我都不查看一下吧。 你,你小心点。 青园园此刻缓缓道。 看到青园园紧张的模样,沐云不动声色,将软玉衣衫,轻轻撕开。 再长几女,顿时脸色古怪。 软玉上身出现在沐云眼前,很有料的身材,沐云心中暗暗赞叹一把,便是看向软玉腹部。 原本平坦的腹部,此时此刻,却是出现恐怖的血痕。 那些血痕,似乎将软玉的身体,拦腰截断一般,若非是青园园以神力将其连接,只怕这软玉,现在早就死了。 忽了一口气,沐云淡淡道,她腹部创伤,是被附带着烈焰的神力腐蚀,将她体内的神圆毁坏,导致硬痕破损。 嗯? 青园园急忙点头,外伤都不打紧,可是神圆受到创伤,硬痕被损坏,这可不是一般的天地神丹能够治好的。 我,我没办法。 我知道你没办法。 沐云此刻手掌轻轻顺着软玉的胸口,朝着下方落入。 看到此景,几女都是有些扭泥。 沐云却是一缕缕魂力进入到软玉神圆内,查探着伤势。 而随着时间流动,渐渐的,沐云眉头皱起。 神圆受破,硬痕被损。 软玉现在只是吊着一口气而已。 就算是治好了,只怕也是,修为大损,恐怕连真神境界都不是了。 怎么样? 青园园此刻紧张道。 我有把握保她一命,但是,修为只怕是要降低到真神境界一下了,她神圆和硬痕损创,唯有再次凝聚神圆和硬痕了。 降低到真神境界下。 青园园神情一愣。 这么说来,软玉很有可能回到虚神境界。 好。 可是一转眼,青园园便是点头硬下。 相比于丢掉性命,降低实力,只是一时的。 你放心吧,我会尽量帮助她稳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剥夺神圆。 嗯? 青园园点了点头。 还愣着干嘛? 你们出去呀。 木云看着几女,忍不住道。 出去? 对呀,青园园你留下帮我就行了,其他人都出去吧。 可是。 好了。 青园园看着几人道,我在这里就行了,你们出去吧。 是。 洞内,转眼只剩下木云和青园园两人。 而此时,木云双手放在软玉腹部,体内,一道道神力和魂力,开始缓缓浮现出来。 他想要以自己的神力,将软玉体内的神圆稳定下来,看看有没有挽救的可能。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渐渐的,木云额头渐汗。 可是,那神圆,乃是武者本源所在,遭到重创,根本无力修补,反而时间拖下去,可能软玉自己承受不住,随时丧命。 最终,木云放弃了。 他直接手掌一挥,血脉之力在此刻运转起来。 以血脉之力,将软玉体内的创伤神圆吸取,直接吞噬,没了神圆,软玉不会死,只是修为降低,他再加以神丹凝聚,便可让软玉恢复,至少性命无忧。 想到便做。 吞噬血脉,开始涌动,一股股吞噬之力,再逐渐凝聚到软玉腹部。 啊! 这一瞬间,阵痛让软玉从昏迷之中惊叫一声,轻圆圆顿时紧张起来。 这只是正常的反应。 啊! 软玉忍不住低声哀鸣起来,那声音着实充满痛楚的味道。 木云此刻并不停手,直接一掌拍出,吞噬之力,越来越强。 可是在这一瞬间,木云突然发现,自己血脉天赋内,除了吞噬之力外,居然还出现一股力量。 那一股力量,不断产生一股股净化的气息,在逐渐稳定软玉的神源。 时间一点一滴流动,木云发现,那净化的力量,逐步修复软玉的神源。 感觉到这一股力量,和自己吞噬他人血脉,帮助自己凝聚那些力量的净化气息相同,木云顿时停下血脉吞噬。 可是吞噬血脉停下,那净化的气息也是停了下来。 木云再次运转吞噬血脉。 但是这次,木云小心翼翼,将吞噬血脉凝聚,只散发出极小的吞噬之力,那净化之力再次出现,修复软玉的神源。 不仅如此,当软玉的神源被修复之际,他体内的硬痕,也是在趋于圆满。 这! 看到这一幕,清源源惊讶的何不拢嘴? 刚才木云说了,不可能保住神源了。 可是现在,怎么回事? 此刻木云心中更是震撼。 那一股净化之力,也是来自自己血脉之中,他之前根本没有发现。 而且,吞噬他人血肉神魂力量之时,他本以为是因为自己三世为人,与木族他人不同。 可是现在,根本不是。 而是这另外一股血脉之力。 净化的力量。 这一股血脉之力,不是如同他掠夺血脚分身的玉魂天赋那般,而是似乎打一开始变在他血脉内,只是他一直没发现。 今日,方才明了。 这一股净化之力,到底属于什么? 净化天赋。 有点扯。 可是似乎不仅仅是净化那么简单。 软玉体内的创伤,逐渐恢复,神源聚合,硬痕回归,一切恢复本样。 这哪里是仅仅净化能够办到的? 治愈。 恢复。 木云搞不懂。 可是毫无疑问的是,他身体血脉内,多了一股血脉天赋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他吞噬别人血脉之时,不会受到杂质的影响。 木云心中有所明了。 手掌收回,软玉的腹部,此刻已经是恢复如初,光滑洁净。 青姐姐。 迷迷糊糊睁开双眼,看着身前,软玉摇了摇脑袋。 别动,你现在刚好,还有些虚弱。 嗯? 软玉揉了揉脑袋,突然发现自己身上不着一物,再看到木云一瞬间,顿时神情一猛。 啪! 洞内,一道巴掌声,突然响起。 啊! 紧接着,使得整个山洞颤抖的惊呼声,瞬间响起。 外面众人,此刻皆是焦急等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脚步声响起,木云此刻从洞内走出。 只是很明显,一边脸颊,微微红润许多。 怎么样啊? 看到木云出现,众女顿时极不可待到。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木云语气不善,静止离开。 哗啦哗啦的铁链拖着地面,木云神情窘迫。 奶奶的,这是什么道理? 致病救人了,还他们挨了一巴掌。 坐在树下,木云呼了口气,悄悄运转神力,将脸上的红润驱除。 还在生气啊。 青园园此刻突然出现,看着木云,笑嘻嘻道,大男人,别那么计较嘛。 阮玉也是不知道,我带他给你道歉了。 别别别。 木云拱手道,你若是道歉,再给我一巴掌,我可承受不住。 好吧,这件事情,多谢你了。 青园园拱手道,从今日开始,我们雪蒙和你,之前的仗,一笔勾销,日后你若有难,我雪蒙绝不会袖手旁观。 趁我不注意,给我两巴掌吗? 哥哥。 青园园笑个不停,看着木云。 第二天,一大早。 木云刚刚醒转过来,一道身影,突然蹲在自己身前。 木云大哥。 阮玉此刻走上前来,看着木云,低头道,昨天,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事情经过,错怪你了。 没事,你只要不再给我一巴掌就行了。 这个。 阮玉手掌一推,道,这是我在山谷外湖内抓到的鱼,给你做的鱼汤,味道甜美新鲜,你尝尝看。 不会下药吧? 当然不会,阮玉顿时有些惊慌失措道。 好了,我和你开玩笑。 木云接过玉碗,品尝鱼汤。 怎么样? 阮玉欣喜不已。 味道很好。 木云喝下鱼汤,顿时感觉口感确实是很好,而且不仅如此,还有一丝丝杏仁心脾的气息,流入身体内。 咦? 只是再喝下去几口,木云却是颇感古怪。 这鱼汤,十分鲜美不假,可是却带有一丝丝的苦涩味道,虽然很细微,但却能够觉察到。 而且不仅如此,那苦味之中,更有一丝甜味,甜甜苦苦结合之间,让人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但是紧接着,木云便是觉察到,自己身体内,一股暖流流淌,融合到自己血脉内,散发出一股强横的血脉气息。 这鱼汤,对它的血脉,居然有增强作用。 木云顿时拉住阮玉,迫不及待道,这鱼,你在哪里抓的,这水,你在哪里取的。 第1821章 五行神藤 看到木云这一副样子,阮玉顿时吓了一跳,指了指山谷外。 木云二话不说,拖着锁链,朝着山谷外走去。 他怎么了? 青园园几人走来,不解道。 说这鱼汤很好喝,问我在哪里抓的,在哪里取的水,然后就,出去了。 阮玉此刻也是摸不着头脑,木云的模样,似乎很惊喜,又似乎不可置信。 青园园几人此刻也是立刻跟了出去。 哗啦啦的水声响起,山谷之外,木云身影直接跳入到那水流之中,消失不见。 徐徐,几女站在岸边等待,都是不明白,木云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但是逐渐的,随着时间推迟,木云还没有上岸,几女都是有些担忧起来了。 这家伙,不会是被铁链束缚住,尚不来了吧? 崔可勤开口道。 不如我们下去看看吧。 舒思琪也是担心道。 好。 青园园此刻却是直接开口,身影一闪,扑通一声,跳入水塘内。 几女顿时一个个跳入到水塘之中,溅起一阵阵水花。 这池塘内的水,很清澈,随着几女不断下潜,最终,约满数百米深度之后,一股截然不同的气息,扑面而来。 五行之气 青园园略显惊讶。 而此刻,到达底部,几女看到沐云的身影,站在水池底部,似乎在寻找什么一般。 沐云 青园园靠近沐云,呼喊一声。 可是此刻的沐云,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一般,一动不动。 不可能。 沐云嘴角呢喃。 什么不可能? 青园园眉头促起。 但是沐云根本不理会他。 此刻的沐云,在和龟夷进行着交流。 龟夷话语之中,带着惊恶,道,五行神藤,此地居然是会出现五行神藤。 什么是五行神藤? 臭小子,五行神藤你都不知道,传言当年天地初开,苍天执掌万道,最开始的时候,整个世界,根本无法让人类生存,唯有一些强大的神兽才能够居住。 后来,苍天便是找到了一株世界之树,扎根于万界之中,那世界之树,诞生出五行之力,进而演化成了神力、仙气、真元等等不同强度的力量。 再后来,人族便是可以依靠这些力量修行,在整个神界内,变得强大起来。 世界之树 这是沐云第一次听到这东西。 传言世界之树,高不知己许,粗壮如同晴天巨珠一般,而且充满了强盛的生命力,不可思议的力量。 龟夷激动道,这五行神藤,便是世界之树的一部分躯干。 咦? 沐云不解道,一部分躯干? 没错,世界之树后来在苍天和黄天之战中倒塌摧毁,化作碎片,我一直以为,世界之树已经是永远消失在空间裂痕之中了,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一截躯干。 这对你恢复伤势有什么效果吗? 没有。 那你那么兴奋。 臭小子,你知道个屁。 龟夷骂骂咧咧咧道,你那碧落黄泉图,乃是你父亲给你,你将天火,溢水等九元之力融入其中了,可是条件恶劣,根本无法探得其中奥秘。 但是你若是将这一截五行神藤融入其中,说不定,能够在碧落黄泉图内,自成一个世界。 自成一个世界。 此话让沐云顿时欢心五谷起来。 碧落黄泉图或许拥有很强大的力量,功效,但是他现在一无所知,只能够一步步去摸索。 五行神藤的出现,或许可以让他改变碧落黄泉图,加速自己的了解。 那我便试试。 沐云在水中盘膝坐地,冷静下来。 他脚下,那一段五行神藤,在水中浸泡不知道多少年,可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似乎和原来一模一样。 碧落黄泉图缓缓打开,沐云直接将其囊括其中。 下一刻,碧落黄泉图内,沐风尘,沐风啸和沐龟凡三道意念身体出现。 那六块圣碑,此刻傲然矗立在碧落黄泉图之中的空间内。 九元之气,在此刻化作一方天地最根本的力量。 火山,大河,天空和大地以及风雷电闪,此刻狂暴不已。 沐云心思宁静,看到这一幕,呼了一口气。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渐渐的,清圆圆几女看着沐云举了一节树干,坐在水底。 一言不发,都是猛猛的。 这家伙,到底在干嘛? 吉女不知所以,可是此刻也不好打扰沐云,便是一个个上了岸。 这家伙,到底在干嘛? 不知道啊,看着好奇怪呀。 清圆圆点头道,或许是发现了什么,不好告诉我们,算了,姐妹们在此地养伤,等伤势好了,再做打算吧。 嗯? 接下来几天,清圆圆众女每日都会到水池底部查看沐云到底怎么样,可是沐云一直是一动不动,似乎在苦苦钻研什么。 沐云此刻,确实是在苦苦钻研。 此时,那一节五行神藤,进入到碧落黄泉图内,凌空而立。 这是,五行神藤。 沐云,五行神藤,蕴含浓郁的五行之力,据传说,乃是天地最玄妙的神物之一世界之术的枝干,可是一直是传说,不知真假。 沐云点头道,这五行神藤,确实是世界之术的残枝。 三位老祖此刻皆是一惊。 沐云此刻解释之后,便是运转九元之力,在碧落黄泉图内流淌起来。 哗啦啦的声音响起,那图卷在此刻,一道道席卷开来。 五行神藤一开始没什么变化,可是随着时间流逝,渐渐的,看起来干枯的神藤表面,居然是出现一丝绿芽。 发芽了。 沐云神情惊愕。 逐渐的,随着那五行神藤发芽壮大,一道道九元之力,扩散开来,在整个壁落黄泉图内,疯狂滋长。 而随即,五行神藤表面的芽子,越来越多,并且呈现出逐渐成长的地步。 嗡。 陡然间,碧落黄泉图内,凝聚出一道光芒,那五行神藤此刻,降落下来,直接扎入到碧落黄泉图内的地面之上。 这一瞬间,整个碧落黄泉图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行神藤此刻,扎根触地,那些芽子,在此刻扩散开来,形成枝鸭,宛若是一只小小的树苗一般。 同时,整个碧落黄泉图内,火山,黄沙大地之上,出现一棵棵树木。 那些树木,千奇百怪,可是无异不是充满灵性。 而且,全部是一米多高的小树苗。 这其中,沐云甚至是发现一些小树苗,似乎是天地灵果的树木。 整个碧落黄泉图的空间,在此刻,扩大了一倍不止。 那些开垦出的黄沙地,扩大的空间内,到处都生长着树苗,放眼看去,整个世界内,都是碧绿色。 这! 亲眼看到这一幕,沐云只感觉不可思议。 五行神藤蜕变,成了世界之树幼苗,皈依也是嘖嘖称其道,沐云那沐云,你简直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啊,世界之树幼苗啊。 由此幼苗,借助于碧落黄泉图,你与此图融合,将来,你甚至可以自己凝结出一个世界呀。 一个全新的世界。 听到此话,沐云也是陷入到震惊之中。 世界之树,如此玄妙。 这些,都是幼苗的影响。 沐云惊叹不已。 可是如何催促其成长? 以天才地宝来催促。 皈依开口道,你的天火和溢水等等,都可以逐渐促进其成长,而且,天才地宝给其作为营养也可以,甚至神经之中蕴含的神力都可以。 听到此话,沐云直接取出之前搜集到的一万多颗中品神经,一股脑投入到碧落黄泉图内。 嗡! 那世界之树吸收那些神力,顿时,又多了几片叶子,看起来,十分茁壮。 奇妙,当真是奇妙啊,沐云凡开口道,不愧是世界之树啊,云儿,你这次真是捡到天大的便宜了。 开辟这碧落黄泉图,将来,你可自称世界,那就是堪比第一神帝的人物才能够办到的呀。 沐云此刻点点头。 以前,碧落黄泉图内,无法收入人,但是相信以后,随着世界之树的进化,整个世界都会安稳下来,说不定,此空间内,可以供人在此地修行。 浓郁的生命气息,在这里修行,必定是事半功倍吧。 想到这里,沐云也是欣喜不已,万分期待。 你现在可以与此图融合,将世界之树幼苗和你的身体融合。 规矣开口道,这样一来,日后你的修行提高,也会促进世界之树幼苗的提高,它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你的提高,久而久之,你的生命力,会变。 得无比庞大。 好。 沐云呼了口气,直接坐定。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渐渐的,碧落黄泉图消失在沐云身前,化作一道流光,进入到她的身体内。 紧接着,神圆位置,沐云便是感觉到,那图卷安然落定,下一刻,沐云神圆内,一颗幼苗,紧紧扎根。 世界之树,融合到了她的身体内。 沐云此刻感觉到世界之树磅礴的生命气息,灌注着自己的身体,那净化的力量,将整个避落黄泉图内不稳定的躁动,一一排除。 净化。 沐云突然眼中一抹好奇出现。 第1822章 地神圆满 是到如今,她血脉之中,还隐藏着另一个天赋,便是有一定净化的能力。 若是以自己的鲜血来滋养这世界之树呢? 沐云小心翼翼,引动自己一缕缕精血,滴入到碧落黄泉图内。 一刹那间,那碧落黄泉图浸染了自己精血,瞬间,精血被世界之树吸收完毕。 整个世界之树在此刻,巴掌高的身躯,微微颤抖,树叶一缕缕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居然是隐隐间有些拔高的气息。 真的可以。 沐云欣喜不已。 皈依此刻却是沉默不语。 沐云看着世界之树,心中愈发期待。 待得此树成长到极致,只怕整个天地之间,无人可以抗衡。 此时此刻,磅礴的生命气息,在他身体内流转开来,一股股气息,不断扩散开来,他的身体,也是开始变化起来,每一滴鲜血,一丝血肉,都是在此刻蕴含了极其强大的生命气息。 五行神藤,世界之树,这天地之间,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多。 沐云呼了一口气,盘膝坐地,看着四周。 此次,生命气息得到巨大的提升,与世界之树融合,他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直接以此晋升到地神圆满境界。 想到变作,沐云此刻直接引动自己的硬痕。 九九八十一道硬痕,在此刻直接汇聚下来,直接扎入到地底深处。 徐徐,一缕缕硬痕扩散开来,努力冲击。 伴随着地神境界提升,每一次沟通大地之魂,都会变得更加困难起来,这也是地神境界提升的困难所在。 可是此次,沐云却是发现,自己轻而易举便是沟通了大地之魂。 第五次沟通,居然,更加轻松了。 八十一道硬痕,在此刻直接到达地河,与大地之魂进行着深沉的交流。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沐云赫然间发现,力量,开始增长。 五千龙之力 举手投足之间,沐云感觉到身体的强横,血肉气息的强大,生命力的强大,使得他拥有的力量,简直是强横无边。 而且,大地之力的范围,在此刻也是不断扩开。 池底深处,地面裂开,变得浑浊起来。 那裂开的范围,不断增加,从两千米,扩散到了三千米范畴。 三千米? 足足是正常的地神圆满境界三倍。 沐云握了握拳,脚步一踏,整个人,直接飞驰出水底。 舒畅 沐云忍不住仰天长笑。 地神圆满境界 简直是完美。 大地之力三千米,血肉力量五千龙之力。 相比于普通地神圆满境界的大地之力一千米,血肉力量两千龙,它简直是翻倍不止。 这种感觉,实在是酣畅淋漓。 最重要的是,此次无意间碰触到的五行神藤。 这五行神藤,与碧落黄泉图结合,蜕变成了世界之术。 虽然只是幼苗,可是幼苗终究是会长大。 再到幼苗成长起来,那才是真正的强大。 沐云第一次感觉到,修行的前进道路,充满了越来越多的未知。 果然是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越是知道自己的渺小。 收起自己心中的喜悦,沐云看着山谷方向。 刷! 此刻,一道破空声传来。 嗯? 软玉 穆大哥 看到沐云,想到山洞内的一幕,软玉俏脸一红,低头道,穆大哥,青师姐让我在这里等你。 等我。 沐云稍显惊愕,道,等我做什么。 半月之前,青师姐受到了来自其他姐妹的消息,在南方位置,以空间大陆内,出现一座地下城堡,现在很多人都朝着那边赶去,所以青师姐带着崔师姐和淑师姐已经过去了,让我留下,怕你闭关出现,不。 知道我们的踪迹了。 有心了。 沐云点了点头。 沐大哥,那你现在,是跟我一起去,还是自己选择到其他地方磨练? 看着软玉,沐云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倒不如去看看,那所谓的地下城堡,是个什么样子? 我与你一同去吧,你自己前往,恐怕也不安全。 好啊好啊。 软玉顿时欣喜不已,道,咱们出发吧。 嗯? 两人此刻直接启程。 沐云此次闭关,足足有一个多月,而青元元等人,在二十几天前得到消息,原本想等待沐云,可是看沐云一直是闭关,便是先行前往。 能够留下软玉通知自己,沐云已经是对青元元的做事态度很惊讶了。 这女人,难不成开窍了? 沐云心中,也是感觉好笑。 只不过这几天时间,沐云随着软玉一起前进,这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子,却是挑起大梁,各种忙活。 沐大哥,吃饭了。 软玉此刻端出几叠饭菜,看着沐云,欣喜道。 这些,都是你做的。 对呀。 软玉笑道,沐大哥,快尝尝吧。 好。 软玉皆是挖取简单的菜叶以及一些鱼肉,可是做出的味道,确实是值得称赞。 不错不错。 听到沐云的夸赞,软玉更是心中开怀。 夜幕降临,二人围坐在篝火旁。 沐云从修炼之中行转,看到软玉坐在身前,招招手道,你过来。 嗯? 上次给你疗伤之后,我还未检查你现在如何,今日给你看看,说不定,能够帮助你。 好。 软玉乖巧的坐到沐云身边。 而此刻,沐云体内,一道魂力成丝线,进入软玉身体内。 查探一番,确定软玉毫无伤势之后,沐云笑道,你现在似乎是地神后期境界,我或许可以帮你提升一重。 真的? 当然。 沐云话语落下,手掌一挥,一道磅礴的气息,在此刻徐徐生腾。 那是一股浓郁的生命气息。 正是来自碧落黄泉图内,准确来说,也是来自沐云身体内。 世界之术又描此刻散发的生命气息,着实是不弱,沐云此时此刻,直接引导一部分生命气息,进入到软玉体内。 这一瞬间,软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此刻,彻底经受一种洗礼。 一种强横到极致的生命力的洗礼。 他体内的印痕在此刻,也是得到提升,跃跃欲试,跳出自己的身体,扎入到地底,开始进行第四次的沟通大地之魂。 看到此景,沐云收回手掌。 沟通大地之魂,便是需要软玉自己的领悟了。 他只是给予了一部分生命之力,灌注软玉的身体,使得他获得一个晋级的契机。 能够晋级,还是他自己的毅力比较强。 第二天,一大早。 软玉已经是做好了早饭。 沐大哥。 嗯,晋升了。 晋升了。 软玉欣喜道,多谢沐大哥,若不是沐大哥,只怕我想晋升,还有些难度。 也是你自己努力。 沐云看着前方,道,还有多久? 按照青师姐传递来的消息,应该还有十天路程吧,那地下古堡,颇为其他,青师姐说到现在,都没发现什么,不过大家都确定,里面必定有蹊跷。 这倒是罕见。 沐云笑道,没什么发现,确实确定肯定有蹊跷。 或许,只有我们到了,亲自看一看,才知道青师姐什么意思了。 嗯。 接下来几天时间,沐云和软玉二人,一路前进,沿途之中,沐云对软玉几番指导,让软玉获益匪浅。 这也是沐云不好意思,一路上都是软玉在忙活着两人起居,所以才出手指点指点软玉。 沐大哥。 这一天,两人在一座山脚下休息,沐云和软玉常见交手。 你的剑魂等级,恐怕要提升了吧。 软玉惊讶道,我感觉你催动剑魂,剑气变得提高不止三倍了。 应该是吧。 你可真厉害。 软玉羡慕道,境界提升快,实力强,又会单数,而且领悟剑术,也是强,真不知道,有什么是你做不成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也可以的。 沐云点头道,剑神宗内,剑术为尊,大家都是修剑,要想比别人更突出,那就靠自己的努力和心勤。 天赋,决定你的起点,那却不能决定你的终点,古往今来,多少天赋超强的人,反倒是没有登顶,倒是那些平凡之人,一步一个脚印,成就赫赫威名。 嗯? 沐云说此话,并不是单纯鼓励软玉而说的大话。 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古往今来,多少天才艳艳的舞者,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真正成就大功名的,都是大智若愚的舞者,他们持之以狠,对武道保持炙热的追求。 而且,他们更是心中心心念念着登顶,也为此付出千百倍的努力。 甚至沐云觉得,自己也并不是天才艳艳之辈。 他到达此步,更多的,是对自己严格的要求,每一个境界的严格扎实,不留下一丝丝隐患。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而万里之低,毁于乙朝。 稍有不慎,这一生的成就,可能就注定了,无法登顶。 两人盘膝坐地,开始各自修行。 唰唰唰。 正在此刻,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天际之边,几道身影,破空而来。 围首两人,气宇轩昂,长发飘飘,模样姿态十分相似。 看到那两人,沐云神情一正。 沐云。 而那两道身影,看到沐云之时,更是一惊。 舒康师兄,舒叶师兄。 沐云站起身来,拱了拱手。 好小子,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你这是,到达地神圆满境界了。 看到沐云,舒康和舒叶二人,顿时惊诧不已。 第1823章 再遇舒康 侥幸而已,一空间大陆,颇多其遇,所以境界提升快了些。 沐云淡淡道。 好小子,你现在在这里,是准备赶往地下古堡吗? 嗯? 舒康和舒叶带着几人,坐下身来。 我们也是得到消息,地下古堡现身,可是似乎现在大家都束手无策。 舒康认真道,既然在此相遇,你与我们一道前往吧。 好。 沐云也不推脱,看着舒康和舒叶两兄弟,沐云沉吟片刻,还是决定说了。 朱紫阳和向成功,被我杀了。 沐云突然话题一转,淡淡道。 此话一出,不仅仅是舒康和舒叶,在场其他几人,也是神情一正。 朱紫阳和向成功,可是影盟内宗的重要成员,沐云,杀了他们。 沐云此刻并为多说,静静等待着两人开口。 为何? 舒康询问道。 当下,沐云便是将发生在古城内的事情,一一讲述。 这朱紫阳和向成功,好大的胆子,居然和风云会的人勾搭在一起。 舒叶喝道,杀得好,此二子,吃里八外,若是被我知道,我也必定严惩。 看着二人,沐云淡淡不语。 不仅如此,风云会的云霄,省心会的杜炳和王良,也被我杀了。 什么? 此话一出,舒康和舒叶二兄弟,才惊讶起来。 那风云会的云霄,本神大圆满境界,王良和杜炳,也是天灵榜榜上有名的,居然,都被沐云杀了。 阮玉此刻开口道,这些人死有余辜,他们追杀穆大哥,穆大哥被我们雪蒙所救,后来他们便是联合起来,想对付我们雪蒙姐妹们,还好穆大哥力挽狂澜。 你是雪蒙的弟子。 没错。 舒康目光停留在沐云身上,愈发看不透沐云了。 他可是知道,雪蒙乃是四大蒙之一,与他们影蒙相当。 但是,雪蒙内部成员弟子,向来是高傲冰冷,目中无人,哪怕是其他三蒙,他们也是看不起。 沐云似乎,颇受雪蒙弟子欢迎啊。 舒康拍了拍沐云肩膀,道,那朱紫阳和像成功身死,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此二人存有一心,死了倒好,你别放在心上。 事实上,沐云也确实是没放在心上。 此次地下古堡,估计是一处好地方,这一空间大陆,不简单,我们兄弟二人探索不少地方,皆有重大发现,你跟随我们一起,前往古堡。 这次,我倒要看看,那秦涵等人,还想做什么? 文。 几人又聊了聊最近大半年时间的机遇,舒康和舒叶对沐云境界提升迅速,展现出极其震撼的惊讶和好奇。 刚进入到一空间大陆,沐云可仅仅是地神初期而已。 现在,都已经是到达了地神圆满境界。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是地神圆满境界的沐云,居然能够杀了王良,杜炳这一类高手。 这确实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倘若他们知道,沐云是在地神巅峰境界半道的,只怕会更加震撼。 几人收拾妥当,便是再次出发。 而与此同时,距离众人千里之外,一片广阔的森林中央,此刻,地面塌陷开来,一些树木,早已经是东倒西歪,彻底沦为了塌坑。 那塌坑内的泥土,早已经是被众人清理出去。 塌坑中央,此时此刻,出现一根根石柱。 那石柱支撑起一座座亭阁,仔细数去,一共九道亭阁,分散在塌坑之中。 而此时,那九座亭阁之中,一些身影或三或两,或成群结队,站在一起,似乎在激烈的讨论什么。 其中一座亭阁下,十几道身影站定,亭阁外,更有数十道身影散开,清一色的几乎全是女性。 亭阁内,清圆圆一身长裙,身材傲人,看着身前众多姐妹。 阮玉还没到,沐云那小子,不会是还在闭关吧? 清圆圆眉头促起,颇有些担忧。 清师姐放心吧,那沐云,连王良都奈何她不得,阮玉师妹跟她在一起,不会遇到危险的。 但愿如此吧。 清圆圆看着四周,促起眉头道,这下,天子盟,战盟,雪盟众多弟子,都已经到场,其他一些强大的盟会成员也都来了不少,就算有什么好东西,估计也是一场血腥争斗。 血腥争斗,咱们雪盟弟子也不怕他们。 崔可情冷漠道,让我碰到秦寒,梨峰,颜宽几人,我必定不饶。 你别说,他们,还真的来了。 崔可情话语落下,远处,几道身影,飞驰而来。 为首一人,正是秦寒。 秦寒身边,梨峰一身黑衫,冷漠扫世四周。 而在两人身后,则是一群遮天会的弟子。 同时,两人相隔不远处,一道身影,带着圣王会的弟子,也是落下身来。 正是颜宽。 但是,几女此刻目光看去,只感觉,眼前的颜宽,与他们一月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 他,突破了。 清圆圆看到这一幕,脸色惊诧万分。 颜宽,到达了天神初期境界。 那举手投足的气势,显然不是的神大圆满的气息。 这家伙,居然晋升了。 而此刻,另外几处,天子盟的内蒙领袖穆红涛,以及战盟的内蒙领袖雷鹏看到这一幕,都是神情威正。 他们二人,在天灵榜分别排名第二,第三,本以为他们会是率先进入到天神境界,可是没想到,居然是颜宽,比他们早了一步。 颜宽在内宗天灵榜上,排行不过是第十七,跟他们是没得比的。 这一幕,顿时让几大蒙弟子都是感觉如梦似幻。 颜宽看着众人,目光扫视雪蒙弟子。 沐云呢? 一声询问,颜宽冷漠的盯着清圆圆。 不知道。 清圆圆态度更是冷漠。 若不是颜宽晋升到天神初期境界,他现在直接带着雪蒙弟子们,宰了这些家伙了。 只不过,即便颜宽晋升到天神境界,他也不惧怕。 雪蒙弟子,可是实力强劲,一个天神,未必改变得了局势。 不知道。 颜宽哼道,清圆圆,你可要想明白了,为了一个沐云,让你们雪蒙弟子损失惨重,值不值得。 我确实是奈何你不得,但不代表,你雪蒙弟子,我也无可奈何。 接下来还有两年时间在此地,我有时间陪你玩。 你威胁我。 清圆圆目光一冷。 那可不敢,你雪蒙弟子,一个个眼高于鼎,谁敢威胁你们呢? 颜宽冷笑道,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沐云,必定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那你们找他去呀。 清圆圆戏谑道,想让他付出代价,当日你为何在山谷内还仓皇而逃? 直接杀他呀。 你。 颜宽心中震目。 秦涵却是拦下,看着清圆圆,一双眼睛,充满了掠夺性。 有一种人,眼睛看东西,便是让人恶心,清圆圆不得不承认,秦涵,就是这种人。 那一双眼睛,仿佛是穿过了他的衣衫一般,直视着他的身体。 清圆圆,我们本来也无意与你为敌,只是那沐云,毕竟是颖蒙弟子,你护着他,对你没什么好处,现在,这里可是一空间大陆,我们还有两年时间才能够返回。 威胁我。 可以。 清圆圆哼道,我雪蒙弟子,若是怕你遮天会和圣王会弟子,那雪蒙,也就不叫雪蒙了。 看来你是不愿意交出沐云了。 秦涵冷笑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准备,受死吧。 话语落下,严宽此刻一步跨出。 啪啪啪。 而此刻,他坑边缘,一道响亮的巴掌声响起。 差点来晚了,好戏都看不上了。 一道声音响起,淡淡道,秦涵,严宽,上次被我揍得像条狗一样,怎么? 现在又开始要舞扬威起来了。 沐云。 沐云。 看到沐云出现,二人此刻神情皆是充满怒涩。 严宽,别和他废话,直接宰了他。 好。 严宽二话不说,直接便要冲杀出来。 圣王会什么时候这么大胆子了? 你圣王会会长圣心才,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 只是沐云身边,两道身影走出。 书康师兄。 书叶师兄。 顿时,影蒙的成员弟子们,一个个来到两人身边。 书康点了点头,看向秦涵,严宽等人。 怎么?现在无话可说了吗? 书康哼道,我影蒙的弟子,还轮不到你这天会和圣王会来欺压,严宽,你不过是到达天神初期,别以为自己在此地就是无敌的。 书康此话,可谓是有着极大的自信。 严宽再厉害,天神初期,可是影蒙的成员们,也不都是吃素的。 敌强,则越强。 影蒙成员,乃是四大蒙最少的一个,可每一个弟子,实力都是不差。 严宽没想到,在这个档口,影蒙的书康和书叶居然也是到了。 秦涵此刻面不改色。 书康,只怕你还不知道,朱紫阳和向成功,被沐云杀了吧。 秦涵笑道,你影蒙弟子,杀了影蒙弟子,这恐怕是自相残杀,极其恶劣吧。 若不处置沐云,你影蒙成员,如何忠心耿耿? 这件事情,不劳你操心。 康叔此刻却是斩钉截铁道。